闺房之中 看着御医的表情 俗话说得好 不怕中医笑嘻嘻 就怕中医没眼地 这会儿 看御医脸上出现一抹喜色 赵康算是放下心来 大夫 我姐姐究竟怎么了 青鸾丫头在一旁着急地问话 萧璇策安抚道 别着急 大姐应该没事的 御医起身笑呵呵道 国师 皇子殿下 皇妃吴夫人没事 就是动了胎气 啥玩意儿 动了胎气 萧璇策傻X了 吴青鸾也猛逼了 一早就知道消息的赵康 倒是没有什么惊奇的 御医也还在笑着 是啊 经过老朽诊断 吴夫人已经怀有身孕 至少四个月了 赵康点了点头 先前将吴青衣服上床的时候 他就看到了那龙气的小腹 的确是有些时间的了 赵康心里想着 四个月 那不就是 我去井国打仗的时候吗 那时候怀上 自己还让人帮忙操劳军粮的事情 有些不地道了 这时候 吴青鸾激动道 不可能啊 我大姐都未曾有夫婿 怎么可能会怀孕 萧玄策也道 是啊 没听说吴姐和什么人好上来啊 御医这才反应过来 事情好像有些不简单 但 还是肯定道 殿下 黄飞 老朽的诊断不会有错的 吴夫人的的确确是怀孕了 可能是夫人暗中已经有了心仪对象 嗨嗨这个一时间情难自尽 这才有了身孕吧 这样吗 吴青鸾嘀咕着 就在这时候 吴欣怡醒了 一看房间中的四个人顿时吓了一跳 你们 吴青鸾赶忙上前去 姐你怎么样 哎呀你也真是的 都有些孩子 这么大的事情 怎么也不和我说一声 吴欣怡花容失色 你你你 你怎么知道的 赵康这时候出来道 你刚才晕过去了 我请了御医诊断 青鸾听说了之后 就连忙来看望你了 你要好好休养啊 可不能再动了胎气 要好好养胎 诺玉依说 都四个月了 你郎君呢 赶紧把他请过来 赵康自认为 考虑得很周全 四个月大了 再过些时间 这肚子可就大了 万一被那些老学就知道 肯定放不出什么好屁了 得抓紧时间 把婚礼给办了呀 你盯着我看干嘛 张玉依 吴夫人怀孕的时间 可别外传啊 国师放心 老朽绝不会多言的 张玉依连忙点头 这吴夫人 毕竟是告命夫人 妹妹 还是皇妃 未婚先孕这种事情传出去 网大了说 那都是 有辱皇族颜面了 可不敢乱说 听着赵康那操心的话语 又是好好养胎 又是办婚礼 大有一种这些事 交给我来处理的感觉 吴兴仪虽然知道自己活该 但还是有些忍不住情绪 眼泪刷一下就流了出来 吴青鸾顿时就慌了神 姐 你怎么了 怎么哭了 萧玄策也赶忙表现 吴姐别哭啊 怎么 是不是你那如意郎君身份地位 你怕别人非议 别怕 谁说闲话 我就砍了谁 没事 你们出去吧 我想静静 吴兴仪抽噎着 赵康皱眉 老吴 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有我在这你怕什么 只管说 你他妈还叫我老吴 吴兴仪恨不得跳起来给赵康开瓢 眼泪又流了出来 却不知道赵康是心想着 自己先前吴兴仪怀孕 还替自己操劳君良的事情 还都累晕过去一次 这情可欠大发了 老吴这娘们够朋友 以后就是我老赵的好兄弟 哎不对 应该是好闺蜜了 再加上之前在青州 吴兴仪似乎还对她有意思 现在有了身孕 显然是怡情别恋了 赵康还是很乐意见此 情形的 看着吴兴仪流泪的模样 赵康想到了什么 顿时眼中出现一抹愤怒 他骂的 老吴难不成遇上渣男了 他再度追问 然而这次吴兴仪 还是让他们所有人离开 张御医见状忙道 国师 吴夫人此刻心情欠佳 有事后面再说吧 要是再动了胎气 可就不好了 如此情形 更让赵康断定了自己的猜想 三人走出了房间 御医也收拾了一下 准备回去给吴兴仪开的安胎房子 顺便抓药 来到院子中 萧玄策看着赵康阴沉的脸色 女巫姐恐怕是遇上渣男了 什么渣男 吴青鸾疑惑 赵康解释 就是玩弄女人感情 完事之后不认账的那种 这不可能吧 萧玄策瞪大眼睛 赵康皱眉 十有八 九错不了 你们想想 刚刚吴兴仪那模样 显然是不想让我知道 孩子的父亲是谁 这娃都特么四个月大了 咱们却从来没听说过 吴兴仪有什么相好 我看肯定是被人骗了 傻乎乎地付出了真结 结果那死渣男就不认账了 吴兴仪心善 又不想打掉这个孩子 所以才会一直遮遮掩掩 到现在都不愿意说出 孩子的父亲是谁 我吵他妈的 吴青鸾顿时怒了 赵康猛逼看着萧玄策 这话 自己好像没教过呀 和你学的 是谁 吴青鸾愤怒了 居然有人敢玩弄自己大姐的感情 自己一定要杀了他 别冲动 别冲动 这人是谁 咱们都还不知道呢 萧玄策赶忙拉住自己的爱妃 而且 这事是关吴姐的明节 这时候绝不能外传出去 得先找到孩子的亲生父亲 再做打算 好说歹说 萧玄策才拉住了吴青鸾 吴青鸾一下哭了 看着赵康 师父 你一定要查出来 是谁玩弄了姐姐 赵康也是满脸杀气 放心吧 这事交给我 让我知道是谁 他还不认账 老子砍了他三条腿下酒 萧玄策也有些愤怒 赵康的分析 他觉得还是有道理的 自己的吴姐 居然被渣男玩弄了 那可是老子爱妃的姐姐 要是让我知道是谁 本皇子妃把他淹了当太监不可 想着萧玄策道 这事得秘密调查 让锦衣卫出马 赵康想了想 吴青鸾肯定知道 孩子父亲是谁 咱们等他心情平复一点再去问吧 北镇府司 赵康冷着快脸来道 收到下属消息 曹白露连忙来道 看到赵康神色不对 连忙询问 你怎么了 看着面前粉裙着身 青唇中 带着一抹熟腹韵味的女子 赵康神色缓和些许 你帮我查一件事情 曹白露好奇道 什么事 印象中可从未见赵康这么愤怒 那眼神都快痴人了 查一下这五个月 所有和吴青鸾有过接触的男子 给我狠狠地查 一个也不须漏过 曹白露点了点头 我明白了 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赵康 这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让你手下的人去查就行 好 曹白露没有再多问什么 赵康交代完就打算离开 想了想 还是回过头来 看向曹白露 老曹啊 曹白露顿时无语 你就不能换个称呼 老曹老曹得多难听 赵康语重心长 这不重要 老曹啊 你多大了 曹白露眼底闪过一抹喜色 难不成这鱼目脑袋开翘了 他声音轻柔 二十四了 二十四啊 那不小了 赵康点着头 又道 老曹啊 我跟你说 这帝都龙蛇混杂 那些臭男人会 得是花言巧语 你注意这点 别被人骗了知道吗 找夫婿要擦亮眼睛 别被那些渣男给骗了 看着猛逼的曹白露 赵康心想这丫头聪明得很 应该能知道自己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不会浪费自己一番苦口婆心的 一直到赵康离开 曹白露都没有反应过来 点起烟袋 深深吸了两口 依旧有些迷茫 难不成脑袋被门夹了 算了 先去让人查他交代的事情吧 无福 萧玄策满脸煞气地从房间走出来 见状赵康和吴清鸾 连忙走上去询问 怎么样 萧玄策怒气冲冲 吴姐肯定是被那死渣男伤透心了 啥也没问出来 赵康看着房间门摇摇头 这是被花言巧语骗得不轻啊 清鸾玄策你们两个这些天就不要回宫了 看着吴兴怡既然他不说那就我自己查吧 我就不信这前国有人逃得出风云楼和锦衣卫的谍报网络 这么长时间 如今的锦衣卫的情报机构已经无比娴熟了 只要到时候把这段时间和吴兴怡接触过的男人全部查清楚抓过来 一个个问就行了 吴清鸾立刻道 不师父 我也要去查 我非要亲手砍了那王八蛋 赵康劝 未到 现在你解释最需要亲人陪伴的时候 他被伤得不轻 搞不好还会自杀呢 这事儿交给师父吧 听赵康这么一说 吴清鸾也吓坏了 连忙点头 回到皇宫之中 吴兴怡的事情打断了赵康心里的谋划 只能先放一边 看他一个人冷着脸回来 三女都有些疑惑 怎么了 玉凤走过来轻声询问 赵康叹了口气 吴清鸾出了点事情 三女一愣 连忙询问 赵康却并没有透露 只说交给他处理就好 叶洪雪眼神那叫一个古怪 吴清鸾能出什么事情 那女子看你的眼神 都好像要把你融化了一样 只是赵康既然不愿多说 叶洪雪也就懒得去多问 而是看了眼 好像又要对赵康投怀送抱的女帝陛下 她先一步靠在了赵康怀中 夜深沉 小妇微微隆起的女子来到院中 秋风肃杀透人心 她叹了口气 低头看着自己的小妇 神色愁苦 现在究竟要怎么办 姐 声音从背后响起 吴清鸾赶忙回头 看着眼眶通红的妹妹 顿时有些心疼 清乱 怎么还不去休闲 小丫头泪花闪动 轻轻抱住字 挤得姐姐 姐 你受苦了 你放心 只要找出来那个家伙 我和师父一定会给你出气的 吴清鸾闻言 心中又是一探 似乎能感觉到 自己姐姐内心此刻禁闭 吴清鸾抬起头 姐别怕 师父已经出动了 锦衣卫和风云楼 要不了多长时间 就会把那个王八蛋抓住的 吴清鸾愣了一下 怎么还出动了锦衣卫 她来到帝都也好一段时间了 锦衣卫的厉害 如今在前国 可是已经传开来 有这群家伙在 那真是贪官污吏都少了 吴清鸾紧接着 把赵康白天分析她 吴清鸾肯定是遇到了 渣男的事情一说 女子整个人都傻眼了 不不不 这不是不关别人的事情啊 吴清鸾慌张地叫起来 吴清鸾有些恨铁不成钢 都什么时候了 姐你还听那个死渣男说话 啊这 她不是渣男 和她没关系 吴清鸾忙到 吴清鸾更怒了 第一次发现自己姐姐 居然如此不争气 让人骗了身子也就罢了 居然连对方 是谁都不敢说 在这前国 难道还有我 师父搞不定的人 更主要的是 居然还替别人说话 真不关她的事啊 吴清鸾内流满面 吴清鸾冷哼道 难不成 还是你强迫了她不成 看着自己妹妹气愤的模样 吴清鸾顿时只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一辈子不出来 想当初她知道 吴清鸾把萧玄策给强暴的时候 那是直接气晕了过去 为此 还将对方罚贵在吴家祠堂足足一天 又训斥了足足两个时辰 最后还是 女帝陛下听闻之后 带着萧玄策来求情 这才罢了 这要是让吴清鸾知道自己和她一样 而且还强迫了赵康九次 还意犹未尽 自己这张老脸可就丢没了 造孽啊 五天的时间 郑国王府 赵康神色冷峻地 看着面前的午夜纸 开口道 就这些 锦衣卫连忙道 禀告国师 就这些 吴夫人这段时间接触过的男性都在此 赵康扫了几眼 这不少啊 都快一两百了 锦衣卫道 为了筹集军粮之事 吴夫人在一个月之间奔波无数 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各地粮商 帝都中的商骨世家子弟也面见过一些 赵康恩了一声 随后冷哼一声 把这些人都给我抓起来 送来帝都 老子要一个一个查 狠狠地查 遵命 锦衣卫出动了 先是从帝都开始抓人 当天晚上就抓了二十七人 而且老百姓们还发现 这些人无疑不是一些权贵子弟 有的前些天还在黄榜上受过嘉奖 也不知道犯了什么事 这就被锦衣卫给抓了 管他的呢 这些当官的没一个好东西 全砍了才好 有人愤恨地说着 也有人的落井下石道 肯定是之前犯了什么事 国师大人一回来就把他们抓起来了 国师真好啊 有国师在 咱们老百姓才有太平日子过 监牢之中 赵康来到 看着那一个个惶恐无比的眼神 有老有少 赵康想了想 还是没有放过那几个 看起来六十多的老家伙 要是吴馨仪不是被渣男伤了 而是被这些老帮菜 用卑鄙手段给玷污了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一见赵康 顿时所有人都叫着冤枉 国师 下官无罪啊 国师我是冤枉的呀 行了行了 别毫了 是不是冤枉的本国师审问之后 就知道 将他们待下去 我要一个一个审问 遵命 很快 此地就只剩下一个由头粉面的家伙 赵康冷声道 姓名 王源 赵康已经看 过这些人的资料档案 眼前这个王源 是杨太师的远房亲戚 是个吉地近视 在户部坐员外郎 和吴馨仪一起筹集军粮 赵康喝道 王源你可知罪 王源盲道 国师 下官冤枉啊 根本就不知道 所犯何事 一同审讯下来 王源还是叫着冤枉 赵康眼露凶光 好小子嘴还真够硬的 不说是吧 别逼我用刑啊 王源慌了 他这身板 要是用刑下来 那不得丢了半条命啊 但还是开口道 国师 下官真不知道所犯何罪啊 赵康冷笑 从袖子中掏出一小包药粉 王源 这玩意儿 是江湖上彩花大道专门用的催情粉 无论男女 只要服用泽泽 王源顿时脸色一变 赵康斜笑一声 你要是还嘴硬 我就为你吃下去 然后把你扔住圈里 再叫上帝都百姓来围观 我草某某也太恶毒了 王源慌神了 赵康 好小子还敢骂我是吧 老子 这就为你吃下去 别别别 国师我说我这就说 赵康来了精神 看来就是这家伙了 王源连忙道 今年筹集军粮 习惯私自运出了一百斤粮食 卖了二两银子 赵康 这就没了 王源哭丧道 真没了呀国师 下官就动了这一次贪念 再也不敢了 你小子嘴还真够硬的 赵康再喝 王源哭了 下官就贪了二两银子 永远也不敢了呀 国师 看着痛哭流涕的王源 赵康心中暗自沉思 这样都不说 看来不是这小子 来人 远处官兵走来 国师 把这家伙放了吧 王源猛逼 这就放了 惊喜来得太突然 完全无法接受啊 赵康看了他一眼淡淡道 君良都特么感叹 下次再让老子知道 我扒了你的皮 王源连忙磕头 国师 我再也不敢了 我以后一定当一个 为国为民的好官 再也不敢了 带到王源走后 赵康又道 下一个 没一会儿 监牢深处 就响起赵康冷酷的声音 你嘴是真的硬 不说是吧 告诉你老子手上这包 我说我说 足足一天下来 赵康审讯了27人 结果这帮孙子没一个是干净的 是虽然犯的都不大 都是些小贪 但赵康还是有些气 他骂的这群金官 拉出一百个来一刀砍过去 怕是九 十个都不干净 最重要的是 这27人跟吴星仪的事情都没关系 这让赵康很是无奈 只能等下一批家伙送来了 而王源等人被放出去之后 那一个个愣是一天都没回过神来 最后一个个都开始洗心革面 发誓要做一个好官 今天可真是被吓坏了 要是真被赵康那个畜生 为了那什么催情粉 再被扔到猪圈里工人关上 那这辈子可就完了 就这样 锦衣卫抓人 赵康审人 足足小十天过去 赵康基本上80%的时间 都是在监牢里度过的 一个个被赵康审问过的人 出了监牢之后 那叫一个怕 都发誓 这辈子一定要做个好人 赵康虽然并没有对他们的肉体 做出什么刑法 但是精神上的灵虐 那真是完全没有留守 只是让赵康很无奈的是 这十天下来 人都快省完了 但就是没有一个 和吴欣怡有关系的 有的 连小时候偷看女人洗澡的事情 都交代了 但都没有一个提及吴欣怡 这可让人着实郁闷 他弄出这么大动静 倒也不是没有人非议 女帝陛下还亲自来看过一次 但赵康不说 他也就不打算去问 反正如今的女帝陛下是 彻底打算开摆了 啥事情 有赵康在轮不到他去操心 阳太师李源 这些大臣 也只是来问了问 并没有多说什么 第十三天 曹白露带着锦衣卫来教人 这八个是最后一批了 赵康皱眉 这就没了 曹白露哭笑不得 都抓完了 而且为了把这些人 以最快的速度送来帝都 那都是用的快马押送 行吧 凶手肯定就在他们当中 老子飞给他揪出来 赵康愤怒地看向那颤颤巍巍的八人 开始了新一轮的审问 四个时辰之后 赵康看着自己写的供词 有些迷茫了 这八个家伙 也不是什么好鸟 但犯事最大的那个 就是强强名女 为此还蹲了几年大牢 看着那八个家伙 抱在一起眼神里的畏惧 以五夫官人的细微程度来看 赵康可以肯定 这几个家伙 没有敢欺瞒什么 但这不科学啊 吴兴怡那段时间 接触过的男性 就这么些啊 谁都不是 他吴兴怡的是耶稣不成 把人放了吧 说完赵康来到了北镇府司 找到曹白露 老曹啊 你们工作上没出现什么纰漏吧 曹白露无语了一下 随即道 你是说 这些人当中 没有你要找的犯人 赵康恩了一声 曹白露择了一声 拧起两条眉毛 不应该啊 锦衣为和风云楼 从未失守过 那段时间和吴夫人 接触过的男性 就这些 不会有错的 你们再仔细查查 看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 这事很重要 赵康严肃道 曹白露表情也严肃起来 我明白 名单上 其实还有户部尚书张明远 兵部尚书李源这些 不过这些家伙想也不可能 也不敢对吴心仪 做出什么不轨之事 赵康自然也没有 派人抓他们 心事重重地离开北镇府司 赵康来到吴府 正好撞见吴清鸾 小丫头立马抓着 赵康询问 查得如何了 赵康脸色严峻 对方比我们想象的要狡猾 还没有抓到 你姐这边怎么样 她有没有透露什么 吴清鸾摇摇头 叹了口气 没说这些天一直魂不守舍的 成天就发呆 这是典型的 被渣男伤害抛弃之后的表现 说明咱们的方向没有错 赵康叹了口气 哎 看来你姐是爱惨了那个渣子了 好好照顾她吧 我过些天再来看她 离开吴府 赵康回到了自己的镇国王爷府邸 叶洪雪和秦玉凤 如今都在府上 两女自然不可能天天都待在皇宫里 这会儿看到赵康都起身相迎 查案不顺利吗 叶洪雪询问道 赵康点了点头 秦玉凤好奇道 吴夫人究竟出了什么事情 她和吴兴仪私交不浅 之前沉迷麻将的时候 没少找对方做牌搭子 心中也不希望吴兴仪出什么事情 赵康叹了口气 这事儿不好说啊 等我弄清楚再看情况吧 还是头次见你这么愁眉苦脸的 叶洪雪打去一声 赵康道 任吴家主帮了我很多忙 之前青州受灾 也全靠吴家一力支撑着 不管怎么说 我都要给他讨个公报 眯起狭长的眸子 叶洪雪看了看赵康 随后起身 赵康问道 你干嘛去 没什么 出去转转 叶洪雪笑眯眯道 也是 成天待在家里 会闷出病来的 让下人跟着 赵康忙道 叶洪雪乖巧地恩了一声 叫上了府里的管事 带我去吴府 一直到下午的时候 叶洪雪才回来 正在院子里晒太阳的赵康乐呵道 去哪转了 叶洪雪微笑着走过来 赵康本要温存一番 结果 没想到对方直接掀了他的藤意 看着扬长而去的叶洪雪 赵康那个气 他娘的 必须得教教这些娘们 什么叫三从四得了 旁边有人偷笑着 赵康爬起身来 一把将其抓过 狠狠蹂躏了一番 秦玉凤撒着娇 就会欺负我 谁让月儿你最乖巧呢 难道你不喜欢 赵康得意地笑着 女子轻轻一口咬在了赵康肩膀上 眼睛眯成了月牙 还可以 再过分一点 好不好 公子 月儿想比他们先怀上 赵康一乐抱紧了怀中女子 她掀我椅子 咱们晚上不理她 咱们自己玩 秦玉凤心满意足地笑着 虽然不争 可女子的小心思 终归还是有些的 房间中 叶洪雪有些头疼 虽然她没见到吴欣怡 但也从吴清鸾那知道了 发生了什么事情 再结合那天 从吴欣怡身上看到的眼神 想着叶洪雪目光 就看向一旁的茧子 恶狠狠地骂了一句 真想给你一刀茧了 两天后 曹白露来到赵康府邸 听说她来了 赵康便迫切询问道 怎么样 是不是有什么新发现 曹白露咳嗽一声 看着赵康的眼神有些异样 那个 那段时 坚和吴夫人有接触的人 上次的确是抓完了 不过 不过什么 赵康问道 曹白露戚戚戚爱爱道 的确是漏了一个 那人是谁 赵康说着 又对曹白露语重心尝道 老曹啊 这种疏忽怎么能有呢 要知道 你负责的是情报 情报要是出错 那后果可是很严重的 这次就算了 以后不许再犯这种低级错误了 曹白露有些哭笑不得 见赵康说完 道 这也不是我们故意漏的 而是这个人 没人敢抓啊 赵康一听 顿时冷哼一声 不敢抓 他是谁 锦衣卫都不敢抓 好大的威放 前国不允许有 这妖牛逼的人存在 是那三位王爷的柿子 还是哪个大臣 我来抓 曹白露尴尬道 那个人 就是你啊 开什么玩笑 怎么查到我头上来了 赵康猛逼了 曹白露这会儿 也有些好奇 根据我们查到的情况 你在四个月之前 的确和吴夫人有接触啊 是因为筹集军粮的事情 而且当晚 你还喝醉了 是吴星仪送你回去的 而且 好像吴星仪还在这座王府 照顾你到将近天明才离去的 我草 赵康傻眼了 自己好像还真 把这茶给忘了 等等那天 自己好像还做了个春梦 梦见在龙床上大战三女 想着赵康脑门上冷汗都出来了 该不会是自己喝醉了 然后把吴星仪给 应该不会吧 不会吧 会吧 疼一下 赵康就跳了起来 管事 管事你死哪去了 王府管事立刻跑了过来 看着赵康猴急的模样 愣了一下 王爷怎么了 你赶紧说 上次我喝醉了 吴星仪送我回来 都发生了什么 一字一字地给我说 不须有任何错落 赵康现在很慌 他感觉自己 就像是前些天 那些省问的犯人一样 都不知道犯了什么事 就被抓了 要是这抓了 小半个月的渣男 全是自己 女帝陛下 他们那怎么交代 吴清鸾那怎么交代 吴星仪那怎么交代 还有对方肚子里 那个孩子 要真是自己的 那自己特么 岂不是还有小半年 就要当店 一旁的曹白露 此刻燃起了 熊熊的八卦之魂 而且看着赵康的眼神 也越发不对劲了 这些天查事情 他也推理出了一些端倪 尤其是知道 吴府这些天 在熬制宝胎药之后 就猜出了七七八八 要真是赵康的 这可就好玩了 也就是说 吴夫人扶着我进房间之后 除了让丫鬟打了一桶水之后 就待在房间里 照顾了我三个时辰六个小时 赵康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管事满头大汗 这么长时间了 要回忆起每一个细节 还真有些难 是的王爷 脸上表情很精彩的 曹白露立刻追问 那吴夫人离开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怪异的举动 管事先是摇了摇头 随后想起什么似的 好像 我记起来了王爷 吴夫人离开之前 让丫鬟拿了新被褥 说是王爷拧土在床上了 要换 然后也是吴夫人亲自换的 没让丫鬟插手 然后就是 就是什么 曹白露继续追问 管事忙到 吴夫人走的时候 一瘸一拐的 这话犹如晴天霹雳 在赵康星湖炸开 曹白露捂住嘴巴 看着赵康 然后左右看了看 他不会杀我灭口吧 王爷 管事叫了一声 赵康晃晃荡荡地起身 你们先下去吧 我想静静 今天的事情 不许和任何人说 就算是两位夫人 问其也不行 一直到了晚上 赵康都没有 从书房离开 就算是叶洪雪和秦玉凤来敲门 都没有开门 两女都有些着急 但赵康下了死命 任何人不得踏入书房 两女就只能干着急 一直到深夜 书房的门才被打开 公子 赵康 看着两女 赵康眼神有些不自然 我去办点事情 待会就回来 等我 还有玉凤你进宫一趟 让玲珑来王府 看着赵康离开 秦玉凤美目中满是担忧之色 他 叶洪雪松了口气 无奈一笑 看着秦玉凤道 你这丫头的愿望要落空了 秦玉凤有些猛逼 不是很明白 秋风速速街上无人 赵康来到吴府前 轻生一跃就进到吴府内 没有惊动任何人 他一步步来到吴星仪的闺房前 依旧是没有惊动任何人 看着床上熟睡的女子 赵康眼神那叫一个复杂 最终 他还是抬起了自己的手 睡梦中的吴星仪突然醒了过来 旋即就感觉有些不对劲 自己的房间中竟然有一个人 而且 那人竟然还用头贴着自己肚子 他吓了一跳 刚要叫出声 那人却已经开口 是我 赵康 赵 赵康 你你你你在干什么 吴星仪愣住 噓 我刚听见这小家伙动了 赵康忙说到 吴星仪一下子脸色变得通 红 因为他发现自己的被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让赵康掀了起来 而这家伙 就隔着一件单衣 将耳朵贴在自己的小腹上 他想要说些什么 但最终还是没有开口 这个场景 在自从得知自己怀上了赵康的血脉之后 他不知道梦到过多少次 如今也算是得偿所愿了 好一会儿 赵康才抬起头 吴星仪这才反应过来 脸色通红地询问道 你 你来做什么 你怎么能撕闯我的房间 也好在此刻屋内黑灯瞎火的 赵康看不见他的表情 然而赵康一开口 就让他心猛然跳了一下 孩子 是我的 对吗 你你你 你瞎说什么呢 你快走 不然我叫人了 吴星仪慌了神 他怎么就知道了 赵康并没有回应 眼神直勾勾地望着他 那双眸子中透着的光芒 分明是无比的渴望 从来到吴府到现在 赵康就贴着吴星仪的小腹 足足一个小时的 他好似能够感受到 女子腹中小生命的呼唤 那小小的灵魂 和他本人的灵魂在交流 从最开始的紧张无措 到后来亢奋激动 我特别要当爹了 他甚至连孩子名字叫什么都想好了 此刻他迫切地想要一个答案 甚至还有点害怕 害怕吴星仪说不是 尽管他可以肯定 种种的迹象都表明 这个孩子是他的 但他还是想要面前的女子亲口承认 对不起 不知道沉默了多久 赵康听到女子 开口说了这样一句话 他感觉心一下子就堵住了 忙起身坐在床檐边 有些手足无措 该说对不起的是我 要不是我喝醉酒 赵康心中满是罪恶 显然是觉得 肯定是自己喝醉了酒 将吴星仪当成了自己的女人 然后占有了对方 毕竟他想了起来 那天在马车上 还将吴星仪当成了御凤了 吴星仪愣了愣 还没开口 赵康已经开始了他的忏悔 和表明决心 我知道这件事是我不对 我知道你很难原谅我 但给我一个机会好吗 让我娶你 我是这个孩子的父亲 虽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好一个父亲 但是我可以学 我一定会让你们母子过得幸福 赵康此刻无比地紧张 情不自禁地开始脑补 总算明白了 为何之前吴星仪无论如何 都不肯说出孩子的父亲是谁 原来自己就是那个死渣男渣子 我真该死啊 好半天 正当赵康以为吴星仪对自己十分痛恨的时候 她内心无比痛苦的时候 女子有些小心翼翼地开口 赵 赵康 我在我在 你 你能抱抱我吗 这一刻赵康感觉自己心都碎了 她连忙搂住女子 却不敢太过用力 相反吴星仪却紧紧抱着她的后背 这个怀抱自己终究是得到了 虽然虽然 是以这样的方式 她并不笨 从刚才赵康的话中 她这会儿已经明白 赵康是以为她喝醉了 就然后占有了自己 如果 如果这样隐瞒下去 她会因为愧疚和孩子娶自己的 到那时候 这个怀抱自己 也就能拥有一辈子了 多好啊 吴星仪有些不舍地松开了赵康 将一切心思都强行压下 可以 我有话想要和你说 赵康有些不想撒手 却被吴星仪推开了 她想要去点灯 却被吴星仪阻止 有这一层黑暗在 自己才有勇气 就像那一夜一样 或许之后 她就会觉得 自己是个不知廉耻的女人吧 心里想着 尽管留恋吴星仪 还是做出了选择 她不愿让赵康背负着愧疚 赵康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天你喝醉了 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 我是被你解释了 黑暗中 赵康的表情 那叫一个精彩 语气是如此的不可思议 你们吴家人 都玩得这么野的吗 你妹妹强上皇子 你当姐姐的 就把我给解释 虽然不明白 什么叫解释 但吴星仪还是恩了一声 事情经过就是这样 这件事全错在我 我只想求你一件事 让我留下这个孩子 赵康沉默下来 虽然有吴清卵的前车之鉴 但她还是没想到 自己也和萧玄策 遭遇了同样的事情 不对 还特么不如那倒霉孩子呢 那倒霉玩意儿 起码是清醒着的 我他妈是被解释了 吴星仪心情很是忐忑 好半天才听到赵康开口 那你想过孩子怎么办吗 未婚先月 那些文人的口水 能把你淹死 要是偷偷摸摸生下来 那要这个孩子 有爹娘都无法相认 还是说 你打算让别人来 帮我赵康养孩子 没 没有 吴星仪连忙道 我已经想好了 等过段时间 就让龙里接任家主之位 我会带孩子去其他地方 将他生下来培养成人 可孩子还是没有电 而且依你的相貌 孤儿寡母会遇上多少麻烦 说到底 最后还得是由其他人 来养我的孩子 赵康呵呵一笑 我赵康的种 岂是其他人配养的 我 吴星仪说不出来 赵康三言两语 都打乱了他所有的想法 他之前想得太简单了 这时候赵康 开口道 所以 这个孩子是我的 吴星仪猛 不知道赵康为何要这么说 赵康继续道 是我喝醉了 占有了你 不 不是这样的 赵康 不是这样的 吴星仪惊叫起来 不是这样的 你不能担这样的污名 你是钱国的国师 噓 别慌乱 也别哭 动了胎气就不好了 黑暗中 赵康抱住吴星仪 女子不断说着对不起 眼泪绝滴而出 好半天 赵康才安抚好了激动的吴星仪 擦拭着女子脸颊上的泪水 她轻轻一吻 很闲 对方没有任何回应 赵康突然笑道 不光孩子是我的 从今往后 你也是我的 紧紧抓着赵康的衣袖 吴星仪发觉 赵康脱去了外衣 随后直接弯腿将她抱了起来 用衣服盖住了她 心中满是愧疚的吴星仪 不知道该说什么 只能将头紧紧贴着赵康 胸前硬湿一片 赵康心中叹了口气 柔声道 星仪别哭了 御医说了 母亲心情不好 对孩子那也是不好的 强忍着泪水 吴星仪哽咽道 带我去哪 赵康笑 傻瓜 当然是去我那座王府了 我的女人哪 肯定要住在我家里 一切就听我说的 不管谁问 都按照我说的转告她们 好吗 可你 她有身孕的事情 终究是要暴露的 届时未婚先孕这条 就够人骂死她的 在这封建王朝之下 这绝对是天大的丑闻 尤其是她还是 萧玲珑封赏的告命夫人 但如果是赵康 最久占有了她 那人们的攻击对象就变了 并且 赵康还是国师 那些个对她看不顺眼的 酸臭俯儒 怕是得写出几千字的作文 赵康哈哈一笑 为我的女人 背点骂名算什么 而且比骂人 我还没怕过谁呢 陛下都是我的人 谁敢和我 恨我就弄死谁 我倒要看看那些家伙 长了几个脑袋 一切有我在 别怕 说完踹开门 大步走出吴府 吴家的下人都猛逼了 这国师大人 什么时候进来的 怎么还把家主给抱着走了 郑国王爷府 赵康抱着眼眶红肿的吴兴仪返回 萧玲珑 叶红雪 秦玉凤三女都没有睡 见到 赵康抱着吴兴仪回来 除了早已经有所察觉的叶红雪 一副果然如此的模样 女帝陛下和秦玉凤 都有些傻眼 轻轻吻了一下吴兴仪的额头 赵康故意笑道 来 看看你三个姐妹 吴兴仪只是看了一眼 就又将头缩了回去 看着三女 赵康哼了一声 都傻看着干什么 叫声四夫人啊 就这么眉眼利益 好小子 除了秦玉凤 叶红雪和萧玲珑的战斗力 都在增长 四夫人好 叶红雪笑眯眯地叫了一声 女帝陛下同样笑容绝美 见过四夫人 都回房间候着去 有事明天再说 赵康说完就朝着自己的卧房走去了 只是双腿有些打颤 逼是装大发了 就是不知道 后面该怎么哄了 看着赵康离去 两女互相看了一眼 分明没有言语 但眼神已经说明了一切 打个半死就差不多了 公子 愿菩萨保佑你 秦玉凤无比虔诚地想着 将人轻轻放在了床上 赵康坐在床边 哭笑不得道 那晚你就是在这房里 把我给睡了 吴兴仪没敢回应 赵康一拍脑门 我就说 那天起来 这人脸上血色都没有了 你也太过分了吧 真完了我九次 想到那一晚 女子翘脸刷一下就红了 将头藏在被子中 声音如文银 振翅一般嗡了一声 赵康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难怪吴兴仪会怀上 他简单洗漱一番 吹熄了蜡烛 钻进了被子中 女子顿时浑身颤抖了一下 赵康想到什么 笑着道 该说 你傻还是什么 我想起来了 那晚上你像块冰山一样压着我 我还以为是做梦 后面只听见你说了一句话 我 赵康抓住女子的手紧紧握着柔声道 以后我一定好好疼你 你不怪我吗 听着赵康的话 吴兴仪很想要靠近赵康 却又不敢 不曾想赵康侧身过来 右手盖住她的小腹 真气流动 小心翼翼地去温养她体内的经脉 那感觉暖洋洋洋的 很异样 赵康笑咪咪道 这么个大美人 是我捡到天大的便宜了 你玩了我九次 我就睡你一辈子 你以后想跑都跑不了 何曾听过如此露骨的婚话 女子只感觉全身都滚烫起来 半晌后才鼓起勇气 我可以叫你夫君吗 当然 夫君 嗯 妾身想伺候你一辈子 天色放明 一夜没怎么睡的赵康 并没有觉得如何疲惫 看着身边安详熟睡的女子 脸上带着浅浅微笑 她的嘴角也不由得弯出一抹弧度 她承认 之前的确对吴兴仪 并没有什么男女之情 但一夜同床共枕 或许是有那小小生命作为枢纽 此刻面对吴兴仪 她有了一种区别于其他三女的感觉 这感觉很奇特 就赵康自己也说不清 想到这会儿 还有两个 可能已经站立破表的赛亚人 赵康准备起床挨揍了 不曾想 却惊醒了睡梦中的女子 看到赵康 吴兴仪顿时心砰砰跳起来 赵 叫夫君 赵康怪笑道 翘脸飞红 想到昨晚上赵康对自己做的事情 吴兴仪小声叫了一声 赵康这才满意 狠狠在那红唇上吻了一吻 这才对 等你身子方便了 夫君再好好让你知道 为父的厉害 抱奈一夜之仇 吴兴仪脸更红了 赵康起身下床 没让吴兴仪起来伺候 穿戴好衣服后才柔声嘱咐道 你要好好休息知道吗 这可是我老赵家第一个孩子 当然也可能是龙凤胎 可不能有闪失了 妾身明白 心愿达成 此刻的吴兴仪什么也不想 只想一辈子跟着赵康 他突然开口 夫君 嗯 赵康回头 谢谢你 赵康故作不悦 夫妻之间可不心说这个呀 妾身明白了 赵康神采飞扬地出了房间 昨晚上虽然说是 他在伺候人 还那种感觉 还是很爽的 相较于其他三女 吴兴仪的个性 更像是这个时代 大家闺秀的缩影 嫁妻随妻夫唱妇随 这和女帝陛下那种小猫属性 不太一样 好吧 当小猫被激怒了 也可能化身母老虎 王爷好 给王爷请安了 见过王爷 怎么不见四夫人呢 听着女帝陛下和叶洪雪 两人的阴阳怪气 赵康有种想要转身 求助的目光看向玉凤 却只得到了一个 自求多福的眼神 善笑着走进院子 赵康赶忙跑到叶洪雪身边 哎呀洪雪 起这么早呢 怎么也不多穿点 秋风凛冽啊 我给你揉揉肩 可 真想有个人揉揉腿 女帝陛下 伸长了笔质修长的玉腿 这就来这就来 赵康赶忙阴声 叶洪雪又咳嗽一声 肩膀好酸啊 腿好疼啊 昨晚被某些 人大半夜叫来 站了大半宿 好像有些肿了 昨晚大抵是落枕了 不过没事 王爷还是去给陛下揉腿吧 谁让咱们不受宠呢 你们俩杀了我吧 赵康气得抱起情欲凤 就坐在了堂义上 叶洪雪冷笑一声 女帝陛下渲然欲气 赵大国师顿时感觉一个头两的大 这是要后宫起火的节奏啊 今天要是不拿出点 男儿威严一家之主的气概来 今后那岂不是要被拿捏得死死 将来要是还有顶级美人强暴老子 那还敢领回家 当即赵康怒吓一声 够了 这一吼 叶洪雪和萧玲珑都吓了一跳 连怀中的秦玉凤都有些吃惊 我的公子站起来了 瞧瞧你们一个两个的 干嘛呢 要翻天啊 赵康呵斥着 还有没有点样子了 老爷 我不就是多找了一个女人 怎么了 至于吗 谁家没个三妻四妾了 老爷我长得风流潇洒 博学多彩 人家美人清新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玉凤你说是不是 秦玉凤咳嗽两声 没敢搭枪 再说了 不管你们乐不乐意 那事儿 老爷我已经办了 孩子都有了 这事儿也是我喝醉 酒强迫的人心仪 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 真是的 一个两个不让人省心 你瞧瞧你萧玲珑 天天下了潮 除了打麻将 还是打麻将 连宫里的太监宫女都会了 你这皇帝 就是这么当的 那奏折正物 就能给玄策一个孩子去弄 他弄得清楚吗 这里面水这么深 他把握得住吗 武道都多少年 没有长进了 还四品上层 现在老爷我一只手 都能打你这样的十个了 还有你夜洪雪 闲得没事 不能去交交清卵修炼 那是我徒弟 你是师娘 那也就是你徒弟了 能不能上点线 再不计 跟着玉凤学学女工不好吗 你瞧瞧我这 大秋天的 连换的衣服都没有 就想要穿见自己老婆 做的衣服都不行 赵康师越说越起劲 看着前方被喷得低眉顺眼 不敢回嘴的两女 心里那叫一个畅快 又看见怀中偷笑的女子 也顺着喷了一遍 还有你 笑 最先跟着本老爷的 就是你 这都几年了 肚子也没个动静 没事别成天滴溜着 你那麻将乡 约那些贵妇阔太太 百龙门阵了 白白观音菩萨不行 萧玲珑就是被你带坏的 真特么舒坦 秦玉凤挣扎着从怀中起身 埋着头向前走 赵康 干嘛去 烧香拜观音 又看向女帝陛下 你呢 回去批奏折修炼 我去学女工刺绣 转眼间 三女都被喷走了 赵康靠着藤椅悠哉悠哉 扮上后才起身 痛快是痛快了 这下子 怕是有点难哄了 这次是陪大了 回到房间中 见吴欣怡已经起床 赵康忙上前故作责怪 怎么不好好休息 切身想去见见陛下他们 吴欣怡眨着眼睛 刚刚好像听见你在发火 小问题 把他们三个臭骂了一顿 你要见他们 恐怕对我 先去哄好了再说了 赵康笑了笑 你就好好休养 保持心情愉悦 待会我再让张太医 给你诊断一下 然后咱们的事情 也得提前给文武百官 打个招呼了 总之不要管别人怎么说 该上街上街 一切由我知道吗 听夫君的 赵康笑 想吃什么 我去给你做 不是我吹啊 宫里那些御厨的手艺 跟我比起来 就是个弟弟 等我处理好那些事情 带你出去走走怎么样 真的吗 女子眼中满是惊喜 王八蛋 臭赵康 混账 死赵康 这次至少十天不理你 你给我等着 一路回到皇宫 心里已经将赵康 骂了几百遍 女帝陛下气冲冲地 走进御书房 萧玄策一愣 看着自己大姐不善的神色 顿时就觉得有些不妙 看了看萧玄策 女帝陛下哼倒 起来 正要批奏折 皇子殿下一听 连忙让开座位 心里咋舌 这是谁惹了大姐 怎么看着要杀人啊 难道是老赵 这也不能啊 她对大姐 那是捧在手里怕摔了 含在嘴里怕话了 怎么敢惹她生气 而坐在椅子上的女帝陛下 也愣了一下 看着这十多天 没有进过的御书房 一时间还真有些陌生了 紧接着 又看到站在一旁的萧玄策 她没好气到 愣着干嘛 拿奏折来 都给我拿来 朕今天要批一百份奏折 萧玄策小心翼翼道 那个 大姐 叫陛下 回陛下 奏折成都批完了 萧玄策赶忙道 毕竟也小二十岁了 不再是当年那倒霉孩子了 已经学会紧急避险了 什么 都批完了 萧玄龙一愣 萧玄策笑着点了点头 虽然说大姐现在心情不好 但自己这么勤勉 肯定也不会拿自己出气了 你批完了 正批什么 啊 这 萧玄策梦了 紧接着又听女帝陛下道 还有这奏折 是随便能批的吗 这里面水这么深 你把握得住吗 陛下 这可是 您让我批的啊 萧玄策危机意识 提高到了百分之百 而且 陈批过的奏折 都是走过内阁 确定没有问题之后 才批红的 有内阁那些官员 帮着看应该没有问题 萧玄龙微微皱眉 看着自己的弟弟 孩子长大了便聪明了 这可有些为难了 大姐 是不是赵康惹你生气了 萧玄策小心翼翼道 原本已经压下 怒气的女帝陛下 此刻听见赵康两个字 那火刷一下就上来了 只觉得无比委屈 我不就是喜欢黏着你吗 那以前因为当皇帝 啥都没得玩 现在轻松了 有你在 还不允许我偷懒啊 再说生孩子这种事情 我之前倒想 那不也是你 这次回来之后才答应的 好吗 对咱们三世一拖再拖 跟新欢 那就是小半年前就播种了是吧 真是越想越鬼火略 玄策 萧玄策忙道 陈在 你 前不是一直想上阵杀敌吗 朕今天教你练功 你以后也好上阵杀敌 开疆拓图 我操 女帝陛下还没说完 萧玄策就开溜了 萧玄珑顿时就追了上去 片刻之后 皇子殿下被抬去了太医院 萧玄珑叫来方绍 通知锦衣卫 不惜一切代价 搜寻最好的滋补之物 另外从今日起 太医院御医 每日轮流去镇国王府 为吴馨仪调理身体 吴馨仪要是出现任何差错 太医院所有御医诛九族 方绍连忙阴生 老奴遵命 交代完毕 萧玄珑独自来到朱雀殿 一个人走进大殿中 看着那天 赵康将她抱在怀中 两人依偎在一起的软踏 女子走了过去 侧身躺下 将枕头垫得高了些 就像那天依偎在她怀中一样 拳起双腿 房间内 女子聚精会神 随后轻轻皱眉 看着指尖冒出的血珠 这玩意儿 比上阵打仗还难啊 放下手里的针线 叶洪雪走到窗边 打开窗户 探头向外边看了一眼 但依旧没有看到那道人影 她便有些生气 转身又坐了回去 想了想她 又去把门打开 坐在了小院靠入口的石椅上 这位置选得极为巧妙 有一颗还没站 放得霉树遮挡身影 从里边能一眼看到外边的情况 但从外边又很难看清 里边是否有人 要是那王八蛋来了 自己就可以以最快速度回房间 去把门关了 至少十天不去理她 两只小麻雀落在了梅花树梢上 在树之间蹦蹦跳跳 相互追逐着 别致的小院中 阳光正暖 花树飞鸟云美人 真叫一副绝美 只是都到太阳偏西了 这幅画上也没有添上新的一笔 看着外边的太阳落山 夜红雪呢难道 原来一天的时间可以这么短啊 想着她起身走进了房间中 拿起了袖帕 重新穿针影线 不知道想到了什么 她笑了一下 有些埋怨道 想穿我做的衣服 早点说嘛 不过应该 还能赶在入冬之前的 不过还是先学着 做小孩的衣服吧 毕竟好像快要生了 得赶紧准备了 王府大门前 管事连忙迎上去 夫人您回来了 这 管事快快让一下 那林山寺的方丈说 不能有片刻延误呢 管事一愣 夫人您去林山寺了 那林山寺身在千丈高的山峰之上 乃是帝都周围第一名叉 从山脚到山顶寺庙 共六万八千八百八十街 闲有人能登 顶啊 自家夫人跑去哪干嘛 看样子 好像还从林山寺 拿了点东西回来 秦玉凤没有回话 只是捧着怀中的神龛 连忙往自己房间中走去 片刻之后 香腊净凤一共两尊菩萨像 秦玉凤双手合十 朝着菩萨像跪了下去 心念虔诚如明镜 菩萨保佑 保佑我父君平安顺遂 保佑我父君的孩儿 平安生产健康成长 保佑吴欣怡姐姐母子平安 保佑萧玲凤姐姐 保佑叶洪雪姐姐 赵康站在窗外 看着里边 那爬了一天山的红衣女子 她双目紧闭 神情无比虔诚 赵康看着她 求了菩萨许多事情 求众人顺遂平安 求全国风调雨顺 不再有战事 但却唯独忘了 替自己求上些什么 她鼻尖有些发酸 推门走了进去 女子回过身来 看见赵康后 展露笑颜 快步走了过来 公子 玉凤 赵康强笑一声 垫着脚尖 玉凤有些心疼地 擦着赵康的眼角 公子怎么了 赵康笑着 没什么 拉着秦玉凤走到神坎前 赵康跪了下去 她从不信神佛 但此刻她真希望世间有神佛 能听到 她由心而生的祈求 求菩萨保佑吴欺玉凤 平平安安 无病无灾 后宫禁地 对于赵康来说 跟自己家客厅没什么区别 乘着漫天繁星 走在后宫大道上 赵康想起之前方少说的 那陛下一顿胖揍 直接给殿下干进太医院去了 也好在殿下机制 装晕 要不然 这会儿 恐怕就不是鼻青脸肿这么简单了 看向东宫的方向 赵康握拳捶了捶自己的胸口 多亏了好兄弟你啊 这份情 赵哥记下了 而正在上药的皇子殿下 呲牙咧嘴 皇妃无亲鸾 那叫一个心疼 师娘怎么又打你了 原本都好久没打了 不知道 但肯定和狗儿的老赵脱不了干系 这个仇我先记下了 臂气锋芒拳切忍让 等以后当了皇帝再说 说着 皇子殿下就露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 爱妃我被大姐打得好惨 今晚就让我在师娘下手挺有分寸的呀 又没打你呀 一路来到朱雀殿 看着敞开的大门 赵康提着灯笼走了进去 便见到了蜷缩在软榻上 不知道何时睡去的女子 她一身白衣 只是透过点点灯火 就让人倍感惊艳 赵康走了过去 轻轻放下灯笼 看着那双不合皇宫里制的白面绣花鞋 记得她那次喝醉的时候 说了许多话 说以后要自己带她一起去闯荡 江湖肯定能闯出名趟 还顺便 取了好几个名声响亮的外号 让人一听就不好惹 就是高手的那种 赵康笑着 那不如到时候 我来扮演江阳大道 你来演除强扶弱的女侠 咱们一起去坑别人的银子 劫富济贫 那时的萧玲珑 眼睛里都是光 拍着手说好 那神态太美了 太令人痴迷了 却唯独在穿着那一身龙袍的时候 永远也看不到 捏手捏脚地撤走枕头 动作轻盈地 像是怕碰碎一件珍宝 但可惜还是惊动了 萧玲珑瞪大眼睛看着赵康 随后小嘴一撅 你骂我了 是啊 我真该死 柔声说着 将爬过来女子楼紧怀中 梳理着那有些许凌乱的法丝 紧紧抱着赵康 女子小声道 我也不好 以后不会故意惹你生气了 没有生气 我就是故意骂你的 赵康咧嘴一笑 萧玲珑哼了一声 然后抓过她的手臂 狠狠咬了一口 接着又轻轻吻了一下那牙印 疼不疼 赵康也抓过 她那迎如浩月的手腕咬了一口 疼不疼 我才不疼 那我也不疼 赵康 你什么时候娶我 快了 有多快 今天怎么样 今天太晚了 明天好不好 好 一问一答 不知不觉那等了一天的女子熟睡过去 甚至有了些轻微的憨声 不雅但很安心 仅一位头子 看着远处的身影 施展轻功身法 跃出功墙 有些无奈 这国师啊 动不动就把陛下掳出功 这叫什么个事吗 做贼呢 房间内 看着赵康抱着萧玲珑返回 那此刻显得有些娇小的女皇帝 呢喃一声 只是抱着赵康的手臂 也睡得格外香甜 叶洪雪有些忍俊不惊 又看向赵康挑眉笑道 怎么 把他们二人都哄好了 这才来打发我 那没办法 谁让你最懂事 根本不需要哄呢 赵康笑呵呵道 叶洪雪呵呵一笑 拉开柜子 将那印上了不少红色的锈帕 扔进柜子里 赵康黑道 还藏呢 被扎了几下了 我走的时候 记得是三十多针了 翘脸上顿时闪过一抹尴尬 他听吴天虎和乌如龙都说过 赵康五人感知力异常敏锐 没想到居然这么强 轻轻拍了拍萧玲珑的手 说了句 我在之后 赵康才将手臂抽了出来 随后走出了房间 来到院子中 叶洪雪也跟了出来 抓住那挣扎的仙仙玉手 赵康看了一眼 美丽 跟面旁复现些许慌张 好一会儿 他才听到女子声音柔弱道 我好像 什么也做不好了 曾经他夜洪雪可以捅兵打仗 参与政治 武道修为不光在女子当中 就算是全天下武夫夹在一块 他也是毫无争议的最强者之一 但现在好像真的什么也做不好了 就连穿针影线绣花这种事情 也能被扎上三四十针 却依旧绣不出一朵像样的花来 他曾试过 像个普通女子一样 去照顾自己喜欢的人 在景国的时候 试着学了下烹饪 只是烧出来的饭菜 或许零二牛会感兴趣 他好像真的成了一只美轮美奂的花瓶 赵康说 他不需要哄 那只是说的反话罢了 实则他才是所有人当中 最没有安全感的那人 滴在手背上水滴 有些冰凉 赵康没有犹豫 将女子搂紧了怀中 抱得十分用力 任由他咬着自己的肩膀 无声地宣泄着 或许他真的已经放下 却也无法忘怀 曾经那个纵横天下的自己 好半天之后 叶红雪才松了口 赵康依旧没有松手 在那未开花的梅树下 似又已花开 一日 叶红雪悠悠醒来 就见一双扑铃扑铃的眼睛 死死盯着自己 塌了一跳 你要干嘛 女子看了眼地上 够野啊 那地上衣服斜袜散落一地 有的还是被撕碎的 叶红雪嘴角露出一抹笑意 还不等他说话 萧玲珑又开口 看看 叶红雪顿时恼羞成怒 想都别想 随后他就动弹不得了 气得顿时破口大骂 萧玲珑 老娘曾经在绿屏谷 救了你这白眼狼一命 我只看看 保证不动手动脚 真大真软 怪不得他那么迷你 不过 我看吴馨仪的 好像比你的不对 是比所有人的都大 那一句完美的郊区 真堪称造物主的杰作 风云得当不多不少 住手 你这也配当皇帝 我本来就不想当 赵康说 应该叫我皇帝 黄颜色的黄 赵康 把老娘修为还我 我恨你 别处小院中 赵康左拥右抱 刚加入的新人 听着那声音有些迷糊道 夫君他们是在做什么呢 赵康微笑 没什么 姐妹之间交流感情呢 等你身子方便了 也要经常交流啊 感情深了 咱们一家子生活才会幸福啊 无心意暗暗记下 夫君放心 妾身一定会的 赵康笑着 看向一旁的御凤 女子只觉得浑身不自在 里边那皇帝会的 可全都是赵康不在的时候 用他的身体开发出来的 赵康回国之后 正是上朝的第一天 女帝陛下高坐龙椅上 左侧下守位置 除了赵康之外 便是皇子殿下 已是两人地位 无限尊崇 等到文武百官入列 萧玲龙这才开口 朱卿有事请奏 无事退朝 赵康走了出来 陛下 臣有事起奏 女帝陛下隐晦地 撇了撇嘴 国师请说 赵康道 恳请陛下 为臣与吴夫人赐婚 在场官员不由地一愣 有些猛逼地看着赵康 这家伙 怎么突然间 就要陛下给他赐婚了 还是和那吴夫人 一时间 不少对无心意 有想法的官员 如遭雷击 看着赵康的眼神 那叫一个忧怨 就听着赵康继续道 臣与吴夫人两情相悦 恳请陛下 为我两人赐婚 萧玄策也有些无奈 她已经知道了一切 没想到 自己找了那么多天的渣男 居然就是老赵这王八蛋 这下还不乱了 自己的爱妃是她徒弟 自己和她是兄弟 而且 大姐以后也是要跟她的 特娘的 这以后怎么论啊 萧玲珑轻轻点头 既是如此 朕准奏 房大人 礼部尚书房龄 连忙英生 陈在 国师大人 乃我大前镇国王 功劳甚大 你们礼部尽快拿出一个章程来 国师之后 婚礼当以亲王规格进行 不得有半点披露 老臣遵命 请陛下和国师放心 此事臣亲自独办 房龄连忙拍着胸脯保证 这事儿 可一点都大意不得啊 毕竟将来赵康这家伙的婚礼 到时候 陛下也要在其中的 不少大臣都看向了赵康和萧玲珑 心里都有些嘀咕 虽然陛下答应了赐婚 但显然赵康的大喜之日 还有一段时间 而陛下却已经开始命令礼部 开始着手准备了 陛下已经选好时间尚未给萧玄策了 而且 这事儿恐怕不远了 看了看萧玄策 大臣们心里犯嘀咕 虽然如今萧玄策有了很大的改变 处理起一些政务 也是有模有样 但要说真的可以当皇帝了 这事儿 恐怕还有待观察 散了朝 已经有不少人追上赵康 开始恭喜道贺了 赵康笑着应付过去 回到王府 换了一身长服 玉凤见状询问道 公子要出去 是啊 要不一起 赵康笑道 玉凤摇了摇头 柔声笑道 叶姐姐陪你去吧 我得去照顾心仪姐 论年纪 她是诸女当中最 小的一个 但也让赵康很是省心 和对方嘱咐几句 赵康出门 叶洪雪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赵康走过去 牵起她的手 一同出门 叶洪雪向来是个喜欢安静的性子 就算在景国的时候 闲下来之际 也很少出门 因此 来到钱国这么长时间 也还是头一次外出 两人一同外出 看着外城老百姓 在丙兮兮面前排队抽奖 不免得有些好奇 他们这是在做什么 赵康哈哈一笑 说了丙兮兮的事情 叶洪雪哭笑不得 你这不是坑人吗 哪有 那每天送出去的银子 可都是实打实的 不过那些动辄 几百上千的大奖 嘿那就除非 他们能有六万谁有了 如今负责整个丙兮兮 运作的是柳全 昔日外城的混混头子 如今十三太保的柳四眼 萧老大已经基本上不来铺子 赵康这个老二这些年 都带着黄老三到处打仗 他柳四爷 一下就成了丙兮兮的主人 这些年赚的是盆满波异 小日子过得那叫一个风生水起 曾经当混混的时候 过得是提心吊胆 成天担心着 哪一天被官府给灭了 如今躺着就能赚钱 收入还都是合法的 因此柳全很珍惜 如今的生活 这不 还亲自出来维持秩序了 他眼睛间一下子就看到了 人群当中的赵康 当即吓了一跳 连忙小跑过来 费了好大力气 才将国师两个字咽下去 改口叫道 二爷 他早已经知道了赵康的身份 进铺子再说 赵康说道 柳全连忙带路 因为生意太好 原先萧悬侧盘下的那间铺子 已经不够用的 因此 这期间柳全一合计花钱 将周边三个铺面 也一起盘了下来 用来放置商家货品 三人来到铺子中 可以见到不少老百姓在卖货物 让赵康暗自点头 柳全这家伙 这些年还是很上心的 来到里屋 柳全没让伙计伺候 自己端着一壶茶水 恭敬地给两人敬茶 随后才有些忐忑地问道 二爷 您今天是来查账还是 人家国师一个大忙人 今天没去处理国家大事 居然跑来铺子里 该不会是不满意 自己这段时间的表现吧 别胡思乱想 我就是来看看 赵康给他吃了颗定心丸 让柳全心中宽慰不少 就又听赵康道 你去将现在铺子里 售卖的酒拿一些来 要销量最好的 好嘞 柳全连忙去忙 活 赵康向有些迷惑的 叶洪雪解释道 我打算酿些酒出来售卖 是因为国库空虚的缘故 叶洪雪一下子猜中 赵康点了点头 就听叶洪雪有些不解 几瓶酒也解不了 如今前国财政空虚的事实吧 赵康笑 那得是看什么酒 在以往人们 喝的都是些劣质酒水 就算是所谓皇宫中的 穷江玉叶 在我看来也都是垃圾 咱们要做的是 劣度足够高的酒水 专门用来卖点那些 有钱的达官显贵 叶洪雪明白过来 诸国好酒之风盛行 如果酒够好 数量够大的话 那来钱的确快 你打算怎么酿 用高粱这些粮食作物 来酿造 赵康一开口 就吓了叶洪雪一跳 你没病吧 粮食短缺 向来是各国致命的问题 就算如今有了红薯 但这玩意儿 也不是能顿顿吃的 而现在赵康居然奢侈到 要用高粱米这些粮食来酿酒 这不是在浪费吗 要想从那些达官显贵兜里掏钱 那就得拿出一些真正的好玩意儿 这点我心里已经盘算过了 赵康神秘一笑 这时候柳全也正好拿着几壶酒回来 赵康让他找来几个碗 一一道上 柳全一共拿来了四瓶酒 给赵康解释道 二爷这就是咱们铺子销量最好的酒了 都是外城酒铺子里自家酿造的 售价都在食文前一惊 你要这做什么 赵康说了句喝之后 拿起一碗喝了一口 入口有些酸涩 杜树恐怕比起啤酒还差一些 他放下酒碗 看向叶洪雪 你尝尝给我参考参考 叶洪雪也会喝酒 只是不常喝 当下拿起赵康喝过的酒碗 尝了一口 随后摇了摇头 和我以前喝过的比起来 有些不太好 叶洪雪身份尊贵 平日里在锦国喝的酒 自然不是这食文前能够比得上的 赵康点了点头 你觉得杜树怎么样 杜树 叶洪雪有些好奇 赵康解释道 你可以理解为烈性 就是这酒烈不烈 叶洪雪明白过来 思量地说道 比起我之前喝过的 自然是远远不如 不过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 这个价格这种酒水质量 也就差不多了 井国人十分好酒 毕竟武夫众多 江湖中人尤其是男人 谁不喜欢来上两口 叶洪雪又说道 四国之中 齐国的酒烈性最低 也就是你说的度数 他们的酒 大多使用果子酿造的 赵康恩了一声 他也在汽锅喝过酒 那味道和酸醋 也相差不远了 他感兴趣地问道 如果我弄出来的酒度数很高 基本上这样一碗下去 人就有些晕乎了 你觉得能不能卖出去 并非是所有人喝酒 都喜欢度数高的 因此 既然要酿酒 赵康就要好好调查一下 叶洪雪柔声笑道 那肯定是能够卖出去的 好饮之人 都觉得越烈的酒越好 价格也就越高 你要是真能够酿出这么一碗 就让人上头的酒水 那可以说是 价值千斤了 那我就放心了 赵康松了口气 接着尝了一下 其他三款酒水 味道都大刺不差 叶洪雪不解 你不是说酿的酒 都是用来卖给达官显贵捞钱的 那为何不去 比较那些遇刺的酒水 反而来尝这些民间的普通酒水 那些酒我也都喝过 虽然酿酒是为了捞钱 但是光靠那些有钱人 最终也捞不到多少 赵康笑道 老百姓人口技术大 所以我得看看他们平日里 都喝的是些什么酒 既然要酿酒 自然也得弄一些 老百姓喝得起的酒 叶洪雪点头道 何该如此 你心里有谋划了 差不多了 已经有了出不够想 走吧 赵康起身 看着满脸恭敬的柳全 这柳西西 你干得不错 继续保持 这都是二爷您教得好 柳全拍了记马屁 心里终于放心下来 赵康道 你在外城给我寻个地方买下来 我要用来酿酒 另外还要寻一些酿酒工人 弄完之后 直接去内城镇国王府通知我 好嘞 二爷放心 这事我一定尽快办好 您和夫人慢走 离开了柳西西 赵康带着叶洪雪 在外城逛街 看着街上人来人往的行人 一片繁荣景象 叶洪雪不禁感叹 如今前国百姓 给人一种向上的感觉 只有百姓也强大起来 一个国家才能真正强大吗 哎那边有耍猴戏的 走咱们去看看 任由赵康拉着自己的手 叶洪雪会心一笑 跟着他一起 站在人群之后 看着猴戏 因为是赵康交代的事情 因此柳全格外上心 只用了两天就将一切都准备妥当 然后亲自来通知赵康 二爷 要不要我通知 赵康看着面前的十几个酿酒工人 暂时不用 要是到时候人手不够 我会通知你 柳全点了点头 见没有了自己的事情 也就告辞离 去 你叫什么名字 酿了几年酒了 赵康对着最前方的酿酒工人问道 工人连忙汇报 老板我叫李云 从小就是做这个的 酿了十多年了 不错不错 赵康满意地笑了笑 没想到这看起来不到三十的家伙 居然酿了十多年酒了 他让李云解释了一下 前方的酿酒设施是怎么个操作 又问了一下 如今他们酿酒的法子 心中很快就有了计划 和他想得差不多 如今时代的酒方所谓的酿酒 就是用穀物和水果发酵 因此 得到的酒水度数低 度数与蒸馏酒比不了 召集了所有的酿酒工人 赵康和他们讲解了 蒸馏酒的酿造方法 所有人都是大为惊奇 李云询问道 老板要是按照你说的 发酵出来之后还要 那什么蒸馏 那么 酒水的产量 恐怕会变低呀 不愧是酿了十几年酒的 赵康点头道 的确如此 做酿造出来的 酒产量会变低 但是咱们要酿造的 不是一般的酒 咱们要酿的是 这个世界上最好的酒 那最好的酒 产量能高吗 众人点了点头 虽然不知道什么样的酒 才能说得上是最好的 但是没事 只要老板按时发工前就好了 当即 赵康开始带着酿酒工人们 开始改良酿酒设施 什么天锅冷 您管啥的 花了三天的功夫 才算弄出个雏形 而这期间 赵康酿酒的粮食也送到 和叶洪雪一样 听赵康要用这些古物 来酿酒 工人们 都感觉有些太奢侈了 送来的粮食一共三种 高粮小米大米 看着工人操作 赵康仔细地检查着 被他命为酒方领头师傅的李云 挠了挠头 小心询问道 老板 咱们这酿的 究竟是啥酒啊 赵康满脸神圣地说道 李云啊 我跟你说 这酒可不得了 那是酒神杜康 传给你家老板我的神酒 你们所有人都寄好了啊 咱们酒方的配方 绝对不能和外人泄露出去 否则 老板我可是会发火的 众人连忙阴盛 李云惊叹道 原来是酒神的酒 难怪这么奢侈 不过老板我怎么没听说过 这个酒神杜康 当然的模样 废话 那是酒神 当然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了 这杜康啊 长得是先锋道鼓 一看就是活神仙 要不能是酒神 李云满眼憧憬 似乎在想象赵康说的 活神仙长什么样子 继而又问道 老板 那咱们这神酒叫什么名字 赵康随口道 三良叶 酿酒是个精细活 虽然赵康现在的酒方 有着十几名酿酒工人 但毕竟要酿造的这三良叶 是新酒 不是简单就能够成功的 经历了小两天的失败 酒方总算是出了一壶 让赵康颇为满意的酒水 李云 这个自称 是酿了十多年酒的酿酒师傅 此刻满脸都是朝圣一般痴狂 眼睛死死盯着面前的酒水 与寻常见惯了的酒不同 各国的酒 无论是哪一种酒体 都是比较浑浊的 而赵康带领他们酿造的这壶酒水 酒体清澈成名如水 这是前所未见的 光是看着酒体 就远超了市面上任何一款酒水 凑近一闻还能嗅到那浓烈的酒香 神酒 这绝对是神酒 作为一名酿酒人 此生能够酿造出如此神酒 李云感觉这辈子已经无憾了 其余人与他也都是同样的心理 看着那一壶酒目光 跟信徒看到了耶稣一般 再看向赵康 工人们眼神都是无比的渴望 他们想要尝一尝这壶酒的味道 身为酿酒工人又岂能不爱酒 被一群大老爷们用这样的眼神盯着 赵康只觉得有些毛骨悚然 心中却有着不少味解 他拿起酒壶 先给自己倒了一杯 简单品尝了一下 那种熟悉的白酒味道 立马在口中绽放 他肆无忌惮地冲击着口腔内的每一处味蕾 将他的灵魂以一种粗暴的方式 拉回那颗蓝色的星球上 这一颗饶是赵康坚毅的心智 也不由得感到一阵酸楚 这些年来 他造火药白糖细盐大泡等等 各种新奇的事物 在他的主导下 由原浆线产出 但是从未有任何东西 能像是眼前这杯酒一样 给他的心绪带来如此强烈的冲击的 在这些年中 他有了所爱的人 有了在这个世界的理想 他也变得强大 种种经历 让他都以为自己 就是这个世界土生土长的人 而现在这杯酒在告诉他 并非如此 他的根在另一个地方 这杯酒的出现 已经不再只是一款仿造的产品 还承载着那个世界 那五千年历史的文化 都尝尝吧 赵康将桌上所有的杯子 全部倒满 对着李云等十几名酿酒工人 说了一声 李云等人 立刻迫不及待地上前 拿起酒杯 有的一口好饮 有的细细品尝 仔细体会着 这杯三两夜 所带来的所有感官 好酒 一名粗犷汉子脸都红了起来 那 酒水顺着喉咙冲下去 就好像汽油浇在了 他心底的火焰一般 让那股火焰 蹭一下子就冒了出来 燃遍全身 这才是男人该喝的酒 以前自己酿造的那些酒 也配叫酒 跟这杯三两夜比起来 连提鞋都不配 汉子感觉自己 现在都能打死一头牛 什么都不怕了 以后要是喝了这酒 还能怕家里那只母老虎 不能够的 心中甚至已经打算 去找家里的母老虎打一架了 结果刚走出一步 汉子就一头栽倒在了地上 脸上还挂着笑容 打起了呼噜 这把还没喝酒的李云 吓了一跳 这一杯就倒了 这还是酒 蒙汉要吧 赵康也有些震惊 不过转念也就淡然了 毕竟人和人的体质 不能一概而论 有的面对老虎能一个滑铲 有的能打75分钟的架 完事儿 还能跑30公里 根据赵康的推算 自己这三两夜的度数 已经到了56 市面上任何一款 酒和这玩意儿比起 都只能叫做水了 这一杯子 有个二两左右 一口干下去 直接倒了 也不算稀奇 就他自己 现在都有些后劲上来了 更有甚者喝了酒之后 也不知道是不是想起了什么伤心事 直接就哭了起来 倒是李云还能够稳住思绪 但也是满面通红 抓着赵康 老板 这绝对是神酒 太有劲了 我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的酒 赵康笑了笑 拍拍对方肩膀 这才哪到哪 酒香的味道还不够浓烈 咱们再想想办法增加酒香 另外 我这还打算弄另外一款 这款酒香味要极其浓烈 甚至要香得有些腻人 李云惊讶万分 老板你说的是什么酒 赵康随口道 叫台子 有了第一壶三两叶的出产 后续的改进就变得简单了起来 一部分酿酒工人 开始按照赵康的改进要求 继续酿造三两叶 李云则带着人 开始研究赵康说的台子 酒方的火炉 那时一刻也没有停歇 赵康则去到一家陶瓷店 准备弄一批酒瓶子 原本这打算交给原江县弄的 但想了想还是算了 现在原江县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造大炮 搞军工 不能在这种小事情上有拖沓 画出台子酒的瓶子 赵康说了注意事项之后 又转头去了一家 烧制琉璃的作坊 在原江县的玻璃 没有问世之前 琉璃制品是绝对的奢侈 品不是一般人家能够用得起的 而现在 玻璃还没有投入市场 因此 琉璃的价格依旧十分昂贵 找到方主定制了一批 三两叶的酒瓶子 亡活完这一切 赵康打道回府 刚进门 就见女帝陛下夜红雪 几女围着无心仪 几人凑一起正晒太阳 见赵康来了 都没个起身打招呼的 这地位也是没谁了 拉了张椅子坐下 赵康笑问道 你们聊啥呢 萧玲璃看过来 等你呢 你这两天没上朝 今早上 周国和齐国都来人了 赵康文言冷笑一声 这群家伙 终于是坐不住了 来的都是些什么人 周国来的是 那位书院院长公孙云秀 齐国来的是九公主刘嫣然 边关来报 周国拉了十大马车的箱子 齐国也不差 两方都是从通州边关入城的 已经过梁州大半 预计再有七八天左右 就能抵达帝都了 赵康则一声 这是来赔礼道歉了呀 咱们怎么应对 萧玲璃询问道 赵康想了想 你称病就行 这段时间 就让玄策和内阁主持政务 先量他们几年 想打就打想喝就喝 把我们前国 当成沟篮里的摇解了不成 赵康这比喻 着实让周边四女有些无语 叶洪雪嘱咐道 两国这次显然是来议和的 要是逼迫的太紧 以他们的作风 恐怕会如前国和紧国一样 形成攻守同盟 到时候 恐怕就有些麻烦了 赵康哈哈一笑 洪雪 你还是不明白 时代变了 睫毛轻轻闪动 叶洪雪有些不明所以 抓起桌上的果子啃了一口 赵康笑眯眯道 现在是他们怕咱们 在没有足够地把握应对大炮之前 他们只会忍 如今已经不再是他们周期称雄的日子 再者就算形成了攻守同盟又如何 有大炮 我赵康又何惧和他们两线作战 说着赵康冷笑起来 昨天李源找到我跟我汇报了一下 如今大炮数量 最多再有半年的时间 我就能凑出一百门大炮出来 到时候 这北地就将只剩下钱国和锦国 赵康柔声笑道 到时候 咱们一家子 也就能过些安稳日子了 四女互望 心中都有些窃喜和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梁州境内 穿过了边城 两队人马将近千人一同上路 马车之内 两名巨士国色天乡的女子相对贵作 刘燕燃一身蛋黄公裙 神情恭敬 对着面前的公孙云秀汗首道 这些时日 聆听公孙大家教导 燕燃受益肥浅 一袭白衣一管欲销 清俊如天上仙子折落凡尘 公孙云秀温和一笑 不过是一家之言罢了 公主殿下能有所得便好 刘燕燃想了想 开口询问道 公孙大家 依您看 钱国会同意议和吗 公孙云秀 身色一片淡然 会的 但过程应当有所曲折 另外 另外什么 刘燕燃刚忙追问 公孙云秀道 议和与不议和 实际上 结果都是相同的 钱国如今已经隐隐有了天下之主的气象 钱国女帝向来 志向远大 必生以强盛钱国为己任 锦国如今新君无关海 此人擅藏锋芒 乃是锦国等了上百年的天生帝王 此二人都以强国目标 开疆拓土这种事情 没有任何一名帝王会不心动 再加上如今两国交情匪浅 又有那种名叫大炮的武器存在 我想 只要等到合适的时机 钱景便会联手吞吃周国与齐国 两分天下 如今义和 不过是在苟延残喘罢了 没有应对大炮此物办法 周其两国就只能是在等待死亡 虽然心中已经隐隐猜测到 但听公孙云秀这么说 刘燕燃 还是有些面色惨白 他这次来钱国 本就是被自己的父皇和群臣 所逼迫而来的 临行前 那悔不该当初的齐国皇帝 只和他说了一句话 无论如何 也要和钱国和赵康修好 不管付出任何代价 若是无法度过这次难关 齐国恐怕就要真的灭亡了 这一路上他不断在思考 要如何才能够 让钱国放过齐国 直到听说 周国有人也在赶往钱国的路上 他就马不停蹄地追上了对方 希望双方一同商议 只是如今从公孙云秀口中 得到这么个结果 他内心不禁悲欺 愁思片刻询问道 所谓一山不容二虎 依公孙大家看从这方面上下手 有没有可能 公孙云秀看了他一眼 淡淡道 你忘了吗 如今来说 真正强大的是钱国 而不是景国 景国现在 也是依靠钱国生存 吴关海并非是短视之人 又岂会骄恶钱国 其次 有赵康此人在 钱景关系便不会破裂 他们两国之意 在于赵康和叶洪雪 或许真的会有这么一天 但以再下来看 周国和齐国 怕是见不到那一天 明 这唇角 刘燕燃有些不甘心地问道 那公孙大家 您这一次出使钱国 莫非打算什么也不做 在他看来 公孙云秀身为周国书院的院长 是有大才的人 这次周国 派他出使钱国 肯定也是想要公孙云秀 救国于危难之间 只是他没想到 公孙云秀并没有正面回应他 只是微笑道 殿下误会了 在下这次来钱国 只是来看一看 钱国如今的变化 天下大势因人而异 但那个人并非在下 那个人在钱国 刘燕燃沉默下来 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 队伍行经六天 终于抵达了钱国都城 虽说双方有着血海深仇 但该做的表面功夫 还是有的 只是听闻钱国派来的人 只是一名礼部侍郎 刘燕燃就知道 这次来钱国 想要达成目的 恐怕会更加艰难 住在国宾馆当中 听闻公孙云秀已经离开 刘燕燃也不打算坐以待毙 吩咐下人戴上礼品 戴上一张面纱之后 也离开国宾馆 太师府 杨老太师正喝着茶 听闻下人来报 老太师放下茶杯 还真让那小子又说中了 请殿下他们进来吧 备茶 刘燕燃走进太师府大厅 见到了老太师杨千云 老头笑呵呵道 公主殿下突然造访 老朽不慎恐 太师大人客气 燕燃叨扰了 区区薄礼不成敬意 刘燕燃示意随从送上礼物 杨千云故作惊议 殿下这是做什么 折煞老夫了 刘燕燃赶忙道 太师大人不必客气 文说太师大人志趣高雅 这是我国百年前的 书圣度方所写书帖 还望太师切莫推辞啊 杨千云眼前一亮 七国百年前的书生度方 这家伙可不得了 即便过世百年 他的书法 依旧被尊称为世间第一 一副字帖价值万经 想到那家伙 显然说的话 杨千云摸着胡须笑笑 那老朽就厚颜手下了 快上茶 刘燕燃松了口气 对方能收礼 那么自己就还有得谈 告诫自己不要急躁 刘燕燃喝了一杯茶之后 才露出笑颜 看向杨千云 太师大人 不知道贵国国师赵大人 如今可在帝都当中 太师大人可否为燕燃引荐一番 一路上深思熟路 刘燕燃心中明白 如今真正能够主导前国的 不是那什么女帝陛下 而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赵康 只要赵康能够松口 那每一切都好说 赵康啊 杨老太师感叹了一声 就不再说话 眼中似乎还有些愤怒 更有些欲言又止 刘燕燃察觉些许猫腻 忙询问道 国师他怎么了 杨千云又叹了口气 这赵康自从回来之后 就完全不理朝政了 整天就要弄什么大炮 说是还要继续征战 可咱们钱国现在哪里 还能再打下去 刘燕燃神色有些古怪 这种可以说是 钱国未来战略方向的大事 对面这老太师 居然就这么说给自己听了 他假意试探道 赵国师文武双全 哪有做不到的事情 老太师为何如此心忧 杨太师哼了一声 那赵康已经膨胀了 鞠躬自傲 甚至连女帝陛下 都已经不放在眼中了 我等百官 劝其休养生息 他却说什么 这是千载难逢的战绩 连陛下 也劝其三思而后行 结果呢 这赵康仗着自己功劳大 连女帝陛下都训斥了一通 直接把陛下给气得病倒了 他一意孤行 要再次整军备战 这行径和乱臣贼子 有什么区别 看着杨老太师 在那愤怒地宣泄着 刘燕燃的心跳的砰砰砰的 赵康居然和前国文武不合 这好像是个机会啊 是了 曾经就听说过 面前这位前国太师 和赵康有过摩擦 刘燕燃声音低微 太师的意思是 前国文武大臣 都不赞同赵国师继续征战 这是当然的 杨千云冷哼一声 如今前国就这么点兵力 粮草军械等等都是问题 再打 拿来的钱去打 可他赵康不听啊 说是什么没钱 就让百官出钱 原来是这样 刘燕燃瞬间明白过来了 赵康要继续打 觉得可以趁着这个机会 直接灭掉周齐两国 但是现在前国国内财政亏空不小 没有银子 赵康让百官捐钱这举动 就触碰到了百官的利益 因此和前国文武产生了间隙 这是个机会 刘燕燃瞬间就来了精神 他开口道 太师大人 公主殿下有何事 杨千云有些不耐烦的回话 似乎还在因为赵康一人专权 感到心烦 刘燕燃忙道 太师大人 可否帮燕燃一个忙 这 杨太师犹豫了一下 才道 殿下打算做何事 且先说来听听 刘燕燃道 劝戒国师大人 不要继续发动兵险 齐国愿与前国永结同好 这 老太师两条眉毛皱在了衣 起 此事恐怕有些难啊 殿下 赵康在咱们前国 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就算是皇子殿下 都被他压制得死死地 以往也就只有陛下才能够制衡其 但自从他这一仗打赢之后 他现在已经是目无余子 连陛下都不放在眼里 这不陛下病倒之后 直接将大权放给了皇子殿下 让其监国希望皇子殿下 能够制衡赵康 刘延然立马问道 太师 敢问皇子殿下是个什么意思 杨千云爱了一声 皇子殿下自然也不愿意 赵康一家独大 但是说老实话 赵康现在极尽全室 就算是皇子殿下 也不无法和他正面交锋 朝中文武 也都不敢得罪他赵康 老夫纵然有心阻拦 却也是有心无力啊 刘延然下意识到 若是以皇子殿下为首 号召百官制衡赵国师呢 死法倒是 杨千云好似回过神来一般 殿下你这是什么意思 要老夫和皇子殿下 一起针对我大千有功之臣 开什么玩笑 太师严重了 此刻心中窃喜的刘延然 表面上却是流露出一副惶恐之色 延然绝无此想 只是太师大人 赵国师一意孤行非要发动 战事 战事一开 两国必然生灵涂炭啊 延然实在不愿两国再动干戈 这次出使贵国 就是希望 两国今后能够和平共处 太师大人 不是也不想再生战事 杨千云轻轻点头 是这么个说法 只不过还是那句话 一些大臣根本不敢和赵康作对 刘延然此刻露出笑容 太师大人 除了杜方自贴之外 延然还给太师大人 准备几件不值钱的礼物 还望太师大人收下 和周国不同 刘延然这次出使钱国 并没有携带什么 装有金银珠宝的箱子 再来之前他心里就无比清楚 打了这么一场惨烈的大战 钱国国库定然空虚 这时候带着钱来 跟资敌没什么两样 除非能够达成目的 但是他来钱国 也不是没有准备的 如杜方的自贴 一些敲门砖 还是有的 杨太师顿时就明白了 刘延然的意思 犹豫了一下才道 这样的话 那么明日殿下来府上 老夫可以为你 引荐一下皇子殿下 以及几位同僚 若是公主殿下 能够说动他们 那么制衡赵康 或许还有可能 多谢太师大人 刘延然松了一口气 有些喜不自胜 随即和杨千云 告辞 等到他离去之后 杨千云才打了个哈欠 管家 老爷 管师走了进来 老太师随手 将那幅书圣字画递了过去 拿去贵族堂 等到这刘延然等人 离开钱国之后 再行拍卖 然后 把银子送到原江县 去交给钱 用以铸造大炮 管师点了点头 想起什么事的开口道 老爷 咱们梁州那两千亩梁田 已经有买主了 不过对方 还看上了户部上书 张大人的那一千三百亩 希望能够一并购买 咱们要不要从中卧旋一番 跟他说卖 只要有银子 他要什么 咱们买什么 张明远那里 老夫会通知他的 管师累了一声 随后无奈道 这一下子 咱们杨家可就真的一贫如洗了 等打下了齐国和周国 你要多少田地 有多少田地 老太师打了个哈欠 捶着老腰 准备去睡回龙觉了 满脸惊喜 离开杨府的刘延然 绝对不会想到 如今朝中文五百官 从杨千云开始往下 只要有资格 站在哪朝堂之上的大臣 除了家中的日常开销之外 都没有多余的银子了 所有的家财田产 在这段时间 全部变做了白花花的银子 流向了各个铸造大炮的工厂 从杨千云那里 有所收获的刘延然 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国宾馆中 开始倾点携带而来的敲门砖 这些琳琅满目的珠宝加在一起 价值已经超过了二十万 这么多 足以收买一些前国的官员了 想着 刘延然沉思起来 按理说自己的身份 那杨太师不可能会答应和自己合作 如今对方如此 那就只能说明一件事 前国文武群臣 的确和赵康有了很大的见习 倒也是 毕竟这家伙 都让文武大臣出钱打仗了 这跟要那些世家的命 有什么区别 除了杨太师之外 自己应该还有格外流行的皇子殿下 传闻这皇子殿下草包一个 但是向来英明的女帝萧玲珑 在被赵康弃生病之后 却选择让萧玄策这个家伙来监国 看来传言有误 只要能够拉拢这个 有着监国之权的皇子 在联合杨太师等文武百官 或许就能够制衡赵康 打消对方出兵攻打齐国的想法 原本刘燕燃已经任命齐国 要亡在赵康的手里了 来钱国也只是无奈 但现在让他看到了希望 这个才智不俗的女子 这一刻已经鼓足了劲 要救齐国于危难 只要渡过这次难关 刘燕燃相信 凭借齐国内 大量地要皇旷 再由自己出面 他有自信和钱国和赵康重新修好 并且 现在景国重创 新军登基 国本不稳 将来或许有文章可做 钱景一条心 刘燕燃想着 公孙云秀先前说过的话 不由地吃笑了一声 就算他赵康 要和景国一条心 那么其他的人 那些文武百官呢 书院之长 不过如此 与刘燕燃的苦心几率不同 帝都街上出现了一名白衣女子 女子戴着一张面纱遮挡面容 玉手吃消停在腰腹间 每走一步 都如诗中所说的步步生连 让人不禁遐想 那面纱之下的容貌 该是何等惊世骇俗 而且从女子身段来看 光是这窈窕身形 就足够 让人少活十年了 公孙云秀 并没有在于 街上老百姓的目光 没有犹豫 他走出了内城 来到帝都外城 异国帝都内城居住的 无非是达官显贵 要么就是商骨巨腹 看不出什么一二三来 因此 他直接来到外城 看着那整洁的街道 即便之前已经有所知晓 但还是有些吃惊 自言自语道 都说渔民难以叫化 但光是此地给人的感觉 就不一样 张先生说 这都是因为赵国师 推行公策的举动 并且在整个前国 都已经推行开来 是他赵国师 有什么过人之处 还是这数百年来 读书人根本无法 走进民间百姓之中呢 心中思考着 公孙云秀没有停步 继续向前走去 一路上 他看到了丙兮兮的商铺 看到了家家户户 门前的物品 收纳点 还看到了一群 穿着奇怪黄色衣服的人 背后印 什么美团 拦住一个路人 通过询问 公孙云秀得知 这些人叫什么美团专送队 解决了一部分百姓就业 又给百姓提供了便利 真让人惊议 不知不觉 公孙云秀走进了一条巷子 突然间 一股奇异的香味 钻进了他的面纱 在他鼻腔中萦绕不去 好香的味道 隐隐有骨子酒味 秀眉挑起 公孙云秀不再漫无目的 而是寻着那酒香传来的方向走去 最后看到了一间酒坊 还能够看到院子中 有不少赤裸着上身的工人 正在酿酒 公孙云秀并没有在意 直接走进去 请问诸位可是在酿酒 他的出现让酒坊的工人 停止了手里的活 一个个都露出震惊之色 这次之前 跟着老板来过一次的叶夫人 这还是第一次 看到如此绝色女子 公孙云秀 已经摘下了面纱 好更能嗅到 那股奇异的酒香 见到她的容貌 一名血气方刚的青年工人 连忙点了点头 是 是在酿酒 世间竟有如此带有一箱的酒水 可否卖一壶给我 公孙云秀问道 一名工匠下意识到 姑娘 我们这酒可裂着呢 就算是 我们也喝不了半斤 姑娘还是 公孙云秀玩耳一笑 轻轻摇头 不碍事的 我就是尝一尝 如今的三两夜和台子酒 虽然已经开始生产 但数量并不多 赵康是打算 等到数量多一些再拍卖的 所以酒方之中倒是有存货 看着那绝美的容颜 酒方工人如何能够拒绝 有人立马道 我去给姑娘取酒 说完直接一溜烟 跑进了酒库之中 宫头李云 虽然觉得有些不对劲 但还是难以抵挡美色 并没有说什么 很快先前的工人 抱着两壶酒回来 还热心地介绍道 姑娘 我们这两种酒 一个叫台子 一个叫三两夜 可都不是一般的酒 那是咱们老板 从酒神渡康那里得到的配方 是神酒呢 公孙云秀不禁一笑 世上哪有什么神 这笑容 看吃了所有人 工人放下酒壶 并且拿来酒杯 给公孙云秀 杯子显得有些小 公孙云秀 先是拿起了那三两夜 倒了一杯 随后一饮而尽 直接让众工人震惊了 这姑娘这么糊的吗 公孙云秀 确实眼前一亮 好酒 入口绵香醇厚 入腹之后 四裂火灼烧 此酒可壮人豪气 紧接着 公孙云秀又到了一杯台子 同样是一口饮下 美目之中闪烁的是惊喜之色 此酒同样不俗 香味浓厚 如果说先前的酒 是小家碧玉极尽严厉 虽出身低微 却风华难掩 让人神往 那么此酒就是门阀贵妇 装点香仪 滋容或训 却端庄大气 使人难忘 此两种酒 当得神酒之名 看着周围的宫人 公孙云秀 笑容比起之前的清俊 多了一分烟火气 如此佳酿 岂能不共饮 独乐乐不如重乐乐 请提酒鞋杯 一同畅饮 宫人们面面相去 虽然有些听不懂 这神仙一般的女子在说什么 但最后一句 倒是明白了 当即纷纷忘了正事 能和这样的女子一起喝酒 死了也甘愿 过了一个时辰左右 赵康来到了酒坊 抬脚跨入其中 随后愣了一下 又退了出去 看了一下大门 是不是自己走错门了 没错啊 赵康猛逼了 看着院子中横七竖八躺着的人 跟他们凶杀现场一样 哎 还有个白衣人 看起来好像是个女人 赵康皱眉走了进去 这是怎么了 听到声音 公孙云秀回过神来 看到赵康也是愣了一下 赵国师 公孙大家 你怎么在这 赵康愣了一下 这书院院长长得跟天仙一样 比起吴馨移 那也是分毫不差 更隐隐有种胜过一头的感觉 是个男人见了都不会忘记 尤其是对方 那骨子出尘气质 那可不是能够装出来的 就赵康认为的 酒公主刘嫣然那种皇族子弟 也难以何其媲美 对方今天到帝都 赵康是知道的 却没想到 对方直接出现在自己救酒坊里 嗅着周围浓重的酒味 再看那一个个酿酒公人 满面红光倒在地上 笑容无比的淫荡 也不知道在做着什么美梦 还有些那四个台子 和三两夜的酒瓶子 赵康顿时就气不打一出来 已经猜到了 刚刚发生了什么 这群王八蛋 见到美女就走不动到了是吧 还用老子的神酒 想把对方灌醉 赵康现在很愤怒 看了眼神太自若 得公孙云秀 谢天谢地这家伙 没有被这群畜生得手 要不然 乐子可就大了 周国无数读书人心目中的神 在前国被十几个人给轮番欺负了 那特抹的那群读书人 还不和自己拼命 并且传出去也不好听 想着赵康忙说道 还好公孙大家没有喝酒 这群畜生 我会给公孙大家一个交代的 赵康说完 就见公孙云秀的眼神有些古怪 轻轻咳嗽了一声才到 在下也喝了一点点的 赵康则说 公孙大家 这玩意儿 可不能多喝呀 就算是叶洪雪 这个酒量不错的女将军 赵康也用半斤三两夜灌醉过 按照赵康估计 恐怕也就只有酒量更好的 无心仪能喝个一斤左右 地上这些空瓶子不用想 肯定是地上躺着的这些工人喝的 这群家伙之前就偷酒喝 赵康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想不到今天长本事了 居然一口气喝了四五瓶 看来是老爷 我平时对你们太好了 咳嗽声响起 打断了赵康的思维 看过去 就见对面的公孙云秀 有些不好意思 赵国师 敢问你是否就是 这些人口中的赵老板 赵康恩了一声 还 不带说话 就听公孙云秀诱道 这两种酒滋味极好 可否再卖一些给我 赵康没注意到 公孙云秀说的再卖一些 随后道 公孙大家这是哪的话 一壶酒而已 咱们是救食了 我送你就是 这不太好 无功不受禄 公孙云秀坚持道 赵康玩味一笑 公孙大家 我这台子和三两页 将来可是要拍卖的 一壶酒定价五百两 你这要卖 公孙云秀傻眼 一壶酒五百 自己刚刚可是 沉默片刻 公孙云秀道 那就谢过国师了 没有多想 赵康进酒库 提了一壶三两页 和一壶台子走了出来 大方道 送你了 公孙云秀接过之后 却放在了桌上 看着赵康有些期待道 国师既然能够酿造此酒 想必也十分善意吧 赵康倾渴两声 呃 只能喝一点点 这台子和三两页 经过这些天的不断品尝 它的酒量比以前好一些 能够喝上一斤左右 公孙云秀眼口一笑 大可否请国师共饮 在下也只能喝一点点 希望能与国师以酒论道 赵康微微皱眉 没想到这看起来 不食人煎烟火的公孙云秀 还是个喜 欢喝酒的家伙 看着打呼噜的工人 估计一时半会是醒不过来的 赵康就到 那就请公孙大家入内共饮 一个娘们而已 估计一杯就不行了 要是拒绝 就有些不礼貌了 两人来到里屋 赵康拿出酒杯倒酒 公孙云秀举其酒杯笑容 那叫一个绝美 请国师 看着一饮而尽的公孙云秀 赵康突然觉得有些不对劲 这娘们真虎啊 对方这么客气 赵康自然也不怂 同样是一口甘丸 对面仙女朗声一笑 国师海亮 西年国师在周国已望江楼 望江流 望江楼上望江流 江楼千古 江流千古 此对立错周国学子 在下不才 又一下连国师请听之 在下对应月景 应月影 应月景中应月影 月景万年 月影万年 赵康有些吃惊佩服道 不愧是书院院长 其实当年公孙大家 就已经有些下连对吧 公孙云秀轻轻点头 继而又端起了酒杯 再进国师一杯 赵康有些面露难色 干了一杯之后 看着公孙云秀 还是说道 公孙大家 此酒性恋 还是少饮 醉了就不好了 公孙云秀甜禁一笑 国师说的 是 我们只喝一点点 赵康打死也绝不会想到 周国书院院长公孙云秀 好饮 善饮且不醉 这是个酒懵子 还是喝不醉的那种 以往无论是市面上的酒水 还是周国御赐的穷江御叶 他喝着都觉得没有味道 今天到了乾国 没想到 居然遇上了如此美酒 当下他也顾不得什么身份了 拉着赵康讨论文学 然后又开始敬酒 等到赵康觉得不对的时候 脑袋晕呼的时候 公孙云秀 已经放下了空了的三两叶酒瓶 拿起了台子 给他满满倒了一杯之后 直接又试一口干 随后看着赵康那有醉酒的模样 眨眼询问道 国师莫非是喝不下来 已经不行了 开什么玩笑 酒精上头 又是个大美人话语相机 赵康一拍桌子 你给我等着 我去拿酒 咱们今天生死局 谁也别想跑 公孙云秀点着头 那咱们就再喝一点点吧 很快 赵康就抱着两壶酒跑了回来 直接将一旁酒杯扔了 来来来 划拳 对瓶吹 看谁先不行 一边说着 赵康开始催动真气炼化酒精 不为别的 就为了争一口气 男人不能说不行 等到赵康醒过来的时候 只看见所有人注视着自己 有夜洪雪 女帝陛下 秦玉凤等等 他刚要开口 随后眉头一皱 直接翻身 开始大呕起来 地上全是酒瓶子 多达十几个 公子 公子你怎么样 水 哦 只是说了一个字 他就被周围的酒位 给刺激得又吐了 足足十分钟 差点没把胆汁都给吐出来 赵康这才有了些许顺畅 他看了看周围 却没见公孙云秀的身影 下意识问道 公孙云秀呢 这家伙醉死在哪了 我醉了多长时间了 自己有真气 炼化酒精 都醉成了这模样 那公孙云秀 怕不是钻桌子脚了吧 爱自己还是太一起用事了 萧玲龙声音悠悠道 你醉了足足两天两夜 究竟发生了什么 你之前在和公孙云秀喝酒 为何体内真气全无 赵康愣了一下 我的真气 检查一番 竟发现 他那三品中层的雄魂真气 差点就耗尽了 而且还醉了两天两夜 这怎么可能 这时候 酿酒工人李云 小心翼翼地开口 老板 您说的公孙云秀 是不是那个穿一身白衣 长得很好看的女子 就是她 赵康脸色苍白地问道 她怎么了 李云立刻说道 我们醒过来的时候 老板你被她灌醉了 直接就不省人事了 她跟没事人一样 昨天有人送来了一万两银票 说是什么 虽然是一同共饮 但那二十瓶酒 还是算她买下来的 希望有一天 还能和老板 宁以酒论道 赵康沉默了片刻 然后才看着李云道 所以你们之前醉倒 也是他给你们喝醉的 一群工人顿时不好意思起来 有人小声道 他酒量也太好了 我们十三个人 没喝过他一个 这一刻 赵康只觉得有些羞愤 只觉得自己被公孙云秀 狠狠欺骗了 这就是你说的 只能喝一点点 连带自己十四人全军覆没 对方还能走着离开 还能记起来付酒钱 你公孙云秀是魔鬼吗 而且自己 还是用真气作弊的 结果你倒好 直接给我真气 都喝干了是吧 好个女骗子 好半天 赵康才开口道 这件事别赚出去 知道吗 众人连忙点头 赵康本想要起身 结果腿一软 直接栽倒 还是女帝陛下 眼疾手快扶起了他 三女将他 送回府邸 听说了前因后果之后 不经震撼 赵康的酒 他们都喝过 谁也不敢多喝 那公孙云秀 居然能喝这么多 也太恐怖了 喝着清淡的小米粥 赵康还是觉得 胃里翻江倒海 接下来是得好好休养了 而此刻的公孙云秀 则是走出了国宾馆 强忍着没再去酒方 而是在外城当中闲逛 体会着前国的风土人情 相较于他的闲情意志 刘嫣然自然是要忙活许多的 他再次来到太师府 和昨日不一样 这次太师府的大堂之中 多了许多人 兵部尚书李源 吏部尚书王庆元 管着户部的张明远 刑部尚书魏官 礼部房林 新工部尚书 赵康亲自提拔起来的诸葛龙 有锦衣卫头子方哨 大将军周龙 镇西将军李龙 镇北将军孙芳等等 他们都是那一仗打完之后 受封的石拳将军 可以说 前国文武最具分量的一群人 都到了这里了 小二三十号人 刘嫣然的心扑通扑通地跳着 没想到赵康居然和这么多石拳人物不合 这次吻了 诸位 这位就是这次齐国来使 九公主刘嫣然 公主殿下邱安 众多 文武大臣一起说了一声 给了这位一国九公主足够的尊重 刘嫣然稳住思绪 嫣然见过诸位大人 诸位大人邱安 他将自己的姿态放得有些许低 以便更好地和眼前这群人谈话 众人落座 杨太师让下人上查之后 刘嫣然询问道 太师大人 怎么不见玄策殿下 杨千云平静道 殿下已经答应回来的 公主殿下莫要心急 刘嫣然点了点头 露出笑言 诸位大人 初次见面 嫣然给诸位大人准备了一些礼物 不成敬意 还请大人们收下 说着 他拍拍手掌 门外的四名护卫 立刻抬着木箱子走了进来 李源等人互看一眼 都是暗自点头 这女子 还真是花心思了 箱子打开 一件件金银珠宝被拿了出来 都用锦盒装好的 没有一个遗漏 方少尖的嗓子 有些阴沉地说道 公主殿下 这是在贿赂我等不成 嫣然绝无此意 此乃李数 刘嫣然处便不惊道 这时候 李源又哼了一声 殿下想要做什么 太师大人都已经告诉咱们了 咱们开门见山便是 我等若是帮了公主殿下 那岂不是和叛国无疑 李大人此言诧异 如今乾国 国师赵康一人专政 就算是女帝陛下 也不放在眼中 刘嫣然平静道 如此权势放眼古今 前所未有 且诸君还无法制衡其权力 若是有一天 赵国师要对诸位下手 诸位又当如何 李源沉默下来 好像被刘嫣然的话语击败了 这时候 刑部尚书为官呵呵一笑 接过话查 公主殿下未免有些威严耸听了 的确 如今国师专权 但大体来看 国师还是心系咱们前国的 我等又为何要帮助公主 而且 国师会对咱们下手 这更是无稽之谈 我等与国师同殿为臣 国师又岂会对我们施加毒手 然而刘嫣然此刻却来了一句 魏大人又何必自欺欺人呢 这让未官的脸色 瞬间变得铁青 这一刻 刘嫣然诸葛孔明附体 开始舌战群儒 将赵康专权的所有危害 一一说了出来 听得一旁的杨太师暗自择舌 好在此人乃是女子啊 如果不然 要是成了齐国皇帝 那还不知道 有多难对付呢 最后 刘嫣然开口道 诸位大人 综上所述 大人们助嫣然一臂之力 拉齐国一把 其实也就是在帮助自己 在场所有大臣 陷入沉默之中 刘嫣然很是紧张地 看着他们的神情 他相信 在座的诸位都是聪明人 先前已经将赵康一人专权 对于他们这些文武大臣的利益触动 只要这群家伙不是蠢蛋 就绝不会无动于衷的 这时候 兵部尚书李渊叹了口气 哎 可咱们又怎么是他赵康的对手啊 刘嫣然狂喜 还没说话 就听户部尚书张明远 无比唏嘘道 可不是 他赵康未及人臣 大权在握 咱们又怎么斗得过他 你们是不知道啊 如今国库空虚 他还非逼着 我拿银子说 要去打仗 本官拿不出来 他直接将带人将我张家的 十余张地契抢了去 卖给了其他人 还说什么 将来会还本官 这家伙 简直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 就是啊 刑部尚书未官 也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此人穷兵独武 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了 可恨如今陛下患病 无法出面制衡 只能任其为所欲为 皇子殿下虽然有心压制赵康 可他毕竟年龄尚轻 哪里是赵康这只老狐狸的对手 是啊 要是皇子殿下也能表态支持我等 那就完全没有什么好怕 得了 文武大臣们 开始数落起赵康的不是来 那一个个咬牙切齿愤怒的模样 就好像祖坟都被赵康刨了一样 刘燕燃这名朱公主 心里可是笑开了花 他明白自己的煽动有效果了 就在这时候 太师杨千云 说了一声肃静 老太师锐利的目光 扫过一个个大臣 最后停在刘燕燃身上 看来朱公和本太师想的一样 咱们前国苦赵康久矣了 是啊 得找个机会 把他赶下神探 没错 这赵狗贼就是国货 杨千云又让众人安静下来 微笑道 好 既然众人都有此志向 那么老朽 就放心了 说着杨千云转身走进了那堂恭敬道 殿下 您都听见了 刘燕燃转头看去 就见那中走出了一名衣着华贵的青年 大约二十左右 容貌还算俊朗 毕竟是女帝陛下的胞弟嘛 来人正是萧玄策 但是和以往的皇子殿下不同 此刻萧玄策很有气势 饶有兴致地打量着在场大臣和刘燕燃 最后落座在了主位 细血地笑了一声 想不到 诸位大人如此记恨国师啊 李渊按道 好 没浪费那些天的排练 电 下着演技 已经出神入化了 好的对手才能激发出潜力 当即李渊啪一声就跪下来 重重将额头砸在地面上 声音悲怆 电下 赵康不死 我们前国一日不得安宁啊 真特么下血本啊 看着李渊抬头的时候 那通红的脑门 瞳孔中密布的血丝 显然是愤怒到了极点 一副公骨忠臣的模样 众臣感叹 继而也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张明远同样跪地 然后直接趴着过去 抱住了皇子殿下的腿 那叫一个声泪俱下 殿下 这大前江山 姓萧不姓赵啊 他赵康如今所作所为和谋反 有什么区别 老臣一想到 国家有此大贼 终日惶恐不安 以泪洗面啊殿下 不过是马屁章 如此超水平的演绎 不知道能有几人可以并肩 就见皇子殿下 竟然稳稳接住了 这两位影帝的表演 一拍桌子 茶水先是洒了李渊一身 随后萧玄策又很愤怒地 踹了张明远一脚 神色之中有心思 被人戳破的慌乱 还有深藏的怨恨 如此复杂情绪交织在一起 出口却是 住口 你们两个乱臣贼子 竟然敢如此诋毁国师 信不信本皇子 斩了你们的狗头 随后众多大臣 一同蜂拥而上 一同跪地苦苦哀求 说着 李渊和张明远无罪 又开始痛斥赵康专政 看着皇子殿下眼中 闪过的挣扎 刘嫣然诡异地笑了 要是没有意外 这皇子殿下 应该要绷不住了 正如他所想的一般 萧玄策突然长叹一声 俊俏的小脸上 满是忧怨 诸位大人 诸位爱卿都起来吧 本宫如何不知道 赵康已成国贼 可是咱们拿他有办法吗 没有啊 萧玄策痛心挤手锤打着胸口 这赵康如今目无余子 连本宫也不放在眼里 什么事情从来不和本宫商量 不知道还以为他赵康狗贼 才是这前国之主 就连陛下也被其激怒重病 以往陛下在的时候 他还有所收敛 而如今再没有人能够制衡其 萧玄策愣是挤出了几滴眼泪 赵康狗贼 我与你不共戴天啊 悲愤地骂完一句 萧玄策心里畅快了 可惜狗日的老赵不在面前 不能指着他的头痛骂出气 看着皇子殿下悲愤的神情 那几乎要把牙齿咬碎的表情 刘燕燃知道该自己出场了 皇子殿下 萧玄策转过身 收起了悲愤之色 变得平 静起来 公主有何指教 收放自如 此子心机深沉啊 刘燕燃心里评价了一句 这才道 燕燃有一法可以制衡赵康 萧玄策眉封脸藏 公主殿下说说看 刘燕燃开口道 可让女帝陛下下旨 明日让赵康上朝 届时后 我与周国使臣会上殿 敬见女帝陛下 以赵康如今好战之心 必然不会同意我两国求和 届时可与诸位大人联合起来 抢逼赵康 借女帝陛下之威 与百官之事 让赵康不得不低头 在场众人听到这话 都翻了个白眼 那滚刀肉 要是会听咱们的威胁 那还能在前国专政 直接动手弄死几个 也是有可能的 这齐国公主 可真天真啊 萧玄策恩了一声 随后看着刘燕燃 这倒是个不错的法子 但是公主殿下 本宫为何要帮齐国 你们齐州发动战争 致使诸国重创 如今一句话就想要求和 有些太轻而易举了吧 听着萧玄策的话 刘燕燃明白 这种时候 是自己改拿出诚意的时候了 她镇定道 只要殿下答应此事 燕燃可以做主 从这一个月开始 齐国每个月 给贵国一百万两白银 作为赔偿 历时一年 户部尚书张明远 险些忘了自己还在表演 好学没跳起来 这就是豪横的齐国吗 每个月一百万两银子啊 一年也就是一千二百万两 如今前国的国库里 别说一百万 连十万两都没有 这还是 他们这些在场大臣 便卖了一部分家产 但就算如此铸造大炮的花费 还是远远不够 他们又不能直接 去抢老百姓的 因此 这段时间张明远愁的 那真是头发都白了 本来想着以国师赵康的手段 说不定很快就能填补国库 结果赵康回来也一个多月了 就没怎么上朝 听说的确是在搞钱了 但又迟迟没有效果 要不是后宫之中 也就女帝陛下 和皇子殿下两个皇族 平日里开销 本来就小 不然 张明远都想蒙面去打劫了 尤其是李源这个王八蛋 反正钱不够 他就来找自己 张口就两个字要钱 和他争辩几句 他就一句话 找国师说去 这特么不耍无赖呢 而现在刘燕燃说 可以支付一千二百万两 作为赔款 最激动的 自然是他张大人了 刘燕燃双手迭付 等待着萧玄策的回应 他知道对方是不会拒绝的 钱国现在肯定很穷 需要大量的钱财 但是刘燕燃也考虑到 要是直接赔给钱国一大笔钱 那么钱国的军务 恐怕就会很快恢复过来 所以 他耍了心眼 一个月支付白银一百万 钱国虽然底盘小 但是一个国家的开支 却绝对不小 一个月一百万 能够最大限度地限制钱国恢复 而至于药黄 这制作火药的关键之物 刘燕燃却根本没有提 要是给了钱还给药黄 这跟求着钱国来打自己 有什么区别 他要用这药黄 遏制住钱国的火器发展 那么 将来现在送出去的一千二百万 终究还是会回到弃国的 不得不说 刘燕燃的却是个聪明的女子 若是一般人 恐怕已经答应和她合作了 可惜她面前的这群家伙是演员 还是为了迎接她 特地排练了好几天的演员 萧全策冷笑一声 一千二百万 就想弥补我钱国的损失 未免也太简单了吧 刘燕燃轻笑一声 一派气定神闲 似乎已经占据了主导权 皇子殿下此言差矣 每月一百万 足够贵国 每月开支休养生息 等到将来国力恢复 我等还可以进行通商互事 刘燕燃笑容自信 诸位别忘了 我齐国可是有着数作药黄矿 如今火药的配方 可已经不再是秘密了 萧全策眼神一沉 冷哼道 当年齐国割地赔款景国 如今却想要区区一千两百万 就打发我钱国 怎么是觉得我钱国好欺负不成 刘燕燃皱眉 这破事儿 钱国是怎么知道的 他顿了顿再度扬眉 那么燕燃可以退一步 一百五十万 每月齐国支付贵国一百五十万 钱其双方议和 萧全策还想说什么 刘燕燃却开口 这已经是燕燃的底线 萧全策立马道 成交 不过公主殿下 制约赵康之事 本宫得回去和陛下商议 何时贵国觐见 等候本宫通知 刘燕燃这才露出不嫁一眼时的笑容 多谢皇子殿下 多谢诸位大人 那么燕燃暂且告退了 等到送走刘燕燃 管事回复之后 杨太师就让人关了房间门 顿时间大唐就热闹起来了 哎呀呀 马屁张你 刚才演得不赖吗 已经超过了排练的时候了 你看看那狗儿的老脸 脑门都刻出印子了 这么卖力做什么 以为国师会点你老礼颁奖 太师大人 那也叫一个炉火纯青啊 表面不动声色 但是那眼神转换 那局部面容的控制 真叫一个妙之好礼 老太师拱着手 诸位台爱 诸位台爱 这时候有些人不爽地哼了一声 老太师立马道 但真要说那表演入目三分 那咱然还是得咱们皇子殿下啊 你瞧瞧骂国师的时候 那悲愤的神情 那满是怒火的泪花 三分愤怒 四分忧怨 还有三分痛苦自责 不能铲除国贼之时的悔恨 真叫一个现象级表演 殿下真是太有表演天赋了 萧玄测脸色这才好看了 听着众人吹捧 有些洋洋得意 那当然 老子骂老赵的时候 那可是带着仇恨的 这狗日的之前 骗大姐说什么不打不成器 让老子挨了多少揍 老子早晚要报仇 这话可别转出去啊 不然我饶不了你们 众臣顿时无语 一人善笑道 殿下呀 国师那可是顶尖高手 你这报仇 怕是有些难啊 那就先记下 说完拍拍屁股 萧玄测走出了太师傅 坐上了轿子 回到了皇宫之中 和女帝陛下说了 刘嫣然的事情之后 女帝陛下 立马派遣锦衣卫将详细内容记录下来 送往赵康的王府 一顿大酒 喝的是赵老爷唯女不振 看着锦衣卫送来的密报 她嘖嘖有声 可怜的女娃 一旁的叶红雪绣着花 怎么了 刘嫣然上套了 一切都在我的计划当中 叶红雪一乐 那确实挺可怜的 关海陛下知道 一定会很欣慰的 要说齐国 赵康还真不怎么记恨他们 真正对他们恨之入骨的是锦国 是吴关海 因为齐国杀了云铁城在内 三城十五郡县的所有锦国百姓 而且在周国的时候 刘嫣然还和当时是太子的吴关海 有了口头之门 决意通商往来 然而还没开始呢 齐国就被刺了 差点让锦国覆灭 因此 当了皇帝的吴关海 对于齐国 他是十分愤恨的 但是现在的锦国 根本没有报仇的能力 只看周琦向前国派出特使 而直接忽略了锦国就可以明白 如今的锦国 对于他们来说 算不上什么威胁 重点是 前国和赵康的态度 赵康撕毁了密报 那么这仇 就由我给锦国报吧 两日过后 刘嫣然得到锦衣卫传信 说是女帝陛下 会召见他们两国特使 可怜的齐国九公主还不知道 这一次将会被人耍得团团转 文武百官已经早早上殿 而刘嫣然和公孙云秀 这两名外国使臣 也都在偏殿等候着 看着一副云淡风轻做派的公孙云秀 刘嫣然不禁有些疑惑 他为何如此的从容不破 真就一点不在乎周国存亡 这么些天 他就听说公孙云秀出去闲逛了几次 既没有像他一样 去拜访前国的文武重臣 也没有去见过赵康 来一趟钱国搞得和旅游一样 真叫人生疑 至于赵康那里 刘嫣然也曾去过镇国王府 只不过吃了个闭门羹 没见到赵康的面 不过如今钱国皇子 文武大臣都和自己达成了协议 刘嫣然心想 见不见赵康也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片刻之后 太监总管来到偏殿 两位特使 殿下有请两位上殿 刘嫣然客气了一句 公孙云秀只是点了点头 两人一同上殿 却见大殿龙椅上并没有传闻中那位女帝陛下的身影 环似周边也没有见到赵康的模样 刘嫣然不禁皱眉 询问的目光投向老太师和萧玄策 两人都向他点了点头 似乎在说 我们办事 你放心 由此 刘嫣然这次放松下来 又过了一会儿 一道人影大咧咧地从门外走了进来 嘴里还不断打着哈欠 一瞬间所有的目光都落在了他身上 一袭朝服 竖发带官 颇有些俊秀 不是赵康又是谁 早啊诸位 这不是明珠公主吗 好久不见啊 赵康似笑非笑地打了个招呼 随后走到了大殿中摆放的一把太师以前 一屁股坐了下去 又打了个哈欠 一副没睡醒的模样 刘嫣然则舌 这赵康在前国已经无法无天到这个地步了 身为国师 朝会迟到也就算了 居然是在场诸功如无误 再看那皇子萧玄策 直接是气得脸都清了 那模样 恨不得把赵康给吃了一样 刘嫣然不由地想起了 前天听到老太师杨千云说的那句话 前国苦赵康久矣 原本刘嫣然还有些将信将疑 此刻 却是已经有些相信了 如此嚣张跋扈的臣子 任何君王都是容不下的 只是刘嫣然打死也不会想到 赵康在前国的身份地位 不只是一个国师异性王这么简单 他可还是如今女帝陛下未来的丈夫啊 并且 无论是赵康还是女帝陛下 都是明确表示过的 将来这天下 是要交给萧玄策的 到时候 赵康可就什么都不管了 让萧玄策和大臣们自己折腾去 正是因为此 在场的文武大臣 根本不介意赵康有多余句 巴不得赵康把前国变得再强大一些 好等赵康退下来之后 那就轮到他们这些前国文武来发挥了 换了个舒服的姿势 赵康懒洋洋道 开始吧 有什么要说的赶紧说 还等着回去睡觉呢 你们也是的 不是都说了 本国师要好好休息 干嘛今天还一定要我上朝 那嚣张的模样 实在是叫人看不下去 倒是公孙云秀饶有兴致地看着赵康 随后 目光一到了刘嫣然身上 眼神变得有些怜悯 国师大人莫急 萧玄策淡淡道 赵康不耐烦道 行了行了 赶紧说吧 究竟有什么要商议的 就在这时候 站在龙椅旁的太监总管高升道 陛下道 就见坐在太师椅上的赵康 骤然神色一僵 似乎是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一般 连忙从太师椅上起身站直了身子 这模样落在刘嫣然眼中 让这位七国九公主暗自点头 果然 看来如今在乾国 也只有那位女帝陛下 才能压制住赵康了 就见一道身影 在宫女的搀扶下走出 女子一身龙袍 绝美的容颜 有些许病态的苍白 似乎病了 但一双眼神 确实格外坚定 饶视公孙云秀 也不由得诧异 好一名人间角色 参见陛下 连带赵康在内 所有人行礼参拜 等到女帝陛下坐上龙椅说了句平身之后 众人才起身 萧玲珑露出一抹勉强的笑容 目光看向了刘嫣然和公孙云秀 想必二位便是齐国和周国的特使 明珠公主与公孙院长了 齐国九公主刘嫣然 见过女帝陛下 女帝陛下圣安 刘嫣然率先道 公孙云秀微微欠身 公孙云秀见过女帝陛下 陛下圣安 两位贵使客解 萧玲珑点了下头 旋即便开口问道 不知两位千里迢迢而来 所为何事 公孙云秀还未开口 刘嫣然就赶忙道 陛下 嫣然此次为前妻两国修好而来 哦 公主请明说 刘嫣然 前妻两国十年不到 历经三次大战 两国均受重创 百姓名不聊生 为两国安宁 也为我国之前冒犯前国举动 齐国愿每月 向贵国支付白银一百五十万两 历时一年 总计白银一千八百万 只愿两国停战休豪 刘嫣然的话落 赵康立刻跳了起来 陛下不可呀 这是齐国的缓兵之计 给陈一年时间 足可以灭掉齐国 为我大前开疆拓土 女帝陛下并没有表态 萧玄策却冷笑一声 看着赵康 国师此言差一把 一年之内灭掉齐国 简直是天方夜谭 痴人说梦 你个小屁还懂什么 赵康呵斥一声 刘嫣然直接傻眼了 那可是皇子啊 将来搞不好 还是钱国的继承人 你居然就这么骂上了 萧玄测气的浑身发抖 脸色通红 一半是眼的 一半是真的 狗日的老赵 老子都小二十岁了 当这么多人骂我 老子不要面子吗 这个仇我先记下了 你给我等着 放肆 礼部尚书 房灵冷声一鹤 赵康 你竟然敢对皇子殿下 出言不逊 别废话 赵康只是看着女帝陛下 陛下 如今齐国重创 已经没有和咱们 大前抗衡的实力 只要给臣些许时间 就能灭掉齐国 陛下千万不可 被他国之人给迷惑了 张明远这时候 跳出来指责道 赵康 你天天说要打仗 钱呢 打仗的钱从哪里来 知道现在国库里 还有多少银子吗 如今我钱国粮库 十仓九空 国库之内 更是连五十万两银子 都拿不出来了 这些年就因为 你的穷兵独武 我钱国多少好男儿 拾在了战场上 甚至于到现在 连阵亡将士的抚恤 都发不出来了 你倒好 上下嘴皮子一碰 不是打这个就是打那个 你倒是掏钱出来啊 你简直就是 我钱国的千年祸害 张明远喷的口水飞溅 身后的户部官员 折舌 悄悄远离了几步 好家伙 你是真不怕他记仇事吧 赵康似乎被喷的一时间 无法还嘴 随后直接开始耍赖了 这些事本国师管不着 总而言之 本国师不同意 与齐国议和 谁答应议和 那就是我钱国的叛徒 如此大好时机 不思进取 居然想着和敌人讲和 等着他们恢复过来之后 继续打咱们吗 你们这些白痴 见赵康开了地图炮 老太师知道 这是赵康给的信号 当时扭头看向女帝陛下 陛下 赵康在这朝堂之上 大放厥词 侮辱重臣 简直是不把陛下 您放在眼里 诚恳请陛下重罚赵康 看到这一幕 刘嫣然嘴角翘起 这个场面正是他期待的 老太师等人 果然没有辜负自己 就见赵康怒骂一声 指着杨千云 你个老匹夫 居然敢在这妖言获重 你是不是收了 这刘嫣然的好处 这才来蛊惑陛下 老太师一甩袖子 含血喷人 你赵康如此专恨无礼 将我大前朝堂 当成你王府的一言堂了不成 赵康大怒 还不等他说什么 就有人冷哼一声 不错 你赵康仗着陛下对你的信赖 恃宠而骄 全然不把我等放在眼里 陛下 依臣所看 赵康之祸远超帝国 若是再让赵康立于这朝堂之上 将使我大前后患无穷啊 陛下 恳请陛下处罚赵康 话音落 一瞬间滑滑拉拉 所有人都跪了下来 恳请陛下处罚赵康 赵康气的脸都直接红了 伸手指着这些人 眼中满是愤怒和冤屈 你 你们 陛下这些人 都是乱臣贼子啊 此刻绝不能一和啊 否则先前将士的血就白流了 他悲愤的叫躯 眼中还闪动着泪花 犹如置身风波停的岳飞 女帝陛下依旧没有开口 似乎也在挣扎 朱军 国师向来欣系前国江山社稷 绝不可能是 你们口中的国贼 他这样说了一句 杨太师依旧道 陛下 赵康一罪独断专权 二罪穷兵独武 三罪不遵礼教 四罪欺上瞒下 五罪侮辱皇子子弟 由此五罪足克杀了他 一边说着 老太师还给刘嫣然使了个眼色 老头子 我都给你把火烧得旺旺的 你不来泼游 有点说不过去了吧 刘嫣然心吓一跳 说好的制约赵康 怎么现在变成了要杀赵康了 要是能把赵康干掉 那么齐国可以说 从此就高枕无忧了 想到这 刘嫣然下定决心 见赵康似乎要辩解什么 他立马道 女帝陛下 齐国可以将原定的一百五十万两 再加五十万两 以换两国安宁 他俩火上浇油了 恳请陛下重罚赵康 老太师高声一鹤 群臣紧随其后 这一刻 女帝陛下也不再犹豫 直接开口 国师赵康 目无君上独断专横 即日起废其所有爵位职位 贬为平民 一阵苍凉的笑声响起 大殿中赵康笑着 手指点着所有人 嘴角甚至流露出了一抹鲜血 好 好的很 想不到我赵康一心为国 终究也轮到个兔死狗 烹鸟进工藏的下场 你们 钱国要亡了呀 嘖嘖嘖 这才叫演技 群臣看着他狂乱的姿态 和刺耳笑声 一个个佩服得不行 自己等人还是需要多加练习 瞧瞧人演得跟真的一样 罢了 直接一甩赵康 冷笑 既然这朝堂容不下我赵康 那我离去便是 且看你们日后能占到什么便宜 他就这么走了出去 没有任何一个人阻拦 等到他离开之后 所有人都欢呼出声 高兴得跟过年一样 女帝陛下这时候开口道 好了散朝吧 两位贵使请到偏殿歇息 从始至终 都像是个局外人一般的公孙云秀 微微欠身便离开 刘嫣然可谓是惊喜过望 没想到女帝陛下 直接把赵康给废了 这简直让人喜出望外 虽然说最终还是没有杀掉赵康 但将其贬为平民也就够了 今后齐国无忧了 偏殿至终 明珠公主喝下一口茶水 心情悠然 望向了对面的公孙云秀 她轻笑一声 公孙大家 如此局面 可是你曾预想过的 公孙云秀看了她一眼 叹了口气 公主殿下 应该多在民间走走看看的 刘嫣然挑眉 请公孙大家指教 人总是会被表面现象所蒙骗 由细微处方能见人心 在下就说到这了 公孙云秀将说完 偏殿门口 脸色有些苍白的女帝陛下 就走了进来 两人起身见礼 不必多礼都做吧 女帝陛下坐下后 看向刘嫣然 既然先前公主殿下许诺 那么前国愿意与七国停战议和 多谢女帝陛下 刘嫣然兴奋到 萧玲珑微微一笑 希望将来两国永结同好 将来等到玄策即位 朕也就放心了 刘嫣然心惊 难怪这女帝陛下 居然如此干脆地 直接就废掉了赵康 想必是赵康 已经威胁到了皇权统治 将来若是新君即位 是压制不住他赵康的 不愧是前国天子 够狠了 文书 朕已经让人准备好了 九公主要是绝对没有问题 那看过之后 就可以带走了 刘嫣然接过文书看了一眼 点了点头起身道 谢过陛下 嫣然就不久留了 回国之后会立刻派人将银两送来 萧玲珑点了点头 让人相送刘嫣然出宫 随后便看向了公孙云秀 公孙大家 齐国如今已经与前国停战一和修好 那么贵国呢 陛下是想说 周国该付出多少赔偿 才能让前国也停战一和 公孙云秀淡然反问 萧玲珑恩了一声 看着这位周国院长的绝美滋容 心里不由得有些好笑 也好在面前 这人酒量非凡 要是那天和赵康一起喝醉了 只不定还得发生什么事情吗 公孙云秀平静道 那么前国真的会停战一和 从此不生进犯他国之心 萧玲珑警惕起来 公孙大家 为何有此问 一纸文书 是约束不了一个国家的 公孙云秀笑了笑 在下并非九公主 他能做的 我不会去做 我能做的他也做不了 前国今后要占要和 与在下并无太大的干系 至于赔偿 公孙云秀道 国宾馆内停放的马车 装着的那些珠宝金银 便是周国这次给的赔礼 至于贵国觉得够不够 能不能让前国停战 那就是贵国的事情了 这是贵国皇帝的态度 萧玲珑政色道 公孙云秀摇了摇头 非也 决定权 从周国战败的那一刻起 从来就不在周国手中了 而是在贵国 不对 或者说 在前国国使手中 至于在下吗 陛下将我当成一个家里呆闷了 想要到处走走看看的无聊之人 便好 说完 公孙云秀起身道 陛下 荣在下先行告退了 一直到公孙云秀走后 萧玲珑这才不禁感叹 这名周国院长 真是清醒得有些可怕了 很快 赵康被贬为平民的消息 就传出了宫外 一时间 引起无数百姓议论 帝都百姓 直接聚集到了皇宫城门口 纷纷为赵康喊冤 最后还是出动了禁军 这才将老百姓驱散 刘燕燃看着那座硕大的镇国王府 被贴上封条 不禁再次感叹 前国女帝的心狠手辣 同时又有些庆幸和窃喜 他开口道 刘洪 身后一名护卫走上前来 殿下 你在帝都走访一下 看看赵国师去了哪里 刘洪不解道 殿下 这是为何 如此大财 既然乾国不要 那么为何 就不能为我所用 属下明白 刘洪文言悄然离去 看着从王府中 一个个被驱赶的下人 女子眼中透出一抹野望 小小乾国 尚可女子为地 那么坐拥十二周的齐国 如何就不能了 刘洪然不禁有些期待 若是自己能够得到那人的辅佐 同样也能穿上那一身龙袍 甚至齐国将来 或能一统天下 也说不定 外界的风波愈演愈烈 然而风暴中心的人 却一片宁静祥和 小宅院中 赵康翘着二郎腿 舒舒服服地靠在躺椅上 吃着玉缝包好的瓜果 吴兴仪在一旁浇夜红雪 绣着花 门突然被推开 一身长浮的萧玄策 满头大汗 关了门走进来 我曹老赵 你是不知道 那些老百姓 差点挤进皇宫去了 拉了张椅子坐下 看见赵康这舒坦的模样 皇子殿下有些羡慕 只是一想到 自己皇妃的那个暴脾气 自己要是开口选妃纳妾 搞不好三条腿都要被打断 也就只能羡慕了 那是 你也不瞧瞧 你赵康我在帝都 人气有多高 搞不好哪天 有哪个武林高手去刺杀 你这个陷害忠良的皇子 也说不定 出门要小心点啊 赵康笑眯眯地说道 皇子殿下被吓了一跳 我靠 你开玩笑的吧 前国有名有姓的江湖高手 如今都被朝廷管着 他吓唬你呢 你害怕什么 叶洪雪好笑道 这萧玄策 有些时候 确实挺可爱的 听到叶洪雪这么说 萧玄策才松了口气 随后又道 肯定怕的嘛 叶姐你是不知道啊 就我刚出来的时候 看见几个老百姓 抬着大份 就去太师府门口泼了 给老太师恶心的不行 赵康一听顿时乐了 他们去破太师府干嘛 萧玄策撇嘴 那些家伙说了 肯定是太师他们几个王八蛋 联合起来蛊惑陛下 这才把你给罢免了 老太师这是给你挡枪了 对了老赵 我还是不明白 为啥一定要把你给贬了 赵康起身开口道 因为这样 他们才会安心 我只要在一天 对于齐国周国来说 始终是个威胁 但我要是没了权力 那就不一样了 而且我被贬的消息 传回齐国和周国之后 能让他们最大限度地降低 对于乾国的警惕 因为现在火药已经不是秘密了 齐国和周国都在研究火药 在他们看来 乾国只有五周之地 就算有了大炮又如何 只要他们家把劲 将火药的杀伤力提升上来 甚至于也研究出大炮来 那么乾国就还是个弱小的国家 所以 接下来制造大炮的那几个工厂 保卫程度得再增加 绝不允许任何一张图纸 一个工人流传出去 工人就算死了 那也只能死在厂里 萧璇策点了点头 我明白了 赵康又道 其次 光靠齐国每个月的那两百万两 还远远达不到 咱们和景国铸造大炮的需要 接下来 我得去抓紧时间搞钱 所以 政务上的事情 就得全部交给你们了 点了点头 皇子殿下又皱眉道 只是 现在陛下把你给贬了 而且用不了多久 就会天下皆知 那将来要让你官复原位 可有些不好罢 赵康翻了个白眼 你这脑子真不灵光 怎么了 萧璇策疑惑 无心一柔笑道 陛下将他贬了 那么将来你当了皇帝 再启用夫君不就行了 这有什么不好办的 萧璇策疑愣 赵康横道 到时候 你就是任用贤能的明君 光在食人用人这上面 就超过了你大姐 等到天下一统史书上就记载 是你萧璇策 任用贤粮开疆拓土 这才使得大钱一统天下 你姐已经给你 把路铺好了 她和我商议的时候就是说 最多一年之后大炮数量足够 那么就会缠位于你 然后让我回来帮你一统天下 能捡这种便宜你就偷着乐趣吧 做这么事情都是为了你啊 皇子殿下全然没想到 赵康被贬其中还藏着这么一层意思 这会儿看赵康的眼神都有些不对劲了 想不到老赵居然这么为我着想 我还记他的仇 我真不是人啊 老赵我 哎 打住 看着皇子殿下要来一波兄弟交心 赵康起身咧嘴笑道 这事儿是你大姐提出来的 还要我非答应不可 你还是感谢她好了 原本复杂的心情 随着赵康这几句话烟消云散 萧璇策嘟囔道 我和我姐不一样吗 那是亲姐弟啊 赵康笑呵呵道 我可是听说了 你小子再给刘延然演戏骂我的时候 那可是带着深仇大恨的 那群嘴上没把门的王八蛋 皇子殿下骂了一句 舔着脸讨好道 没有的是咱们兄弟谁跟谁啊 你都不知道骂了你那几句 我这几天晚上睡觉都睡得不踏实 你小子 赵康哭笑不得 旋即拍了拍萧璇策的肩膀 与众心肠道 你我年龄都不小了 你是有了皇后 民间朝堂 人尽皆知 兄弟我可还担着呢 得再加油 彻底将这天下握在你自己的手里 你嫂子这也快生了 今后我最多也就只有十年 时间帮衬着你 别让我们失望啊 萧璇策点了点头 放心吧老赵 那就好 行了你回去吧 我也得准备一下回原江线了 赵康说道 萧璇策从怀中掏出一块天子御令 递交给赵康后起身道 大姐让我把这东西给你 了解 赵康接过御令 贴身收了起来 要不了多长时间他被贬的消息 就会传遍整个前国 但是有了这块令牌 那么之后 他想要做事 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困难 萧璇策离开 赵康也起身 看向玉凤和吴星仪两人 带着些许歉一道 我和洪雪待会就要走了 你们俩就留在吴府 不用担心我会时常回来看你们的 公子不必担忧 我会好好照顾欣仪姐的 玉凤乖巧地点了点头 吴星仪满眼柔情 点起脚尖 轻轻吻了一下赵康的面颊 夫君不用担心我们 只管去做大事 有气如此 夫妇何求啊 赵康哈哈一笑 心中无限感怀 与两女相拥过后 便坐上了马车 带着夜洪雪 一同前往原江县 三两夜和台子酒的酿造 早在先前就安排好了 以现在的工业 每天也就能够出十斤酒水 距离赵康的需求还远远不够 因此 特意交代了酒方工人 李云他们这段时间 加快酿酒进度 另边 刘燕然终究是没有找到赵康 护卫刘洪恭敬地说道 听闻国师赵康出宫之后 就消失在了街头 并没有回到王府 没人知道他的下落 刘燕然叹了口气 想到赵康和前国文武都有仇恨 如今被贬为平民 那些朝中大臣 肯定不会给赵康什么好果子吃 或许赵康就是想到了这一点 这才躲藏起来了 从国师一下子沦落到平民 恐怕和他结仇很深的那些仇家 已经迫不及待要他的命了 想到这刘燕然叹了口气 罢了 只要他能活下来 终有再见的时候 到时候再说吧 通知所有人启程回国 刘洪 遵命 片刻之后 齐国德车队 在礼部官员德相送之下 离开了帝都 与他们几乎是前后脚的差别 周国车队停留在帝都城门前 随着公孙云秀一同而来的 周国官员有些惆怅 看着身边的马车再次劝诫道 公孙大家 既然您说事情已经了结了 那为何不随我等回国啊 车厢中传来女子清冷的声音 我说了 要在钱国走走 大人带人回 国便是 不用管我 官员心里着急 连忙道 这怎么行啊 您贵为书院院长 要是在这钱国出了什么事情 那可怎么办 说着 这官员小心翼翼得看了眼四周 凑到车窗边 您忘了 咱们三殿下李木青 可就是在钱国失踪的呀 再者 要是您不回去 下官和陛下 也不好交代啊 车厢中的公孙云秀 依旧只知道 你只管如实告知陛下便是 等我游历够了 便会返回周国 这 官员都快哭了 公孙云秀 身为书院院长 在周国地位超然 虽然没有入朝为官 但是却能自由出入皇城 甚至于可以见皇不败 如此尊崇的地位 都超过了一部尚书 他要是真出了什么事情 别说皇帝李木义 就算是书院里的那些学子 都能把他活丝了 我意已决 不必再多说了 公孙云秀 从车窗递出一封书信 若是陛下责罚你 你将此书信呈上便是 李先生驱车吧 公孙云秀的车夫 应了一声侧动缰绳 马车便向城外而去 看着那绝尘而去的马车 官员是又急又无奈 最后也只能将公孙云秀给的书信收好 带着大部队踏 上回国的路程 三天之后 赵康驾驶着马车 停在了原江县的城门前 原先后世的城墙 用来试验大炮之后 被轰得有些惨 至今都还没有修缮完全 高全和张龙等人 早早就得到消息 来到城门口迎接 之前张龙因为瞎了一只眼睛 因此并没有前往景国作战 而是在原江县休养 这会儿 伤势已经恢复完全 戴着独眼面罩的他 看上去更增添了几分凶煞之气 不知道的 恐怕还以为哪个山头的山大王 老爷 两人热情地凑上来 拉车牵马 赵康笑问道 最近县里怎么样 挺好的 一切如旧 只不过就是大部分开支 都用来造大炮了 因此 账面上现在 其实没有多少钱 高全说道 赵康点了点头不在意道 没事 咱们要弄的东西 花不了多少钱 入城之后 叶洪雪这才走下马车 不少县民都认出赵康凑上 前来打着招呼 目光中都是担忧 他们已经知道了 赵康被贬成了平民 有人欲言又止 看着身边一众相亲 赵康笑了笑 诸位 知道你们想问什么 都别担心 在这原江县老爷 我还是老大 天王老子也只能排第二 赵康的话 让周围的县民安心下来 天还没变 如今原江县的那座县牙 早早就被拆除了 高全等人花费银子 给赵康盖了一间大宅子 赵康刚坐下没一会儿 这段时间一直在原江县忙活的杨钱 就立马赶来了 国师 赵康笑着让其落座 事情你都知道了 杨钱连忙点头 家父之前已经书信通知过下官了 那就好 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不用管我 需要的时候 我会让人通知你 杨钱明白 赵康接着问道 如今工厂里有多少大炮 石门 杨钱回道 自从铸造大炮的工艺成熟之后 钱国各地都建立了铸造大炮的工厂 原江县只是其中之一 钱国如今的财政如此紧张 就是在于80%的银子 全都流入了这些工厂之中 赵康询问 其他地方呢 幽州有12门 青州较少只有6门 江州有8门 算上国师打完仗之后带回来的 数量超过50 杨钱说着 有些无奈道 如今咱们铸造大炮的速度是赶上来了 但是没钱了 只能放缓进步 钱总是会有的 暂时能造多少就先造多少 赵康安慰一句 并没有去压力对方 工厂里面除了铸造大炮之外 还有炮弹这些 也都是费钱的东西 不然也不会有枪炮一响 黄金万两这个说法了 请国师放心 杨钱绝不会辜负您和陛下的厚望 见过赵康之后 杨钱就离开 工厂距离原江县可不近 现在粮仓里有多少粮食 账面上还有多少钱 赵康问高权道 高权对此门清 仓里粮食倒是不少常备着八万十 账面上能动用的银子 还有十万两 足够了 你去赵集县里会酿酒的人来 然后从仓里掉一千斤大米出来 张龙好奇道 老爷 你要酿酒 他也是个酒懵子 赵康笑一声 算是吧 打算提纯一些酒精 至于酒 以后 有的是好酒给你喝 张龙乐了 这感情好啊 两人屁颠屁颠地去办赵康交代的事情 一直没发生的夜红雪 这时候才问道 酒精是什么 你可以理解为 度数更高的酒 比之前点你喝的三两夜喝台子酒还高 估计就算是公孙云秀那娘们 恐怕喝一惊也会醉 赵康有些不确定地说道 十 在世公孙云秀那娘们超出了他的想象 这段时间 他都怀疑 这个书院院长 是不是有着战斗民族的血统 要不然 普通人能喝那么多白酒 还和没事人一样 夜红雪来了兴趣 你已经在酿两种好酒了 为何还要弄这酒精 赵康翘起二郎腿 这一嘛 是用来消毒杀菌的 也就是治疗伤口 酒精能治伤 赵康笑道 当然了 用酒精和蒸馏水一比三配比之后 就能得到医用酒精 我带人打仗的时候就发现了 虽然军中的军医 有着什么精疮药之类的 但是在消毒这方面上 还是比不了医用酒精 这就导致有些将士 明明只是被砍了一刀 完全不致死的伤势 最后随着时间和环境因素的影响 导致他们的伤口 溃烂感染病菌 最后死亡 如果有了酒精的话 能够降低这样的伤亡 说到底 还是零二牛那群家伙 让他们研究青霉素 结果跑去搞毒药了 要是有了青霉素 那就更不一样了 我敢说 至少可以让将士的伤亡率 降低三成 甚至更高 夜红雪 邓大美目 有些不敢置信 就听赵康又唏嘘道 没办法 既然暂时 弄不出来青霉素 那就只有先搞酒精了 而除了一用之外 这酒精 我还有另外一个作用 那就是用来做香水 香水 那又是什么 夜红雪此刻化身好奇宝宝 赵康泽一声 那可是好东西啊 成本低价格高 制作简单 用来卖给有钱人 再合适不过了 这香水涂抹在身上之后 就能让人身体产生一香 夜红雪听他这么一说 有些不在意道 那不就是和香薰作用一样 那有什么了不起的 傻瓜 这你就不懂了 香薰荷包这些玩意儿 一两个时辰就没味道了 我这香水抹上这么一丢丢 就能香上大半天 这又有什么用 赵康黑笑道 那些千金小姐洗个澡 都要撒花瓣 那些自诩志趣高雅的世家子 出个门都要沐浴焚香 把这玩意儿卖给他们 他们能不买账 好像有那么一些道理 夜红雪想着点了点头 他之前在景国身份地位极高 可以说得上是一名贵族了 自然知道 那些有钱人有多少包 这会儿听赵康这么说 不由的佩服 这家伙脑子里 怎么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 赵康一边说一边感叹 这天地下最好 赚的钱就是女人的钱了 哎 他眼前一亮 夜红雪道 你又想到啥了 却见赵康只是直勾勾地 盯着自己胸口看 嘴角的笑容 看起来是那么的淫荡 要不是自己男人夜红雪 都想一巴掌呼过去了 此刻不由的脸一红 大白天的 你看什么呢 赵康 我想到了一个好东西 将来一定可以 风魔万千女性 什么好东西 夜红雪被勾起兴趣 可以帮你把这里 变大的好东西 赵康拍着大腿 自己之前怎么就没想过 弄这玩意儿 见赵康指的方向 夜红雪哭笑不得 羞愤道 这不是天生的吗 还能变大 你不懂 我跟你说 书上说这玩意儿 是可以柔大的 走走我 帮你变大 这特么是哪本书教你的 夜红雪气得 一脚将赵康踹了出去 拍拍屁股爬了起来 赵老爷有些委屈到 又不是没摸过 再说了那天 玲珑都揉了 我这会儿揉一下怎么了 我没他揉得舒服 你去死吧 大宅的门被踹开 街上的百姓 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见他们赵老爷 惊慌失措地跑着 身后一名女子 踢着椅子追了出来 一顿揍 差点没把赵康史都打出来 赵老爷这会儿 心里有些憋屈 这以前吧 没有修为 让女帝陛下 跟夜红雪两人打狗一样打 这会儿好容易自己成高手了 结果还是在挨打 那我不白修炼了 再提那事儿 我就让你去投胎 提着衣领 夜红雪满脸通红 却是恶狠狠地说道 被堵在角落的赵康 连忙摇手 不提了不提了 再也不敢了 夜红雪这才松了手 两人这才慢悠悠地走回大宅 路上不少县民都看过来 大部分都用那幸灾乐祸的眼神 看着鼻青脸肿的赵康 气得赵老爷骂道 看什么看 没见过打情骂俏啊 打是亲骂是爱你们知道吗 老爷 夫人可真爱你 一人笑咪咪道 好你个刘老三 这么长时间 不见胆子肥了是不是 你特娘的 是不是还在卖小黄书 刘老三慌忙叫道 没啊老爷 我现在做的是正当生意啊 别以为我不知道 老实说 这几年挣了多少钱 嘿嘿 就一点点 不多的 刘老三谄媚地笑着 不多是多少 就一点点了 几百两 赵康吃惊 你小子可以啊 弄几本来瞧瞧 最近写了些什么 刘老三来劲了 慧生慧色道 老爷这可你问对了 我跟你说啊 最近咱们方向有所改变 诺这本我女王大人 是这个月的宵挂啊 还有这本女皇陛下的奴隶 那真是引人入胜 堪称必读之物 用以防中助性 再合适不过了 看着刘老三变戏法式的 掏出两本书 赵康和叶洪雪 都是目瞪口呆 拿过书翻了一眼 赵康气得破口大骂 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 没想到啊 你刘老三可以啊 挺话时代啊 都开始混字母圈了 这都是殿下的功劳啊 刘老三连忙道 赵康诧异 这跟萧玄策有毛关系 哎 老爷你不知道 这都是皇子殿下 来元江县的时候 给我的建议啊 他还说什么 皮鞭沾水滴腊捆绑啥的 刺激的不得鸟 这倒霉孩子 有这癖好呢 以前没看出来啊 赵康嘖嘖有声 一把姜书塞到了怀里 这种垃圾东西 老爷没收了 以后再买给你腿打断 滚吧 放过了刘老三 赵康两人回到大宅 斜眼看了赵康一样 女子咳嗽一声 然后不在意地说道 你刚才说 那个什么 变大 真的 赵康心里狼嚎一声 赶忙道 比真金还真 走走进屋 咱们好好研究 片刻之后 房间内 女子声音响起 刚才那刘老三 说的什么房中 助兴地说 拿来我瞅瞅 赵康吓了一跳 这还是不要了吧 我要瞧瞧 此处省略 2.25G一天过后 高全和张龙 按照赵康的要求 将一切都准备好了 赵康自然没有收到 什么皮鞭沾水的鞭打 这会儿带着人 搞着酿酒作坊 有了先前的经验 这次算得上是 轻车熟路了 教导着周围的酿酒工人 该怎么操作 等到众人上手之后 赵康就没再管他们 而是去用竹子 制作酒精提取装置去了 用白酒提唇酒精 并不算难 主要方法还是蒸馏 搭配生石灰提唇 至少要比酿酒来说简单 头一天 赵康只是制作了 几个酒精提取装置 第二天 才带着作坊的里的人 开始酿酒 等到酿出第一杯白酒 赵康尝了肠味 到确认无措之后 就开始让高全和张龙 加派人手 用白酒来提唇酒精 自然需要不少白酒 另外一边杨钱收到他的通知之后 也赶了过来 国师有何吩咐 赵康道 老杨 你给帝都传一封消息 我需要顶级的秀女 数量越多越好 让他们将人送来原江县 杨钱没有多问点了点头离去 既然赵康要那肯定有他的道理 随后 赵康又叫来纺织厂的厂长 纺织厂就在原江县内 之前 赵康弄出新式纺车 提升了纺织效率 这纺织厂一年 可是能给原江县 带来不少营收的 因此 原江县内虽然停了一些厂子 如玻璃厂啥的 但是纺织厂是一直在运作的 老爷 这段时间 咱们厂里弄出来的最好的一批布料 别卖出去 留下来 我有大用 赵康说道 厂长感兴趣地询问 老爷 您要做衣服 啥样式的 咱们厂里也看看啊 赵康疑惑 看这玩意儿干嘛 厂长嗨了一声 老爷您还不知道吧 咱们纺织厂 现在不光纺纱线不皮 也做衣服啊 您有啥好想法 赵康还真没想到 纺织厂也拓展业务了 想了想 大 这个技术上 你们暂时还驾驭不了 等我先弄出几个成品再说 说着 赵康上下打量了一眼纺织厂的厂子 老黄啊 上次我和你说的那种 透明的布料 这几年有没有进展啊 您之前说的那种 什么害思 老黄问道 赵康立刻兴奋道 对对对 这个倒是弄出来了 老爷 您稍等我去给你拿 我草牛逼 老子以后给你当个大官 赵老爷激动了 等到老黄拿来物品之后 赵康一把抢到了手里 仔细摸了摸 沙线紧密 竟他娘的还是肉丝 这要是穿在夜红雪身上 赵康摸了摸鼻子 还好鼻血没流出来 他扯了扯 觉得有些不对劲 又使劲扯了扯 顿时皱眉 老黄你这怎么回事 黄厂长疑惑 老爷怎么了 不符合您的要求 不是 这也没弹性啊 还有怎么扯不辣啊 赵康不满道 黄厂长猛逼了 老爷 您要把它扯烂干嘛 这不说明质量好吗 废话扯不烂的 那还叫丝袜吗 那不如弄个铁裤衩 重新弄啊 我再和你说啊 算了我给画出来吧 首先这重量要轻柔 这东西穿上去要舒服 其次要有弹性 要美观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质量一定要差 能有多差有多差 要能丝烂 明白吗 黄厂长看着赵康几笔画出来的图形顿了顿 老爷 您这话真够下流的 切 你个凡夫俗子 这不叫下流 这叫情趣 好好弄 搞出来之后 老爷赏你银子 好嘞 老爷您瞧好吧 黄厂长兴冲冲地离开 赵康连忙追着道 别忘了颜色呀 黑的还有只肉色的 白色的也要啊 哼着小曲 赵康转回小作坊 这会儿心情十分美丽 这嗨思要是能搞出来 先别管卖不卖的出去 自己的四个大美人穿就够了 回到作坊中 听说白酒已经酿出十来斤了 赵康开始提纯酒精 正当他废寝忘食工作的时候 沿江县城门口一辆马车 经过这么些天 终于来到了沿江县 看着那高耸的城墙 驾车的李先生感叹一声 不容易啊 没有地图接连问了几天路 跑错了三条道 这才从一个商人口中 打听到了正确的方向 这城墙这么高 全是个县城 真叫人惊讶呀 李先生到了吗 车厢中响起了公孙云秀的声音 李先生赶忙回话 院长 到了 公孙云秀这才走下马车 那独特的气质 顿时就吸引了看守城门的人 一人小跑上前来 两位从何而来 公孙云秀没有说话 李先生想着路上公孙云秀的吩咐 就到 我们是外地商人 路过此地 想要歇息休整一番 一听说是商客 守城的人眼睛地亮了起来 来这边登记 随即给对面的同胞使了个眼色 后者慢悠悠地走进城 一群黑心导游 正在门口蹲守着呢 来肥羊了 最近县里财政紧张 所有套餐给我上齐了 明白 这次我亲自出马 一名青年撸起袖子 往守心吐了口唾沫一撮 随后抹了抹两病 自信地走上前 青年身份可不简单 乃是原江县黑心导游之王 名叫云颠 曾经创下过一天 接待十拨客人 宰了三百两银子 被赵康 授以优秀先进员工的至高荣耀 这会儿 公孙云秀和李先生 已经拉着马车走来 看见那一袭白衣的公孙云秀 云颠只是略微停顿脚步 随后就走了上去 作为一名合格的黑心导游 还是当中的王者 他的心 早已经被赵康调教的 和铁秤驼一样冰冷 只有白花花的银子 才能使他融化 公孙云秀两人 就见一名青年 向自己两人走过来 脸上 带着无比和煦的笑容 让人如沐春风 不由地对着原江县的县名 产生了不少好感 看两位穿着 应该是第一次到本县吧 云颠打招呼道 李先生好奇 你怎么会知道 云颠微笑 当然了 如先生这种儒雅之事 身边这位小姐 如此天人之姿 在下要是见过 就绝对不会忘怀 因此可以肯定 二位应该是第一次来 李先生听得舒服 心中对这原江县 更是多出了许多好感 公子夸奖了 听到李先生这么说 云颠心中顿时有数 这些年来 见过这么多商人 可没谁叫他公子的 这两位是知书达理的类型 他直接行了个书生理 哦 忘了自我介绍 在下云颠是这原江县的导游 我代表原江县 热烈欢迎两位的到来 公孙云秀 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 也不免得有些新奇 开口询问 这位公子 敢问何为导游 云颠从容不迫 微笑道 导者隐也 曾经老爷赵康 还在原江县做官的时候 就曾教导我们 对待外地游客 我们要用尽一切去帮助他们 引导他们领略我们 原江县的风土人情文化习俗 在下这个导游 就是引领两位游览本县的人 以免二位麻烦 甚至是有不良之人见你们 是外地的 就宰客 原来如此 公孙云秀 只感觉自己长了见识 以往去陌生的地方 的确多有不便 要是遇上冷漠的地方乡民 连问路 都懒得跟你说 这原江县设导游 与人方便 不俗 李先生笑道 那就麻烦公子了 云颠笑着 不麻烦 带着两人走进城 立刻停车场的老头 就冲了上来 云颠道 帮两位贵客将车顾好 准备最好的马办 乐师 草料 还有按摩师傅 另外检查好贵客的马车 看看有没有什么 需要修补的地方 车轮抛光打油 裹两层轮胎皮 老头立马会议 放心吧 一切交给咱们停车场 这暗号一样的对话 直接给李先生 和公孙云秀整猛逼了 两人看着云颠 李先生问道 云公子 你们是在说 云颠立马道 先生惊讶实属正常 这是本县的特色服务 将你们的马车 交给停车场 停车场会安排 最好的草料 喂食马匹 此外还给马匹 准备了乐师听取 按摩 血统优良的骏马 做陪伴 而车厢保养 更是非同一般 你们看你们 马车上车轮 镶嵌车钉子 平时跑起来 是不是十分颠簸 公孙云秀点了点头 木车车轮 一般选用硬度高的木头 外边包铁 免得没跑几下就废了 这就导致马车 跑起来很颠簸不舒服 云颠咧嘴一笑 本县发明了轮胎皮 用瘦皮包裹在轮胎表面 可以减少颠簸 再给车轮上游打磨 让车轮滚动起来 更加丝滑 此为马车保养 公孙云秀 两人震惊了 居然服务得如此周到 这也是赵康赵大人教你们的 公孙云秀问道 云颠点了点 我们老爷说过 一定要让来到原江县的客人 享受到最极致尊贵的服务 无论是谁来到原江县 那就是本县最尊贵的客人 没钱的除外 云颠心里说了一句 李先生摸着胡须 活了这么大半辈子 这还是 头一次见识到这种事情 这原江县果然不凡 云颠微笑 请罢两位 放心车辆停在停车场 不会有事 二位可以先清点一下贵重物品 等到离开的时候确认 但凡有遗失 本县都会负责到底的 公孙云秀开口 不必了 能有如此周到的服务招待 又岂会贪恋区区财物 云公子麻烦你引路了 带我量好好看看这原江县 来 李先生 小姐品尝一下 这是我们原江县地道小吃 切糕 你看这上面的用料 葡萄干 核桃仁 大枣蜜饧等等 这些用料 我们原江县的商贩 用的都是最好的 从来不加添加剂 添加剂 李先生感兴趣地问道 我们老爷说 就是一种加在食物里面 会让食物的味道 变得更加可口 但是对人体有害的物品 云甸想了想回应道 李先生点了点头 长见识了 卖切糕的老板 一看是云甸亲自导游 瞬间明了 二话不说 两刀下去 直接切了两大块 都没有提前的事情 公孙云秀连忙道 吃不了这么多 哎 小姐没事的 云甸立马开口 这切糕容易保存 就算吃不了 用袋子穿着 也可以存放许久 两位难得来一趟我们原江县 可以当作土特产带回去吗 公孙云秀一想 这倒也是 便让商贩 将切糕分成了小份 用袋子装好 多少钱 他询问道 这云甸能让他知道吗 这一问价格 那肥羊还不跑了 他赶忙道 小姐 不用着急结账的 你们是远道而来的贵客 我们赵大人说了 对于贵客 完全可以先消费后结账 之后 咱们再把账单合计一下就可以了 公孙云秀和李先生都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合理的 两人都是周国书院的读书人 而且是名声很大的那种 出身士族门阀 自小不愁吃穿 先有亲自上街购买东西的时候 公孙云秀掀起面纱 尝了一块切糕 不由得有些惊奇 这么甜 比以往吃过的甜食都要甜上许多 云甸微笑道 这是当然了 我们原江县用的糖 那都是本县出产的白糖 这种糖比之前所有的糖味都要甜 白糖 李先生若有所思地呢喃一句 吃过了切糕 云甸继续带着两人逛街 只是很显然 无论是公孙云秀 还是张先生的购买欲 都并不强烈 这让云甸感觉到有些可惜 当下眼珠一转停下脚步 两位 不妨去参观一下本县的工业区 工业区又是什么 这次是公孙云秀主动询问 云甸微笑道 在本县有多个工厂 分别出产白糖 红薯面粉 仿线 等等这些工厂所在的地域就被规划为工业区 公孙云秀顿时来了兴趣 老请公子带路 他这一次受张胜邀请 本就是来全面了解原江县的 有这个参观的机会 可是求之不得 至于那学校可以过话再去 三人走了大半天来到了工业区 如今除了铸造大炮和水泥的几个工厂 不允许参观之外 糖厂纺织厂这些都是 已经被允许向外人开放的 一来让提高外地商人 对原江县工厂信服力 二来这些玩意儿 外人想要学那也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学会的 完全不用担心什么 并且 现在这些规模小的厂子 赵康已经看不上了 他准备吸引商客 扩大厂子的规模 三人进入工业区中 公孙云秀和李先生看着手中的票 不用他们询问云甸就解释道 这是门票 这个参观也是需要收费的 公孙云秀两人都没有说什么 跟随云甸走进了工厂中 众人先来到了面粉工厂 就间大厂棚中 数百号人正在加工面粉 对他们的到来没人大理 李先生见工人嘴上都蒙着一块不便问道 云公子 他们戴在脸上的是什么 那是口罩 云甸开口道 面粉毕竟是吃的东西 在加工制作的过程中 赵大人要求一定要卫生 咱们大人啊 那可是最注重个人卫生的了 这些工人每过两个月 县里的医药所的大夫 就要来给他们体检一次呢 就怕有什么异病 何该如此 公孙云秀点了点头 异病的危害极大 尤其是在这医学并不发达的时代 一个传染性疾病 就能要了成千上万人的性命 马虎不得 几人参观着工人 加工制作面粉 当公孙云秀 看到一群工人 正在制作红薯淀粉 顿时有些惊奇 云公子 这种古物是什么 为何我以前从未见过 这也可以用来制作面粉 这是红薯 云甸解释道 是我们赵大人发现的神物 此物可以说是浑身都是宝 而且亩产极高 现在经过县里的庄稼好手研究 已经能够达到 亩产千金以上 此物解决了我全国数十万人的温饱问题 想当年这红薯第一次收获的时候 那女帝陛下 和帝都的文武百官那 可是都来参观的 听到亩产千金 李先生直接眼睛一凸 亩产千金 云公子你没有吹牛吧 当然没有 红薯种植田就在城外 李先生要是不幸 待会可以前往参观 云甸说道 公孙云秀 两人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不敢置信 虽然是读书人 但对于农作物产量 两人并非不懂 亩产千金的粮食 在之前可是从未听说过 在云甸的带领下 两人走遍了整个工业区 足足三个时辰 然而公孙云秀和李先生 却没有感觉到疲惫 反而越发地感兴趣 眼见天色江黑 云甸笑道 两位 今天不妨先到这 我给两位安排了本县最好的酒楼和席面 先去添下肚子 这么长时间 两人都还真有些饿了 那切糕太甜了 虽然味道不错 但是不怎么合乎两人的胃口 同意的云甸的意见 三人来到了原江县中心 云甸笑道 这酒楼 乃是咱们赵大人投资创办的 里面的厨子手艺绝佳 一定会让二位大饱口福的 多谢云公子了 没半小时 一桌色香味俱全的美食 被酒楼小二摆好 原江县的厨子 那都是重油重盐 味道自然不用多说 就算是公孙云秀 此刻都有些食指大动 云公子请坐 他招呼道 云甸却摇了摇手 多谢小姐好意 但在下只是一名导游 可不敢与贵客同桌 二位请自便 过会我再来 公孙云秀 心中不禁感叹 想不到这原江县人素质如此之高 云甸离开后 李先生看向公孙云秀 院长 没想到这钱国 居然还有 如此堪称世外桃源之地 这便是我要来看看的原因 公孙云秀 恩了一声 差一不俗啊 李先生又道 白糖此物 在下曾经在一名商人手上见过 没想到 居然出自这原江县 那白糖在我周国一斤 都卖到了二两银子 并且是有价无市 不止如此 公孙云秀轻声道 原江县的工业区 不光是出产之物价值极高 而且还能为原江县 解决大量的无业百姓 张先生给我的书信中说 在原江县家家户户 都有人在工厂劳作 李先生一愣 那农间劳作怎么办 公孙云秀佩服道 这就是国师赵康的高明之处了 张先生在信中说 原江县的土地 都是百姓持有的 家中妇女在纺织厂劳作 轻壮劳力 就在田间耕种 以此增加了百姓的收入 土地间不得私下买卖 杜绝了地主氏族购买田地 然后再租给农户的可能 所以 在这原江县 见不到任何一名地主 李先生差异 竟然还能如此 赵康的远见 不是你我能够想象的 先吃饭吧 等会问问云甸知不知道 原江县义务教育的事情 李先生 想了想 随后小心翼翼地问道 院长 如果这原江县 对百姓的义务教育是真的 您真要 为何不呢 公孙云秀反问 李先生唯唯诺诺道 那要是这样 不等于叛国吗 公孙云秀笑了笑 我公孙云秀虽是周国人 但更是一名读书人 如果真能让世间所有人 无论男女老少 都有读书的机会 那么是周国还是钱国 我都无所谓 李先生不再说话 他的年龄 虽然比公孙云秀 要大上十几岁 但他却拜公孙云秀为办师 知道自己这个老师的脾气 吃过了饭 天色已经完全黑了 公孙云秀叫来云甸 询问了一下学校的事情 云甸笑道 小姐想要参观明日一早 我带二位去便是 这会儿 学校都已经下课了 李先生挑眉 这个时候就下课了 云甸点头道 学生上课的时间 都是有规定的 是那位学校校长和我们赵大人 一同商议后制定的 原来如此 那明日就还得麻烦云公子了 公孙云秀歉意道 云甸心里乐开了花 不碍事不碍事 房间都给两位安排好了 要是有什么需求通知 店小二就是 再不寄 就让店小二去叫我 好的 住进了房间之中 看着装修雅致的客房 公孙云秀 很是满意 随后就看到了卧房之中的马桶 他自认学父五车 但可还真没见过这东西 刚要研究一番 房门就被敲响 随后就见李先生 一脸兴奋地过来道 院长 这原江县酒楼的房间 居然有口井 公孙云秀诧异 房间里有口井 对 还会冒水呢 哎就是这 而且 这井口也不知道 什么石头做的 冰冰凉凉的 我舔了一下 好像是陶瓷的 真是奇怪 李先生指了指马桶走过去 拉了拉绳子水 咕嘟咕嘟地冒了出来 有趣 这井我还真没有见识过 公孙云秀也来了兴趣 不过只是微微弯腰 并没有像李先生一样 蹲在马桶旁边 就见李先生拿起桌上的茶杯 接了杯水 尝了一下眼前一亮 此水清裂甘甜 用来泡茶 定是极好 院长您尝尝 公孙云秀点了点头 拿起一旁的杯子 刚要学着李先生的样子 去接水门外 走近了一人 两人回头一看 发现是店小二 两位贵客没打扰到你们吧 没有 小二哥有事 李先生问道 店小二笑 我是来给两位送茶水的 放下茶水店小二刚要走 随后想起什么 又回身来 对了两位贵客 忘了 和你们说啊 你们是第一次来 那个马桶就是本酒楼的公筒 你们要如此的话 坐在上面便可以 方便之后 一拉绳子 就会有水冲出来 把会晤冲走 刷一下 李先生的脸白的和死了七天一样 顿了顿指着马桶 你说的公筒 不会是这个吧 他心里不断祈求 千万不要是这个 千万不要 然而 店小二却和蔼地笑了一声 用力点头 对 就是这 啪一下 李先生就坐到了地上 店小二吓了一跳 贵客怎么了 公孙云秀默默放下了杯子 淡定道 没事 多谢你提醒了 繁华热闹的街道 李先生很郁闷 虽然竖了几十次口 但他还是感觉到 嘴巴里有味道 他只感觉自己的人生 此刻一片黯淡无光 想死的心都有了 李先生 听到有人叫 他回头看到是云巅 便露出了一个笔窟 还难看的笑容 云公子 李先生这是怎么了 云巅好奇道 摄人怎么了 白天的时候还好好的 怎么晚上就跟死了爹一样 没 没事 云公子请问 哪里有酒馆可以喝一杯 他现在很想要戒酒消愁 云巅一听 顿时来了精神 那肯定是怡红怨了 李先生皱眉 妓院 虽然说逛妓院 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但让公孙云秀知道了 多少有些不好 云巅立马道 那可不是寻常妓院 那是能够让人忘却烦恼的地方 走走李先生我带去 等到被云巅拉着半推半就地走进了怡红院 顿时李先生就感到自己打开了新世界 昏暗的灯光 致使气氛显得有些隐匿 远方的台上 十几名乐师欢天喜地地演奏着从没有听过的乐曲 声音很大 还有个穿着清凉的女子 拿着个扩音器的造型的大喇叭 嘴里喊着什么 让我们造起来宝贝 虽然听不懂 但她还是大受震撼 而在四周一个个长腿细腰的女子 对着一根竖着的棍子 做着各种诱人的动作 让人血脉喷张 高台下方 一个个原浆献明 在那摇头晃脑 犹如群魔乱舞一般 看得李先生眼睛都直了 这不像话 这不像话 喧嚣的场所 灯红酒绿 躁动的人群和乐曲 构成一幅群魔乱舞的景象 李先生拿着酒杯 看着台上那摇头晃脑 扭动身躯男男女女 他心中唯有惊讶 没想到 在这原浆县 居然还有这么个 礼崩乐坏的地方 只是他没发觉 他的腿不自觉地 跟着台上琴师弹奏的调子 不自觉地抖动着 来来来 好好陪李先生喝酒 云颠出现 身后还带着三四名 先前对着肝子扭动的 钢管舞女郎 李先生下意识地 向一边躲去 这会儿 心中还不断告诫 自己是读书人 要恪手礼教 云颠看出他的拘警 立马拿起酒杯 和李先生碰了一个 凑劲道 哎呀 都到这了 怎么还闷闷不乐的 不 不是 就是有些不太习惯 李先生抢笑一声 喝了杯中酒水 云颠心里冷笑一声 我管你习惯不习惯 哥们只管 让你花钱就行 他向李先生 靠拢一些方便说话 李先生啊 你要知道 人生苦短 当及时行乐啊 我知道你是读书人 一时间放不开 但你要想啊 人啊 不能光工作 不于乐不适 咱们得劳逸结合 该做学问的时候 好好做学问 该玩的时候 那就尽心地玩 你说是不是这个脸 李先生听着 心中觉得 云颠说的话 的确有几分道理 自己读了三十多年的书 虽说每天 对着那些书籍 不曾觉得枯燥 但这么长时间了 的确也该接受一些新鲜事物 这一宏愿虽然看起来荒唐 但却并未见有什么恩客 和花女的男女之事 或许是自己酒居周国 不知道这前国的青楼娱乐方式 便是如此 想着 李先生打着胆子 拿起酒杯 和几名钢管舞女碰了一杯 几女娇笑连连 纷纷拉着她 摇头子喝酒 弄懂了玩法之后 李先生顿时来了兴趣 一壶酒很快见底 云颠笑容莫名 李先生 要上酒不? 上上上 脸色微红的李先生 叫着 云颠立马让人右端上四五壶酒 几人喝了个痛快 李先生是贺高兴了 一口一个云老弟的叫着 云颠也一口一个李老哥的回应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俩是什么好兄弟 一名女子 一把拉起李先生的手 李先生 我们去跳舞啊 看着台上那些扭动身躯的人影 头脑有些晕呼的李先生 只感觉到 意识之中 似乎有着某种冲动 云颠近在他的眼瞳里 好似看到了一团火焰在燃烧 曾几何时 我李之秋 何尝不想 成为一名伟大的舞蹈家 跳就跳 谁怕谁 走走走一起 拉上另外一名女子跑上了台 身穿青衫长袖的读书人 此刻摇头晃脑 听着台上女子一口一个的宝贝 笑得那样开心 全然没有了 先前捂着脸 不断说着不像话的古板姿态 台下的云颠 则掏出账本 计算着今天公孙云秀两人的花费 片刻之后 合上了账本 神色感叹 端起酒杯喝了一口 这也就是 我云颠了 换做其他人 乃能载出这么多银子来 至于公孙云秀和李之秋 两人有没有前赋 云颠全然没有在意 你瞧瞧他们两人的穿着打扮 走路时透出的气质 那能是穷逼 别的不说 就拿女人手里的玉销 那也能值得一两百两银子 还有那豪华马车 他们会没钱 闹闹 我云公子这双眼睛 那可是有毒的 看人一看一个准 一日正午 酒楼大厅内 公孙云秀吃着午餐 一上午了 终于等到了宿醉的李先生 揉着眉心出现 昨晚喝醉了 公孙云秀问着也有些好笑 不就是喝了点马桶水 至于去借酒消愁 李之秋老脸一红 他虽然醉了 可却不是什么都记不得 昨夜的疯狂 可是还历历在目 依稀记得最后 自己抱着那几名跳舞的女子 又轻又啃 这不像话 这不像话 先吃点东西吧 吃完咱们得去学校见张先生了 公孙云秀没有追问什么 李之秋向来老实 就算是喝醉了 也不会做什么出格的事情的 自己很放心 就在李之秋吃着东西的时候 云巅来了 笑着和两人打招呼 李先生 李小姐早啊 他理所当然的将公孙云秀 当成是李之秋的女儿了 公孙云秀也没有说什么 只是轻轻点头 李之秋却是神色一变 对着云巅几眉弄眼 云巅立即会议表示 昨天的事情 自己一个字都不会往外说的 李之秋这才松了口气 心中暗道 不愧是我的好老爹 等到李之秋用膳完毕 公孙云起身对云巅道 云公子 你算一下我们的花费吧 云巅一愣忙询问道 小姐是要结账吗 对 结账吧 李之秋赶忙跑回房间拿行囊 里面装着银票 云巅文言有些可惜 只不过对方既然这么说 他也没有再坚持什么 随后掏出了随身的账本 开始算账了 切高两斤 每斤一两银子 一共二两 听到这公孙云秀微微皱眉 那甜腻的糕点居然这么贵 可不是什么人都吃得起的 看来自己后面得少买了 工厂参观门票十两银子 两人一共二十两 李之秋一愣 参观工厂还要钱 云巅笑道 当然了李先生 那些工厂哪能让你们随便参观 要知道 厂子里可是涉及到工厂的工业技术的 这是必须要收费的 公孙云秀恩了一声 云巅又道 酒楼上好客房一间五两 两间一共十两 席面一桌三十两 公孙云秀美目瞪大 客房五两银子一间 一旁的掌柜的立马笑脸盈盈 贵客 本酒楼可是本县最大最好的酒楼了 平日里那客房可都紧俏着呢 这就是云老弟通知 我才给你们留的两间呀 李之秋咽了口唾沫 那昨晚吃的那些东西 怎么居然要三十两 也没几个菜啊 本店菜肴都是明码标价 昨天可是给你们上了八荤八素外加 八个冷盘一盅乌鸡汤 你们可是都吃得干干净净的呀 公孙云秀和李之秋互看一眼 都觉得事情好像有些不对劲了 公孙云秀和李之秋两人是大眼瞪小眼 心里都有些紧张起来 那这一桌 公孙云秀问道 酒楼掌柜笑呵呵道 这一桌嘛 五两银子 李之秋顿时一阵肉疼 随后就听云巅开口 李先生昨晚一红院消费酒水八壶 每壶五两银子一共四十两 点赔酒五女四人 一人二十五两 公孙云秀惊了 看着李之秋 你昨晚逛青楼去了 还花了这么多钱 不 我没喝这么多酒啊 李之秋猛逼了 哎 李先生 你怎么这样 云巅开口道 昨天在一红院 上的酒 那可都是你说上 我才让人上的呀 不对不对 我绝对没有喝这么多酒 而且 干什么陪酒五女 是怎么回事 怎么就点了陪酒五女 还一人二十五两银子 云巅择一声 怎么了李先生 你难道忘了 昨晚陪你跳舞喝酒的那四位美人 你 跳舞 公孙云秀目瞪口呆 隐约间觉得自己 好像是错过了什么 没 哎不是跳了 也不是 这 我说不清了 李之秋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云巅还算着账 马车保养五两银子 草料加上马半月师按摩师 一共五两 停车费一两 也就是十一两 哦对了 还得加上我的导游费五两 李之秋用手指着云巅 一脸不可置信 你你你 云公子 你也要收钱 李先生这话怎么说的 在下昨天陪着你们二人 在本县走了将近四五个时辰 也就赚点辛苦费而已 当然要收钱了 刷刷几下 云巅算好了所有的账 好了两位 一共二百三十一两 给你们抹个零 一共二百三十两 多多 多少 李之秋颤抖着声音询问 公孙云秀瞳孔一缩 看着李之秋的包裹 里面好像有多少钱来着 一百还是两百 应该够的吧 一共二百三十两 云巅微笑道 李之秋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 怎么这么贵啊 云巅连忙道 李先生 咱们所有的东西 那可都是明码标价的 每隔三天官府都要来检查的 咱们主打的 就是一个绝对的同手武器 结账 公孙云秀稳着心态 院长 李之秋都快哭了 公孙云却依旧到 结账 没办法 吃的吃了 睡的也睡了 就算想赖账 都没有办法 公孙云西只祈祷着 李之秋那行囊里 带的银票足够 李之秋颤颤巍巍地 打开身上的行囊 从中拿出了 几张银票 递给了云巅 云巅接过看了看 随后脸上的笑容 戛然而止 看着李之秋和公孙云秀 小声 这 两位 这也才一百五十两 远远不够啊 李之秋悲愤道 这是我们所有的钱了 我操 云巅顿时猛逼了 你们两人加起来 就这么点银子 什么叫就这么点银子 这一百多两还不够 这能买多少笔墨纸验 叶之秋叫着 诚然公孙云秀 两人身上带的钱 真不算少了 即便以晚清时期 一百两银子的购买力计算 一百两银子 差不多就两万软妹币 这一百五十两 也就是三万多块了 这点银子 放在一般的州府 一些老百姓 恐怕到死 都见不到这么多钱 就算在州国 一百五十两银子 那也能够 让李之秋 舒舒服服地 过上小半年了 但他娘的 谁能想到 来到这原江县 到这会儿 还没一天的时间呢 就花没了 反而还欠着八十两银子 草 云巅发出一声愤怒的吼声 面容扭曲地 看着李之秋和公孙云秀 黑导游之王 此刻 只感觉到 被人侮辱了 终日打鹰 没想到 今天居然被鹰灼了眼 这是两个穷逼 自己好容易 亲自出手一次 居然被两个穷逼给骗了 这将来 老子还怎么在导游借换 底下小弟 怎么看自己 身败名裂 身败名裂啊 你你你 你要干什么 看着面容扭曲的云巅 李之秋顿时吓了一跳 这家伙 该不会要杀人吧 云巅愤怒道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法子 赶紧给老子凑钱出来 他妈的 你们两个穷逼 气死老子了 公孙云秀 也惊异云巅态度转变的 居然如此丝滑 却也心中无奈 只能将腰间的 玉巅抽了出来 云公子 你看此物能抵押多少银子 云巅这才脸色好看一些 结果玉巅 让店小二拿去当铺 很快店小二回来了 当铺掌柜地说 那玉巅 可以当十两银子 还差七十两 妈的 老子还以为是什么珍贵美誉呢 云巅扭头看向两人 公孙云秀两人互看一眼 都有些苦逼之色 公孙云秀硬着头皮道 这个我们来得匆忙 并没有带太多的钱 能不能容我们回去取 云巅皱了皱眉 你们从哪来的 公孙云秀道 周国 所以 你的意思 是我放你们回周国取银子 云巅气笑了 公孙云秀 可以吗 你觉得呢 他妈的 知道周国离咱们前国有多远吗 你们要是去了不回来 老子找谁要钱去 李之舟也怒了一拍桌子 大胆 公孙先生 来是我周国院长地位尊崇 你怎敢如此放肆 周国院长 云巅了愣一下 随后呸了一声 我管你是谁 周国人了不起啊 今天拿不出钱来 你们两人谁都别想走 公孙云秀无奈 自己这个周国院长的身份 在这钱国 根本就不管用 李之舟也有些慌乱 小声道 院长 要不咱们找找张胜先生吧 张先生好像也是个兜里没钱的主 公孙云秀叹气道 李之舟一想还真是 张胜虽然之前名满天下 但是出身寒威 虽然说在周国地位崇高 但还真没什么钱 当然 他也用不着什么钱 出行 有的是达官显贵八件 就跟如今的公孙云秀一样 名声很大 但人很穷 足足一个多时辰 一屋子的人大眼瞪小眼 云巅怒骂了一声 他妈的 看来你们两世 拿不出钱来了 公孙云秀和李之舟苦笑一声 今天这事要是传出去 自己两人 恐怕也要身败名裂了 云公子 那些的确是我们所有的钱了 现在我两人身上 的确没什么钱了 您看怎么办吧 李之舟可怜兮兮地 看着对面的云巅 希望对方能够看在 昨晚两人一起畅饮 且兄弟相称的情分上 给个面子 但作为赵康亲定的黑岛游之王 云巅的心 早已经磨练得如钢铁般冰冷 他冷笑了一声 没钱了 好办 掌柜的 让这老小子 在你酒楼里刷盘子 现在还差七十两 什么时候刷够三十五两的盘子 什么时候放你走 李之舟一听 灯石气炸了 老夫堂堂读书人 周国大儒 你居然让我去刷盘子 老夫绝不答应 云巅冷笑一声 不答应是吧 来几个人 刷一下 酒楼里跑堂的小二 全部围了上来 李之舟一看 顿时耸了 有话好好说 君子动口不动手 我们是小人 再问你一边干不干 再他妈唧唧歪歪 让你刷马桶 云巅喝道 李之舟一听 立刻小鸡啄米式地点着头 干干干 不就是盘子吗 我刷 比起刷马桶 显然刷盘子要好一些 起码不臭啊 李之舟想了想道 云公子 盘子我一个刷就行了 别难未愿 张 云巅却是不爽道 少废话 今后好好干你的活就是 一个人刷盘子 七十两 你得刷到什么时候去 给你十年也不够啊 我草 一个盘子多少钱 李之舟害怕了 酒楼掌柜笑咪咪道 那些欠了咱们县里钱的 来本店刷盘子还债 一个一文钱 李之舟顿时只感觉眼前一黑 贪坐在了地上 三十五两 那岂不是要我刷一千一万 要我刷三万五千个盘子 酒楼掌柜的笑咪咪道 还得扣出你的伙食费 住宿费呢 诺那边 那个家伙看见没 叶之舟顺着看过去 就见一名神色木讷的男子 动作马里地收着空桌上的餐盘 掌柜的淡淡道 那家伙前年来到咱们县的 欠了县里二十两银子 刷盘子两年了 还没还清呢 以他的工作进度 加上扣出的伙食住宿 再有两年就还清了 叶之舟往后一栽 直接晕了过去 公孙云秀面色冷静 看着面前的一群人 片刻后开口 琴棋书画我都很精通 尤其书法卖的价格很高 了解 放心 我们赵老爷明文规定 不得避量为常 咱们不会强迫你接客的 在怡红院 当阅师可比刷盘子舒服多了 估计各把阅你 就能还清了 云甸淡淡道 至于书法 县里的纸擦屁股都不够用呢 你就别浪费了 李之舟一下子坐了起来叫着 我也会抚清 我也会 我不要刷盘子 我要回家 呜呜 云甸毫不客气地喝道 你个大老爷们 弹琴有谁看 老是刷你盘子 说完 云甸看向公孙云秀 走吧 公孙云秀看向李之舟 后者满眼泪花 院长 好好刷盘子 等我攒够钱就来救你 自己也是自身难保 公孙云秀 无奈只能安慰了一句 想不到 自己也沦落到脉衣 生活不易啊 云甸带着公孙云秀走了 李之舟面如死灰 看着周围的人 这原江县 简直就是魔窟啊 带他下去刷盘子 掌柜地说道 店小二笑嘻嘻地 招呼着李之舟快走 这时候 酒楼外走近一个人 掌柜地一看 立马迎上去 哎呀老爷 您怎么来了 赵康打了的哈欠 整点吃得来 妈的一天 弄酒精弄得老子头都大了 这就来这就来 小二赶紧的 老爷来了 给我上最好的酒菜 小二立马答应 一声 对着李之舟指着里边道 进到里边去 厨房就在里面 和伙夫说 你是来刷盘子就行了 哦 绝望的李之舟 回头看了一眼 他听见了掌柜的那声吆喝 在这黑心酒楼里 要最好的酒菜 那家伙 一定是个有钱人吧 看着赵康年轻的面容 成为打工人的李之舟 心中那叫一个艳羡 要是自己也有钱 哪里用得着刷盘子还债 赵康也看了他一眼 只是匆匆一眼 李之舟就茫然地走向了厨房 哟 这人长得挺有气质啊 看起来像是个读书人 赵康则一声道 掌柜的嗨了一声 老爷 这读书人有个屌用 这家伙是个穷逼 云甸带着他们吃喝了一天 今天结账结果没钱 这不云甸安排 来咱们酒楼刷盘子还债了 嘖嘖嘖 真够惨的 云甸那周八皮出手 他得刷到什么时候去 赵康有些幸灾乐祸 掌柜的奸笑一声 三十多两 够他刷到明后年去了 赵康想了想 你这酒楼里刷盘子的也够多了 让他刷两天 然后通知高全 让这家伙去水泥场 半水泥去 那地儿圈首 先说好人还债归还债 住宿伙食给人安排好了 不吃饱睡好 他们怎么有力气打工 老爷放心 咱们的标准一直在提升 从未下降 掌柜的拍着胸脯保证 赵康这才放心下来 去享用自己的美食了 怡红怨 雪衣惊叹无比地 看着面前的白衣女子 周围的女人 那更是一个个羡慕极度恨 就是云甸也都有些吃惊 没想到公孙云秀面杀下 居然是这么绝艳的一张面孔 不得了啊 不得了 这脸蛋 这身段 这气质 云甸你小子从哪拐来的 雪衣围着公孙云秀转了一圈 她眼睛都在放光 这要是登台去跳钢管舞 那县里的那些人 还不拿银子 把这一红院砸垮了 云甸挑眉道 雪衣啊 我先说好啊 这位小姐是打工还债的 除非她愿意 否则不得安排她接客 或是跳舞 她会弹琴 你安排她做个琴师就行 泽泽 这就可惜了 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只要她不愿意 就绝不会让人动她一根头发丝的 雪衣有些惋惜 但没办法 赵康可是下了死命令的 她还想好好活着 听到二人的话 公孙云秀也松了口气 毕竟是来卖一打工还债 而且还是在青楼 不安全 云甸走了 一群女人立刻围了上来 哎呀 这姐姐长得真好看 是啊 恐怕只有咱们老爷的夫人 能够比得上了 说得像你见过老爷夫人一样 真的 我昨天上街买汁粉的时候 就见过呢 夫人还和我打招呼了呢 说让我盯着老爷 她要是来一红院 那就去报告夫人 这辈子 还是第一次来青楼场所 但公孙云秀非是一般人 在确定了自己的人身安全 有所保证之后 就完全不紧张了 雪衣笑音音地道 姑娘别害怕呀 我们这是正规场所 绝不会逼梁为娼 除非你愿意想要多挣银子 否则呀 是绝对没有人敢动你一根手指头的 姑娘叫什么名字 公孙云秀想了想 自己还是要脸的 真名就不说了吧 她道 云秀 云秀啊 好名字 雪衣摇着桃花扇 云秀姑娘啊 先前云颠的小子说了 你是打工还债 在咱们一红院呢 最挣钱的自然是陪酒的姑娘 客人要点一个给五两银子 公孙云秀猛逼 不是二十五两吗 那是外地人的价 雪衣道 公孙云秀心里呵呵一笑 原来李之洲 昨天是被人当成冤大头了 其次呢 就是跳舞的姑娘 客人点五是三两银子 你既然要做乐师 那么每天除去食宿 我给你开一钱银子 你觉得如何 公孙云秀有些诧异 一钱银子 一钱也就是一百文 这么说 这一红院的乐师 一个月下来能挣三两银子 这可比普通乐师 挣得多多了 雪衣顿了顿 你要是不愿意 那就两钱也行 这啊 还是云秀姑娘 你长了这副仙子容貌 能为这一红院 招揽不少生意 食宿我给你包了 也不抽你的钱 如何 包食宿一个月六两银子 这要还清三十五两 得干上小半年啊 公孙云秀犹豫了一下 开口问道 那要是有客人点取 那是多少银子 我能得到多少 雪衣眼神有些古怪 周边的女子也同样 一人娇媚笑道 来咱们这的 点跳舞的点九点女人的不少 可还从没有人点取的呢 就赵老爷说的那些曲子 那特么也是人听的 什么不要求声音多好听 但声音一定要大 不求曲子有多好多妙 只要一个词 够暴躁 谁吃多了 单独点这种曲子 公孙云秀还有些不解 只是等到雪衣让乐师 开始弹奏他们怡红院的舞曲之后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 公孙云秀傻X了 整个人待在原地 有些双目无神 雪衣满脸期待道 怎么样 应该不难学吧 好半天 公孙云秀才难以置信地开口道 这也叫曲 在李之州和公孙云秀 这益州国大如益州国书院院长 成为原江县高贵的打工人之际 赵康也酒足饭饱 离开了酒楼 回到了作坊里 如今作坊里的酒精 已经有不少 他要开始弄香水了 如今是深秋 本来是弄不到什么花卉的 但别忘了 原江县是有着按摩会所 这种高端私密场所的地方 早在弄按摩会所的时候 赵康和会所老板李老八瞎某某 把搞了一些精油出来 和后世的自然是没法比 但要说糊弄人是绝对够了 因此 李老八的按摩会所 储存着大量的花卉精油 什么玫瑰茉莉应有精油 赵康让李老八送了几瓶子过来 做香水并不是难事 尤其做的还是垃圾产品 那就更简单了 赵康只要想办法 让那些带着花香的精油 融入到酒精之中过程中 香味还不丧失就可以了 赵康采取的还是蒸馏冷凝的办法 将酒精和精油搅合一起蒸馏 再取冷凝液 看着杯子里的一小杯冷凝液 赵康取了一点出来 涂抹在手上揉搓一番 仔细闻了闻 发现香味很淡 几乎可以说没有 这显然是达不到自己的要求的 看着那几瓶李老八送来的精油 无疑用着精油和酒精混合 做香水的想法 不太现实 老爷 这是什么玩意儿 张龙好奇地凑过来 赵康道 我这是在做香水 啥叫香水 张龙问 赵康解射一番 张龙顿时一脸肉疼 老爷 你用那么多好酒 就是要搞这种玩意儿 之前做酒精的时候 赵康可是蒸留了许多高度酒 这让好酒的张龙很是心疼 赵康笑着踹了一脚过去 废话多 知道这玩意儿能挣多少钱吗 你懂个屁 张龙善笑一声 想着赵康说 要找香味浓的花卉 他想到一种花束 立马道 老爷 既然没有你说的 那什么玫瑰薰衣草啥的 你咋不是是桂花呢 赵康一听 顿时惊喜万分 一拍大腿 是啊 他娘的八月桂花香 我怎么把这给忘了 要说金秋十分 除了菊花之外 那么肯定就要数桂花是王者了 那桂花一盛开 那香味都能传出几百米外头去 用桂花来制作香水 那味道应该差不了 当即赵康立马安排人去取桂花 这桂花树在原浆县内就有 很快 张龙就带着人摘了两麻袋桂花 来给赵康使用 这次赵康将桂花捣碎和酒精一起蒸馏 渠道的冷凝叶只是涂抹了那么一小滴 整个手掌就变得芳香无比 张龙揉了揉鼻子 怪好闻的 赵康哈哈大笑 钱啊 这些可都是钱啊 张龙立刻带人去本县所有的桂花树上的花都栽下来 你们几个按照我的方法一起弄 将所有酒精搬出来 给我全部制成香水 智香取得初步成功 让赵康很是兴奋 只要等香水的数量和白酒的数量足够 那就可以开始收卖了 他要一次性搞够 将来铸造大泡的钱 等到手下的人开始上手香水的制作之后 赵康扭头就去了纺织厂 去询问他要的那一批秀女到了没有 只是高权有些遗憾地告诉他 杨钱说了 那些秀女大概要三天后才会抵达 赵康便叫来皇厂长先开始研究 老爷 这次咱们弄什么东西 黄厂长很是好奇 那什么 嗨思还没搞出来呢 这又是要干嘛 赵康咧嘴一笑 这次咱们弄个更下流的东西 很快 黄厂长就看到了赵康说的下流东西 他端向着图纸 看着图纸上的两个圆形罩子 皱起了眉毛 老爷 这东西看起来 怎么了 赵康笑着问道 黄厂长 看起来好邪恶啊 有吗 这不挺好的 赵康看着自己画出来的胸罩 很是满意 黄厂长后知后觉 看着赵康一时间惊叹万分 老爷 这玩意儿 该不会是带在这儿的吧 赵康狂笑 老黄啊 你可真是天赋一禀啊 居然一看就明白了 您要做这个玩意儿来卖 黄厂长震惊了 赵康点了点头 黄厂长目光担忧 不是我说啊 老爷 这玩意儿 能卖得出去 最近县里财政可是很紧张啊 咱们纺织厂 也没有多少经费啊 放心肯定能卖得出去的 这种东西 只要弄出来 完全不用担心销路 见赵康信誓旦旦的模样 黄厂长也放心下来 老爷你说 咱们要怎么搞 我跟你说啊 首先这玩意儿 要舒适之道嘛 特别是这两个罩子这里 要软要让人带着舒服 那样别人才会买 其次颜色要好看 种类要丰富什么 红的紫的白的黑的都要有 黄厂长听着渐渐明了 您上次让我留下的布料 就是用来做这个的 赵康嗡了一声 没错 黄厂长疑惑到 老爷这玩意儿 穿在里面的 平常又看不到 弄这么花里胡哨干什么 傻喇叭唧的 赵康哼一声 这种私密性的东西 那是能随便给人看的吗 这不得到小两口亲热的时候 才能看见 这玩意儿 有多诱人 明白了 这玩意儿 也是用来增加情趣的 是吧 黄厂长渐渐开悟 赵康点头 聪明 而且你现在看到的这东西 只是初级阶段 后头回来一批 秀工精湛的秀女 要等到二次加工之后 才能使用 你纺织厂 先照着现在这个样式 做一千个出来 没问题 最多半个月就能完成任务 黄厂长到 赵康很是满意的点点头 交代完事情 赵康就离开了纺织厂 去看了看香水的制作 并没有出现什么纰漏 这就很好 他正打算回家 睡个回龙觉的时候 张龙走了进来 老爷 张先生了 张先生 赵康有些诧异 不知道对方找自己做什么 自从担任 原浆学校的校长之后 这位曾经的天下文首 那可是 每天忙活的脚步粘地 精神头都明显好了许多 赵小友 张圣一进门 笑着打了个招呼 赵康忙迎上去 张先生 您今天怎么有空来找我了 是不是学校有什么需要 没有没有 学校一切安好 学生们都很用功 张圣摆摆手 老爷子看上去心情很好 拉着赵康道 是这样的 你应该知道公孙云秀吧 赵康挑眉 怎么说到这娘们了 他点点头道 知道 见过好几次 学问很大 张圣道 前段时间 我曾经让人捎过书信一封 邀请他来原浆县 之前听说他作为周国使者来访前国 按理说 也该来原浆县了 却迟迟不见踪影 老朽有些担心 赵康一愣 公孙云秀 要来原浆县 张圣点头道 对 是老朽自作主张 邀请他来的 你应该知道 他在周国读书人心中地位如何 说着 张圣别有深意地看着赵康 虽然如今明面上 你从国师跌落凡尘 沦为普通平民 但老朽知道 这只是你的计谋 将来前国势必要吞吃天下 对也不对 赵康一时语色 没想到这老爷居然如此通透 在学校教书 却还关心着天下大事 他道 那您老的意思是 张圣淡然道 所以这边 是老朽邀请公孙来原浆县的目的 我知道 再过不久 你肯定会新兵攻打弃国周国 而且 这事肯定会来到 不然你不会急着化名为暗 公孙云秀在周国读书人心中 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若是将来他一生令下 便会有无数周国的读书人 前仆后继赶赴战场 赵康猛逼 这不太可能吧 张圣感慨一声道 精神信仰的力量 是不可理喻的 而每一任的书院院长 便是周国读书人心中的信仰 尤其是那些寒门学子 这种威望 即便是老朽当年在周国的时候 也比不上的 这点我无比确信 如果这次公孙来原浆县 你能和他商议出一个好的结果来 那么将来 对于你要做的事情 会是很大的帮助 再不济 也能让那些读书种子 少死一些 所以 老夫就自作主张 邀请公孙云秀 来原浆县一趟 没有提前和你说一声 老朽在这给你赔布室了 没有没有 先生严重了 赵康心里 已经连忙扶起了张胜 他在之前还真没想过这些 这会儿听张胜说起 这才知道那九亮惊人的娘们 在周国 居然有如此庞大的力量 难道当初在周国的时候 周国皇室 会对其如此礼遇 想了想他道 这件事 是我该谢过张先生你才是 我这就派人查一下 公孙云秀他们到了那里 之前他们 在帝都的时候 我还和公孙见过一次 他们居然应邀而来 这会儿 想必还在前国的 先生不用担心 张胜笑呵呵道 那我就放心了 见老先生准备离去 赵康忠实 没有忍住 张先生 怎么了 张胜转过头来 赵康欲言又止 张胜却好像看穿了他的心思笑道 你是想问老朽 为何要如此 毕竟真说起来 老夫还是周国人 为何要帮你 赵康点点头 张胜认真道 对于老夫来说 只要天下想要读书的人 都能够读上书 那才是真正的太平盛世 这就是我的心愿 赵小友不是也说过 知识不该 只是有权有势的人专属 先生 高业 赵康功身一拜 心悦成福 张胜笑着 老夫不过是跟在你后头前行罢了 你才是那个直面风雨的人 要挺住啊 如今 钱国行事一片大好 但也只是现在将来 若是真的一统天下了 那么 钱藏其中的毛病 也就会随之暴露出来了 张胜的一番话 让赵康不由地深思起来 的确 如今的钱国 和之前有了很大的不一样 自从他当权 尤其是砍了林与赵金生为首的一批人之后 如今朝堂之上 文武百官对他赵康没有不服的 经过自己的一系列努力 现在钱国的大臣 可以说是上下一心 都在为了钱国的发展而努力 这是好事 但正如张胜所说 将来呢 万一钱国真的一统天下之后 那么当下的百官 那可就都是开疆拓土的功臣了 等到有了更大的地盘之后 他们会安于现状 赵康心中明白 这就跟共患难者 难以共享福一样的 将来若是控制不好 就算钱国真的打下了天下 接踵而来的 就是无数的问题 看来 自己都未雨绸缪了呀 一路回到宅院中 赵康将脑海中 所知道的那些华夏历史上 大一统王朝所搬行的制度 在脑海中过了一遍 希望能够 从其中整理出一套 将来可行的法令条例 知道他心中有事 叶洪雪没有过多打扰 接连过了两天 赵康思考得差不多的时候 张龙来消息说是那批秀女到了 赵康便暂且按下了心头的想法 去面见那批秀女 杨前今天也在 见到赵康来了 便迎了上来 指着身后那小一百号秀女笑道 人都来了 都是从帝都制造局精挑细选出来 秀宫最为出众的那批人 赵康看着那一双双好奇的目光 很是满意 制造局那是专门负责给 王公大臣皇祖子弟 制作礼服的地方 从这种地方出来的 秀宫自然不会差 张龙带他们去纺织场 赵康吩咐道 张龙连忙点头 带着秀女们去纺织场 赵康和杨前两人跟在后面闲聊 到了纺织场 皇厂长走过来 拿着赵康一眼就认出来的胸罩 老爷 这是咱们加班加点 弄出来的第一个样品 你看看 是不是你想要的效果 赵康接过之后 捏了捏很柔软 杨前和张龙顿时好奇了 一口同声道 这什么玩意儿 我瞅着像个眼罩 杨前发表意见 张龙眯着独眼 我觉着像是眼罩 是不是老爷 最近我失眠挺严重的 给我拿回去试试 赵康听着一脚踹了过去 瞎说什么 这不叫眼罩 这叫胸罩 胸罩 杨前猛逼了低头 看了看自己的胸口 伸手笔划了一下 这也带不上啊 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 赵康忍俊不禁 谁说是给你带的 这是给女人带的 我操 杨前抱了句粗口 张龙眼神也变化了 要说最难以置信的 还是那批秀女 一个个目瞪口呆地 看着赵康手里的样品 这玩意儿 带胸上 赵康指了一名秀女道 你出来一下 大 大人 秀女有些慌乱 这家伙 该不会让自己带上去吧 这不得丢死人了 赵康道 你在这上面 给我秀一只凤凰出来 要求吗 要有展翅高飞的模样 你自己发挥 秀女松了一口气 左右看了看 大人 可有针线 黄厂长笑道 咱们纺织厂最不缺的 就是针线了 你稍等 没一会儿 黄厂长拿来针线给秀女 看着对方开始秀图 杨前拉过赵康 国师 干嘛 赵康道 杨前 你弄这个女人的东西 是要干嘛 当然是卖啊 杨前诧异 就这玩意儿 能卖 废话 不光能卖 而且能大卖 杨前想了想到 就算这样 这玩意儿 女子要是套在身上 这不好上街吧 傻了吧 你 这肯定是 穿在衣服里面的呀 我跟你说 这玩意儿的作用 就跟果胸不一样的 只不过要方便 杨前若有所思 原来是这样 这穿在身上 怕是平时看过去 要大不少吧 你小子可以呀 这就是胸罩的 第二个作用了 美观 我记得你有老婆的吧 要不给你弄一个 赵康笑着打趣道 杨前一阵尴尬 不了不了 我先看看再说 话是这么说 但杨前还是不禁遐想起来 要是自己的夫人 穿上这胸罩 不知道又是何种风情 想想还挺给力的 制造局出来的 秀女功夫没得说 只是一下午的时间 秀女手上的胸罩 就出现了一只 双翅高盏的七彩凤凰 栩栩如生 让原本普通的胸罩 多了种滑贵的美感 赵康仔细看着 胸罩上的图案 不住点头 果然是好手艺 老黄 黄厂长屁颠屁颠地跑过来 老爷 赵康递过胸罩 这种样式的 做一百个出来 另外 咱们这第一批 就做十种图案 凤凰 鸳 牡丹 纺织厂负责做 秀女负责秀图 另外就是尺码问题 咱们一共四个尺码 分别为ABCD 黄厂长挠挠头 老爷啥是ABCD 这可让赵康犯了难 他这辈子 也就摸过四个女人的 除了吴馨怡之外 其他三女都差不多大 上辈子也没摸过其他女人 哪知道那些罩杯 想了想 赵康有了主意 来就以我的手掌 来比划 我一只手能握得住两个 那就是A 就是最小的 一只手就能握住一个 那就是B 一只手握不住的 那就是C 所有人都被赵康粗暴的话震惊了 一名秀女低头看到了自己的脚尖 顿时羞愤地想要杀人 老娘就属于 一只手握两个的A是吧 张龙问道 老爷 那帝是啥 赵康翻了个白眼 废话 帝娜 肯定就是要两只手 才能握得住的 要是有两只手都握不住的呢 杨前下意识道 赵康有些憧憬 这种人才至今为止我还没见过 等有了再说 现在开工 纺织厂一千个胸罩 每一种尺码做两百五十个 你们的这段时间就在原浆县住下来 凤禄按照制造局的时候发放 张龙你通知高全给这些秀女姐姐们安排食宿 要最好的 另外警告县里那些光棍汉 谁也不得骚扰这些姑娘 否则三条腿全部打断 叶智 赵康走出房门来到院中 就见叶洪雪靠在躺椅上磕着瓜子 神情悠哉 干嘛去 瞧赵康一副要出门的模样 叶洪雪开口询问 赵康坏笑一声 眼神有些不怀好意 腰杆挺直 去趟一红院 我看你是皮痒了 女子疼一下就站了起来 赵康连忙到 娘子切莫动手 叶洪雪冷笑 怎么 是家里没有吗 有 和外面有什么不一样吗 赵康咽了口唾沫 相比之下 家中更胜一筹 那是家里分量不够吗 叶洪雪气的一把 揪住赵康的耳朵 之前就听说了 那萧玲珑来到原江县 看到着赵康 大白天就赶去妓院消遣 这会儿更好 直接当着自己的面说 要去那一红院 不给点教训 是不行了 赵康捂着耳朵 心里后悔 早知道就不逗他了 他连忙竖起大拇指 夫人从容貌到身段 绝对是这个 听他这么一说 叶洪雪手上的力道 才放松些许 冷哼一声 那为什么到外面去找 打死你信不信 赵康陪着笑 我是去谈生意的 谈生意 咱们那胸罩 不是已经搞得差不多了吗 这段时间 赵康算是见识到了 织造局秀女的厉害 百十来号人 只用了七天不到 就弄好了一半胸罩 各个质量高档 当然从花样上来说 比起后世那些 要逊色不少 但是也足够诱惑了 叶洪雪狐疑 你去依洪院谈胸罩生意 不是去看什么大腿舞 赵康纠正 那叫钢管舞 是艺术 你先松手 扶着叶洪雪坐下 赵康捶着那修长玉腿笑道 你看 那胸罩是要卖给女人的 肯定得先让女人来试穿 以好让其他人知道 这玩意儿的魅力啊 呸 几块布而已 什么魅力 叶洪雪脸一红 那胸罩做好之后 眼前这王八蛋 就火急火燎的 让自己带了一个 别说 的确比那裹胸不好用得多 而且穿上之后 从外表上来看 好像还真是要大了不少 以至于这王八蛋 甚至睡觉的时候 都不舍得让自己脱下来 他道 而且 你让怡洪院的姑娘穿戴 到时候 也不就只是你们这些臭男人看得见 其他女人又不知道 这是什么玩意儿 赵康咧嘴一笑 男人看得见就行了 他们要是看见了 喜欢上了 那肯定会掏钱买给自己的老婆啊 你说是不是这个脸 等时机差不多了 我特么在举办一个选美大赛 获胜的就叫元江小姐 让他们都给老子穿着胸罩走秀去 叶洪雪惊呆了 看着赵康一脸遐想的模样 光是看那神色就知道这什么选美大赛 怕不是那么正经 既然赵康不是去看大腿舞的 叶洪雪也就放过他了 扔下一句子时不回来 就永远别回来了 这才放赵康出门 整理了一下衣服袖口 赵康背着手来到了街上 就见几个献民神色匆匆地从身边走过 赵康则一声 猪老狗 奶奶的 见了老爷都不打招呼了 赶着去投胎啊 几个献民回头 见到赵康为首的猪老狗 善笑一声 小跑过来谄媚道 老爷瞧您这话说的 这不是咱们眼睛瞎没认出来吗 就是就是 我刚才敌过 这哪家公子哥 长得居然如此玉树灵风 这他娘的 怕不是县里的娘们魂 都被勾去了 泽泽 看见你们依旧如此无耻 老爷我很欣慰啊 拍了拍三人的肩膀 赵康满意地笑着 走一红院消遣去 老爷今天心情好 请你们喝酒 赵康本以为自己请客 会得到百姓的无比爱戴 却见猪老狗 三人尴尬一笑 这 老爷要不还是算了吧 有喝 你们几个转性了 赵康诧异 一人七七爱爱道 要是夫人知道 你和我们去一红院 那不得打死我们啊 就是就是 老爷你忘了 上次你可是让夫人提着椅子 追了三条街啊 那打得我都怕血沾到自己身上 赵康大怒 放你们妈的屁 要老子说几次 那是爱 那是你们夫人爱老爷我 你们是不知道 老子在家里地位 那叫一个高 让他往东 他往西一个试试 直接吊起来打 就刚刚老子出门说 要去一红院 他屁都不敢放一个 乖乖在家做宵夜 等着老子回家 猪老狗三人 还真被唬住了 看着赵康折舌 老爷真的假的 废话 当然是真的 走走走 别打扰了老子今天的兴致 一红院走着 猪老狗三人 顿时围了上来 四人勾肩搭背 朝着一红院走去 路上猪老狗黑黑见笑 老爷 您是不是听说 一红院来了个大美人 这才要去的 赵康神色不屑 一红院哪个姑娘我没看过 哪里来的美人 左边的人激动到 老爷是真的 十天前一红院来了个顶级大美女 在里边弹琴 那女人长得那叫一个美 说句不好听的 就算是比起夫人 也丝毫不差了 真的假的 赵康来了兴趣 猪老狗等人口中的夫人 自然就是夜红雪 容貌上 要能和夜红雪媲美 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了 这种等级的美女 居然在一红院 自己忙活了这么多天 居然现在才知道了 今天这一红院去的值 待会得看看 能不能劝这美人从凉 跟自己吃香喝辣 他看向猪老狗几人 你们可别说假话 要不是美女待会 老子酒钱要让你们付的 是真的老爷 那家伙和天上仙子下凡一样 我这几天钱全用来看他了 而且 这女的贼能喝 赵康没有在意 都在一红院干夜场了 哪有不能喝的 四人一路来到一红院 让门口归宫 该干嘛干嘛去 赵康四人走近 里边已经开始热闹起来 要了个位置坐下 赵康看向台上 就在这时候 一名女子拿着扩音器叫了起来 接下来 有请我们秀儿姑娘 给在场所有贵客弹奏一曲 宝贝们都给我跳起来 一阵狼嚎声响起 全场欢呼秀儿两个字 让赵康感觉 跟前世演唱会似的 看来 那女子人气不低呀 她坐直了身子 准备好好看看 这个秀儿究竟有多美 只是当对方一出场 赵康直接就傻X了 舞台之后 一戏白衣飘飘 她左手横抱鼓琴 右手踢着酒壶 在全场的高呼之下现身 当她一出现 整个场子爆炸了 声音之大 犹如洪流爆发 差点没把赵康的耳朵震聋 云秀我爱你 一名狂热男子 挥舞着银票 就想要冲上台 却被守在台下的人一脚踹翻 按回了原来的座位 云秀 求求你了 我爱你 陪我一晚上吧 我的心 我的肝全都属于你 银河以北 云秀最美 所有人都在欢呼 身边的猪老狗 叫得尤为起敬 赵康目瞪口呆 看着舞台上的公孙云秀 仰头喝掉一壶酒 紧接着 她横抱鼓琴 身边女子立刻将扩音器 凑到了她的嘴边 女子眼神桀骜 一股子僻腻之势 油然而生 都给我 造起来 帮帮帮三胜 在公孙云秀身后 还有七八名 同样抱着鼓琴的乐师 同样操弄琴弦 赵康嘴巴张的 能塞进一个拳头 台上的公孙云秀 好似抱着的不是鼓琴 而是电吉他 各种噪音从琴弦上发出 左右两边 还有两架鼓 喷喷喷地敲击着 铜锣索那二胡 所有的乐器 都在配合着公孙云秀的演奏 这一刻 她成了怡红院的王者 这这这 这还是哪个周国书院院长 一直到公孙云秀演奏完 下台了赵康 都没有回过神来 实在是刚刚的那一幕 对她的冲击力 实在是太大了 真要说起来 就是看到千金小姐 变成风尘女的感觉 让赵康一时间 有些难以接受 给我去把雪姨叫来 赵康一把拉住一名归宫 片刻之后 雪姨来到小心翼翼地 看着赵康 老爷怎么了 公孙云秀 怎么跑来这的 而且还在你这当起了乐师 赵康急忙问道 雪姨猛逼 过后回过神来 赵康说的是云秀姑娘 她迷糊道 老爷 这个云秀姑娘 是云甸带过来的 说是她欠了咱们县里银子 所以在咱们怡红院 打工还债的 赵康只感觉眼前一黑 好悬眉一头栽头 在周国 可以号令一国读书人的书院院长 在原江县青楼卖影 这要是传出去 怕是周国的读书人 能来踏平了整个原江县吧 只是短短一瞬间 赵康就分析出了事情的缘由 应该是公孙云秀 他们来到原江县之后 让那群黑导游给宰了 那帮子可是天不怕地不怕的 连女帝陛下都赶下刀子 何况是公孙云秀他们 强行稳住心态 赵康问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你们 没让他接客吧 雪衣赶忙道 老爷您这话说的 奴家可是 一直遵守老爷您定下来的规矩啊 只要姑娘不同意 那是绝对不能让他们接客的 那就好 那就好 快带我去见他 见赵康这么着急 雪衣也意识到 这云秀姑娘 怕适合老爷认识 他不敢怠慢 连忙带着赵康 来到公孙云秀的房间 敲了敲门 云秀姑娘开门啊 我是雪衣 房门被打开 赵康还没和提着酒壶的 公孙云秀打招呼 砰的一声门就被关上了 赵康猛逼 这什么情况 雪衣也傻了下意识敲门道 云秀 房间内 公孙云秀面红耳赤 全然没想到 居然会在这里见到赵康 对方还干什么 什么时候回来原江县的 难道自己刚刚在台上 他都看到了 老天这不是要命吗 连忙喝了一口酒 听着门外的喊声 公孙云秀灌了一口酒 长出一口气 这才转身打开门 却没有看向赵康 而是对着雪衣道 雪衣有事吗 云秀啊 老爷要见你 你刚怎么关门啊 雪衣忙说道 公孙云秀尴尬的说不出话来 看了眼赵康 后者默默道 雪衣 你先下去吧 好的老爷 等到雪衣走后 只剩下他们两人面对面 一人在房间内 一人站门口 空气在这一刻都沉默了 好半天赵康才开口 哪个 公孙大家 就见眼前女子眼神露出一阵迷茫之色 疑惑道 你在叫我 赵康愣住 你怎么了 嗯 你认错人了 我不是你说的公孙大家 女子脸不红心不跳地说道 赵康乐乐 知道对方是不好意思 但没想到 居然装不认识自己 是吗 可是 你也叫云秀啊 公孙云秀镇定道 我叫张云秀 你肯定是认错人了 天色不早了 我还要休息 再见 不对 不再见 公孙云秀就要关门 赵康一手抵住门 笑容古怪地看着对面女子 公孙云秀脸扫得慌 都不敢去看赵康的眼神 只能四处张望 就在他要绷不住的时候 赵康挑眉 喝酒吗 好酒 度数比你上次在帝都喝得还高 哪有 公孙云秀眼前一亮 下意识到 随后 就低下了头 安骂一声不争气 赵康也没有取笑 直到 跟我走就是 看着赵康的背影 公孙云秀跟了上去 既然赵康出现了 那么看来 自己不用继续打工还债了 虽然在这玩得挺开心的 但终归不是个事 怡红院又一次爆炸了 场子里所有的男人 看到他们心心念念的云秀 就这么跟在赵康身后 离开了怡红院 一瞬间 有不少人都哭出了声 猪老狗狠狠喝了一口酒 怎么也没想通 自己究竟输在了哪里 云秀 我的云秀 姓赵的 老子要跟你决斗 我的云秀啊 为什么为什么 一名赫高外加心碎的男子 爬到了跳舞的台上 抢过了扩音器 声嘶力竭地大吼着 倒在手跟我走 沙老爷抢云秀 倒在手跟我走 沙老爷抢云秀 一瞬间 众人群情激愤 狠狠喝了酒壶里的酒跟着 喊了起来 也好在赵康走得快 要是继续待在这 搞不好要被揍一顿 而与此同时 原浆水泥场 一名中年男子卷起裤腿 手里提着铲子 排好了队列 厂里的主管吼道 上夜班了 男子立刻大吼起来 打工人打工魂 打工都是人上人 今天打工你不狠 明天地位你不稳 有我一颗红心在 建设云江新时代 身后所有的水泥场 夜班工人也跟着吼了起来 主管满意地拍了拍 中年男子的肩膀 很好 咱们所有人都要向 李志周同志学习 李志周你很不错 加油好好干 再过半年你 就是小组长了 是金子 在哪都会发光的 夜幕沉沉 就连月亮也像个羞涩小娘 偷藏在了云下 只悄悄露出一角 寂静小院 四方点亮烛火 一壶酒 两个人相对两无言 只有无与伦比的尴尬 尤其是公孙云秀 想要尝尝赵康这次 酿出来的酒水 究竟是什么滋味 但是又有些不好意思 脑海中还在想着 赵康究竟有没有看见 他在台上卖艺时候的模样 这种局促 会出现在他这个 周国书院院长身上 实属罕见 赵康更是把这辈子 最难过的事情 都想了一遍 才几次压抑住上阳的嘴角 想不到眼前之人 居然还有种夜店女王的气质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反差 胡思乱想一阵 赵康还是主动开口打破僵局 给对面的公孙云秀 倒了一杯酒 尝尝看 这次的酒 是反复蒸馏提纯的高度酒 应该在56度之上 比起你上次喝的三两叶 要更加浓烈 不过 我可赔不了你喝多少 你那酒量太吓人了 这次我可是真只喝一点点了 公孙云秀 闻言不禁玩耳一笑 之前第一次喝到那么好的酒 一时间摊杯畅饮 事后他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抿了一口杯中酒水 公孙云秀赞叹一声 虽然香味不及之前喝过的 但此酒中力气要更胜一筹 可撞人豪气 赵康笑着点了点头 随后终于开口询问道 你既然早早就来了原江县 为何没有直接去学校找张胜先生 公孙云秀 眼神古怪地看了他一样 开口道 张先生信中所说 邀请我来好好看一看原江县 所以我就决意 先四处走访一下 不看不知道 嘖嘖嘖 国师这原江县 可真不错呀 一百多两银子 都只够花销一天的 难怪会如此繁荣复述 赵康接连咳嗽几声 听着公孙云秀的阴阳怪气 不由得老脸一红 因为最近财政紧张的问题 所以原江县的黑导游们都疯了 只要是陌生游客 逮住就是一通狠窄 好在的是 能来原江县地 大多都是商客 身上荷包厚实揣的银子够多 结果没想到 遇上了公孙云秀 这一伙穷书生 还被荡成了肥羊 他正想着如何解释的时候 公孙云秀喝完杯子中的酒水 道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 原江县确实和我这些年 所见过的地方十分不同 赵康来了兴致 且说说看 这些年 虽然原江县发展得很快 但具体方向 都是赵康一个人决议 他也怕自己定下的方向走了岔子 要是有个人能指出 其中不足给出建议 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公孙云秀沉音片刻后 对赵康道 首先毋庸置疑的一点 原江县的名声 要远远超过那些所谓的周福 这些天 我从不少人口中 得知了原江县的大致情况 百姓们对你很是幸福 这是一件好事 但也是个缺点 赵康沉思起来 就听公孙云秀继续道 我观人事 习惯以最坏的结果 和恶意去揣夺 当你不出错的时候 你能够带领原江县 一直向上 但若是有朝一日 你行差踏错 之后的原江县 也会跟随着你 一起走错道路 需要有不同的声音 和更多的人才 赵康询问道 公孙云秀点了点头 原江县的士农工商 个阶级 都是由你来主导 但一个人的力量 终究是有限的 现在还只是一个原江县 以你自己的能力 自然可以管理得 井井有条 但是将来呢 原江县变成了原江府 周 甚至更大 届时 你还能像如今一样 做到面面俱到 说到底 还是你手底下 可用之才太少 你如今需要的是 足够优秀的人才 能够帮你管理 扩大原江县的规模 当然 这些人才要对你足够忠心 集思广义 才能让原江县的发展 更上一层 赵康赞同地点了点头 公孙云秀又道 张先生信中所说 你在原江县 弄了一间规模很大的学校 进行义务教育 赵康恩了一声 不光是原江县 事实上前国五周 每一周的主城 都在建立学校 准备将义务教育全面推广 之后的科举 也将面向所有学子 那么各地士族 公孙云秀问道 赵康 青州方面的世家子弟 我已经能够掌控 他们到时候会站在我这边 至于其他的 赵康说着笑了一声 同意的自然最好 不同意的 那就让他们灰飞烟灭吧 眉目之中闪耀着异彩 公孙云秀开口道 你真能做到 就算之后 要面对天下士族的口诛笔伐 也能全部在意 赵康嘴角扬起 如今民间 因为坑杀战俘一事 不少人叫我人徒 我若是不动刀子 那岂不是网单虚名了 读书人的笔杆子 杀人的确不见血 但要说杀人最快的 还得是刀 寂静的小院中 只剩下了一个人 一袭白衣的女子 回想着赵康离开时 说的那句话 她拿起酒壶 仰头一饮而尽 当福一大白 邪泰山已超北海 飞不为 石不能 而赵康偏 要去做这件事 一日 赵康起来的大早 带上了高拳 一起去了水泥场 昨天听公孙云秀说了 随他一同来的 还有个叫做李之洲的 此人在周国书院 是有名的书画双绝的大儒 昨天他回去之后 找人查了一下 发现这大儒 在水泥场生产水泥呢 老爷 水泥场的主管 见赵康来了 小跑着过来 他已经知道了 赵康的目的 随手指向一名 正在挥汉 如雨卖力干活的 中年男子 他就是李之洲 赵康哭笑不得 他认出了 这正是之前 在酒楼见过的那人 来这水泥场 还是他发的话 让他别干了 高拳发话道 水泥场主管 立刻吆喝一声 李之洲过来 道 李之洲放下手里的铲子 立刻跑了过来 主管 这位是我们老爷 这是高大人 他们来接你了 一听这话 李之洲瞪大了眼睛 看着赵康和高拳 嘴皮子颤抖着 紧接着眼泪夺眶而出 慢点吃慢点吃 别噎着 来来喝口水喝口水 不是 我这水泥场 待遇没那么差吧 你怎么饿成这样 吃归吃别哭啊 看着面前狼吞虎咽的李之洲 赵康属实有些不好意思 人家堂堂一个周国大儒 来这原江县玩一趟 结果直接被扔进了厂里 打工还债 属实有些不地道了 李之洲听了赵康的话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你去干两天试试 这辈子就没吃过这么大的苦 我每天要扛三百包水泥 三百包啊 一包五十斤重 一包五十斤重 我要回家 赵康文言撇了撇嘴 到底是读书人 就这工作量 到了后世工地上 怕是连自己都养不活 李之洲一边说着 一边还看向公孙云秀 先生 你是不是也受苦了 毕竟是在青楼卖椅 那能好了去 自己只是身体上累点 先生 可是尊严都没了 想到这李之洲 又是老泪纵横 公孙云秀善笑一声 颇有些尴尬 没好意思告诉李之洲 这几天 他玩得还挺爽的 等到李之洲吃饱喝足了 张胜也抽空赶来了 老头子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脸上笑呵呵的 公孙小友酒见了 李之洲你也来了呀 这一路上辛苦了 张先生 公孙云秀起身行礼 李之洲也赶忙行礼 随后就拉着老先生 要对方给自己做主 张胜猛逼了 等听到李之洲的控诉之后 顿时有些吃惊 不由地看向赵康 嗨嗨 都是误会误会 赵康没有多解释什么 也好在几位都是正儿八经的读书人 没有什么读书人身份 要比普通人高贵的想法 等到李之洲吃饱喝足了 张胜便邀请公孙两人前往学校 赵康自然是随之陪同 到了学校当中 朗朗书生 仿佛能驱散疲惫一般 李之洲站在窗前 看着里边一个个孩子 认真地听着老师的讲课 一双双诚挚求知的目光 一如当年求学路上 不畏艰辛的他 他瞬间就被吸引 站在窗户前 久久不愿离去 一直到学生下课 张先生 这原江县学子都如此 他回头问道 张胜笑着摸了摸山阳虚 调皮捣蛋的自然也有 毕竟还同心性使然 但我们这些教书将的职责 不正式传授知识 使其明智 受学欲得 学生明白了 李之洲若有所思地点了 点头 目光看向赵康 赵大人 这样的学校 原江县还有多少 赵康微笑道 现在只有一所 但除了原江县之外 各州各地也都在创办学校 将来只会更多 而且 这也只是义务教育的小学 小学 公孙云秀感兴趣道 张胜表情变得认真起来 看向公孙云秀和李之洲 这便是老夫承邀你们两位 来原江县的原因之一 两人赶忙仔细地听着张胜开口 赵小有和我说过 义务教育只是推广教育 让天下人都有读书的机会 而要真正培养出 能够有利于天下的人才 还需要更高等的教育机构 赵小有将其称为大学 李之洲微微皱眉 培养出有利于天下的人才 光凭一所学校 赵康解释道 大学涉及课业种类十分繁多 不光是只是读书科举 说实话 这天下有多少 能够只靠读书之后 就能做官的 就算做了官 又有多少人能做个好官 李之洲点了点头 赵康的话 他算是比较能够感同身受的 他李之洲 在周国号称书画双绝 是当之无愧的大儒 地位不凡 但是依旧入不得朝堂 因为 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做官 读了一辈子书画了一辈子画 最后依旧是只能在书院教书教画 而且并没有多少学生 愿意学他那些知识 毕竟书院大部分的人 心底还是将书院 当成了一个入朝堂的踏板而已 赵康接着道 咱们将来要创办的大学 那就是吸纳天下人才的地方 你李先生擅长书画 那么你就可以去大学里面 专门教愿意学习书画的学生 这大学教授的 不只是读书 历史经济政治农业工业等等 要将各行各业的顶尖人才 全都吸纳其中 将他们拥有的记忆学识 都传授给愿意学习学生 公孙云秀和李之洲 都被赵康的话所震惊 这是能做到的事情 赵康笑 不试试看怎么知道 说到底 知识也好 记忆也罢 最后都是为了混口饭吃 大学中所有老师 我都会给他们开出丰厚的薪资 只要他们认真教学 我就保证他们一事无忧 说着 赵康诚恳地看向李之洲 在这 我诚心地邀请李先生 担任我们原江学校绘画课的老师 等到大学建立 凭借李先生的话迹 就可去大学教学 对绘画书法感兴趣的学生 李之洲愣住 你是认真的 赵康笑道 当然 李之洲更加不解 书画无用 根本就不是你所说的 能有利天下的记忆 赵康摇了摇头 李先生这是什么话 古人在创造文字之前 便是以图画记录生活 绘画记忆又怎么会是没用的记忆 工业发展促进生活固然重要 但是精神方面的建设 那也不能落下 李之洲沉默下来 片刻之后 他抬起头 我需要准备一段时间 他的家人都还在周国呢 赵康点头 没问题 原江县地大门随时为你敞开 作为我们首批聘用的教师 我们会在原江县最好的地段 给你准备住房 李之洲点了点头 随后道我能不能提个要求 但说无妨 赵康道 李之洲 住房能远离水泥场吗 众人哈哈一笑 这么一说 也代表着李之洲 的确愿意留在原江县了 那么接下来 赵康的目光 看向公孙云秀 这位可才是郑主啊 他本身具有的能量 大的下人 只要能够搞定对方 将来在周国方面 那就可以省去不少麻烦 公孙云秀也看了过来 四目相对 各有心思 自下定决心 李之洲就想要好好 在学校看看 张胜陪同他去学校参观 高权也还有事情 要忙活 当下便只剩下了赵康 和公孙云秀两人 找了个座位 两人相断坐 公孙云秀淡然道 李之洲已经有所决意 所以国师大人 接下来是打算说动在下了 都是聪明人 不用绕什么圈子 赵康点了点头 张先生和我说 你在周国身份地位极高 若是有你在 将来可以省下我许多麻烦 战火一开 终究是要死伤无数 你就有如此大的把握 能够彻底攻陷周国 公孙云秀很是好奇 赵康倾笑一声 之前周国齐国数十万联军 再加上萧飞宇的百万一族 当时要是有告诉你 我赵康可以击败他们 你会信 公孙云秀点了点头 的确 你做成了让人难以想象的壮举 既然如此 我可以答应你 将来替你摆平周国的文人动乱 赵康显然没想到 公孙云秀居然会这么干脆地就答应下来 犹豫了一下他道 这样一来的话 恐怕将来你会受到很大的非议 周国文风浓重 大部分文人还是讲究气节的 公孙云秀现在答应他 无异于表示叛国 他是书院的院长 作为周国无数读书人心中的精神象征 文坛领袖 他到时候出面 那么到时候 他的身份地位将会遗落千丈 公孙云秀笑了一声起身道 那又如何 他一步步离去 如昨晚一般 也给赵康留了一句话 天下没什么好 也就读书与酒还行 女子心中快意背着手不乏悠然 退下那不识人间烟火的仙气 多了些少女气息 张胜尚且可以和你 一同为天下寒事开龙门 我公孙也可助你一臂之力 公孙云秀的承诺 让赵康心里一阵放松 从学校离开 回到自家宅院 难得悠闲下来 到了下午 张胜托人来传话 公孙云秀 两人要准备启程返回周国了 赵康便带着夜红雪 一同前往乡送 李之州负责驾车 见赵康来了便道 赵国师 等我安排好之后 便会带着家眷来原江县 赵康开了句玩笑 没问题 这次肯定不会让你们 再去打工还债的 众人又是一乐 赵康将准备好的礼盒 递向一旁的公孙云秀 这里面是几壶酒 算是临别赠礼 等到三两夜和台子 开始售卖的时候 我会给你送去一些 那就多谢了 公孙云秀含笑点头 将礼盒放进了车厢之中 没有过多言语 众人行礼拜别 目送着马车远去 张胜看向赵康 事情敲定了 赵康点头 他答应得很干脆 让我有些意外 张胜悠悠道 书院历代院长 算上公孙 我见过三位 其中 公孙小友 买是其中最为纯粹之人 确实如此 赵康由衷道 张胜拍了拍他的肩膀 既然如此 老夫也就放心了 接下来就靠你了 说完 老先生背着手返回了学校 将近小半多月的时间过去 这期间 赵康都在酒方和纺织厂 督促香水的制作 和胸罩的研制 终于是弄出了 一千个样式精美的胸罩 以及五百瓶桂花香水 同时他也收到了 帝都酒方酿酒师李云的消息 台子酒和三两叶两种酒的存量 也各自有了一千斤 所有的东西 都已经准备完毕了 就等自己开稿了 在之前赵康就有了详细的计划 因此此刻并不着急 他叫来高全 老爷你找我 你查一下 咱们现在有多少外地客商在县里 要尽快 赵康道 明白 高全刚走 怡红院的雪姨也赶了过来 老爷 你有什么吩咐 赵康靠着躺椅 你院里的姑娘 平常陪课最多的 挑选一批出来 要死鱼 不要金鱼啊 雪姨一听顿时秒懂 金鱼妈 那就是看着好看 但是只能看 死鱼那就是 有钱让干什么都干的 赵康又道 另外放出风声去 三天之后 怡红院举办庆典 我看就祝贺开业三年大吉吧 到时候 全场酒水半价 雪姨一愣 老爷您要干什么 赵康咧嘴一笑 我要在怡红院 举办一个选美大赛 第一名奖励银子五千两 第二名两千两 第三名一千两 你院里的所有姑娘 都可以参加 但是有要求 必须穿上这玩意儿 赵康指了指 放在一旁的胸罩 雪姨早就注意到这玩意儿了 这会儿听赵康这么说 连忙开口 老爷这是什么 赵康道 这是胸罩 作用呢 跟果胸不一样 但是比果胸部要舒服 到时候选美 你的姑娘 上身只能穿青纱 和戴上这玩意儿 原本赵康是打算 做胸罩的时候 成套弄得 搞个三角裤 只是想想还是算了 现在人思想 还没开放到那个程度 主要先把胸罩 推广出去就好 老爷 这会不会不太好啊 雪姨小心翼翼地说道 赵康挑眉 怎么了 要是传出去 官府的人会不会 毕竟上身只穿那么点 虽然是青楼 这也太过分了 赵康翻了个白眼 出了事我兜着 你只管把消息 传达给你的姑娘们 愿意参加的 待会来这里领胸罩 老爷你这么说 那就没问题了 雪姨笑道 青楼靠的 就是女子吸引人 只要有人兜底 她都敢让姑娘 不穿去迎客 赵康想了想又道 这三天 你们怡红院就关门 我去教教你的 那些姑娘走秀 这种事情 自己虽然不会 但那些违密天使 可是没少看 学学样子 还是阔矣的 还有啊 这选美大赛的 要做到让全县的人都知道 不行你就去找 高全要几个人 到街上给你打广告去 明白明白 雪姨笑得合不拢嘴 扭着腰枝 回去给院里的姑娘们 报喜去了 高全这会儿回来 老爷 查清楚了 现在在咱们县里的 外地商客 有76人 一到晚上就在 一红院里跑着 有几个都舍不得走了 行 今天你去请他们 去酒楼吃一顿 就说是感谢他们 来咱们县里进货 顺便跟他们说一下 三天后 一红院要举行一场赛事 到时候 你邀请他们一起去看 高全吓了一跳 老爷那地儿 我可不敢去 赵康一拍脑门 忘了你家 有个母老虎了 不是我说 全啊 好歹也是一家之主 怎么一点微信都没有 你瞧瞧老爷我 高全呵呵一笑 对对对 咱们县里谁不知道 夫人最爱老爷你了 还会顶嘴了 赵康气笑 你不去也得去 回去就说这是工作需要 妈的让你小子逛青楼 你还不乐意了 高全无奈 只能点了点头郁闷地离去 赵康则起身去了一间 早就准备好的铺子 和以往不同这间铺子的工人 都是女人 见他来了 纷纷热情地打着招呼 赵康一一回应 随后笑道 过几天 咱们原浆内衣店就要开业了 到时候 你们都上点心 放心吧老爷 这点小事 咱们做得了 不会出叉子的 吃不饱的老婆春妮道 赵康点头 那么春妮 以后你就是店长了 记住了 顾客是内衣的时候 不能有男人在 老爷放心 哪个不长眼的 要是敢偷看 我捶死他 彪悍的春妮 在原浆县 那也是人人惧怕的主 到了晚间 雪怡带来消息 一红院有五十个女子 愿意参加赵康说的选美大赛 毕竟第一名 那可是五千两银子 干完这一票 这辈子都不用愁了 所以 报名很是永悦 这还是赵康要求 要姑娘们放得开 以至于那些清官人 不好意思参与 否则数量只会更多 赵康随着雪怡 直接来了一红院 将那愿意参赛的 五十名姑娘叫了出来 阴阴艳艳艳 可以说是各有千秋 看到赵康 姑娘们眼神都有些不对劲 要是能把面前 这个竹搞定 那接下来一辈子 可就衣食无忧了 但他们 也只能想想了 毕竟比起夜红雪来说 他们和其的差距 实在是太大了 赵康让人从那一店 送来一百个胸罩 让这些女子挑选合适的 第一次见到这玩意儿 众人都很是新奇 听赵康说完他的用途 和参赛之后的规矩之后 倒是没有多少人羞涩 一名胆子大的 更是看向赵康 老爷 这玩意儿 真能帮人变大 赵康看了眼 这位自己 一手就能握住的女子 笑道 当然了 这东西 你也不能直接就穿着上街吧 套在里面 外面再穿点衣服 看起来可不就大了一圈 众人一乐 经过赵康的指点 所有人都能熟练地穿戴着胸罩了 见没人有意义了 赵康便带着剩余的胸罩离开 剩下一群女子 赵康一走 他们的胆子 那可就更大了 纷纷好奇地看着身边人胸罩 比对谁的好 有的更是结伴回房 要试试这胸罩的效果了 第二天 一大清早就来到了怡红院 还带着一批工人 怡红院的占地面积不小 光是大厅就能够容纳三百来号人 赵康带工人 是来准备座位的 忙活了半天 算是规划清楚 他和雪姨说道 到时候所有人在大厅 一共能容纳三百号人 前三名就是由这三百号人来评选 谁得到的票多 谁就是胜者 期间服务你手底下的人要做好 雪姨点头 赵康道 行了叫姑娘们出来吧 咱们看看这走秀得怎么弄 参赛的五十名姑娘被叫起来 替台赵康直接就用客人跳舞的台子了 看着一群姑娘 赵康道 等到开赛的时候 你们一个一个地开始 从这边走过来到另一头 一个人走完 另外一个在上 期间可以在台上摆些姿势 总而言之 要展现你们自身的美 和身上的胸罩明白吗 来我们先来一遍 这年代的人自然不动什么走秀 所以这第一遍走的 让赵康很是不满意 我要的是你们展现自身的美 身段懂不懂 不是让你们展示自身的骚 你瞧瞧你腿插得 这么开干什么 装着点啊 要有魅惑的感觉 来适当插插腰 收着点收着点 表情不要这么淫荡 雪姨 你一把年纪了 就别凑这个热闹了 老宝感觉很受伤 看着赵康不满道 老爷 我这个年纪 那也是有人疼爱的 行行行 下次我们办老年人专场的时候 你再参赛吧 嘿你们这些工人 让你们来干活的 直勾勾看什么 哈辣子都流出来了 这一天 赵康忙得很快活 经过他以一个色狼标准的专业指导 姑娘们都抓到了窍门 找到了自己的角色定位 走起秀来 还真有些那个味儿了 与此同时雪姨放出去的风声 也起到了效果 大街上三三两两的人群凑在一起 都是男人 口中说的 都是怡红院即将举办的 那个什么选美大赛 光是听着 那就很刺激啊 尤其是一群外地商客 更是讨论的热火朝天 走南闯北这么些年还从未听说过什么选美大赛 这次可要好好看看 就是 也不知道是个选美法 这原江县的妞是挺带劲的 就算不上床 只是看他们跳舞都挺让人流连忘返的 就在这时候 有人敲锣打鼓地走过 一边跑一边叫嚷着 嘿 怡红院售票了呀 想去看选美大赛 赶紧去买票啊 只有三百张票 手快有手慢无啊 听到这话 外地商客们连忙跑出了酒楼 朝着怡红院的方向跑去 除了他们之外 还有原江县的本地人也都蜂拥去抢票 第二天 赵康给怡红院送去了五十套衣服 都是让纺织厂在这段时间感制出来的 颜色各异 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透 这衣服穿在身上 那就是一个油爆琵琶半遮面 若隐若现的朦胧之感暴增 以至于原江县的姑娘们 看了都不由得感叹一句 咱们老爷实在是太懂男人喜欢什么了 一直到了第四天 也就是怡红院选美大赛开赛的日子 赵康做着最后一次检查 红毯 红毯赶紧扑上去 灯光 灯光一定要注意了 再给我演练一遍 记住了四周灯火要暗 但是走秀台上的光芒一定要强 走秀一开始 就要让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姑娘们身上 张龙 把咱们那对水的酒精拿来 这玩意儿尽头大 几杯下去 他们就上头 才会舍得砸银子 高全 你的安保人员到期没有 我可不想 到时候有人喝大的冲上台 怡红院大厅 赵康激情地指导着最后的工作 被点到名字的人 一个个拍着胸脯 老爷尽管放心 这场秀 肯定不会给你搞砸了的 这还差不多 赵康恩了一声 随后提着两瓶做好的桂花香水 去了后院 一群阴阴阴阴 也正在做着最后的准备 排练的排练 是衣服的是衣服 有的对着镜子 摆弄身姿 想着等到上台的时候 如何像赵康一样 将自己最美的身段展现出来 毕竟要是夺魁 那可是有五千两银子啊 容不得他们不上心 这会儿见到赵康一个个 都热情地打着招呼 怡红院经过这么些年的发展 院里的女子 其实还是有不少高质量的 这些女子大部分都是雪姨 去其他地方挖墙角挖来的 这会儿 穿上赵康给的衣服打扮起来 那一个个的 还真挺养眼 也难怪古代人 会把青楼纪院的女子 称呼为仙女了 来再给你们个好东西 赵康晃着手上的香水瓶子 所有女子立马好奇地围了过来 老爷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叫香水 手伸出来 赵康在一名女子手上 滴了些香水 然后教导对方如何使用 一股桂花芳香的味道传开来 顿时让这女子眼前一亮 真好闻 当然了 这可是老爷 我花了不少心思做出来的 这有两瓶 你们所有人分一分 赵康嘱咐道 但是这玩意儿 不能使用太多 知道吗 不然味道太重就腻了 就像是化妆一样 化得太浓 反而不好 都是吃这碗饭的 众女瞬间就明白了 赵康的意思 连连点头 见姑娘们精神头都很好 赵康也就放心了 终于等到了太阳落山 天色完全黑了下来 宜红院门口 早已经聚集起了无数色狼 大多数人手中 都拿着昨天宜红院卖出去的票 满怀憧憬地准备一关选美大赛 随着宜红院的大门打开 众人刚想要往里冲 高全就带着二十 多人的安保大队拦在了门口 嘴里嚷嚷着 都别急 先捡票 有票的才能入场 我有票 我有票 高大人 还有我 那群外地商客连忙叫嚷着 之前高全就招待过他们 看着几人点了点头 你们进去吧 在高全的指挥下 众人有序地走进宜红院中 又被归宫指引着 来到各自的座位上 纷纷好奇地看着前方 被改造好的走秀台 之前他们都来过宜红院 知道这地方是跳舞的 这会儿都很是兴致勃勃 等到所有人入场完毕 雪仪便招呼着下人上酒和水果 虽然秀还没开始 但是众人的热情 却是空前的高涨 一人喝了口碑中酒水 顿时大呼过瘾 这就真他娘的烈啊 可不是 这才一杯下肚 我都感觉有些晕乎了 就是不知道这次选美的姑娘 有没有这酒过瘾 几声浪荡的笑声响起 就在这时候 赵康拿着喇叭扩音器 从后台中走了出来 引得不少人瞩目 不识选美吗 怎么跑出来的男人 有人笑道 老爷 你出来干嘛 我们要看姑娘 还是说 老爷你也要参加选美啊 赵康心里好笑 没有和这人多计较 拿着大喇叭开口 首先感谢道场的诸位 参加我们原江县第一届选美大赛 众人狼嚎一声 赵康继续道 在你们的座位上都有纸笔 本次参加选美的人一共50名 他们将由在场的诸位共同投票 选出前三甲 当比赛结束之后 需要由你们给出票数 希望诸位谨慎投票 另外 今日宜宏院所有酒水食物 一律半价 希望诸位 能够在宜宏院度过一个难忘夜晚 现在我宣布 原江县第一届选美大赛 现在开始 大厅之中山呼阵阵 无数声狼嚎响起 都来青楼来了 那就没必要端着了 尤其还是原江县这宜宏院 平日里 那就是来着摇头晃脑 放纵自己的 随着赵康下台 高拳接过了他的大喇叭 一阵悦耳的丝竹声响起 高拳清了清嗓子 看着手里的长篇稿子 声音响彻全场 第一位选手白铃儿 身高六尺二 腿长三尺 体重一百斤 他是我们原江宜宏院 当之无愧的头牌花魁 深受原江县人的喜爱 随着高拳的介绍 白铃儿走了出来 一瞬间 大厅中三百号人 眼珠子都差点凸出来 就见那身材高挑的 白铃儿一身青纱 白皙肌肤在灯光的点缀之下 若隐若现 下身穿着一条月白色丝织长裤 长发如铺 一身鲜白 裸露的上身 穿戴一件黑色纹胸 瞬间就将所有人的目光 吸引到了这儿 胸罩上还缝制着一串小珍珠 显得美轮美奂 看得人眼睛都直 一名外地商客 目瞪口呆地看着白铃儿 摆弄着姿态 脸上洋溢着罪人微笑 她的眼睛就没离开过女子的胸口 太大胆了吧 她不由得道 俗 太嫡俗了 怎么能这样 有商风化 有商风化 另一人叫着 一边说 还一边整理了下不安分的二弟 真他妈待见 那衣服 样是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太诱惑了 老子今晚要点他 一名财大气粗的商客 立马从怀里掏出了银票 犹如打了鸡血一般 随着白铃儿下台 众人的眼神依旧直勾勾地看着台上 他们已经完全被吸引了 迫不及地想知道下一个姑娘是谁 一旁的赵康 看着众人的反应 很是满意地点了点头 五十名姑娘 每人穿什么衣服 都是他精心挑选过的 要的就是 所有人的目光 能够第一时间落在那胸罩之上 而现在效果显然很好 第八号选手 潘兴云 身高六尺 腿长三尺 体重九十斤 又一名女子从后台走出来 她眼神僻靡 勾画眼线 一身黑纱 有如黑天鹅一般 她走到了台子中央 直接将身上的黑纱披肩扯了下来 扔下了台上 双手高举神情自信 浓浓的女王风扑面而来 继白铃之后 又一次引爆全场 最前方的人 争抢着潘兴云扔下来的衣服 神情狂热 更是已经有不少人 在开始盘算 自己身上的银子够不够 能不能成为这美人今晚的入目之兵了 一共五十名参赛的姑娘 每一人亮相 都能引得众人欢呼 在酒精和女色的刺激之下 已经有不少人开始上头 口干舌燥的高拳 每念出一个名字 他们就大喊着 什么爱你之类的话语 一直到所有姑娘走秀完毕 台下不少观众 甚至就想要冲进后台去了 好在被安保人员拦了下来 赵康这时候 接过了高拳的喇叭 后者连忙找水喝去了 在众人的目光之下 赵康走上台大声道 现在有请我们五十美人一同登台 群狼呼啸声中 五十名女子一同上台 上身都只穿戴着胸罩 出现在众人之前 台下的人拼命鼓掌 先前嘴里不断叫着 有伤风化的人 这会儿尤为其境 虽然低俗了些 但不可否认 真他他娘的好看 真他娘的过瘾啊 这辈子走南闯北 青楼季月没少去 哪里见识过这种节目 这原浆献来的 真是太值了 等到所有女子一同登台完毕 赵康再次拿起大喇叭 现在有请诸位 开始为你心目中 这次大赛的冠军投票吧 你宝贵的一票 就是对他们最大的支持 话音刚落 就有人大喊着 梨儿我爱你 随后挥舞着手里的票 下方高拳的人 已经开始带着人开始收票 二十分钟之后 高拳凑了上来低声道 老爷 票数出来了 最高的是白梨儿 潘兴云 还有李巧三人 其中 白梨儿83张 潘兴云91张 李巧60张 其他的人票数都很少 就我一人看到票 赵康嘴角上扬 我知道了 下去吧 把那些票处理了 明白 看着台下众人狂热的目光 这种场面最喜欢割韭菜的赵康 要是不出手 那真是对不起这大好局面 他走上台在众人的期待之下 悠悠道 现在咱们白梨儿 潘兴云 李巧三位美人 先在台上 其余47名女子一听 不由地暗叹一声 有些失落地走下台 大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白梨儿三人 从样貌来说 的确是众女中最美的 三女对视一眼 心中都暗暗点头 自己三人留下 那就说明最差的结果 都能得到一千两了 却不曾想赵康这时候 满脸惊叹地开口 诸位 老实说我也没想到 居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下方一名鹤高了原江县民起身叫着 老爷 快宣布结果吧 我家星云肯定是冠军 放你娘的屁 我家巧才是冠军 怎么叫你家巧了 分明是我家巧 省省吧 让你家里母老虎知道 还不把你骨头拆了 老子不一样 还是单身汉 要不了多久 就能给巧熟身了 到时候记得来喝喜酒 行了行了 你们都别争了 星云姑娘和巧姑娘 的确很美 但是比起林儿姑娘 还是差了不少 冠军只能是白铃的 听着众人争执 而且有越演越烈的趋势 看起来马上就要动手了 赵康连忙出声打断 都先静一静 静一静 很抱歉诸位 咱们的冠军环 没有选出来 所有人不由得一愣 就听赵康叹气道 这次选票 实在是出人意料 我们三位美人 他们的票数是一致的 听到这话 所有人都猛逼了 只有知道 真实情况的高权 神色淡定 跟着赵康这么多年 他又岂会不知道 自己老爷的性子 暗箱操作这种事情 是常态了 赵康很是无奈地说道 这个结果 也是我们所有人 都没有想到的 但是既然是比赛 那就必须有胜负 所以此刻 我们决定增加一个 额外投票环节 但是 为了避免再次出现 三人票数相同的情况 所以 咱们这次一钱银子一张票 买票不设上限 如果想要帮助你心目中的人 登上冠军宝座 那就尽你们的 全力支持他吧 一钱银子一张票 只要一钱银子 就能帮助你的女神 登上冠军宝座 众人还在试图理解 赵康的意思 这时候 高权直接跳了出来 他知道 老爷现在需要一个狗托 作为点票员 他最清楚票数情况 并且刚刚也在查看众人的反应 尤其是那些有钱的外地商客 只见他从怀里掏出了五十两银票 壮貌争鸣 老爷 我要买票 我要买五百张票 巧姑娘才是冠军 什么潘欣云 白铃儿都不能和我的李巧媲美 巧姑娘 我一定会帮你成为冠军的 台上的李巧 直接猛逼了 高权在原江县 可以说是二把手一样的人物 全是极高 但是可从来没来过怡红院啊 难道他一直默默注视着我 这一刻 李巧儿心里那个感动 竟是喜极而泣 难以稳住情绪 忍不住出声 高大人 谢谢您 巧儿没想到 您居然如此爱慕着我 您若不气 今晚巧儿一定好好伺候您 挥舞着银票的高权 面色一僵 糟糕 工具人入戏了 想到家中母老虎 高权直接头皮发麻 刚想要说些什么解释一下 却看见赵康伶俐的目光 高权当下心中一狠 算了死就死吧 为了老爷的坑人大业 就算被那娘们打死 我也认了 当即高权大叫着 巧儿姑娘放心 我会全力支持你的 这个冠军除了你谁也拿不走 冠军只能是你 有我在你赢定了 这会儿 众人都反应过来 赵康说的一钱银子一张票是 什么意思了 听着高权狂妄的胜利宣言 有人瞬间就不爽了 什么叫冠军 就一定是巧儿姑娘的 那个赵老爷 我买票 我买一千张票 一名财大气粗的外地商客 直接拍出一百两银子 砸在了座位上 然后目光灼热地 看向了女王范十足的潘星云 星云姑娘 你别怕 有我张某人在 谁也夺不走你的冠军 潘星云微笑着点头致意 那就多谢张大观人了 那星云今晚就靠您了 可别让我失望 赵康说过 以自己的长相和气质 要吊着这些狗男人 不能表现得太浪荡 得高傲一些 才会有出其不意的效果 这叫什么 扑阿 虽然不太懂 但好像挺厉害的样子 张大观人立刻热血喷张 他先前喝了不少对水酒精 这会儿红光满面 听到潘星云这么一说 直接站了起来 如潘星云一般 眼神僻腻 环似一周 我要再给星云姑娘 买一千张票 今天必须要用尽全力 去守护自己的女神 有狗托高拳 和上头的张大观人 相互衬托 赵康就知道 今晚上吻了 瞬间所有人 都在花钱买票了 兄弟们 跟我一起守护灵儿姑娘 帮助灵儿姑娘 成为冠军 冠军必须是巧姑娘的 弟兄们都 到这里来 一票不少 两票不多 星云最美 老无杂钱啊 愣着干嘛 别让他们 把星云姑娘比下去了 没问题老张 老子这还有三千两 我看 谁敢和我争风 干他娘的 老子那批瓷器不买了 今天就和你们杠上了 谁也别想 拿走灵儿冠军 看着眼前的一幕幕 赵康颇有种 在看直播 PK大哥打赏的感觉 心里想着 要不再开个节目 让台上三姑娘PK一下下 想想还是算了吧 不能绝了根 一次性割完不太好 只是赵康也没想到 台下众人这次会如此疯狂 76名外地商客 这次都是来原江县购货的 身上揣的银子很足 这批人分成了三波 以张大观人 和那位老吴为首的 成了潘新云的狂热支持者 白两银票 一张网一张甩 而另外一名瓷器商人 则誓死拥护白铃 将准备购买瓷器的银两 都拿了出来 并且召集了几名 关系不错的商客 一同守护心中的女神 李巧原本票数 就少于这两人 支持者相较之下 是要少上一些的 但是抵不住 有高拳这个狗头在啊 这会儿 高拳也豁出去了 直接站 在了桌子上 大手一会儿 圆江县的 支持巧姑娘的兜过来 他妈的 都给老子掏银子 现在兜里没钱的 回家取去 不能让这群外地佬 抢了咱们的威风 巧姑娘必须是冠军 听到这话 台上的工具人李巧 再也绷不住 直接走下台 抱住了高拳 美目通红 高郎 你真好 一群被高拳鼓动的献名 纷纷让怡红院的归宫 回去自家取钱去 全然没注意到 钱他们是出了 但是逼全让高拳装了 连女人也对高拳投怀送抱 终于一个小时过后 三个盘子中 堆满了银票 和散碎银子 所有人目光都死死盯着 台上正在清点银票的赵康 等待着冠军出现 知道赵康起身 拿起了大喇叭 所有人的心都悬了起来 经过最后一轮激烈的角逐 我现在宣布结果 1号白铃儿 总计白银37,032辆 也就是373,020票 白铃儿的支持者 立刻吼了起来 赵康紧接着有道 8号潘兴云总计白银38,026辆 总票数38,200票 兴云 你是冠军 张大观人激动的大吼 我没有辜负女神的期望 我老张作 到了 身后的人同样振奋无比 潘兴云也有些难以资金连连 和众人道谢 赵康这时候念出李巧的票数 16号李巧 总计白银26,000 总票数26万票 支持李巧的众人悲痛不已 有人失落地喝了杯子中的酒 我们最终还是败在了资本手上 我 倒是李巧他已经不在意冠军不冠军的了 这时候甚至还安慰着高拳 高郎没事的 高拳苦涩一笑 看着安保人员中不怀好意笑着的张龙 这个狗笔肯定会把今晚的事情告诉家里娘们的 这一下子惨了 看见高拳的笑容 工具人还以为是对方没有帮助自己成为冠军而懊恼 连连劝慰 巧已经满足了 第三名也有一千两银子呢 足够我赎身了 到时候我就去给你端茶倒水 伺候你 几家欢喜几家愁 赵康并没有沉浸其中 而是叫来张龙将今天坑来的银子带去后台 接下来就是颁奖仪式了 只不过有了先前众人砸银子买票的举动 赵康给的奖金 看上去就有些小家子气了 冠军潘兴云得了五千两 亚军白链得了两千两 李巧得了一千两 让三女先去后台 赵康让老保安抚了一下客人之后 也来到后台 后台中 所有姑娘都无比艳羡地看着潘兴云三女 见赵康走来众女连忙行礼 赵康笑道 今天你们所有人都表现得不错 外边已经有不少人嚷嚷着 要点你们去陪酒接客了 接下来你们的任务 就是要用尽一切 去让他们注意到 你们身上穿的胸罩 明白吗 尤其是潘兴云你们三个 那群家伙都是有钱人 不用客气 下手仔就是了 众女连忙点头答应 赵康拿出一千两银票 这算是我给你们的额外奖金 一人二十两 你们自己去分分吧 众女没想到 还有这意外之喜 其余的四十七人脸上 都多了不少笑容 而赵康则带着这次坑来的银子溜了 回到家中 这会儿夜洪雪还没睡 看到赵康带着大把银票回来 有些震惊 哪来的这么多钱 赵康嘿嘿一笑 这都是今晚赚的呀 有那群女人 在足够开拓凶罩的销售路子了 夜洪雪哭笑不得 你还真是 不管从哪都能搞到钱 赵康倾笑 这些只是小场面 接下来还有得完呢 这一晚上的怡红院 灯火通明 一直到天亮 潘兴云白灵 李巧三人身价暴涨 一时间达到了顶峰 原本三人的出场费 也就是几十两银子 但现在 却已经不是豪客消费不起的程度了 只是等到酒精下去清醒过来之后 不少又都开始后悔 昨天的不理智行为了 尤其是那批外地商客 张大观人这会儿 刚走出女神的厢房 捂着脑袋 只感觉头疼得很 来到院子中坐下 立刻有龟公送来了一杯茶水 让他醒酒 昨天和他搭伙的无商客 这会儿也从姑娘的房间中走出 同样捂着脑袋 两人对视一眼 都揉了揉通红的眼睛 哎哟 老张昨天 喝的到底是啥酒 这么厉害 老子醒过来 只感觉脑袋都快炸了 张大观人 翻了个白眼 你问我 我问谁去 不过 这酒是真的够尽啊 拉回梁州去 说不定能卖不少钱 无商客 听着也点了点头 随后黑黑浪笑一声 你昨晚可是爽了吧 那么大美人伺候你 说好的呀 今晚轮到我了 听到的这话 张大观人一脸悲愤 他娘的 老子进房间之后 就他娘的醉了 啥也没干亏死了 我草 那你看娘的那时候 和老子抢什么 老吴气得痛心疾首 不行你早点说啊 要不是 看他这么多年朋友 老子会把星云姑娘让给你 草 去去去去 什么不行 老子就是昨天摊杯 多喝了一点而已 不过刚倒是看了一下 不得不说 星云姑娘 这里是真大 张大观人笑得很邪恶 还有 他穿在身上的那个叫什么 凶罩的衣服 黑你别说 还够带劲 诱人的紧 要不是刚头疼的厉害 我非和他大战一场 这还用你说 昨晚我就问我房里那姑娘了 他们说 这叫什么那一胸罩 说是原江县的纺织作坊 专门弄出来 给女子穿戴 用来取地裹胸部的 说着 老吴一拍脑门 老张 这可是个好玩意儿啊 咱们要不要做这生意 张大观人喝了一口茶 若有所思道 你是说 咱们从原江县拿货 然后去卖这胸罩 是啊 我刚还问了 他们说 这胸罩有便宜的有贵的 从几两银子 到几十文部等 天底下女人这么多 要是人人都穿戴 那还不发财了 老吴越说越起劲了 咱们可以先和原江县签个合约 这东西只能咱们卖 我感觉这玩意儿 就和原江县 之前生产的月市部一样 将来会是女子都需要的东西 这可是很大一块市场啊 张大观人文言也是眼前一亮 的确有点意思 月市部让青州姓林的给垄断了 这几年可是赚大发了 这凶兆 那就咱们搞 走走走回客栈取银子 找老高看看 能不能把这玩意儿给拿下来 两人都是商人 当下一拍集合 也顾不得还在宿醉了 连忙跑回了客栈中 准备取银子 只是一回到客栈 两人就愣住了 张大观人翻遍了自己的行囊 最后拿着手里的五十两银票 眼神迷茫 看着对面的老吴 来原江县这么些天 我花了这么多钱吗 老吴也是一脸茫然 看着手里的十两银定 不知道啊 我这次出来带了一万两 怎么现在只剩下十两了 我草不会是遭贼了吧 张大观人也呆住了 不能吧 紧接着 两人坐下来 好好回忆了一下 张大观人这才想起来 他昨天为了支持自己的女神 将用来购买水泥青砖的六千两银子 全部砸了出去 老吴咽了口唾沫 老张 咱们这次好像有些玩过头了 我用来买白糖的三千两 昨天全他娘的用来 给星云姑娘买票了 我草纳他娘的 可是半年的货款啊 正当两人傻眼之际 一个个货商 也从怡红院回来了 他们都和两人一样 察觉到了凶赵的商机 准备回来取银子和高权签合约的 但是等到回来之后 也都傻眼了 昨天赵康康的十余万银子 他们这些外地商客 贡献了九成九 其中一些是提前把货买好了 留着消遣的钱和路费 结果这一通消遣之后 连他娘的路费都没了 其中支持白莲的那瓷器商人 更是妈了 他昨天直接给白莲 买了十五万张票 也就是一万五千两 更关键的是 那是他用来买瓷器的货款 一群货商此刻 聚集在大厅之中 你看我 我看你 都骂了 一人颤声道 你们是不是也一样 没有人回应 但是表情 却已经说明了一切 他犹豫了一下 接着道 要不 咱们去怡红院问问看 能不能退点钱 瞬间就迎来了 无数鄙视的目光 他娘的 去妓院退钱 亏你想得出来 怎么 玩完了不给钱 就不算完了 这会儿所有人 都叫一个仇啊 都有种被人坑妈了的感觉 但是 最惨的还不是他们 就在这时候 街上突然热闹起来 众人好奇地向外看去 就见一人被撵得跟狗一样 到处乱串 定睛一看 竟然是原江县的 二把手高大人 众人都奇怪了 紧接着就见到一名女子 踢着一根赶面杖 追着高拳 一边打一边骂 好你个姓高的 长本事了呀 夜不归宿也就罢了 你居然还给 我去怡红院瓢戒 厉害了呀 瓢也就算了 你特娘的 居然用一千两银子取瓢 我今天我不打死你 你就不知道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被揍得鼻青脸肿的高拳 衣衫蓝绿 不断在街头乱穿 娘子听我解释啊 这事出有因啊 你就说 你睡没睡吧 你个狗日的 那李巧儿这会儿 都在门前 要给你做小妾了 我看你要不报休了吧 真有钱啊 老娘平日买几身好看衣裳 你都要叽叽歪歪 这会儿一出手 就是一千两 我今天跟你没完 张龙 快去请老爷 不然我今天就要被打死了 老子这次被他坑骂了 高拳一边跑一边大叫着 重商客看着这凄惨模样 不由得心头一领 这原江县民风 还真是够飘悍的呀 高拳一路逃到了 赵康的宅院求救 看着自己老部下 鼻青脸肿的模样 赵康也有些于心不忍 连忙出手 制止了这场家庭暴力 高拳老婆这才扔了赶面杖 看着自己丈夫埋怨 你怎么不早说这是帮老爷做事 你瞧瞧闹成这样子 高拳悲愤 我说了 可你信了吗 高拳老婆尴尬地善笑一声 随后看向赵康 老爷 那我家高拳昨晚花的一千两 赵康一听立马道 这什么话 那是高拳自己给李乔买票出的钱 我可没有强迫呀 操 老爷 你连自己人也空 太特么没良心了吧 高拳气了个半死 这点小钱 对你高大人来说算个什么事 别在意 喝茶喝茶 赵康见笑两声 说自己还有事情要和高拳说 便打发走了其老婆 高拳愁眉苦脸 这叫什么个事啊 老爷现在咋办 那李乔尔这会儿堵在我家门口 赖着不走了 最难销售美人 嗯 我看你不如从了他得了 白捡个漂亮小妾 人还自己赎身 怕什么 呵呵 您还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高拳翻了个白眼 赵康靠着唐乙荡笑一声 老爷我还不知道你 要是心里没想法 昨晚会留宿宜宏愿 和那李乔共度春宵 真贪娘的虚伪 高拳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赵康起身 行了 要是心里有意思 那就光明正大取了 到时候 我给你主婚 要是不想 就和人家姑娘说清楚 自己回去考虑 当下我还有事情要交代给你 高拳点了点头 老爷您说 诺 瞧 瞧见这些没有 下午的时候 赵集百十来号人人手一打 给我去接上发传单去 赵康指了指 石桌上厚厚一叠传单广告 这些都是他早早就让县里的人 写好的内衣广告传单 然后通知雪怡 怡红院内的表演节目增加一个 那就是姑娘走秀 不用像昨晚那么大阵仗 每晚上十几二十个 就差不多了 赵康道 总而言之 要先把咱们这内衣在县里打响 让县里的女性都能买 高拳明白过来 随后提出疑问 不过老爷 你做的那些凶兆内衣 不都是高端货 县里怕是没有多少富人买得起啊 赵康解释 这些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纺织厂这些天 已经开始在制作低端的内衣 价格我都定好了 此事你用不着操心 高拳恩了一声 那么之后是不是就老样子 将这内衣传播出去 青楼里的女子 我看比较有搞透 赵康道 不错 等到咱们原浆线买得差不多 就可以带人去别的地儿售卖了 先从那些青楼女子身上兜售 再慢慢传播 行 那我明白了 这就去办 说着 高拳起身去 将那一摞传单拿了起来 低头扫了几眼 心里不由地择一声 真低俗啊 这传单上 写的都是些什么 原浆内衣 勾住男人心 抬头挺胸做女人 胸还是大得好 穿原浆内衣 做自信员 真俗 到了下午的时候 高拳已经筹备好了人手 让人去发内衣广告的传单去了 而张大官人和一群外地客商 在知道这件事之后 急忙去求见高拳 在送走了第四波客商之后 高拳面见了张大官人 张拳老板 笑着邀请对方坐下 高拳让人泡茶 张拳大官人称呼一声高大人之后 这才落座 高拳打去道 张大官人不忙着温香软玉 怎么突然来找我老高了 张拳善笑一声 高大人说笑了 今天来 其实是有事相伤 高拳故作诧异 张大官人有何事 且说来听听 张拳也不再绕弯子 开门见山道 高大人 听闻那内衣 现在也是由原浆县衙门在售卖 高拳恩了一声 不错 张大官人有兴趣 张拳连忙道 这事当然 就是不知道这内衣价格几何 咱们又该怎么拿货 高拳责了一声 张大官人 你有心做生意 我老高也不瞒你 先前那些人 也都是来找我谈着内衣生意的 你们这些家伙 都想和那卫生巾一样 要个独家销售权 但是恕我直言 这玩意儿 恐怕不是你当中任何一家 能够吃得下来的 张拳瞬间明白高拳的意思 试探道 高大人是说 这内衣的销售权 上头定得很高 没错 高拳喝了口茶水点点头 你们也都知道 咱们原江县所有的产业 都是给朝廷的大钱商会打工的 上次那卫生巾的销售权 青州邻家东拼西凑 拿出了30万两银子 这才拿了下来 但那是朝廷对你们这些商人 额外开的方便之门 这次这内衣不同 上头发话了 这次销售权的低价 至少是50万两 一个月后 会在咱们原江县公开投标 你们现在就想吃下来 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张拳则舌 底价居然高达50万两 上次原江卫生巾的销售权 他也有过想法 但是后面 由于价格太高了 最终放弃 青州邻家 给了个傲视群雄的价格 一举拿了下来 事实证明 是当时自己眼光浅了 那姓林的这一两年 靠着卖那几文钱一片的卫生巾 赚的是盆满波异 生意都做到齐国和周国去了 早他们回本了 想到这张拳立即开口道 高大人 您刚才说 内衣销售权的竞标 要一个月之后才开始对吧 高拳恩了一声 拍了拍他肩膀道 还有时间 要是有兴趣 那就去凑钱吧 这内衣和几文钱一片的卫生巾不同 做工精细的 那光是成本就要三四两银子 将来甚至可以专门攻击 给那些豪门阔泰贵妇 机会我给了 能不能抓住 那就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了 张拳立马感恩戴得道 高大人放心 在下记得了 等到他离开之后 高拳又连续接待了几波商客 一直到了晚上 这才忙活完 和原江县其余的技术产品不同 越是不合内衣凶罩这种纺织品 一些布行都能够弄出来 因此 原江县直接将其独家垄断 且严厉打击盗版 民间的商人也不敢说什么 毕竟原江县顶着的是官方头衔 在赵康铺天盖地的广告传单营销之下 内衣店的人气开始逐渐上升 已经开始有女子走进内衣店购物了 和之前都是怡红院的姑娘不一样 如今买东西的女性 有不少都是本地妇女 当然了 也有女子不好意思 让自家丈夫厚着脸皮来买的 店长春妮铭记着赵康的教导 每进来一个客人 就和对方大谈带凶罩的好处 什么带着可以促进发育 便大傻的 半真半假的来 一时间 内衣成了原江县化体度最高的产品 再加上那些常去一红院消遣的客人 亲自认证 内衣的销售已经开始步上正轨 纺织厂也开始加大了生产力度 风和日丽的正午 工人们正在装车 赵康刚从原江学校返回 他去和张胜交代了一些事情 回来后 就见已经完工了 叶洪学也收拾好了 处理好了内衣的事情 他这会儿 要开始准备去将高度酒和香水售卖出去了 老爷 马车都已经备好了 香水一共五百五十瓶 全都打包好了 赵康点点头 接下来可以停止生产了 等候我的消息 高拳点头 赵康看向张龙 你也跟我一起走吧 伤既然好了 也该回到军中了 张龙一听 高兴得乐了 还是老爷您懂我 这段时间 我都快闲出病来了 赵康笑 陛下给了你个三品奋威将军贤 在帝都给你安排了将军府 你小子也算是光宗耀祖了 赶紧驾车去吧 好嘞 让张龙去驾驶拉香水的马车 赵康则搀扶着 叶洪雪上了另外一辆马车 一行人返回帝都 三天后 赵康敲摸带着叶洪雪返回帝都 直接去了吴府宅院 直到他回来 秦玉凤和吴欣怡 都满心欢喜地来迎接 随后又差人将消息送往宫中 正在朝会的女帝陛下 当即散了朝换下变装 就出了宫 将近两个多月没见 三女心中的思念早已满怀 赵康同样也十分想念三女 并没有急着去忙活其他事 亲自去下厨 做了满满一桌大菜 看着身边女人开怀的笑容 她心里已经满足了 再没有什么时候 能够比得上此刻的时光 饭后乘着秋季凉风 几人来到院中为座 将身上外衣解下盖在吴欣怡身上 握着女子柔嫩双手 那已经遮掩不住隆起的小腹 给人格外温馨的感觉 萧玲瓏柔声道 太医说了 估计再有四个月左右 欣怡就要生产了 你注意时间 可别孩子出生你都不在身边 赵康点头道 这是自然 只要将这批货卖出去 打响市场 再有齐国送来的那些银子 国内的财政也就够了 届时就不用再奔波了 一旁的秦玉凤 想到什么事的看向赵康 说起这个 已经有不少人注意到 心仪解怀有身孕的事情了 虽然不敢在明面上说什么 私底下风言风语却是不少 赵康文言 神色一冷 女子未婚先孕 不管在什么时候 的确都不算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更何况 还是这个封建礼教无比严格的时代 察觉赵康神情不对劲 无心一芒笑着摇头 夫君莫要担忧 切身不会在意那些话的 赵康听闻 神色缓和下来 心中依旧有些愧疚 搂住女子的肩膀 我会尽早给你们一个名分的 这话让四女都是眼前一亮 都流露出无比期许的神采 傍晚时分 有客上门来 是萧玄策听闻赵康回来之后 连忙处理了宫中的事情 带着无情软赶来 小丫头见过自己两位师娘 便去伺候自己姐姐去了 原本对于搞大了自己姐姐肚子的人 无丫头是恨不得将其碎尸万段的 但自从得知是赵康波的种 态度就立马转变了 这简直是亲上加亲啊 他现在巴不得自己姐姐赶紧给自己生个侄女 或者侄儿出来 赵康三人则坐在另一边商议着 相较以往 如今的皇子殿下显得成熟了许多 下巴留着些许壶茶 已经开始为叙须做准备了 老赵 这两个月 七国按照之前的约定 送来了一共四百万两银子 除去将士抚恤和一些必要支出之外 还剩下二百万两 都已经用于大炮铸造 我合计了一下 最多在有三个月的时间 咱们的大炮数量就能超过一百二十门 每一门的炮弹储备都有上百发 赵康饶有兴致地看着棋 这么说 你已经打算开始战前准备了 萧玄策恩了一声 萧玲珑语气中有些许欣慰地说道 玄策上个月去了一趟军中 视察了各军的训练 也是不久前才回来的 赵康来了兴致 盯着萧玄策道 你打算怎么做 萧玄策往后依靠 原本在军中我没什么太大的收获 不过 我去了吊哥所属的军武一趟 所以心中有了个想法 你帮我看看能不能行 你说 赵康正色起来 萧玄策食指交叉 将心中想法一股脑说出来 吊哥和我说 之前他在井国的 参加了一支叫做龙武族的军队训练 里面说什么特种作战 我对其中的斩首行动很感兴趣 最近这些天我一直在思考 是不是由武府的那群家伙 去执行这个斩首行动 赵康眉头一挑 继续说 萧玄策 此事我是觉得大有可为的 回来之后 我就去了一趟北镇府司 从风云楼曹白路那里知道 这天地下 只有咱们前国 是将所有江湖势力 整合一块 为朝廷所用的 风云楼的碟子 如今都不断在弃国周国渗透 每个月都有大量的情报传回来 那么 在战事开启之际 咱们完全可以 利用这些情报 指挥武府的五人 在周国和弃国之内 将那些负责军需调度 战前指挥的官员 悉数刺杀 让敌人的指挥系统 后勤供应完全瘫痪 以此做到 在战争开始之前 就已经结束了战争 从而一击击溃 我想 这或许也是当初 你要费力气 去整合江湖势力的原因之一吧 赵康文言愣了好半场 才哈哈一笑 好 谁说咱们前国的未来之君 是个草包的 这不比那什么李牧一强的多了 赵康是真的没想到 萧璇策如今能够考虑得这么全面 尤其是那句 让战争在开始的时候 就已经结束了战争 深得他心 这家伙直接猜出了 他这一仗要怎么打 听着赵康的夸赞 最欣喜的 自然是旁边的女帝陛下了 翘脸上满是骄傲的神采 赵康感叹一声 望着萧璇策 你如今是真的长大了 那么就真该你去当这 前国开疆拓土的明君 萧璇策善笑一声 脸红了起来 这也是之前在外城 当十三太保老大的时候 用的手段 那些不棘手的 直接让吊哥带人 去将对方老大绑了 各概念之后 我就想到 也可以此用在行军打仗上 只不过难度要高得多 赵康微妙地笑了笑 不高 玄策呀 我再告诉你一件事 再强大的集体 只要内部出了问题 那也是不堪一击的 你今后 也得要想着去避免这种事情 萧璇策一愣 想到什么惊异地看着赵康 难道你在周旗还有布置 这首期几个月之前 我就吓出去了 赵康怀着期望 对着萧璇策道 好好干吧 我对你有信心 皇子殿下郑重点头 放心吧老赵 我不会让你和大姐失望的 天色见黑 女帝陛下不舍地 带着萧璇策和吴清卵 返回了宫中 房间内 吴兴仪满面羞红地 看着面前的赵康 后者柔声道 有没有不舒服 女子上身穿戴着 一件紫色镂空的内衣 是她专门让纺织厂 做出来的 吴兴仪羞涩地点了点头 有一点紧 赵康笑 还是坐小了 后面 我再给你量身打造几件 望着她有些口干舌燥的模样 吴兴仪玩耳一笑 靠在赵康怀中 夫君先去陪玉凤 她也很想夫君的 等切身方便了 再好好伺候您 袖着女子发烧传来的芬芳 赵康轻轻一吻 那过后 我再好好陪你 问轻银一声 等到赵康离去 女子低头看着赵康 刚刚给自己穿戴上的贴身遗物 无比满足地笑了 赵康提着纸带来到小院外 房间内灯火通明 敲了下门 很快 秦玉凤就来打开门 看到赵康 家人媚眼一喜 公子 赵康笑着走了进去 给你做了件衣服 秦玉凤有些好奇 迎进赵康后 看到对方打开纸袋 拿出了一件大红色的古怪衣物 这件内衣 可是赵康花了大心思 专门在纺织厂带了下午 指导秀女做出来的 大红颜色 是秦玉凤最喜欢的颜色 内衣表面用金线 绣上了一只 斩翅玉飞的凤凰 活灵活现 秦玉凤只是看了一眼 就喜欢上了 随后又看着到内衣的形状 他瞬间就懂了 翘脸飞红 公子 这是穿在上身的 聪明 来我给你穿上 闻言 秦玉凤吞去外衣 展开玉壁 通体如玉的肌肤 配上那夺人眼球的红色内衣 构成一副令人惊叹的绝景 赵康眼神迷离 不由地赞道 真美 女子闻言喜色更盛 点起脚尖 主动送上方泽 一直到了深夜 秦玉凤眷恋地看着身边的人 摸着赵康的脸庞不舍道 公子什么时候走 女儿正午 你总是能猜到我心思 赵康无奈笑笑 秦玉凤柔声安抚道 公子放心便是 心中 不用太过挂怀我们 要不是你们如此懂事 一直支持着我 我也没办法彻底放开手脚 赵康笑着挑起家人下河 正要没开二度 秦玉凤却柔笑着制止了他 望着他不解神色 向来最是贴心懂事的秦玉凤道 他还在宫里等你呢 陛下思念 可不比咱们少 赵康心中一揉 那也不能亏待了你 便是狠狠咬住那张红唇 一道黑影掠过了皇城的墙头 巡逻进军根本发现不了 几个起落来到后宫禁地 赵康有种当彩花大盗的感觉 闲庭信步地走着 前方两道身影出现 是两名红袍太监 他如此明目张胆 自然会引起宫中高手的警觉 只不过一件事他 两名老太监直接扭过头去 当作没看见 更是来到了后宫入口处 让巡逻假释去他处巡查 赵康抹了抹鼻子 快步来到了猪雀店 走入其中 就见软榻上 靠着等待了许久的女子 快步跑到了赵康身边 萧玲珑仰起头嘟囔道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 傻瓜 怎么可能 赵康笑着摸摸女子小脑袋 萧玲珑看见他手中的袋子 疑惑道 你带了什么东西 一提起这个 赵康就来劲了 好东西 走我带你看 当看到赵康将东西一一拿出来 萧玲珑满是好奇 心里还有些莫名的悸动 赵康 这两件是内衣 成套的 就做出了这么一套 萧玲珑拿起第三件物品 薄如青纱 纯白无瑕 眼神古怪地看着赵康 这不会是袜子吧 赵康顿时兴奋的 这将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发明 是的 在皇厂长不懈的努力之下 终于带着手下 做出了嗨丝 并且按照赵康的要求 先做了一双白丝 看着赵康那样吃人的眼神 萧玲珑有些惊异 这种眼神他还只有在赵康第一次 得到他的时候见过 这几件衣服有这么大吸引力 他想着搂住了赵康的肩膀 声音中也有些跃跃欲试 那你给我穿上 遵命 当女帝陛下穿上了三件套 展露在赵康面前之时 赵老爷直接跪了 激动的好玄梅热泪盈眶 这些年做梦都没梦到这个场面 如今居然亲眼看到了 人生满足了 相较于赵康的激动 萧玲珑更多的精益 真的好看吗 那三角形状的裤子 穿着还真有些怪异 好看 太好看了 赵康的瞳孔几乎在喷火 一把将女帝陛下扑倒在了床上 随后萧玲珑就错愕地看着这个家伙 将刚给自己穿上的什么丝袜 撕出一个又一个大洞 已经化身恶狼的赵康 失去了理智 笑容淫荡 陛下得罪了 臣接下来要让你三天都上不了朝 后续内容扣意领取 迅雷链接 清晨 赵康来到了外城的酿酒作坊 一大早上的酒坊里的工人 都已经开始工作酿酒了 工头李云一眼就认出了他 惊奇地小跑过来 老板 是我 赵康语气中带着些许疲倦 李云连忙将他迎进门 周围的工人们也都认出了 赵康纷纷热情地叫着老板 虽然赵康消失了小两个月 但是他们的工钱可没有一天拖拉的 三天两头的 还有人送肉来给他们改善伙食 因此 这群工人对于赵康都很认可 都愿意死心塌地跟着赵康干 给赵康倒了一碗水 李云关切地问道 老板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无精打采的 脸色这么苍白 该不会是生病了吧 赵康摇了摇头 没事 昨晚上可真彻底透支了 从半夜到天明 没有休息一刻 交战双方都可谓是酣畅淋漓 事实证明 的确只有累死的牛 没有更坏的地 离别之前 女帝陛下显然还有余力 赵康自己 却已经双腿打仗 眯眼回味了一番 赵康看向李云 最近时间 酒叫又弄出了多少酒 李云想也不想到 236斤 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补充道 有6斤被我们几个人喝了 赵康文言敲了一下对方脑门 气笑道 你们这群家伙 倒还真会享受 知道这酒以后 老板我要卖多少银子吗 李云善笑几声 就听赵康又道 不过也不是什么大事 只要不耽误工作 喝了也就喝了 周围原本还有些忐忑的工人 一听纷纷叫着老板万岁 赵康道 都用琉璃瓶子装好了吧 所有的酒都装好了的老板 台子酒和三两叶 各六百斤 赵康打了个哈欠 这时候门口出现一道歉影 赵康看到对方便起身招呼李云道 行了 带人去把酒都搬出来装车吧 好嘞 走走走都别瞎看了 搬酒去 李云吆喝了一声 那些盯着来人 看得酿酒工人 连忙反应过来 来人一袭淡蓝长裙 长发如铺 直垂腰间 腰带别有一只烟杆 脚踏一双青色绣鞋 正是掌管着风云楼的曹白露 如今的曹白露 在北镇府司 那是仅此于锦衣卫头子方绍的二号人物 方绍不在他 可以直接调度整个锦衣卫执行任务 来了几辆车 赵康指了指身边的座椅 示意曹白露坐下说话 来了十八辆 除了用来装酒的以外 按照你的吩咐 从商会那边弄了一万斤白糖 五千块肥皂 三千块香肤玉 都已经装车了 曹白露翘起二郎腿 拿起烟袋 朱唇 含住玉制烟嘴 清洗一口吐出白烟 还有陈江和南宫龙在内 三百人随行 除了陈江和 他们两个三品高手之外 这三百人都是五辅精挑细选出来的 从杀手方向培养的 最强的十人 都是四品中层 余下的五品居多 占了三分之二 都服下了破公伞 不吃下解药之计 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 准备得很充分啊 赵康对曹白露的工作效率 给了极大的肯定 女子轻笑一声 抖掉烟草 然后看向赵康一脸期待到 这次能不能带上我 让我也去中国起国转转 赵康一愣 你去凑这个热闹干什么 我去好办事啊 曹白露理所当然道 安插在两国的人 虽然是按照你的吩咐来的 但人都是我属下 我去了要办什么事 肯定更加方便啊 那风云楼这边 赵康犹豫了一下 两国的间谍具体事宜 都是曹白露在负责 他还真有些不清楚 曹白露别上烟袋 还有明书呢 我已经想好了 到时我过去安排好一切 等你回来准备完毕之后 理应外合将可能出现的意外 降低到最小 整个前国目前知道 赵康进攻战略的 除了女帝陛下 皇子萧玄策 兵部尚书里员之外 曹白露是当中第四人 这倒也是 赵康考虑了一下 不过到时候 是做完 你们得以最快的速度撤离 两国高手可不少 跑路这种事情 我比你擅长 以前让人追杀的时候 什么时候不再跑路 曹白露信心十足道 而且陈江河跟南宫龙护着 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行 那你也走一趟吧 见李云他们搬酒出来了 赵康也就不再多说什么 一直到正午时分 所有的货物装车完毕 赵康离开酒方前 对着李云等人交代道 酒方的工作不能停 争取做到每天产900斤以上 老板放心 有我看着 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老板您慢走啊 没有和任何人告别 加上携带香水的马车 总计21辆马车的车队 从前国帝都出发 干了一夜体力活的赵康 上车就睡着了 有陈江河与南宫龙两名三品高手 护着根本不用怕出现什么意外 等到他再醒来的时候 已经接近黄昏 拉开车门打着哈欠坐下 他含糊不清地问道 我睡多长时间了 骑马跟随的陈江河笑道 三个时辰不到 咱们今晚应该能到绿翠城 预计两天后进梁州 赵康盘算了一下时间 倒也不慢 便点点头 陈江河策马靠近语气中 带着些许恭敬 国师 到地方要改口啊 叫老板 啥事儿 赵康笑道 陈江河盲问道 您现在还有多久能够 破开下层桎梏 机身中层 刚和赵康认识的时候 对方也就四品上层 这才一年多 两年不到 就和他陈江河处于同一层次 甚至于此时 在面对赵康的时候 他隐隐间感受到了 一股极强的压力 从对方身上传出 这种压力 让陈江河明白 如果自己对上赵康大概率要输 这让陈江河感觉到 有些不可思议 他当年从四品上层 机身三品 用了足足十五年 之后 到现在 就在无寸境 因此 作为一名武痴 他很想和赵康请教一番 听陈江河说着 赵康往后一靠笑道 我和你们不一样 怎么个不一样法 陈江河追问 两人的话 也引得南功龙来了兴趣 驾驭着马匹而来 周围护送马车的武夫 也都竖起耳朵听着 这些强者 关于武学的讨论 平日里可是求都求不来的 得珍惜啊 赵康懒洋洋道 我之前的境界 是被叶洪雪 传功贯顶来的 南功龙和陈江河 大感诧异 女子武神叶洪雪 他可早早就是 三品上层的顶尖强者啊 他的功力国师 你当时作为普通人 怎么承受得住 赵康笑着解释 当时是五帝无如龙 给我们护法 疏通我的经脉 原来是这样 陈江河两人若有所思 二品顶尖高手 无如龙护法 那此事的确能够成功 赵康又道 当时无如龙疏通 我的经脉的时候 一鼓作气 直接打通了 近生三品最重要的 那几条经脉 也就是说 关于武道 我只要对于境界的感悟够了 以及真气的总量足够 无需闭关去冲击经脉 我就能够直接破镜 所以我只要度过了 三品下层的心结 便是三品下层 至于三品中层的反扑归真 上层的通神 我也完全没有头绪 赵康遗憾道 所以啊 你们想要以我破镜的感悟 来帮助自己 不太行得通 寻常武夫境界倒了 就需要冲开经脉 成功了就能更上一层 失败了下一次再继续 难度就更高了 他不同 三品的路 无如龙都给他铺好了 曹白路从另外一辆马车走下 跳上了赵康这辆马车 加上驾车的人 车前就坐了三个人 显得稍微有些拥挤 赵康无语 你上来干嘛 男女受受不轻懂不懂啊 女子都不怕 你矫情个什么劲 曹白路白了他一眼 再者 我刚听了半天 这是来给你们解惑的 赵康三人都有些意外 因为曹白路武学天赋稀烂 比起当初的赵康都不如 完全修炼不了真气 这会儿 居然要来给他们三个大高手解惑 这传出去谁信啊 楼主知道 关于三品境界的一些事情 南宫龙芒问道 曹白路恩了一声 看了看赵康道 先祖失踪之前 曾经留下过一本手记 里面有他 对于三品 包括二品总计六个境界的所有感悟 赵康也来了兴趣 曹坚家的手记 这可不得了 说到说到 恳请楼主解惑受到 陈江和拱手行礼 这种东西 对于武夫来说 那可就是至高无上的存在 万经难求 曹白路美目透着些许回忆道 先祖留下的手记中写道 能度过三品下层新结这一关的武夫 其实都有资格修炼到二品上层 这个不败之境 南宫龙震惊万分 这真有可能 他跻身如今境界比陈江河还早 到现在三十多年了 却依旧止步不前 但现在曹白路却说 他老人家有修炼到二品上层的资格 这种事情 他做梦都不敢想 曹白路点头 没错 的确是如此记载的 三品一关新结 二关求真 三关通神 过了新结 便当寻求真我 而后武道通神 新结这一关 才是三品和二品六个境界之中 最难得一关 度过此关 武道至此天高地阔 任凭驰骋 至于这个真我 曹白路道 就得靠你们自己去悟 世上武夫留下来的 要武学反扑归真 才能入三品中层的说法 其实就是错误的 是那些进了中层之后 但又不明其理的武夫误认为的 陈江和 两人都若有若私地想着 赵康倒没有在意这么多 萧飞宇这个大敌人一死 他对于自己武学 就不那么伤心了 都三品了可以摆烂了 得过且过 倒是对于曹坚家 他问出了心里 一直感兴趣的一件事 老曹 你们曹家有没有 关于轩辕不败这个人的记载 曹白路露出一阵迷茫 随后摇了摇头 没有 怎么了 赵康泽一声 这就有意思了 据我所知 这个轩辕不败 是两百多年前 和你家先祖曹坚家 处于同一个时代的高手 按照景国的记载 这个家伙也是二品上层 被他杀掉的二品高手 有十几个 三品四品那些 更是不计其数 被乌如龙他们称为 当之无愧的天下第一人 曹白路露道 那又如何 那也就是当时 没对上我家先祖罢了 不然谁是天下第一 还两说 赵康笑道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 根据景国记载 这个轩辕不败 和你家先祖有点关系 他俩修炼的 都是玄黄公 曹白路不敢置信 这怎么可能 玄黄公 不应该随着先祖消失 也消失了吗 陈江和南宫龙两人 也是大惊失色 纷纷看向赵康 赵康道 没有 我可以肯定 轩辕不败修炼的 的确是玄黄公 我记得你家先祖消失前 也是去了景国不是 这倒是 曹白路还处于震惊中 难难道 可曹家从没有关于 这个轩辕不败的记载 赵康换了个舒服的姿 靠着 有意思的是 在景国也没有关于 曹尖家的记载 我曾经问过 乌鲁龙和武王吴天虎 都是不得而知 要我看这两个人 要么都是你先祖 只不过换了个名字 在景国大开杀箭 要么这轩辕不败 就是你先祖的徒弟 这倒是有意思了 看来得查查看 曹白路汉手 陈江和叹了口气 不管是曹尖家 还是轩辕不败 这两人的境界 恐怕都是我等这辈子 难以企及的 曹白路轻轻皱眉 陈先生 我虽然不学武 但也知道武夫注重心气 一口心气坠落 想要再提起 可就难了 没有和天下人 英雄争锋的气势 是难以武之巅峰的 陈江和心里一惊 有些后背发凉 半赏后才 诚心对曹白路致谢道 多谢楼主提醒 陈某受教了 相反 南宫龙哈哈大笑道 楼主说得对 既然咱已过心结 有了那进入二品上层的资格 当然得去看看 那个境界究竟是何等的天下无敌 曹白路微笑 南宫先生有此心智 将来必能在上一层楼 说着 他转头看向了赵康 却发现 这家伙 已经靠着车厢睡着了 嘴里尼南了一声 玉凤别跑 来公子抱抱 曹白路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烂泥狐强 浪费老娘一番心意 我靠 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赵康吓得惊醒 就发现自己 从马车上摔下来了 顿时有些猛逼了 曹白路忙跳下车 哎呀呀 国师大人 您怎么摔下来了 莫不是做了什么美梦 南宫龙跟陈江河 纷纷别过头去 忍住了笑意 赵康眼神迷茫地站起来 我自己摔的 我怎么感觉好像 是被人踢了一脚 哪有人敢踢你啊 我看是国师大人 您睡得太香甜了 一时间失神了 曹白路煞有其事地说道 看来我的确是有些累了 赵康挠了挠头 看向四周 这倒哪了 刚到绿翠城 我去疏通城门守卫 陈江河干笑一声 侧马而去 一行人进入绿翠城中 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赵康大手一挥包下 五间客栈 看着周围人道 都吃好 喝好休息好 出门在外别亏待了自己 所有开销老板 我都包了 想逛青楼的 过话来找我拿银子 但是有一点 不准惹事 但要是有上杆子找死 那就给我往死里打 一众人哈哈大笑 纷纷叫着 多谢老板 不得不说啊 自从当了朝廷走狗 这也不用担心仇家寻仇 每天韭菜管购 修炼秘籍管购 表现出色 还奖励神兵力气 这腰不酸了腿 不疼了人也长得白白胖胖了 小日子是越来越滋润了 早知道这样 咱当初还富于顽抗什么 当走狗不香吗 一群人在绿翠城修整了一夜 第二天大早出发 将近一个月的功夫 终于是抵达了 齐国帝都圣经城 这是赵康第三次来圣经了 第一次坑了齐国两千五百万 第二次是以赵龙的身份 让齐国出兵钓鱼削飞鱼 这一次 那可就是来要你们的命了呀 赵康不怀好意地笑了一声 摸了摸脸上的人皮面具 齐国的周月 还有刘燕燃都认识他 他自然得做一手准备 免得露线 曹白露低声道 朱雀街 有七个铺子 都是咱们的 赵康顿时明白 老陈 让后面的弟兄跟紧了 咱们去朱雀街 陈江河立马去传达命令 不得不说 曹白露的确手段不俗 位于圣经城内城朱雀街 是最为繁华的地段 可以说是寸土寸金 这里的商铺 基本上都是一些 齐国的达官贵人掌控的 他却有办法 在这弄到七间商铺 逐渐不简单 曹白露一下车 铺子中原本无精打采的掌柜 立刻跑了出来 笑容谄媚 当家的宁来了 曹白露嗡了一声 让伙计们出来卸货 好嘞 掌柜的看了一眼长长的车队 顿时心中一惊 这他娘的 是要塞进来多少人啊 另外六间铺子的掌柜也都来了 曹白露带着赵康 走进铺子后院 七名掌柜的 立刻跪了下来 见过楼主 曹白露指着身边的赵康道 这是国师大人 七名间谍头子吓了一跳 连忙行礼 参见国师大人 行了都起来吧 以后我就是你们老板 赵康恶趣味地笑了一声 对外就宣传我姓爸 叫爸爸 我等遵命 曹白露扭头疑惑 有什么特殊含义 没 怎么了 赵康忍住笑容 曹白露 没 就是听起来 好像有些不太好 这不重要了 来都各自介绍一下你们的身份 赵康道 七名掌柜 一一报上名信 赵康想了想到 刘掌柜 一万斤白糖 就由你的铺子来售卖 一钱银子一斤 刘掌柜吓了一跳 老板这会不会太贵了 啥糖能卖到一千银子一斤啊 赵康给了个白眼 废话我这 可是白糖 和他们齐国人平时吃的糖不一样 马掌柜肥皂三千块 香腹玉一千块 肥皂一千银子一块 香腹玉五两银子一块 暂时有你们两人去售货 其他的姜酒香水 都分发到各自的铺子摆好 以后你们就叫爸爸摆货行了 遵命 其余六名掌柜的下去忙活了 马掌柜也就是最先接待 赵康众人的间谍这时候说道 老板当家的 有个事儿得和你们汇报 怎么说 赵康询问道 马掌柜连忙道 咱们铺子被人盯上了 赵康和曹白露都是一惊 尤其是后者 眼神变得凌厉起来 你们暴露了 马掌柜连忙道 这倒不是 是齐国有个在朝官员 要收购咱们的铺子 他在齐国权势很大 曹白露皱眉 这可就不好办了 强龙不压地投舌 何况这还是在齐国京城 要是来个全市滔天的家伙 非要抢买抢卖 他们也没有办法 赵康询问道 是哪个 马掌柜 齐国丞相周月 这家伙 他干嘛要收购咱们的铺子 赵康乐了 你认识 曹白露询问 赵康 那可是我周哥呀 我当然认识了 要没这大哥帮忙 当初能坑到那两千五百万 马掌柜道 其实是周家三房的少爷 周明 此人才疏学浅 一直混吃等死 但最近不知道 是不是脑袋被门挤了 非要做生意 然后就看中了咱们的铺子 马掌柜有些无奈 显然被这周明烦得不行了 都已经上门两次了 我都想把这小子给做了 赵康感兴趣道 这个周明和大少爷周贵是兄弟 马掌柜点头道 不错 行吧 这件事交给我来处理 他要是再上门 就告诉我 赵康嘖嘖有声 好久不见 我那大侄子了 还真有些想他 齐国丞相府 一胖子正在晒太阳 突然间打了个寒颤 怪事了 怎么突然降温了 这时候院外 传来一阵呼声 大哥 胖子便是赵康的大侄子周贵 扭头看了一眼来人 老三干嘛 一身紧义的周明走了进来 大哥我之前和你说的事情 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周贵撇了撇嘴 不是我说你啊 老三 你瞧瞧你 再瞧瞧大哥我 咱们这三百多斤 乃块肉是做生意的料 安安静静混吃等死 不香吗 大哥你怎么如此不争气 周明气呼呼地说了一句 相较于已经三十的周贵 他年纪很小 不过十六七岁 是周月的小妾所生 周贵老娘早亡 没给他留下什么兄弟姐妹 尽管他在外面嚣张跋扈 但是对于自己这个弟弟 却挺疼爱的 这会儿 见周明没大没小地教训自己 也不在意 反而笑呵呵道 老三 那不是我说你啊 咱爹现在是丞相 在齐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给咱们积攒下了 这十辈子也花不完的家业 后辈子孙就咱们兄弟两个男的 以后迟早都是我们俩的 你急什么 周明撇撇嘴 大哥你这话说的 就算如此 但是咱爹平日里 给的花销也太少了啊 老子一个月才给十两银子 你更惨 这一点钱够谁花 周贵无奈道 这事怪我 当年惹到了那姓赵的 咱爹这才降低了咱们的花销 怕咱们出去惹乱子 不过这不也挺好的 家里有吃有喝的 干嘛非要去做什么生意 周明气呼道 可他娘的 我想去逛个青楼 喝个花酒都没钱啊 那万花楼的小翠红 都想死我了 人家是想你兜里的银子 你呀 还是安分些吧 这年头 朝中不知道多少人 盯着咱爹呢 别给他老人家惹事 周贵说完 就不再去搭理自己弟弟了 不得不说 这家伙如今有了很大的改变 这还是拜赵康所赐 当初那一个教训 让他记忆深刻 尤其是后来周月和他说 那赵龙一招就甘非 他们骑过一个将军 周贵这才知道 自己当时的确是 惹到了不能惹的人物了 要对方不是别国特使 而是一个江湖中人呢 几刀砍死自己 逃之夭夭 哪能找谁说理去 所以这些几年 周大少爷都是在家里 混吃等死 极少出去闲逛 见周贵死活不答应 和自己一起发大财 周明冷哼一声 我自己干去 看着他气急败坏离开的身影 周贵摇了摇头 能摆烂躺平非要折腾 真不知道现在年轻人怎么想的 却说 周明从自己大哥那离开之后 叫上了几个丞相府看家护卫 就出了门 直奔朱雀大街 马掌柜这会儿 正在指挥众人摆货 一见这小子来了 心里咯噔一声 随后装傻道 这位公子 你怎么又来了 都说了 咱们这几间铺子不卖 接二个 你不卖也得卖 告诉你 老子是你惹不起的人 赶紧把地契拿出来 钱老子暂时没有 等以后 自从周贵的事情之后 周月就严令自己两个儿子 不得打着丞相府的名号 欺男罢女 一来就像是周贵说的 现在齐国可是有不少人 眼红他的丞相之位 无数双眼睛盯着他 得小心行事 二来也是避免当初那样的事情 再度发生 自己就两个儿子 平日里又都不是什么好鸟 要是让人宰了 那可就好玩了 因此 周明一直没有对马掌柜 他们表明身份 只是他不知道 人家早就把他的来历 调查得一清二楚了 正坐在一旁喝酒的陈江河 看了周明一眼 心想这齐国人都这么嚣张的吗 抢买抢卖也就算了 连钱都还要后面给 马掌柜的一听 也是气笑了 这位少爷 说了不卖就是不卖 您找别的吧 他娘的 给脸不要脸是吧 来人 都给我砸 周明大怒 就在这时候 身后一道黄梨般清零嗓音响起 这是怎么了 周明回头一看 当即就惊呆了 好漂亮的美人 极品货色呀 来人正是赵康和曹白露 刚两人出去逛了逛 这会儿赶回来 刚好撞上了周明来找麻烦 这位小姐 在下周明 不知姑娘方明 可否告知 周明一瞬间就变得彬彬有礼 仿佛就是个常年捧着书本 做学问的家公子一般 赵康乐了 这小子变脸挺快呀 马掌柜这时候上前一步 老板 当家的 就是这位少爷 一直要买咱们的铺子 听到这话 周明脸色一变 狐疑地 看着赵康和曹白露 你们就是这几间铺子的老板 赵康神态嚣张 都不带正眼看周明的 哪来的小屁孩滚一边去 小心我抽你 周明顿时大怒 这年头 居然还有比自己更嚣张的人 还当着这么漂亮姑娘的面骂自己 不甘死 你老子 就不是丞相的儿子 当即周明手一挥 给我上打死这家伙 七八名护卫 顿时冲了上来 赵康却没有任何动作 因为铺子里的沉浆和洞了 一阵人影闪动 这群护卫就全倒下了 抱着腿脚哀嚎不止 周明直接吓猛逼 指着沉浆和话都说不全了 你你你 你是人是鬼 当然是人了 沉浆和微笑道 赵康这时候走上前 扬起手就给了周明一个大耳瓜子 好你个毛都没长齐的小蚂蚱 很嚣张啊 老子替你爹教育教育你 一巴掌抽得周明晕头转向 还没等回过神来 就听赵康道 来都给我带进去 好好教训一顿 好嘞 铺子里顿时冲出十几人 将周明连带护卫 连暗带踹地压进铺子里 周明这时候才反应过来 你们敢 老子的爹是丞相周远 你们敢动我一根手指 我砍了你们全架 马掌柜一听 顿时大惊失色 老板他是丞相的少爷 赵康也愣了一下 仿佛被吓到了 周明健壮 立刻得意洋洋起来 怕了吧 还不赶紧放了老子 把铺子给老子 还有这女人我也要 老子就饶了你们 不然哼哼 不曾想赵康扭头一吼 关门 周明瞬间猛逼 这是要干什么 铺子的门刷一下被关上 赵康叫道 伙计们 坏菜了 咱们摊上事了 咱们打了齐国丞相的少爷 怎么办 陈江河接话凶神恶煞道 老板 把他们全杀了算了 弄包化尸散 保证骨头渣子都找不出来 我操 周明差点吓尿了 看着周围赵康等人凶狠的表情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自己今天摊上大事了 周明被吓猛逼了 话都不敢说 赵康暗中翻了个白眼 这家伙求饶都不会 他只能露出为难之色 曹白露这时候贴心地接上话 可外边接上不少人都看到了 咱们把他们带进来了 要不还是放了吧 马掌柜也来掺和了一脚交集道 当家的不能放啊 他爹是丞相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这要是放了 这小子后面肯定会叫他爹来报仇 我看就全杀了 反正这事儿也不是第一次做了 到时候话湿散一洒 就是几滩臭水 死无对证 他们又能拿咱们怎么样 赵康点点头 有道理 杀人灭口吧 别啊 周明扑通一声就跪了下来 眼泪哇哇往外冒 这会儿十分后悔自己 为什么没有听大哥周龙的话 各位好汉 只要你们饶我一命 我绝对会报复你们 我呸是绝不会报复你们的 我发誓 吓得连话都说不清楚了 可见这家伙怕成了什么样子 没办法实在是马掌柜那句 这事儿又不是第一次做了 实实在在地吓到他了 一听就知道 这几个都是手上有人命在的啊 你先起来 赵康面露难色 旁边人把周明扶了起来 看着他浑身发抖的模样 赵康心笑 终究还是个孩子 要是再吓唬吓唬 保不齐精神病都要出来了 于是他便道 周少爷 其实刚才咱们就是一场误会 对不对 对对对 是误会是误会 周明立刻道 赵康笑道 我那是生意人 来你们齐国开铺子 就是为了赚钱 和气生财吗 对不对 对对对 和气生财 和气生财 周明点头 赵康气 这个傻X 还得让自己来点 他拉了张椅子 都把人松开 给咱们周少爷拿张椅子来 泡壶好茶 好嘞 周围人立马硬喝着 周明忐忑不安地看着周围 最后望向赵康 好汉 你不会杀我了吧 诶 周少爷这是什么话 不是都说了是误会 我们生意人最忌讳打 打杀杀了 赵康道 周明心里非议 他娘的 有你这样的生意人 一言不合就杀人 还带着江湖传闻中的话失散 你是个狗屁的生意人 赵康这时候 伸手从怀里掏出了一张千两银票 来来来周少爷 这一千两你拿着 刚才打了你一巴掌 是我不对 就当给周少爷赔礼道歉了 周明一看银票 胆子都大了几分 实在是这两年过得太拮据了 去青楼都要人请客 给我的 他试探道 赵康笑道 对 咱们交个朋友嘛 忘了自我介绍 别人姓爸 周少爷可以叫我爸爸 我那诚意十足 就是不知道周少爷 愿不愿意交爸爸 我这个朋友了 听他这么一说 再看他脸上那温和的笑容 周明一下子忘了自己 身处险境的事情 一把接过了银票 好爸爸 那我就交你这个朋友 诶 周少爷也是性情中人啊 来人 拿咱们的酒来 买几个小菜 我要和周少爷好好喝一杯 赵康叔谈道 很快酒菜就上棋了 确定了自己不会再有危险 周明也就彻底放松了 毕竟是个缺心眼的孩子 来 周少爷尝尝咱们这酒 这可是一等一的好酒啊 赵康说道 周明文言 一口干了杯子中的酒水 随后脸都红了 直吐舌头 霸凶 这酒好烈啊 周少爷不必客气 叫我爸爸就好 当然烈 这是真男人才能喝的酒 只有顶天立地汉子才配喝 赵康语气豪迈地忽悠着 周明脸更红了 不全然是酒精作祟 而是想起了 刚刚自己哭着下跪求人饶命 好像有点不配喝这个男人才能喝的酒啊 周少爷 我也敬你一杯 就想当前说的一切都是误会 咱们一笑明恩仇如何 曹白露笑容绝美 美目看着周明 这一刻周明只感觉魂都要飞了 连忙端着酒 没有没有叫我周明就好 说完又是一口干 赵康又拿起酒杯敬酒 接连干了三杯 足有三两多 周明已经晕呼了 站起来一拍桌子手指赵康 眼睛却看着曹白露 爸爸 哎 爸爸在这呢 周明 自从看见嫂子的时候 你这个朋友 我交定了 以后 咱们就是兄弟了 来我敬你一杯 还有嫂子 我也敬你 曹白露笑得那叫一个风情万种 赵康有些无语 这缺心眼的孩子 这就又给自己整个老婆了 四杯酒下肚 周明已经有些醉了 但是少年心性 还是让他强撑着意识 拉着赵康道歉 爸哥 之前是我不对 不该想要抢买你的铺子 你大人有大量 可不能记恨兄弟我啊 咱们兄弟谁跟谁啊 说这种话 罚你再喝一杯 场面一下子变得其乐融融 最后酒精上头彻底醉了的周明 还拉着赵康大道苦水 说自己虽然是丞相之子 但这几年生活苦啊 一个月只有十两银子的花销 干啥都不够 还被一群狐朋狗友看不起 哪里像爸爸这么好 一见面出手 就给一千两 自己怎么花得完啊 赵康听得真心疼啊 拍拍孩子的肩膀 没事 以后有爸爸我 不会让你过苦日子了 爸爸你真好 比我爹好多了 周明感动得热泪盈眶 赵康差点没被这句话呛死 看着周明醉倒 他看向马掌柜 弄间客房出来 让我好兄弟舒舒服服睡一觉 随后他又看向周明那些护卫 微笑道 诸位 你们都回去吧 周少爷有我照顾着 等他醒了 我就送他回承相府 一名护卫想了想还是道 那个爸老板我留下吧 要不然回去了也不好交代 赵康道 那也行 你自便 让人扶周明去休息 赵康和曹白露上了二楼 你哄着这小孩 是有什么计划 曹白露笑问道 赵康神秘道 有这小子在 咱们在这齐国做事 会无比的顺利 你且看着吧 不就是看中周明丞相之子身份 想要借此打入齐国贵族 方便将货出手 曹白露瞧着二郎腿 脚尖晃荡着 赵康黑一声 还真是小看你了 居然如此聪明 曹白露玩味一笑 身子猛地凑上前脸庞贴近赵康 毕竟是国师大人妻子 当然得聪明啊 这是我第二次做你妻子 国师大人不会仗着修为高深 假戏真做吧 得了吧 那倒霉孩子这样认为而已 倒也算是个不错的法子 用来隐藏你的身份 赵康伸出手指 抵住曹白露的脑门 将其推了回去 曹白露切一声 不解风情 本大人什么国色没见过 逗我玩 小心吃亏 是你 赵康笑了一声 起身离去 手整着脑袋 女子纤细欲止滚动的茶杯 没开眼笑 吃亏的是谁还说不定呢 他无心一做的 我曹白露就做不得了 到时候为你吃包春药 我看你还把不把持得住 一直到了晚间 周明才醒过来 只感觉头疼欲裂 一见旁边有人好好看了一下 发现是赵康顿时吓了一跳 随后又想起什么 放心下来 爸爸我睡了多久了 快五个时辰了 再过一个时辰 就要此时了 赵康笑道 要不兄弟 今晚不如就在这休息吧 明早再回府 周明揉着脑门 算了算了 这床睡着不舒服 赵康 这倒也是 改天 兄弟给你准备个豪华大床 睡八个人都可以的那种 那感情好啊 爸爸你可真是我亲兄弟啊 周明乐呵地下床 喝了口清茶之后 周明也恢复过来 跟赵康拜别说明再过来 赵康却道 兄弟我送你吧 正巧有事要和你商量 什么事 未该不会是要把银子要回去吧 这可不行啊 周明玩笑道 赵康 这哪能啊 咱们边走边说 兄弟 你不是要铺子做生意吗 一路走着 两人的脚步越来越慢 我们这次带货来齐国 就是来赚钱的 既然兄弟 你也有做生意的打算 那咱们就别麻烦了 咱们兄弟一心齐力断金 一起发财 岂不畅快 周明满事不可思议 看着赵康 你你你 爸爸你说的是真的 周明完全没想到 自己的亲大哥周贵 都不和自己合伙 今天刚认识的爸爸 居然愿意和自己合作 一起发财 赵康道 当然是真的兄弟 你想想啊 老弟 丞相之子 平时来往的 都是非富即贵的主 这是什么 这是你的人脉资源啊 再有爸爸 我在后面支持你 咱们能赚不到钱 那才叫怪了 周明当时心情激动起来 想了想之后又道 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了 不过爸爸 这圣经城的达官贵人 用的可都是好东西 你的货 赵康挑眉一笑 老弟 相赋予你用过吧 周明点头 这当然了 你是不知道 这破玩意儿有多贵 撒两银子一块呢 在圣经城 还是供不应求 听说是钱国产的 这帝都的太太小姐 到处在求购 只不过 因为前段时间打仗 咱们齐国和钱国 断了生意往来 已经一年多没货了 赵康神秘道 我有 而且有三千多块 真的假的 周明差点一蹦三尺高 爸爸 我跟你说 这玩意儿 现在可是紧俏货 我前段时间听万花楼的小红翠说 他们楼里的花魁 初十两银子 求够一块都没着落呢 现在 也就宫里娘娘皇子啥的 才有用的 赵康笑道 当然是真的了 而且是货真价实的 前国出品的香肤玉 还有肥皂和香肤玉是一样的 只不过没有香味 另外 我还有一种好东西 保证是所有女人最爱的 另外 今天那酒你觉得怎么样 够近 不愧是真男人男子汉 才配喝的酒 这酒怕是得要不少银子吧 喝了这酒 我感觉平日里喝的那些酸里巴基的 跟他娘醋一样 没味儿 周明道 赵康 这酒也是咱们买的货 还有另外一种酒 更香醇 周明彻底疯狂了 抓着赵康的衣领 你是认真的 你真的要和我合作卖这些东西 赵康义正言辞 当然了 你我是兄弟 我肯定要照顾自家兄弟啊 好兄弟 咱们以后就是亲兄弟 周明哈哈大笑 只感觉无数白花花的银子 在眼前乱飘 赵康这时候又道 不过兄弟啊 咱们亲兄弟也要明算账 你知道的 我家业不小 就这次送货的人就三百多好 所以到时候 只能分你一成例 一成就一成 兄弟你肯和我合伙 我已经很高兴了 就你说的这些东西不用我 你也能卖得出去 但还是想到我了 周明语气那叫一个诚恳 以后在这圣经城 谁敢找你麻烦我亲自弄死他 上刀山下火海 我都不怕 真的假的 赵康诧异 赴汤捣火呀 爸爸 赵康突然感觉到自己很罪恶 这倒霉孩子十六七岁 正是蒋哥们一起的时候 自己这样利用 真是该死啊 不过算了 不经历社会毒打 怎么才能成才 就当他买个教训吧 这样一想 赵老爷心里 就又好受许多了 终于到了丞相府 赵康本打算走了 但周明这一刻 完全在信头上 非要请赵康进去做作 说是什么商谈一下今后的宏图伟业 不去就是 不给兄弟面子 赵康又不过最终答应下来 丞相府自然奢华气派 不用多说 周明拉着赵康 来到自己的别院 直接叫醒了厨子 去弄了一桌好酒菜 要再喝一场 这一顿饭吃了一个多时辰 结果就是 周少爷又醉了 赵康只能让几个 还清醒地护卫去照顾他 自己准备独自离开 按照24小时之推算 这会儿已经快凌晨两点了 就连丞相府的下人 都已经睡去了 只有几个护卫首页 走出周明的别院 绕了一会儿 居然惊奇地发现自己迷路 望着误入的院子 和悠悠闪动的灯火 赵康暗骂一声 该死的官僚资本主义 房子搞这么大 做什么 他嘀咕两句 全然忘了 他之前的郑国王爷府 比这丞相府 还大上不首 正当他想着 是不是施展轻功 离开这丞相府之际 一道细微的声音 传入他的耳中 声音 是从前方房屋之中 传出来得 三更半夜的 这屋子还亮着 让赵康心下有些好奇 便了凑上前几步 只是等他靠近了窗户边 赵康脸上神情 变得有些尴尬 芒低下身子 因为他听出了那声音 分明是个女人的 声音中 透着忧怨寂寞 以及难以言说的渴望 这分明是有人在行雨水之花 哪来的赤男怨女 挺住自己还是 别去偷听了 要是让人发现 就不太好了 他猫着腰准备离开 起身之际 终究是没忍住 回头看了一眼 窗户是半开着的 办事的人有些不小心 房间内的灯火 悠悠闪动着 让屋内显得有些昏暗 但见床围间 一身暗红色的云纹绸子 一群下摆岔开着 露出一节 浩月淫欲的白嫩腿弯 赵康瞬间心跳加速 就见那标志美人 躺在床间身子微挺着 红唇微张 随着一声健高的身影 女子像是泄气的皮球一般 腿脚甚至 足肩绷紧 眉眼间满是回味的余裕 赵康不敢再看了 连忙施展轻功 纵身而起 踏着强颜飞身而去 这丞相府的女人 都这么饥渴了吗 一直回到铺子当中 赵康脑海中 还是先前看到的香艳一幕 前世看片的时候没少见 但看真人表演 和看电子屏幕 那是截然不同的感官冲击 要刺激一百倍 这会儿赵康心想着 要不去喝个花酒 想想还是算了 倒不是说他守着 本分里叫啥的 只是有了家中 那四朵胶岩金花 如今口味有些挑剔了 这一晚 赵康睡得有些不太安稳 做了个美妙的春梦 第二天一大早 铺子刚开门 马掌柜就见外边站着周明 不由地愣了一下 这倒霉催得怎么又来了 周少爷 周明打了个招呼 老马 我爸哥醒了没有 他抬脚走进铺子 马掌柜笑道 老板还睡着呢 周少爷有什么事吗 有人笑问道 周明看过去 连忙热情地叫了一声 嫂子早啊 一身蓝白相见水绣 长裙的曹白露走来 脸上的笑容更盛 早啊 快坐吧 昨天你喝不少酒 怎么不好好休息 一大早就赶过来了 周明忙道 嫂子我就不坐了 我来请八哥的 既然他还没醒 那么等会我再来吧 曹白露听闻 秀眉轻条 你有话 我帮你转达吧 他这会儿正睡着 这也行 周明想了想到 是这样的嫂子 我娘亲知道了 我要和爸哥合作的事情 所以今天想请爸哥 去府上做客 其实我说了不用的 爸哥这么好的人 怎么会忽悠我呢 但他不信 真的是烦死了 曹白露眼口笑一声 这是应该的 行 这事儿 待会嫂子帮你转达的 周明一听 好嘞 那我就先回去准备了 看着周明离去 马掌柜呵呵一笑 毕竟还是个孩子 这小子 还真是被老板玩得团团转啊 曹白露看了他一眼 笑容收敛起来 做好自己的事情 别露出马脚 当家的放心 都是老酒菜贩子了 这种错误不会犯的 曹白露嗡了一声 上了二楼 来到赵康的房间 直接推门走了进去 就见赵康还在呼呼大睡 他心下一动 捏手捏脚地走了过去 看着闭眼熟睡的赵康 伸出手去 准备捏紧赵康的鼻子 结果他的手刚碰到赵康之际 下一刻 赵康猛然睁开眼睛 都不带看清是谁 右手闪电般地探出 抓住他的手腕 同时左手腾出抵住他的小腹 双手发力一扯一带 直接将他整个人带上床 并翻身而起 将他压在了身下 惊恐的叫声让赵康一愣 仔细一看 这偷袭自己的毛贼 居然是曹白露 他梦了一下 怎么是你 曹白露翘脸通红 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两人姿势十分羞人 曹白露被赵康按在床间 双腿曲卷膝盖 抵在了他胸膛 蓝白裙摆如花一般荡开 退到了柳腰之间 赵康则跪坐着 右手扣着他的手腕 一手掐着他的脖梗 二者几乎是贴在一起的 仿佛过了一个世纪之久 曹白露开口 那个 赵康 嗯 你是不是 尿裤子了 曹白露羞涩地问话 让赵康只想要找个地方钻进去 脸上骚得慌 没 我没事 说着松开了双手 准备起身 结果见曹白露 还保持着那个姿势 他满头黑线 松腿啊 曹白露后知后觉 连忙打开双腿 只穿着那衣短裤的赵康 下床背对着后方 这会儿 曹白露也连忙下床 都没敢看 赵康一眼 直接跑出了房间 回到自己屋里 连忙关上门大口喘息着 过了足足半个时辰 洗了个澡的赵康 下楼来到大厅中 左顾右看 也没见曹白露 这样更好 省得一会儿尴尬 这娘们好死不死尽 自己房间干嘛 妈的 这事儿就该怪 昨天成相府的那个女人 要不是她老子会做春梦 这下好了 要是之后 这事儿 要让家里那几位晓得了 那不得干账 真是该死啊 一直到晌午的时候 曹白露才重新出现人前 赵康只看了一眼 就转过头去 因为曹白露换了一身衣裳 显然刚刚洗澡去了 看到赵康 曹白露也是翘脸一红 但想到周明说的事情 还是来到她对面坐下 赵康干咳一声 早啊 曹白露立即瞪了她一眼 随后才到 周明说 她娘请你 去成相府做客 谈起正事 赵康的尴尬就少了许多 疑惑到 去成相府做客 对 听周明的意思 好像是她把咱们 要和她合作的事情 和家里人说了 曹白露道 她娘担心她 所以想要看看 你这个合作伙伴 这样啊 赵康想了想到 估计主要还是 昨天周明那些护卫 把咱们打了周明的事情 禀告了 周明老娘有些不放心吧 那你打算如何 赵康笑道 当然得去一趟 马掌柜挑十块香肤玉 还有一瓶香水出来 用礼盒打包好 好嘞老板 曹白露点点头 既然对方是周明老娘 那么和帝都的贵妇小姐 肯定相识不少 相较于周明 她的人脉更加广泛 没错 那我就先走一趟了 曹白露 不要我去 你还是多么清楚一下 这圣经城的情况吧 那里有我一个人就足够了 谈话的功夫间 马掌柜已经将赵康要的东西 打包准备好了 滴流着礼盒 赵康便赶忙出了门 颇有种躲着曹白露的意思 昨天送周明来过一次成相府 这会儿已经是轻车熟路了 恰好今天守门的护卫 其中一人 是昨天跟着周明去到铺子里的人 见到赵康来了 连忙走上前来 爸老板 您终于来了 赵康诧异 怎么了 我家少爷都问了六七遍 你来了没有 都想再去铺子找你了 护卫恭敬道 这样啊 劳烦带路吧 赵康笑道 护卫在前带路 走在回廊间 看着四周的假山楼阁 赵康脑海中 不禁想起了昨晚的那个女子 可别撞上对方了 一到周明的院落 赵康还没走进去 就听见周明不耐烦的声音 哎呀娘 都说了多少次了 爸爸是好人 坏人能一见面 就给我一千两银子 对他是动手打了我 那也是 我先去想要强占他的铺子 行了行了 懒得跟你说了 等见了爸爸你就知道了 孩儿好容易下定决心做件事情 你成天唠叨个什么 赵康心笑 这小子挺叛逆啊 他走进院子中 护卫这时候开口 少爷 爸老板来了 前方周明惊喜地回过头来 爸爸你来了 赵康笑着打了个招呼 视线偏转 结果登时 脸上的笑容就僵住了 依旧是那一身暗红色的绸缎锦衣 女子长得十分标致 一双柳叶眉虎而眼 玉面粉夹唇角靠下的位置 有着一颗美人质 给其增添了不少魅力 此刻正上下打量着赵康 眼中闪过一抹一色 好个秀气的男子 原本还以为是什么横行无际的匪类 不曾想还挺出彩的 而赵康 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这周明的娘 分明是昨晚他偷看到的那个 深夜奖励自己的女子 只看模样 对方应该不过三十出头的年纪 样貌十分不俗 周明十六七岁 这说明 这女子嫁给周月的时候 也就十五六岁的样子 在这个时代 着实不算什么稀奇的 上次见到周月的时候 对方已经不年轻了 这会儿 估计快六十了 估计是不中用了 这样一想赵康就明白了 老枪已经上不了糖费了 偏偏女子正是最猛的年纪 难怪昨晚那声音那么优越 爸爸 你咋了 周明叫了一声 将赵康的思绪拉了回来 他忙道 没什么 快步上前 赵康朝着女子行了一礼 在下见过夫人 你就是爸爸 宋青言轻声道 语气中有些许巨傲 赵康抹了抹鼻尖眼珠笑容 便是在下 略被薄里不成敬意 还望夫人笑呢 爸爸 来就来你 还带什么礼物 不把我当兄弟了 不是 周明这时候插话 让护卫下去 之后就拉着赵康坐下 兴奋地指着赵康道 娘 他就是爸爸 紧过来的商人 宋青言文言恩了一声 随后对周明道 女儿 你去看看厨房准备得怎么样 既然来了客人 待会的膳食自然得丰富些 得好好款待贵客 你盯着点 周明没有多想 说了声好 对赵康道 爸爸你先坐呀 待会咱们再好好喝一杯 好嘞 赵康点头 周明一走 院里的气氛就不对劲起来 宋青言眼神带着几分轻蔑 你是井国人 回夫人的话 在下正是井国人 宋青言哼了一声 井国人怎么跑到我们七国 来做生意了 还拉拢了我 你胆子很大 赵康文言轻笑一声 不卑不亢道 夫人 在下只是个商人 只要有利可图 有钱能赚 不管是什么地方什么人 在下都愿意尝试的 待没一蹴 宋青言赤道 哼 你可知道 殴打丞相之子 是何罪 我儿年小 被你几句话就耍得团团转 不予追究 但我可不是好糊弄的 你休想 要以我而谋利 赵康哑然失笑 看着宋青言 夫人此话严重了 我与周明少爷 可谓是不打不相识 如今以话干戈为玉伯 说句不好听的 夫人要追责在下 恐怕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在下既然来自井国 夫人可听过井国上午成风 便是七岁小儿 也能耍些拳脚把势 看着赵康用两根手指 将石桌戳出一个洞来 宋青言顿时花容失色 你在威胁我 只是阐述事实罢了 赵康笑了笑 夫人莫怪 这是在下给夫人准备的礼物 这是乾国香夫玉 赵康说着 打开第一个礼盒 将石块包装精美的香皂 拿了出来 听到香夫玉三个字 宋青言脸上的不悦之色 缓和下来 乾国和井国关系良好 能从乾国那 拿到香夫玉来售卖 宋青言也没有起疑 只是 假装不在意地看了一眼 漫不经心道 看不出来 你路子还挺广的 在这种时刻 都能拿到香夫玉来齐国售卖 赵康微笑道 不是什么贵重物品 还请夫人笑呢 宋青言没有什么表示 心底却活泛起来 一双虎眼 看着赵康拿出的那些香夫玉 正如昨晚上周明说的一样 如今在齐国和周国 这香夫玉 可是正儿八经的紧俏货 属于是有钱都卖不到的那种 在这玩意儿还没现实之前 如宋青言他们这样的豪门女子 洗澡沐浴 都只是弄些花瓣泡泡 洗完之后 再焚香熏体 一套流程下来 没个把石沉根本弄不完 但是自从有了赵康这香皂 那可就方便得多了 节省了时间不说 效果还很好 洗完之后 身上香喷喷的 因此 当齐国商人从贵族堂买了香皂 弄来齐国之后 瞬间就受到无数千金小姐 豪门阔泰的追捧 只是随着之前的战事 齐国商人都不敢去前国买东西了 香夫玉的数量 一下子就减少了 仅有的一些还都被功力给收缴了去 这会儿 赵康居然大方地一下子拿出十块来 轮价值这十块香夫玉 最多也不过百两银子 但在宋清延心里 可比那要珍贵得多 就算自己不用 用来做人情送礼 那也是极好的呀 想着 宋清延开了口 听明儿说 你和他合作 售卖的货品之中 就有这香夫玉 正所谓文贤英之雅逸 赵康顿时就明白了 宋清延话中的意思 夫人说的是 以后夫人要用到这香夫玉 和我说一声便是 好东西 当然要紧着自家人嘛 听到这话 宋清延笑了笑 喝茶 谢夫人 赵康端起茶碗抿了一口后 夫人 除了这香夫玉之外 我还给夫人准备了另外一样礼物 哦 说来听听 宋清延其实早就注意到 另外一个没有打开的礼盒了 赵康笑容和煦 相较于香夫玉来说 此物才是好东西 夫人请看 说着 他打开了礼盒 宋清延就见到礼盒中一个仿佛是琉璃烧制的透明瓶子 瓶身晶莹剔透 宛如宝石夺人目光 瓶子之中的黄色液体晃动着 仿佛液体黄金一般 煞是好看 一下子就引起了宋清延的注意力 这是何物 赵康忽悠人的本性立刻就冒了出来 夫人 这可不是简单之物 乃是天香神水 传闻在久远之前 我们北地 乃是一个大一统王朝 而在这个王朝 有一名世间最美的女子 后世人将其称为香妃 传闻中这位香妃 天生体质特殊 身上带有一香 香妃擅长跳舞 每次在御花园中起舞 她身上的香气 可以吸引万千蝴蝶翩然舞动 香妃堪称古往今来第一美人 但正所谓 大多好物不兼劳 采云易散流离碎 在二十三岁那年 香妃得了重病芳华早逝 帝王痛心疾首 每日心念香妃 甚至到了茶饭不思荒废朝政 这是天下大乱的地步 就在这个时候 帝王做了一个梦 是已经死去的香妃 托梦给她的 原来香妃乃是仙界的天香神女转世 所以才会一出生就带着一香 为了不要让这位帝王 因为思念自己而荒废朝政 香妃梦中传授帝王治香之法 帝王醒过来之后 就立即让人按照香妃传授的治香之法 居然真的做出了 和香妃身上一香一样的味道 最终帝王将此香命为天香神水 女子只要一点点天香神水 涂抹在身体上 就能让身体部位 变得和香妃一样充满芬芳 而咱们后世之所以要沐浴焚香 佩戴香囊 其实啊 也就是因为天香神水失传的缘故 不得已才只能用这种办法 来使我们身上带有一香 赵康说瞎话的能力 那是张口就来 听得对面的宋青妍 一愣一愣的 美目中有些不可思议 你说的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 赵康认真的点头道 我这一瓶就是天香神水 涂抹在身上会有极强的花香味道 而且能够足足维持一天的时间 夫人若是不幸可以试试 快给我试试 宋青妍几乎是涂口出 女子眼神中有着难以言状的渴望神情 女子都是爱美的 尤其是这个女子生养的 还是十分美严 赵康立马就打开了香水瓶子 夫人请伸手 宋青妍立马伸出右手 赵康往她手上倒了些许香水 女子瞬间就闻到一股桂花芬芳的味道 赵康没有多想 就拉住她的手 宋青妍交去一个机灵 刚想怒斥赵康无礼 随后就见赵康用手指 将她手心的香水涂抹均匀 一边抹香水一边说道 夫人 因为这天香神水的效果太强大 所以使用这香水不能太多 否则香味太浓就会呛人 要像我这样均匀地涂抹 她只顾着示范 全然没有注意到 此刻宋青妍的神情 有诧异 有恶然 还有些许莫名的羞难 这还是宋青妍第一次被陌生男子握着手 并且 这个男子这会儿 还在摸着他的手腕玉璧 仿佛在把玩一般 赵康此刻易容出来的容貌十分俊秀 有骨子舒眷气 让她不禁怦然心动 这时候 赵康抬头道 好了夫人 你闻闻看 啊 宋青妍茫然地叫了一声 眼神还直勾勾地看着赵康 赵康一见自己还抓着对方的手 心里也吓了一跳 连忙缩手告罪道 在下冒犯了 还请夫人赎罪 嗯 无 无妨 宋青妍快速缩回手 鼻尖却已经嗅到了那股香水散发的芬芳 惊奇之下 抬起手嗅了嗅 美目之中满是惊诧 好香的味道 赵康顿时满意地笑了笑 这是当然的了夫人 这可是 仙界的天香神女传下来的配方 当时也只有我能够做得出来了 一开始推销产品 赵老爷立马就进入了状态 而且 这天香神水不光是制作不易 连保存也是极为艰难 因此 我特意花高价买了一块天然宝石 将其分割掏空 这才做成了这种宝石瓶子 别的不说 光是这瓶子 就价值百两银子 只有这瓶子 才能够保存住这天香神水 不知道夫人可还喜欢 芳香的味道萦绕在鼻尖 远远比什么沐浴焚香好闻得多 甚至用了香肤玉 也远远比不上这种香味 宋青岩甚至有些激动地说道 喜欢 我太喜欢了 看着这女人已经被糖衣炮弹击中 赵康笑道 夫人喜欢就好 这两瓶天香神水 就送给夫人了 宋青岩惊喜万分 一时间有些难以自惊 那就多谢爸爸你了 哎 夫人说的这是哪里话 我与周明一见如故 况且 正所谓宝剑赠英雄 而这天香神水 也该送给向夫人如此绝世美人才是 夫人如此天仙滋容 再加上这天香神水 恐怕就算是那帝王 此刻还活着 见了夫人 也要误以为是香妃复生了 一通连珠炮说的宋青岩 那叫一个心花怒放 眼口倾笑 哪有你说得这么好 我不过是凡人一个 如何能比得上那传说神女转世的香妃 哎 夫人谦虚了不是 赵康继续拍着马屁 要我看也就是那香妃芳华早逝 不然如今和夫人比起来 怕是也要自残行贿 油腔滑掉 说的话倒是中听 宋青岩笑叶如花 目光之中轻蔑早已消失的无影无踪 取而代之的是种自傲和得意 她本就极为美艳 要不然当初也不会被周月娶作小妾 如今三十出头了 虽然保养得当 如二十五六的女子一般 但在这个女子十五六岁 就可以嫁人生孩子的时代 她这些年常常感叹 自己是不是老了 如今见到一个大帅哥 如此不要脸皮地夸张自己 自然是心花怒放 更有种 原来老娘依旧咽压群芳的感觉 真心话 真心话 赵康笑着 就在这时候周明来了 看到其乐融融的一幕 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开口叫了一声 娘 你们聊什么呢 宋青岩起身收着 赵康送来的礼盒 一边笑着对周明道 没什么 明儿厨房准备得怎么样了 让他们弄得丰盛一些 咱们好好款待一下爸公子 你们先聊 我待会再过来 说完 连忙拿起礼盒 脚步欢快地离开 周明有些诧异 看着赵康 我娘怎么了 没什么 你娘已经被我拿下了 赵康随口道 周明一听大喜 好事啊 还是你有办法 这样他就不会再干涉咱们合作的事情了 赵康点了点头 片刻之后 宴席已经准备好了 宋青岩换了一身华贵的锦缎衣裙出现 一桌子二十多个菜 就他们三人 周明拿起酒杯 来爸爸 走一个 爸公子同饮一杯吧 宋青岩也道 赵康也端起酒杯 三人简单碰了一下 周明有些郁闷地道 这就真不够味 还是爸爸你 那酒有味道 赵康笑 那是咱们之后做生意用的 等后面货多了 你想喝多少 我就给你送多少来 你们还打算卖酒 宋青岩挑眉 周明道 是啊娘 你不知道爸爸酿的那酒 可厉害了 那叫一个猎 宋青岩点了下头 赵康这时候开口道 夫人 为何不见丞相大人 宋青岩倾诉眉头 相爷公务繁忙 已经有一个月不曾回家了 周明嗨了一声道 还不是因为打仗的事情 咱们齐国打了大败仗 又要给钱国赔钱 我爹和一帮子王公大臣 这段时间都在想着 怎么弄钱呢 他娘的那酒公主也够狠的 为了弥补国库亏空 都直接让再朝大官捐家产了 赵康文言不由地猛逼 宋青岩看了眼自己的儿子 沉声道 女儿 以后这种话少说 周明不在乎道 又不是什么秘密 这还是李家小子告诉我的 他爹管着户布 赵康夹着菜 很是随意道 让大臣捐家产 这别人能干 周明立刻就将 自己知道的消息抖了出来 不干 那就直接杀头 前些天就宰掉了18个官员 家产都全部充公了 赵康吓了一跳 没想到如今齐国形势 居然这么严峻 行了行了 别说这些了 来吧公子吃菜 多谢夫人 赵康生晚接菜 随后道 夫人 那香水 你就按照我教你的方法使用便是 要是用完了你就说 到时候 我再给你送来 宋清言听得心里舒畅 那以后我这香水 就不会断货了 那当然啊 咱们自家人嘛 不卖都要给夫人用啊 而且以后啊 我还有几种好东西 等做出来之后 第一时间给夫人你使用 好好好 来来来多吃点 宴席的气氛 一时间无比地融洽 吃过了范兆康 就离开了 宋清言和周明母子 则在谈话 明儿 你这朋友不错 以后可以和他多接触 周明自豪道 那是当然得了 我和爸爸 那可是好兄弟 宋清言笑了笑 随后打起精神来 你之前说 光是这香肤玉 爸爸手上就有三千块 对 还有什么肥皂酒啊啥的 反正都是好东西 宋清言文言美目中一彩闪动 既然如此的话 他看了看兴高采烈的周明 光是一块香肤玉 如今圣经城内 就炒到了十两银子一块 更别说还有那价值万斤的天香神水 这样说来 这个爸爸这一批 或少说价值十万两银子 如今九公主掌权 圣经城各大豪法 都不得不上缴家产 充盈国库 周家作为丞相 更是带头捐了三百万两 可以说是伤金动骨了 如果这时候 周明能够跟着这个爸爸赚钱 不比那现在只知道混吃等死的周贵要强 那样的话 说不定将来自己的儿子 还有可能压下周贵 去继承到家主的位置 想到这宋青岩呼吸 逐渐变得凝重 看来到自己出手的时候了 离开了丞相府 赵康返回了铺子中 进门就见曹白露靠在躺椅上 身形随着摇椅一晃一晃 右手持着烟杆 正吞云吐雾呢 两人好像都忘了早前的尴尬 曹白露打了个招呼 回来了呀 赵康笑道 你倒是挺清闲啊 没办法呀 谁让你做客 都不带上我这个气子呢 没良心的 赵康拉了张椅子坐下 行了行了行了 你这家伙成天阴阳怪气什么呢 曹白露也不再开玩笑起身道 有收获 不错 赵康回想着之前和宋青年的交谈 咱们的货除了酒之外 其他三样大部分受众都是女人 光一个周明还不够 要是他娘帮忙的话 赵康择了一声 原本这批货我最多卖个一百万两 但要是周明他娘帮忙 我又把握再翻一翻 这么多 曹白露惊诧 赵康 别小看了女人的消费能力 尤其是有钱的女人对了老马 远处打盾的马掌柜文言 连忙凑了过来 老板有何吩咐 赵康道 听说前段时间 帝都死了不少大官 这事儿 你们查清楚没有 马掌柜开口道 这是当然的 老板当家的你们有所不知 如今齐国皇帝病重 已经无法处理朝政了 不过这老皇帝之前下了一道令 太子刘继元建国 明珠公主刘燕燃辅证 而且所有政务的决策权 在这明珠公主手上 所以现在执政的其实是明珠公主刘燕燃 这女子可也是个心狠手辣的主 前段时间下令将商人赋税提高了两成 瞬间就引起了齐国商人的不满 但是紧随着齐国第一大商会 明珠商会就宣布将所有财产捐给了朝廷 充赢国库 一下子就堵住了商人的嘴 曹白露分析着 明珠商会应该就是这位明珠公主的吧 对 马掌柜道 明珠商会以往是齐国第一大商会 只不过很少有人知道背后人是明珠公主 这次一口气捐了几百万两银子 让商人没话说 随后又让五品以上的在朝官员 按照品质分别上缴赢两钱财 在老板你们没来之前 因为这事 圣经城还引发了一次暴动 结果 有十八个官员及其家族 直接被满门抄斩 光是放逐的流明 就多达上千人 三品官员都死了两 赵康眯起眸子 这七国皇帝平庸一辈子 这会儿倒是下了一记神仙手 你是说 让刘燕燃执政 曹白露感兴趣道 赵康恩了一声 仅从现在来看 刘燕燃的手段虽然铁鞋很辣 但是以最快且最有效的办法 避免了七国朝廷的财政危机 只要朝廷还有钱 那就能继续招兵买马加强国防 要是我料想得不错 在国库充饮之后 他接下来做的就是征兵了吧 马掌柜惊叹道 老板你真是料事如神 没错 在将那十八名官员抄家之后的第三天 明珠公主就下达命令 让各州征收兵马 并且此女十分大胆 直接推行了一条私兵政策 曹白露大惊 开什么玩笑 私兵 马掌柜点头道 不错 门阀士族可自行招募私兵 但是人数不得多于五百 且不得披甲职锐 拥有制式武器 只可配刀剑 这样啊 在北镇府司也干了小一年了 曹白露对于军务上的事情 也了解一些 不得披甲职锐 那战力始终无法 和正规军媲美 你错了 赵康这时候开口 曹白露不解 哪里错了 只见赵康表情严肃 我敢肯定 刘燕燃这私兵政策推行之后 那些豪门士族招募的私兵 其中肯定有从军中退伍的老族 用来强化私兵的战斗力 当战事一开的时候 刘燕燃就会毫不犹豫 让这些世家将私兵交出来 他其实是利用这些世家门阀的财力 去替齐国养一批军队出来 曹白露震惊万分 同为女子 他此刻才意识到 自己和刘燕燃之间的差距 刘燕燃此举 一旦到了齐国动荡的时候 这些拥有私兵的门阀士族 很有可能就会要了齐国的命 他竟然敢做这样的事情 拥有这样的气魄 竟是女子 赵康道 换个角度想 他刘燕燃有这个自信 等到战事开始的时候 那些门阀士族会乖乖 将这些私军交出来 这种事情不是光想就能做到的 恐怕他还有其他的布置 则则 这齐国可比周国要难对付得多啊 赵康突然来了兴趣 继萧飞宇被自己亲手打死之后 这会儿 好像又冒出来一个不俗的对手 而且还是个女人 有点意思 而与此同时 皇宫之内 明珠殿 一幅画卷铺开陈列桌上 女子一身淡黄色朴素公裙束手执笔 在画卷上落下浓重笔墨 她身后跪着 刚从外地赶回来的 当今齐国臣子中最尊贵的丞相 周月 十二周各地 共有七百九十二族 已经开始招募私兵 其中各地望族与商人合作居多 他们招募到兵马 都已经安插进军中将族 女子勾勒下最后一笔 淡淡道 这些人务必盯紧了 本宫不想实际到来之际 还要分心处理他们 周月满头大汉恭敬道 遵命 这段时间 钱粮用去不少 让你招募的人找到了吗 周月连忙回应 招募了两千一十八人 其中有半数 都是从牢狱中放出来的 说着周月小心翼翼地抬头 公主殿下 你要这些平日里 绝人祖坟天打雷劈的贼人做什么 女子嘴唇翘起 钱这种东西 生不带来 死不带走 既然人死了 还要那么多金银珠宝陪葬做什么 所以 本宫想要和这些死人借点钱 想必他们 也不会出声拒绝的 周月猛逼了 呆呆地看着这名公主殿下 对方的胆子居然大到了这种地步 这时候 女子掏出了一块牌子 扔给了周月 从今日起 你带着这两千一十八人借钱去吧 要是这事暴露出去 周大人 这个丞相本宫看 也就不用干了 周月连忙道 臣遵命 请公主殿下放心 嗯 既然是给朝廷办事 那么这些盗墓贼 也算是官僚 这两千多号人 就叫摸金校尉吧 行了下去吧 周月满头大汗 他这个丞相这段时间 可算是跑断了腿 更没想到 这刚回来又得出差了 而且是去挖人祖坟 周月走后 刘延然拿起了桌上 他刚刚画好的人物像 望着画卷上的男子 女子轻声呢喃 你到底在哪呀 怎么就消失不见了 也 丞相府并不安静 男子的语气中 充斥着中老年人的无奈 哎 还是算了吧 紧接着 便是女子忧怨的唾气之声 相爷如今 怎地如此不及时了 这还没开始就不行了 竟吃药也不顶用 房间之中 周月披着外衣坐在床头 花白的头发 显示着这位齐国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丞相 已经不年轻了 偏头看了一眼娇媚的宋青妍 女子一身轻杀着身 郊躯若隐若现 就像一颗水蜜桃一般 多知诱人 周月感叹一声 这真是家中娇妻 岂我老无力啊 抓过宋青妍秀美的狱卒 周月把玩着 无奈道 没办法 上了年纪了 要是年轻个二十岁 老爷我非和夫人你 厮杀到天明不可 宋青妍心底呵呵一笑 遭老头子有多少精良当老娘 我不知道 你十六年前 不也是才脱了衣服 就歇菜了 只是这话 她也只能心里想想 说是万万不敢说出来的 这会儿故作哀怨道 我看是嫌弃妾身老了 普流之姿 不如外界女子那般柔情似水了 怎会 夫人多想了 怪事了夫人今日玉体 怎会如此方向诱人 真叫一个秀色可参啊 床上没本事 周月也指得陪笑安抚美人 拍着马屁 说到这个宋青 严立刻来了兴趣 将赵康和周明的事情说了一下 周月愣了愣 随即皱眉道 明儿不会让人给骗了吧 不会 妾身今日 见过那把公子了 此人温文尔雅言谈风趣 虽是商人 却没有那铜臭味 依照我看 明儿这菜是 交到贵人了 宋青岩笑着 想到赵康不由地 一下子心头火热起来 周月呵呵一笑 什么贵人 我看这个爸爸 也是想要利用我 周家的势力铺路 你盯个先 别让明儿被人带沟里去了 这不会 老爷放心 宋青岩点头 周月摸着胡须 既然明儿想要干点事 那就让他干去吧 只要不惹事就行 哎 我这两个儿子 这辈子当官是不指望了 只希望他们能够 守住这份家业吧 宋青岩这会儿心思一动 娇滴滴地呼唤了一声 老爷 那骨子妹意 真叫人肉都酥了 周月忙道 怎么了 宋青岩小心翼翼道 贵儿成日在家中闲玩 终究不是个事啊 前段时间 我本想要贵儿去搭理一下家族生意 可贵儿却说他没兴趣 这小子也太没出息了 周月择了一声 宋青岩忙道 是啊老爷 我就和贵儿说 他以后要做家主的 不能这样玩物丧志 可他却说 这家主 他不想做 只想混吃等死 还说什么 以后让明儿 话没有说完 宋青岩心头一跳 因为此刻周月看他的眼神很冰冷 全没有了先前的宠溺 片刻之后 周月披着衣服起身 淡淡道 自古力敌力掌 夫人是想说些什么呢 没 没什么 宋青岩低下头 美目中闪过一抹愤痕 周月看了他一眼 笑容莫名 既然没想说什么 那就好 贵儿名兄弟感情很深 你当娘的 就别去掺和了 不该想的事情就别去想 不然往往没有什么好下场 知道了 老爷 面对周月的敲打 宋青岩也无可奈何 这会儿只能顺从地点头 周月这才满意地恩了一声 和上了外衣 行了 你早些休息吧 公主殿下还有任务交给我 今夜就得走 估计又得一两个月回不来 把家看好 宋青岩连忙起身相送 等到周月骑马 随着大部队离开 回到房间中的宋青岩俏脸 顿时扭曲起来 捏紧了拳头 直接发白 老不死的 心底骂了一句 他走到梳妆台前坐了下来 翘着二郎腿 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一身青纱 藏着玲珑有致的躯体 却又若隐若现 有人非常 镜中面容 那叫一个惹人垂怜 可惜 自从生下周明之后 他这多娇花 就无人采摘了 再一想到周月先前的警告 宋青岩心中更是不平 既然他周贵没有那个心思 那周明怎么就做不得家主了 什么力敌力长 我配 自古以来 就是能者上位 想着 宋青岩不仅想到了赵康 这个警告商人搞不好 真是自己儿子的一次机会 若是他和周明 能把在帝都的生意 做得风生水起 规模巨大 见识后 以周明的名义 给朝廷捐款 如今朝廷可是很缺钱的 到时候说不定周明 还能有个官善 家主之位 就更加顺理成章了 越想 宋青岩的心 就越无法宁静 和寻常的千金小姐 大家闺秀不同 他宋青岩出身平庸 靠着姿色 入了周明的眼 进了周府 当时周府 可不想现在这样冷清 周明妻妾成群 他宋青岩 是年纪最小的一个 但容貌却最为出彩 但也正因为 这让他吃了不少苦头 尤其是在他 生下周明之后 那些平日里 妹妹长妹妹短的女子 哪个背地里 不对他们母子 恨得咬牙切齿 好几次 要不是他警觉 恐怕这会尸骨都臭了 那时候 他也不过是个 十六七岁的少女 如今 整个偌大的周府 周明不在的时候 他就成了理所当 然管事的主人 其中艰辛可想而知 暗地里不知道 干了多少脏事 也正因为如此 宋青岩更加不满足 他要守住 好不容易才得来的地位 还要帮自己的儿子 更上一层楼 心思既定 女子开始盘算起来 该如何好好利用 那位霸公子 脑海中的形貌 越渐清晰 白天和赵康交谈的内容 一一浮现 宋青岩耳边 好似又想起了 那一声声称赞 什么仙界天香神女 也要自残行贿 相非复生 绝世美人之类的 瞧瞧人家多会说话 乃像周月那颗老帮菜 不中用也就算了 还敲打起自己来了 踢掉了脚上的鞋子 宋青岩走向了 房间中的书柜 从众多书籍夹缝中 抽出了一本 披肩沙衣悄然脱落 女子走到床间躺下 单手翻看着书页 此书在民间流传不多 是少有的孤品敬品 宋青岩看着看着 便不安分起来 嫩白如玉地修长 双腿交织 脑海中浮现出一张 年轻俊秀的容貌 这人好像还是练武的 用两根手指 都能把石桌戳个洞出来 也不知道其他地方 有没有这么厉害 念头一起 便在南方下 宋青岩拿过枕头 垫在了柳腰之下 闭上了那双狐狸眼 朱唇威张 不断发出什么 爸爸爸爸之类的声音 一日 赵康起了个大早 倒不是他不想多睡会儿 而是曹白露这女人 不知道发了什么神经 非给他拽了起来 为了避免像上次一样尴尬 赵康只能挚爱 跟被窝说拜拜 入秋之际温度低 又是大早上的 街上没什么行人 赵康紧了紧衣服 看着身边一袭白衣的曹白露 别说这丫头不俗的容貌 再加上这一身白色云纹裙 还真有种仙子的气质 当然忽略了 齐腰间的烟杆子 那就更好了 不过就算是如此 这一路上 也迷得路上行人晕头转向了 我说这么冷的天 大早上 你非把我拽起来干什么 闲的 赵康埋怨了一句 曹白露哼道 一日之际在于晨之不道之道 而且 你那白糖不卖了 说到生意 赵康立刻来了精神 啥意思 不想说了 看你先前那样 曹白露傲娇道 赵康哭笑不得 行行行 是我错了 这还差不多 曹白露一笑 昨天你去成相府的时候 我去几家糖货铺子看了看 发现他们用的糖 价格也不便宜 但是甜味没有你的白糖这么甜 我就给其中一家看了看白糖样品 对方想要大量求 够 所以我和他今早约好了 来谈这笔生意 给了150万一斤呢 哎呀呀呀 老曹 先前是我错怪你了 没想到你为了本老爷 居然如此奔波 辛苦了辛苦了 走走走 我请你吃早点 曹白露喜色一闪 随后又嫌弃道 就一顿早点就打发了 那还想吃啥 尽管说 哥们有的是钱 昨儿个为了谈这笔生意 走了一天累得慌 今早又是一大早起来 腰酸腿疼的 回去 你给垂腿捏脚吧 赵康七笑了压低声音 赵老爷我怎么说 也是你上司 还是两国国师 你余举了呀 下不为例 曹白露吐了下舌头 朝梦道 你那国师早救下了 嘿 只要哥们想随时 都可以官复原职 赵康反击道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远去 而这会儿 丞相府也忙活着 周明来到房间中 打着哈欠 娘 你找我干嘛呀 大早上的 宋青妍正对着镜子化妆 听到这话 转过身来看着周明 皱眉道 既然要和爸公子 合伙做生意 那就得上点心 哪个生意人 像你一样睡到现在 要是以前周明 非得回两句嘴 但现在不一样了 他是真想要和赵康 一起合伙干事情 傻了一声 周明笑道 娘说得对 不过 不过什么 宋青妍道 周明挠挠头 起得早 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呀 宋青妍顿时 有些恨铁不成钢 你不知道干什么 你不会去找爸公子啊 起码你们合作 卖货 你得知道 怎么个销售怎么办 多上点心啊明儿 算了 你去请爸公子来府上一趟 就说 我有事要和他商谈 这样啊 行那我去找他 周明说完 也赶忙离开了府上 宋青妍转头 看着镜中的自己 那俏丽柔媚的容颜 让他很是满意 周明在铺子中 这一等就到了中午 才见到赵康和曹白露 两人提着大包小包回来 他连忙起身 爸爸 嫂子 曹白露笑着音声 赵康却顿了顿 爸爸 嫂子 这听着怎么不太对劲的样子 周明咋了 有事啊 他问道 周明便道 我娘找你有事商量 你是不知道啊 他一大早就把我叫起来了 说什么做生意 就要有做生意的样子 让我以后起早 我都在等你两个时辰了 赵康乐呵 行 那你先回去 我稍后就 道 周明累了一声 随后看着两人身上的包裹 你们逛街去了 买了点东西 赵康随口道 马掌柜等人过来 把包裹接了过去 周明也没有再多问什么 打道回府 他一走 赵康就对着马掌柜道 老马 你给你的上线发个消息回前国 传达我的命令 让原江县一个月之内 以最快的速度 送十万斤白糖 来圣经城白市商行 十万斤这么多 马掌柜惊了一下 赵康看向曹白露 这次可真是多亏了你们草楼主 一出手 就钓了一只大鱼 以后要的还会更多 曹白露昨个儿找到的那商行老板 居然是整个七国堂业的龙头老大 生意遍及七国十二周 家产万贯都不足以形容对方了 赵康和对方扯皮了一早上 才将一百五十文一斤的价格 提升到了两百文一斤 十万斤也就是两万两了 而且对方还说了 这是要先试试看他们的白糖效果如何 要是可以的话 以他们商行的实力 一个月消耗二三十万斤糖 跟碗一样 这不是大鱼是什么 听着赵康的夸奖 曹白露哼了一声 所以赵老爷准备怎么犒劳本楼主 行行行 等我回来 给你捏脚吹腿 边说着赵康走上路洗澡换衣服去了 片刻之后 一身黑衣如墨 从头到脚都搭理的一丝不苟的赵老爷 提着礼盒出现在了丞相府的门口 不光洗了个澡 还脱了个造型 按照曹白露的说法就是 他们现在的身份是景国来的 景国武夫多 赵康又是个武道高手 那就得有点江湖气息 所以 曹白露直接给他打扮成了一个侠客模样 别说还真探娘的 挺像那么回事 就差腰间跨把剑了 很快 周明出来迎接 拉着赵康入府 到了片院 看到了宋青年 赵康眉头一挑 颇有些惊艳 人妻就是不一样 眼前的宋青年 一身大气的紫巾外袍 里边是暗红色内巾 香肩裸露 头饰繁琐 姿态端庄尊贵 举手投足之间 处处散发着成熟女子的韵味 就像是一枚多汁美味的果子 比起昨天 好像是经过刻意打扮的一样 而宋青年看赵康也是惊诧 这真叫一个贱眉心目 阴气勃发 虽不似少年滋容 却比少年张狂 多了一分更为诱人的成熟内敛 昨天夜里叫了一晚上爸爸的女子 这一刻 不安的心更加躁动了 娘 爸爸来了 周明的话 打断了两人的四目相对 宋青年回过神来 偏头揉笑了 来了呀 坐吧 赵康善善一笑 这越来越怪了 自己以后还是别取什么爸爸的假名字了 想吧 赵康递上礼盒笑道 给夫人买了点礼物 宋青年眼前一亮 一旁的周明却叫了起来 哎呀爸爸 你怎么又破费了 昨儿不是和你说了 不用提什么礼物 赵康刚要说话 宋青年就到 又不是给你的 周明猛逼了一下 看了看赵康 又看了看宋青年 怪事我娘 今天是咋了 明儿 你去代管市去百味方看看 有没有新鲜的鹿肉 你不是最爱吃那个了 亲自挑选点好的 好好款待你八哥 宋青年道 一听说是要招待赵康 就算要自己跑腿 周明也乐呵地笑了一声 好嘞 八哥我跟你说 那鹿肉鲜美无比 不可不偿 我最好这一口了 不用弄太多 吃不了浪费呀 赵康嘱咐了一句 周明知道 是那哪里成 你爸爸来了我当兄弟的 不得好好招待 周明一走 院子中便再度剩下两人 宋青年做下轻笑 这次送的是什么东西 赵康笑 了笑 也大方地落座 打开礼盒道 今早在内城转了转 发现此物不错 虽然不是什么值钱的玩意儿 但是盛在做工惊喜 赵康打开礼盒 宋青年发现 是一只凤钗 的确不是什么值钱的玩意儿 就连镶嵌的宝石 也就筷子头大小 宋青年挑眉 看着赵康则一声道 八公子 我这别着的金钗 一只 就能买这样的一百只 成衣有些不如昨天哦 这玩意儿 本就是赵康花了一两银子 随便买的便宜货 当然比不上宋青年此刻 带着的那些纯金打造的头饰 但赵康可没有半点不好意思 而是微笑道 夫人 有时候贵的东西不一定好 合适才是最好的 毕竟淡妆浓膜总相宜嘛 有点道理 宋青年听着轻轻眨眼 伸手将头上的金钗取了下来 扔到了一边去 然后看着赵康 赵康会议地 将手里的便宜货递了过去 却发现宋青年并没有接 而是直勾勾地看着他 赵康顿时愣了一下 贱娘们要干嘛 不会是要自己来插吧 愣着干嘛呢 在赵康胡思乱想之际 宋青年开口 看着那双丝带着其他意味的美目 赵康起身硬着头皮走上前去 将凤钗给宋青年插上 好看吗 见赵康落座 宋青年问了一句 赵康忙打消了心里乱七八糟的想法 直接开舔 绝了 夫人资荣简直是天仙下凡 美帝不可方物 有道是 秀色眼筋骨 荷花修欲言 除夫人之外 不做第二人想了 听着赵康在这出口成章 宋青年被舔得那叫一个叔父 看不出来 你还是个才子 赵康谦虚道 夫人谬赞了 有感发 有感发 对了 想到周明之前说 对方叫自己是有事商量 赵康便询问道 不知道夫人今日叫在下前来 是有什么事情要吩咐 宋青年也回忆起今日的主要目的 脸上笑容不减 看着赵康道 爸公子 我能考虑过了 不管是香腹玉 还是天香神水 都是让女子极为喜爱的贵重物品 既然如此 我可以出面帮爸公子一把 向帝都的那些千金小姐官太太 推荐此物 这便是赵康教好宋青年的目的 此刻听到对方这么说 他并没有流露出什么窃喜的神情 反而提起了警惕 夫人能帮忙 自然极好 就是不知道要我做些什么 聪明 宋青年欣赏地看了一眼赵康 明儿说 你和他合作 事后分明儿一成立对吧 赵康点了点头 宋青年伸出两根纤细玉纸 两成 明儿占两成立 之后卖货你需要什么方便 丞相府都可以帮你搞定 如何 我答应 这会儿 赵康没有丝毫犹豫 他这次来齐国做生意 主要是布局 卖货才是其次 而有了宋青年这块敲门砖 能够把货直接卖给齐国的上流圈子 无疑是利益最大化 区区两成立 简直不要太划算了 而且到时候所有人都会知道 这是丞相府的生意 曹白露及其手下的那一群武夫 就更好隐秘身份了 原本赵康还想着 到时候得找谁牵线搭桥 结果遇上了周明 这会儿 又有宋青年相助 简直不要太顺利 见他答应的干脆 这时候 宋青年又开口道 那好 霸公子 夫人请说 宋青年手指摸索着赵康 刚刚送给他的奉差 美目看着赵康道 我们丞相府 并非是缺霸公子你这点钱 你而是我的亲生子 我这样说 你可能明白 赵康眼皮一跳 心中快速撕亮了一圈 才开口试探道 夫人 这你们的家事 我一个外人不太好吧 却不曾想 宋青年喝 喝一笑 别紧张 我不是要你掺和什么 只是呢 想让周明和爸公子 你好好学学 怎么做生意 周家也有不少生意的 宋青年刚要说什么 见周明从院外走进来 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娘 爸爸 饭菜都好了 走走吃饭去 爸哥我跟你说你 待会一定要尝尝那鹿肉 今天货好才伴随大 新鲜着呢 周明热心地说着 赵康笑着硬喝下来 到了饭桌上 周明热心地给赵康 夹着他口中的美味 赵康尝了尝滋味 的确不错 宋青年手指撕着肉丝 明儿你以后 可得好好跟着爸公子学习 知道吗 知道了知道了 周明不耐烦地说着 赵康笑道 夫人放心 周明看起来就是聪明人的 宋青年却道 要是能和你学得一心半点的 对于明儿来说也是好事 爸公子你要知道 明儿不比大少爷周贵 人家可以有手好闲混吃等死 我却是见不得自己儿子 这样堕落的 男子和大丈夫 总得干点什么 你说对吧 赵康面色一僵 好半天才干笑着音声 夫人说的是 说的是 餐桌下 一只小脚不知道什么时候 脱了鞋伸了过来轻轻踢着 这饭吃的 女儿 别光自己吃啊 那鹿鞋酒给爸公子尝尝 宋青年说着 将手上的肉丝放进口中 看了眼赵康舌尖一条 掠过指尖 周明拍了下脑门 瞧我这记性 差点忘了 来爸哥尝尝这鹿鞋酒 刚弄的 这可是好东西 赵康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接过那碗酒 右手伸到了餐桌之下 抓住了那节脚踝 让其不要那么放肆 爸公子 怎么难以下咽的样子 是喝不惯吗 宋青年柔声笑着 将赵康的手踩住 然后继续向前挺进 没有 夫人说笑了 我还真没喝过 善笑两声 赵康喝了碗里的酒 心里直叫救命 贱娘们果真不是什么好人 这不是在挑战我的软肋吗 是吗 那可得好好尝尝才是啊 明儿再给爸公子倒一碗 宋青年笑容莫名 周明却不宜 有他继续给赵康倒酒 甚至还拉着赵康 划拳比酒量 此刻赵康只感觉一个头两个大 一边应付周明 一边应付宋青年的进攻 痛病快乐着 突然间 宋青年瞳孔猛然一张 满脸惊骇 不可思议地看着赵康 娘你咋了 周明注意到这一幕 有些含糊不清地说道 他喝了不少了 没事 宋青年不动声色地回应一 据 内心却直接掀起狂澜万丈 乃至于手指都有了些许颤抖 竟如此雄壮为暗 他强压着激动的心情收回了长腿 抬起左脚 脚趾一扒拉 另一只鞋子也落地了 那边连糊了几大碗 露鞋酒的赵康刚 神情一松 紧接着土口而出 我草 灯时三人都吓了一跳 宋青年眼皮乱颤 周明呆呆道 爸哥咋了 没事没事 被夹了一下 赵康心脏狂跳 仿佛要从胸腔蹦出来一样 奶奶的 跟我玩双管旗下是吧 见他掩饰过去 此刻感觉到赵康男儿力量的宋青年 笑得有些不得体 花枝乱颤 哦 爸公子被什么夹了 我也不知道 但是待会我得好好收拾一下夹我的东西 赵康这会儿也不掩饰什么了 意味深长了笑了一声 随后看向周明 来喝酒 用这个大碗 好啊 周明更是痛快 然后就被赵康连着灌了八碗 直接泄逼了 碍事的人倒下了赵康 终于腾出手了 身形偏转 抓住那刚刚狠狠夹了一下他的双足 此刻场景颇为引人注目 宋青年靠着椅子 神态慵懒晶莹嫩白的双足 纤细修长风鱼得当 上下搭着 放在赵康腿上 一双狐狸眼满是春波看着赵康 女 此此刻只感觉口干舌燥 仿佛置身火炉当中 而赵康 接连喝了六七碗露血酒 功效已经发挥出来了 秦天柱已经不足以形容 应该用金箍棒才合适 要是此刻运气在二弟身上 称诈裤裆 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两人对视 女子体态轻挑 看着抓着自己脚踝的赵康妹声道 爸公子这是做什么 当然是打算好好教训一下 这刚刚加了我的东西 赵康此刻也不装什么 他的火气也被勾了出来 你敢 宋青年哼了一声 与其说是呵斥 说是挑衅 都不为过 赵康哈哈一笑言无顾忌 就算这会儿 把夫人按在这餐桌上吃了 我也敢 呵呵 宋青年笑了一声 踢开了赵康的双手 穿上鞋子起身 随后拿起那装有露血酒的酒壶 灌了一口 然后竟伸手一把 将赵康提了起来 亲口给赵康倒酒 赵康惊叹 这娘们好会啊 舔了舔嘴边的酒渍 宋青年看着赵康 好喝吗 滋味不错 宋青年还有更好喝的 想尝尝的话 一刻钟后 去东边最深处那栋别院 我让你喝个饱 说完便走出了大厅 穿过前院叫来管事 明少爷醉了 扶少爷回房 然后代府里上下所有人把西院 上上下下从里到外 都给我打扫一边 一点灰尘也不能有 管事闻言心里叫苦连天 忙道 那夫人其他院子 其他院子不用伺候 就打扫西院 我要休闲 什么事情都不得打扰 管事 明白 心里却哀叹了一声 整个丞相府房屋多达上千 光是一个西院 就算是府上所有下人一起 不干到此时 也别想干完啊 待客厅中 赵康看着一波又一波的下人 踢着水桶毛巾离开 周明已经被扶去休息了 一时半会是醒不过来的 低头看了一眼 熊啾啾气昂昂的二弟 都一刻钟了 也没有消停的迹象 赵康气得起身 妈的 这辈子 苦什么也不能苦了自己 老子又不是太贱 干了 奥利给 一直来到东院最深处的庭院 赵康这才明白 这地方自己之前来过 就是那晚迷路的时候 他走进院中 穿过回廊来到主屋 刚到就听见了一阵迷迷之音 直接推门走近 赵康便见到 令人鼻血横流的一幕 软卧间 玉体横沉 女子自我抚慰 让人热血沸腾 看到赵康 宋青岩丝毫没有慌张 反而慵懒如猫地伸了个懒腰 将手指放进弹口瞬息了一番 自容妩媚地看着赵 康 要尝尝吗 赵康砰一声关上了房门 来到床边 一把抱起了宋青岩 我来教训你了 哈哈 来让我看看 你有多厉害 纵使洪流滔滔赵康 也有定海一棒 这一战真叫一个惊天动地 都是最猛的年纪 两人都将自己战斗数值 标到了极致 打得是难解难分 可谓是棋逢对手 降与良才 不知过了多久 已经跃上之头 房间内 鞋袜散落 被褥乱飞 床上就连被单也不剩下 所以杂乱无章梳妆台的铜镜 出现几道裂痕 放眼望去 满目狼藉 十来年 甚至应该说是三十二年来 第一次感受到 作为女人的快乐 宋青岩 这会儿心想 哪怕现在死了也值得了 他吻了吻赵康的嘴唇 接而笑道 饱了吗 应该是你饱了没 赵康笑了一声 只从那双眼 就能看出许多 饿了十来年 怎么可能一天就饱了 宋青岩说着 已经不知道没开几度 赵康斜笑一声 周明咋办 宋青岩动作一听 随后恶狠狠瞪了赵康一眼 紧接着俯身咬住他的耳垂 让他认你做衣服 超级加倍啊 这是 赵康感叹一声 宋青岩 把我抱起来 好好收拾我 如你所愿 点点烛火照应人心 赵康靠在床头 看着梳妆台前的女子描摹妆容 这一刻 他突然理解了 为何卫武风骨 可以传承千年 这颗多枝水蜜桃的美妙滋味 比起所谓厨子来说不差分毫 在唇间天上一抹红 宋青岩看着铜镜中的自己 虽然镜子 先前被两人撞出了裂纹 不过这会儿 依旧能够印出他的绝美滋容 甚至于较之以往 他这躲得到联系的娇花 这会儿要开得更加娇艳 说说的你的计划吧 云语过后 宋青岩提起了正事了 心里边终究还是想要为周明 夺得周家家主的位置 赵康悠悠道 货品出售的事情 你这些天走访一下圣经城内 那些和你关系不错的太太小姐 将香水的事情放出丰盛去 我这几天会筹备 在圣经城内开一次拍卖会 宋青岩讹眉青醋 如果是拍卖的话 朝廷会插手 赵康愣了一下 有说头 宋青岩抹去了唇瓣上的红色 重新开始涂抹 你是锦国人 自然不知道齐国关于拍卖行的内情 在齐国所有的拍卖行 都是由朝廷直接负责 外人不得私自开设拍卖行 这件事是早年间 明珠公主定下的规矩 无论任何齐真一宝想要拍卖 都必须经过朝廷的人勘验 同时拍卖行抽取利润 如此既可以保证拍卖物品的质量 毕竟是皇家检验过得 其次又能够将拍卖的利益所得 归于朝廷 赵康文言 不由地惊叹 这刘嫣然 还真是个不得了的家伙 宋青岩回过头来插一道 你也知道公主殿下的名讳 赵康自知说漏嘴 却笑道 明珠公主的大名自然有所耳闻 前些年的时候不是传出 这位公主殿下成了 那什么天下第一闻人 前国国师的婢女 宋青岩眼神玩味 这我就不得而知了 公主殿下圣言我也未曾见过 不过你有香水 又要经过拍卖行 说不定会就此入公主法眼 也说不定 要真是如此 那可就多了好大一座靠山 传闻公主殿下美颜动人 乃是不可多得的绝世美人 怎么想去做妻群下沉了 任公主高高在上 岂会看得上我这种生斗小鸣 赵康笑着 目光望着走来的宋青岩 你吃味个什么劲 宋青岩笑眯眯地看着赵康 原来不是没这个念想 而是怕公主殿下看不上你 啊 人要会知足 你这油雾 同样也是人间不可多得 一把将宋青岩拉入怀中 赵康手指 抹着宋青岩唇瓣上的飞红 用红纸来染唇 终究差了点意思 不够均匀不说 颜色也大了些 过段时间给你做个口红 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宋青岩狐疑 口红 那是什么 一种点唇的胭脂 使用起来可比红纸方便 涂抹在你唇瓣上 想必更加美颜 赵康笑道 宋青岩心中一喜 内心有种莫名的感触 当初十五六岁被周岳看中 强行纳入府上 周岳自然是对他宠爱有加 平日里不曾缺少金银衣食 但他内心却并没有多少欣喜 虽说最终仍是屈服了 并且一步步斗倒了府上其他女人 成了如今周府的女主人 但他的内心却依旧觉得无所意 和赵康偷换一场 有算计有寂寞使然 却不曾想 这个男人竟如此欣细如发 这会儿竟让他有了种 被人呵护关爱的感觉 只是 感受着赵康胸膛传来的温热 宋青岩踢开了脚上的鞋子 即荒唐一场 也不在乎多几次了 赵康看着再次发出邀请的女子 有些哭笑不得 来日方长啊 至于吗 宋青岩却弹道 都说男人是吃不够的狗 怎地顿饱还不够 还想着顿顿饱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事情败露你我周明都得死 再者 你又能给我些什么 良辰苦短 不如及时行乐吧 赵康看着这个丝毫不掩饰 自己功利心的女人 对方的话说得很明白 两人就是一夜情的泡友 别想着长期维持这种关系 这周家偌大的家业 他宋青岩不会放也放不下 忽二 赵康翻身 将身上美妇压在了身下 女子立即将双腿搭在他肩膀上 闭上眼睛 却不曾想迟迟没有迎来赵康的蛮王冲撞 他不解地睁开眉目 赵康却已经下了床 走到梳妆台前 拿起了两样物件 将那只便宜货插进宋青岩发间 赵康笑道 来日方长 在这以后的事情说也说不准 送了两回脸 这就送我了 晃了晃手上的金钗 赵康笑着 等到宋青岩回过神来的时候 房间中只剩下了他一个人 半晌后 突兀的笑声响起 宋青岩摇摇头 躺在床子间闭上双眸 一时间只觉心绪茫然空荡荡 无所依 悄无声息地离开成相府 赵康摸索着手中的金钗 男人都一个掉样 完事之后就成了圣贤人 此刻要说后悔愧疚 那倒是没有多少 干了也就干了 说句挨千刀的话 摘了这张面皮 世间就没了爸爸这个人 家里的女人也不会知道 有何牵挂 不过这事儿 终究有些不地道 来到铺子门前 赵康犹豫了一下 还是将金钗收进了 怀中没扔了 就当留个念想也好 一日中午 睡了两个时辰 赵康就醒了 根本睡不着 一场大战 不光对手没尽兴 他也还差点意思 下了楼 曹白露见他来了 顿时哼了一声 然后给了个白眼 赵康惊奇 这娘们又怎么了 他拦住马掌柜 指了指表情 有些不爽的楼主大人 他咋了 你们谁惹他了 马掌柜文言盲小声道 楼主昨晚等老板 你到大半夜呢 还真是闲得慌呢 赵康呵呵一笑走上前去 拉了张椅子 坐到了曹白露对面 砸了老曹 听说你等了我一晚上 干嘛 有事啊 什么是能有你忙啊 居然都夜不归宿了 怎么 难不成那丞相夫女眷 太过美颜 迷住了国师大人不曾 赵康顿时有些心虚 尴尬地笑了笑 没有的是 瞎说什么呢 曹白露喝了一声 我看就是 铺子里都是自己人 没什么好顾忌的 曹白露哀压一声 伸长了笔直的双腿 自顾自道 陛下临行前一天 还特意吩咐我 要我好好看着国师大人 可关大一击压死人啊 我又是个弱女子 哪里敢管啊 你说是不是 差不多行了呀 少阴阳怪气的 赵康则一声 曹白露顿时气了个半死 这一刻胆边生毛 瞧着对面的赵康 抬起双脚 重重搭了上去 你说的 给我捏脚揉腿 却不曾想 这一下正中红星 我靠 又来 赵康顿时惨叫一声 昨夜二弟熬战一场 虽说没有尽性 还有余力 但终究也是伤了元气 不如战时坚挺 这会儿 曹白露一个偷袭 这痛感是实打实的 远比不了昨夜的畅快 他勾搂着身体 疼得呲牙咧嘴 曹白露顿时吓了一跳 你怎么了 想要收腿 却被赵康压着 好一会儿 赵康才抬起头来 看着对面不好意思的女子 气道 我真想把你拉出去打一顿 他起身插着腿 像个螃蟹一样 额头上还有些虚寒 曹白露见状 也赶忙起身去搀扶 你你你 你怎么样没事吧 还没事 差点让老子段子绝孙了 知不知道 赵康恶狠狠道 曹白露这会儿真吓到了 真把赵康变成了太监 别说赵康本人了 那女帝陛下 他们也不会放过他 这 这么严重啊 我我 要不我给你揉揉 应该没事的吧 赵康气笑了 这地方能随便揉吗 奶奶的 算了我上楼缓缓 看着他怪异的走路姿势 原本还有些惶恐的 才曹白露没忍住笑了一声 紧接着 又赶忙收敛了笑容 五时过半 缓过进来的赵康下楼 叫上了曹白露 走 咱们出门一趟 老马把香水 还有三两叶台子酒 香夫玉各取一份打包好 去哪 曹白露凑上来 有些不好意思地问道 眼神还不时看着赵康的胯下 还看 抬手给曹白露吃了个板栗 赵康道 去拍卖行 抹着脑袋 曹白露忧怨地说了句 我就是看看坏了没有吗 啊 老夫之间挺 岂是你一个凡夫俗子 能够伤到的 结果马掌跪递过来东西 赵康带着曹白露 离开了铺子 路上找人问了一下 赵康才知道 这盛京城的拍卖行 人开在了皇城前 不愧是朝堂的产业 就这地理位置 也是没谁了 名字和很大气 直接就叫皇家拍卖行 见到赵康和曹白露的目标 好像是这 门口守候的人 立马迎接了上来恭敬道 两位可是有货物要拍卖 没错 让你们掌柜地出来长眼 赵康道 首位立马将赵康两人迎了上去 他们这皇家拍卖行 一般拍卖的 可都是好东西 敢拿东西来这的拍卖 可都不是什么简单角色 而就在此时 丞相府中 管事禀报道 夫人 李太太张小姐 他们都到了 正在前厅呢 宋青妍恩了一声 知道了 去叫名 说完她提起了一旁的礼盒 来到了前厅 厅内几名雍容华贵的女子 正在喝茶 另外还有几名年纪稍小 戴着面纱的少女 见到宋青妍 几名女子立即起身 哎呀 周夫人来了 几日不见 周夫人依旧风姿绰约啊 是啊 瞧瞧周夫人这皮肤真叫一个水灵 别说男人了 便是我这个女子也把持不住啊 宋青妍听着众人恭维 心中很是得意 表面上却道 都是自家姐妹 还说这种客套话 这些人便是宋青妍的闺中好友了 无疑不是朝廷官员的家眷 几人围坐在一起 一名美妇鼻尖轻动 看向宋青妍 妹妹 你今日用的什么香薰 怪好闻的嘞 另一人也道 是啊 有种桂花香的味道 他们这些贵妇出门来做客 自然要盛装打扮 来之前都沐浴坟香过了 身上还带了几个香囊 但这会儿 挨着宋青妍坐在一起 那骨子香水味 却一下子盖住了他们身上的芬芳 令人惊奇 宋青妍唇脚翘起故作一问 有吗 桓和自家姐妹还藏着掖着 先前出生的美妇 朝着宋青妍柳妖捏了一把 我瞧你也没带香囊啊 是不是有好东西藏着 就是就是 事实证明 古往今来都一样 一群女子凑在一起 不是八卦的话 那就是讨论衣服化妆品 宋青妍没开眼笑 哎呀 瞧你们说的 那是什么好东西 就是我家周明前些天 给我送了一瓶什么天香神水 我用了一下 天香神水 宋姨 那是什么东西 一名跟随母亲 来做客的少女 好奇地询问 宋青妍笑声道 晚安 容啊 这宋姨也不太清楚 据说是和什么天香神女有关 宋青妍这会儿 把赵康那天忽悠她 随口瞎编的故事 说了出来 听得众女 那是一愣一愣的 我就是用了这天香神水 也没感觉有什么啊 真有这么好玩 宋青妍说完 还抬了抬手 故作疑惑 几名美妇顿时气笑 得了便宜 还卖乖是吧 香不香你自己闻不出来 快 东西拿出来 让咱们姐妹也都看看 宋青妍眸光轻闪 打开了身边的盒子 原本这赵康送的香水 她是不乐意拿出来的 不过一想到赵康之前说 这玩意儿 可以一直给她提供 那也就不用藏着掖着了 就是这 众女顿时来了兴趣 看着玻璃瓶里的液体 一个个大胆好奇 光是这瓶子 看起来就价格不菲啊 来 诸位姐姐我教你们 宋青妍这会儿 开始教自己 几位好友 使用这香水 那效果真是出奇的好 转瞬间 整个大厅都充斥着桂花香的味道 那真叫一个香风扑鼻 让走进大厅的周明 都不由地深吸了一口 随后叫了一声 娘 下一刻 除了宋青妍之外 所有女人都回过头来 周明瞬间腿软了 那一双双目光 就像是恶狼一样 恨不得要把周明给活吞了 几位审慎 你们这是 周明小心翼翼地问道 居中美妇立刻起身 呀周明 快过来审慎这座 哎呀周明 还是来张审这吧 宛容之前还念叨你呢 周哥哥 好久不见了呀 张宛容眨巴着眼睛 将脸上的面纱也摘了去 周明犀利糊涂地 就被拉到了一群女人当中 手上还提着礼盒呢 看到这一幕 宋青妍很是满意 这番牵线搭桥 有点效果了 周明啊 你这小子可不地道 有天香神水这种好东西 也不和婶婶说一声 忘了你以前还吵着叫着 让宛容给你当妻子 张太太故作不悦道 周明汗言 那都五六岁的事情 这时候怎么提起来了 她刚要开口 却注意到了宋青年的目光 想着清晨对方交代的事情 周明赶忙道 几位婶婶说笑了 有好东西 我周明肯定要孝敬你们的 不过这天香神水 实在是制作不易 成本太高了 我又是和别人合伙的 诺 几位婶婶 这是我给你们准备的礼物 不是什么值钱物件 你们看看喜不喜欢 周明一边说一遍 打开了礼盒 里面装着十个精美的墓盒 不是别的 正是之前赵康送来的香皂 几名阔太太和千金小姐不以为意 他们身份尊贵 什么好玩意没见过 这会儿都只想要送青岩那瓶香水 但在周明打开礼盒之后 他们都惊了一下 脸上满是雀远 香夫玉 周明点头道 没错 正是香夫玉 给婶婶们一人准备了两块 这玩意儿可不多见了呀 你从哪弄的 李夫人见烈欣喜 这香皂他可是圣经城第一批使用上的人 当时就觉得是好东西 不光能够洁净肌肤 而且还有香味 令人甚是喜爱 不过随着打仗 香夫玉断货了 齐国商人这一年 也不敢去乾国买货 因此 这会儿 只有皇宫的那些娘娘才有的用了 而且 数量也不多 以至于他都想要找人偷偷摸摸 去乾国带几块回来了 要是一般的金银珠宝 他们这些阔太太 还真不一定看得上眼 但这香夫玉 无疑是件好礼物 周明还没分呢 无位豪门阔太太 就一人挑了两块 拿到自己身前了 自家女儿 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周明 周明说着准备好的说辞 是这样的几位婶婶 再过不久 小侄和合伙人 准备在拍卖行卖点东西 其中就有香夫玉添香神水 这次香夫玉可不多 婶婶们要想要得话 那可得尽早下手 张太太惊奇 可以啊小明 想不到你 居然能弄到香夫玉来卖 怎么这是 准备接手家族生意了 周明嗨了一声 我就是自己做点小生意 婶婶们可要多捧场啊 这话听得宋青妍暗自摇头 这娃还是太天真了 得好好教一番 你自己做生意 和接手周家生意那能一样 要是后者 说不准这会儿姓张的老娘们 回去就会考虑要不要 把女儿嫁给你了 刘太太看了看香夫玉 目光最后又落在了 宋青妍手边那瓶香水之上 他这会儿更感兴趣的是这个 小明啊 你说 还有这天香神水卖是吧 周明点头道 是的婶婶 这可是好东西啊 而且数量比香夫玉还稀少 刘太太赶忙道 这东西真贵 我们都知道了 先说好啊 小明你可得给咱们留着货呀 钱不是问题 周明笑 一定一定 宋青妍和周明这边 已经开始运作 而赵康这边也很是顺利 拍卖行的剑导师 看着手上这一瓶子香水 干了几十年拍卖了 他还从来没有见识过这种东西 嗅了嗅味道 使用了一番 他惊叹地看着赵康 这位公子 你说的这天香神水有多少 五百瓶左右 赵康笑道 剑导师沉饮了一番 恐怕不够啊 曹白露问道 什么意思 剑导师赶忙道 这是好东西啊 香气扑鼻涂抹一点 就能使人体太生香 对于女子来说 可就是至宝啊 不光如此 还有宫里那些宦官 要是知道此物 恐怕也会费尽心思买上一瓶 赵康点了点头 对方说的是实话 太监因为阉割的缘故 导致身上会 常年带着一股怪味 香水的确可以帮他们 掩盖身上的意味 剑导师道 所以啊 到时候 恐怕这香水会被抢疯了 五百瓶怎么够满 此物价值 还在香浮玉之上啊 不知道公子 准备定价多少 赵康文言笑了一声 伸出两根手指 两百两一瓶 剑导师心一跳 倒没有被吓到 他能说出香水的受众人群 自然知道这玩意儿的价值 两百两 对于圣经城的那些阔太太来说 连根腿毛都算不上 但他娘的 这是起拍价 而且只有五百瓶 这一瓶子里的香水 到时候用两个月顶天了 到时候 价格会被炒成什么样 天晓的 这是比大生意啊 赵康这时候又到 这还有两瓶酒 一瓶易经装 也是拍卖的东西 您看看 剑导师有些意外 酒的话 这我可见不了 来人 去找李老来 片刻之后 一名衣着华贵 顶着酒糟笔的老者来临 小王 啥酒啊 要我来品鉴 李老打了个哈欠 剑导师赶忙道 李老 这位公子 要在咱们行当里卖酒 所以让您看看 这年头 还有来拍卖行卖酒的 李老笑了一声 看着赵康 小子 老夫的嘴可是很刁钻的 要是你的酒不好 可别怪老夫待会说话不好听 老先生尝尝看便是 赵康淡定道 这老头刚来的时候 赵康就闻到了 他身上那浓重的酒味 显然刚才是在喝酒 这大白天的喝成这样 显然是个酒萌子 李老吃笑一声 年轻人很有自信啊 打开我尝尝吧 赵康没犹豫 先打开了酱香浓郁的台子酒 李老接过酒杯闻了一下 香是挺香的 随后一口将酒干完 赵康和曹白露 都饶有兴致地 看着老头的表情 就见着拍卖行的李老 先是眼神一凸 紧接着张口吼了一声 好酒 随后直接提起了酒瓶 狠狠惯了一口 赵康顿时不甘了 呀的 这糟老头子 哥这占便宜呢 李老先生 别光顾着喝呀 这酒不错吧 他道 李老长输了一口气 扭过头来看着赵康 瞳孔满是激动 好好好 太好了 老头子我喝了一辈子酒 就没喝过这么勾勁的酒 小王去给我拿一千两银子来 这酒我买了 旁边的健保师一听 连忙哭笑不得道 李老 这酒是客人 让您品鉴的 可不是卖的呀 李老这才反应过来 更是兴奋 这位公子 这酒你要用来拍卖 赵康点了点头 李老又赶忙道 那也就是说 这酒公子还有不少 两种酒各有一千多斤 赵康说道 李老震惊了 原本以为这穷江玉叶不会很多 没想到 居然一千多斤 这下可以喝个饱了 赵康这会儿 又打开三两叶 倒了一杯递给李老 这是三两叶 刚刚李老您喝的是台子酒 您尝尝这个 好酒 入口柔顺 虽然香味没有先前的台子酒浓郁 但口感更胜一筹 李老喝过三两叶之后 满是惊叹 继而看向赵康问道 公子 这酒你着急拍卖吗 要是不急的话 可以交给我们拍卖行来运作 赵康反问 明老的意思是 李老赶忙道 公子要知道 拍卖和寻常卖户不同 需要提前运作 尤其公子要拍卖的 还是这酒 要是公子不着急的话 老夫在这些天 先举行一次品酒会 将公子这两种酒的名头 先打出去 然后咱们再进行拍卖 以便能够卖出最好的价格 赵康想了想点头道 这倒是个不错的办法 那就交给贵行了 李老哈哈一笑 公子放心 如此好酒 定能够卖出天价 不知道公子定价多少 赵康反问道 不知道老先生觉得 此酒能够卖出多少价格 李老看着酒瓶子 眼中满是喜色 如此好酒 对于爱酒之人来说 可以说是穷将欲业 就老夫认为 一千两银子一瓶 丝毫不贵 赵康微笑着道 李老 此酒人间独此一份 卖完可就没有了 李老一听惊叉万分 以后酿不出来了 赵康惭愧道 是啊 那此酒的价值 可就得往上翻了 李老走了几步 沉眉思考着 他们拍卖行 最后是要抽水的 卖出的货物价格越高 他们的利润也就越高 想着李老最后 抬起头看向赵康 老夫看定价一千五百两 如此最后 每瓶酒的成交价格 恐怕可以接近三千 曹白露在一旁看着赵康 不禁感叹 这家伙 也太会忽悠人了 明明酒坊里 每天还在不断酿酒 他倒好 却说卖完就没了 让这两种的酒的价格 再次飙升 赵康要是知道 此刻这丫头在想什么 估计会嗤之以鼻 知道什么叫八二年的拉菲吗 行 那就一切 就交给贵祥了 另外 那香福玉我打算十块一份 定价一百两银子 之后会把货送来贵行的 这两瓶子酒 就送给您老慢慢品了 李老一听 导演没有什么意外什么 这香福玉的价格 他也听说过 一块十两银子 还是有价无事 贵的一批 听说赵康把两瓶酒送给自己了 更是高兴万分 公子放心 咱们拍卖行 肯定全心运作此事 敲定了合作 赵康就带着曹白露离开了 李老对着健保师道 将所有样品打包好 老夫要回宫一趟 明白 过了片刻 齐国后宫之内 李老恭敬的承上赵康 送去拍卖行的样品 殿下 今日拍卖行来了的客人 带来了一批价值不菲的货物 打算拍卖 依老臣看 这批货物恐怕最后能够卖出个天价来 一身明皇宫群的刘嫣然 有些意外 看着桌子上的样品 打开了装有香皂的盒子 秀眉青条 香浮玉 前国人 这倒不是 对方自称锦国人 李老道 刘嫣然恩了一声 李老开始给他介绍货物样品 这明珠公主 越听越惊奇 最后就是这酒了 李老惊叹道 此酒可以说 只因天尚有 滋味绝佳 与咱们周国的酒完全不同 且卖完这一次就没有了 那客人说 各自有一千斤 赵老臣估计 恐怕最后 能够卖出百万两银子 好 刘嫣然一听 让你的人从今天开始 全力运作拍卖之事 将对方要拍卖的所有货物 全都打上贵族特供的标签 广发勤俭 将圣经城内那些有权有钱的人 全都邀请来 尤其是那些好酒之人 以及豪门阔态 李老笑着点头 老臣明白 刘嫣然想了想 另外再派人好好查一查 这批人的来历 这么大一笔生意 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 查一查对方 在圣经城 是不是有什么靠山 以免出现什么意外 李老 老臣明白 等到李老退下之后 刘嫣然扫了眼桌上的香皂 叫来一名小太监 将这些香腹玉 还有这瓶香水 给太子妃送去吧 见太监离开 刘嫣然叹了口气 虽说名义上是太子监国 可真正的决策权 却都在他这个女子手中 这样搞太子心里自然会不舒服 刘嫣然也只能变相地去示好了 因为逼迫朝中大臣 捐款充赢国库的事情 导致在大臣当中 对他这个公主殿下 有了不少怨念 太子自然是乐得见此情形 外又未平 内患又起 因此这段时间 大权在握的公主殿下 其实很疲惫 但他不能放手 对于齐国皇族子弟 他清楚地知道 对方是个什么德行 如果他一放手 恐怕齐国就完蛋了 所以 他要强撑着走下去 双臂垫着下颌 女子悄然闭上双眸 内心惆怅 要是那个家伙 再并且能帮自己就好了 他能帮钱国一步步走到今天 定然也可以帮助自己 让齐国重回巅峰的 老马 通知所有人 将所有的香腹玉装好 送往皇家拍卖行去 另外 台子酒和三两叶 各自拿出一千瓶 剩下的收好 等拍卖之后 送到黑市上去卖 香水也是同样 留下五十瓶 一回到铺子当中 赵康就立即开始了布置了 一旁的曹白璐 听着不由的感叹 这家伙可真是个 吃人不涂骨头的主 拍卖还不够 居然还想着 把货弄到黑市上去 他可以预见 等到拍卖结束 这些货品的名头 彻底打响之后 定然会有大批人来求购 到时候 赵康节留下的货品 在黑市上 恐怕将会卖出一个天价来 听到赵康的吩咐 马掌柜立刻去通知人手 赵康叫上曹白璐来到二楼 两人相断坐 赵康嘱咐道 这段时间 你多去拍卖行走动 让陈江和他们跟着 曹白璐是个聪慧人 问道 你是觉得 皇室会调查咱们 赵康点头 这是肯定的 这齐国的拍卖行 一开始遵守的 就是刘燕燃定下的规矩 我估摸着 他就是拍卖行幕后的主人 咱们的货送到之后 拍卖行的人 肯定会向刘燕燃通报的 曹白璐诧异 他现在大权在握 这种小事也会理会 赵康笑了一声 这可不是什么小事 如今种种迹象表明 齐国其实也不富裕 接下来的一年 光是赔给前国的钱 就多达一两千万 就算他齐国再怎么财大气粗 这么些年屡战屡败 也该伤筋动骨了 所以这涉及到钱财的事情 他刘燕燃肯定会过问的 搞不好这会儿 已经在调查咱们的来历了 这样啊 那我明白了 曹白璐点点头 继而又道 要不要再多挑选几个目标 用以迷惑对方 既然对方接下来 要调查自己这些人 那么再去找几个齐国的官员交好 用以分散对方注意力 也是极好的 赵康摇了摇头 这就不用了 那么大一座丞相府就够了 话蛇添足的话 恐怕还会起到反效果 说着 赵康思量起来 看来得再去见见周明 既然那个女人 一心想要周明做官 并且谋划周家家主的位置 那么 自己倒是可以顺水推一把 大概是扶植心灵 赵康正想着 赵康和曹白璐对视一眼 两人一同走下二楼 就见周少爷背着手 在铺子中四处观望着 见工人们在装火 还特意叮嘱几句 要小心轻拿轻放之类的 八哥 嫂子 见到赵康两人 周明赶忙打了声招呼 赵康笑道 你是爱视察工作来了呀 周明嘿嘿一笑 哪里哪里 我是爱给八哥你汇报工作的 坐 赵康说了声 三人落座 周明就迫不及待道 爸爸 我娘那边已经弄好了 今天邀请了几个婶婶去家里做客 都是朝中大官的家眷 对咱们的货很是满意 并且已经表示 会替咱们宣传的 赵康则一声 没想到宋青年动作居然这么快 他看向周明 既然如此 周明啊 有件事 我得和你商量一下 爸爸你说 我听着 周明乐呵道 赵康道 之前我们去了一趟拍卖行 生意已经弹拢了 要不了几天 咱们的货就会开始拍卖 好事啊 周明激动道 赵康点了点头 随后又道 不过 我后来仔细想了一下 等拍卖一开始 就咱们货品的质量 肯定会吸引无数人购买 这摊子扑得有些大了 恐怕上头的人会不满意 周明挠了挠头 有些尴尬道 爸爸 我有些不太懂你的意思 你直说就是 赵康有些哭笑不得 毕竟还是个小孩子 他道 我的意思是 咱们这样大肆敛财 恐怕宫里的那些人会不高兴 所以 咱们得想办法打点下关系 咱们卖咱们的货 他们怎么会不高兴 周明皱眉 赵康无奈 这事 你不懂 我能合计过了 拍卖行那边抽水 是货物成交价的一成 你再出半成我也出半成 咱们给他两成 如此一来 咱们这生意 才能安安稳稳地做下去 而且 这多出来的一成呢 以你的名义 送给上头的人 周明愣了一下 显然还是不太明白 看他这样 赵康也知道自己说这么多 是对牛弹琴了 便道 你回去把这事和你娘说 明天你再过来 和你嫂子一起去拍卖行 找负责人就行 这 那行吧 还是爸爸你考虑得周到啊 虽然不懂 但周明也没有多想 他这会儿 是完全以赵康为主心骨 等到周明走后 曹白露才到 如此会不会有些太刻意了 一成立 也是很大一笔银子啊 赵康翘起二郎腿 钱 只是小事 只要咱们这批人 能够安稳地潜伏在这盛京城 那就足够了 再者 这也是 做给刘嫣然看的 让他对咱们放心 咱们就只是 来做生意的商人 没存着啥不良心思 无形之中 身在这铺子的赵康 和那皇宫中的明珠公主 已经开始了暗中博弈 曹白露笑了笑 看着赵康的眼神 更增添了几分异彩 另一边 周明回到府上 立刻就找了宋青年 将赵康的交代的事情 说了一下 宋青年无比诧异 他真是这样说的 周明点了点头 又问道 我听得稀里糊涂的 娘这其中有什么门道 宋青年兴奋地看着周明 沙儿 这爸爸是给你铺了一条道啊 拍卖行的幕后之人 是明珠公主殿下 如今殿下大权在握 而朝廷现在很缺钱 如果以你的名义 再让一成立给拍卖行 以你们要拍卖的货来看 这是很大的一笔银子 这就相当于 是明儿你给朝廷捐钱了呀 那公主殿下自然会系上你这一功 那么将来说不定你就还有出师的可能啊 周明挠挠头 这样啊 这当官也没什么好的呀 我还是更想和爸爸一起做生意 闭嘴 你个没出息的玩意儿 再有钱的商人 终究也只是明 有钱无权 最后还不是要看人脸色 宋青年有些恨铁不成刚道 如今爸公子既然有这个想法给你铺路 不管他是为了什么 你也不要浪费了这个机会 以及他的一片苦心 行吧行吧 反正我按照你们说的做就是了 周明有些不耐烦道 身为丞相之子 周明要当官 其实并不是什么难事 以周明的能力 给他弄个混吃等死的闲差事 不是什么问题 以往周明也曾想过这一点 但偏偏好死不死 因为上次赔款警国的事情 他周明成了齐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 这就导致了 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他 自己儿子的前途 和他周明成相的帽子比起来 分量还是太轻了 再加上 无论是周贵还是周明 两家伙都是文不成武不就的主 因此 这事也就罢了 以往宋青年也认命了 但现在不一样了 赵康的出现给事情带来了转机 尤其是这会儿 还有心思给周明铺路 因此 这会儿宋青年暗自下定决心 必须要让自己的儿子 改掉以往那懒散的性子了 想不到那家伙 居然对周明如此伤心 心里想着 宋青年神色欣然 又想到什么他连起眉峰 眼帘垂下 明儿 你见过霸公子的妻子 周明点了点头 见过呀 长得如何 宋青年挑眉道 周明顿时来劲了 跟天线一样 要我觉得 比起九公主也不差了 那还真是个大美人呢 宋青年呵呵笑了一声 心里又没了兴致 对周明道 便按照霸公子 说的做吧 明天你随他们去一趟拍卖行 成 第二天 周明早早来到铺子里等候 曹白露同样也起了个大早 带上了陈江和 一同前往拍卖行 当拍卖行的负责人 李老听说了 曹白露他们愿意将拍卖行的抽水 再提高一程的时候 李老惊了一下 随后别有深意地看了眼周明 这样看来这周家 应当就是他们在盛京城的靠山了 倒还真不小 李老想着 笑呵呵地点头 这感情好啊 那就多谢周少爷了 哪有 老先生这次拍卖您 可得伤点心啊 这还是我第一次做生意呢 周明按照来时路上曹白露教他说的 并没有什么嚣张跋扈的姿态 让李老有些诧异 这小子平日里 看人都是用鼻孔的 金盖转心了 从拍卖行离开之后 周明就和曹白露告别回去 给宋青年复命去了 在拐角处 看着李老往皇城的方向走去 曹白露心下一松 这样的话 朝廷方面 应该就会对咱们放心了 陈江和低声道 国师如此缜密 他们当是 看不出什么破绽的 所以 接下来得严加管束下属 绝不可露出什么马脚 要不然 咱们这一帮子人 怕是都得留在这圣经城 这点陈先生和南宫前辈 就要多上心了 曹白露嘱咐道 陈江和点点头 放心吧 另一边 李老回到皇宫之中 将今天的事情 如实禀报了 刚刚处理完事情的刘嫣然 女子也有些讶异 周月的小儿子周明 李老点头道 殿下 根据结果 遇上了周明 想要强占他们的铺子 据说双方还起了摩擦 周明挨了一顿打 但是不知道怎么的 双方合作了 那叫做爸爸的年轻人 还两次做客成相府 和周明以兄弟相称 另外户部尚书李大人家 公部左侍郎刘大人等 他们的家眷 昨天今天都在和帝都的那些贵妇说 天香神水的事情 刘嫣然责了一声 原来是这样 那本宫就明白了 周家 应当是这伙人刚找的靠山 这伙人挺聪明 估计是怕这单生意做得太热闹 引起朝廷不快 所以这才会让周明来送钱的 李老点头 老臣也是 这样想的 如此来看 至少周明和这伙人关系匪浅 既然对方有意试好 那就给他们吃颗定心丸吧 继续让人盯着他们 听到刘嫣然的话 李老疑惑 殿下 莫非觉得他们 还有问题 倒也不是 但他们 毕竟是来自景国呀 刘嫣然叹了口气 李老顿时明白过来 那一战 原本和景国定下口头盟约的齐国 翻脸不认人 被刺景国 这才让景国父辈受敌 连帝都华锦城 都被龙汉攻破了 如今景国上下 对于齐国 都可以说是恨之入骨 尤其这盟约 还是刘嫣然和吴关海定下的 眼下 景国人跑来齐国做生意 的确有些怪异 尤其对方 拿出来的货品 一样比一样好 就送来的那些酒香水 和香肤浴 李老粗步估计了一下 只要运作得当 拍出个百万两银子 都有可能 这种生意 可不是一般商人 能够做得起的 李老忽而惊诧道 殿下 您说这一伙人 会不是替景国皇室办事的 刘嫣然笑道 这便是我之前想的 现在各国都穷 急需恢复民生经济 景国皇室偷偷摸摸 派人来咱们齐国做生意 倒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但始终得提防这些 毕竟咱们现在 和他们 可是有着深仇大恨的 李老点点头 明白 行了 你下去吧 既然对方给咱们两成抽水 那就得好好运作这一批 价值不菲的物品 争取卖出最高的价格 老臣一定尽力 等到李老走后 刘嫣然闭目想了想 来人 殿下 一名宫廷太监 立马跑了过来 刘嫣然道 传本宫一旨 丞相之子周明 操劳国事有功 明日起 可入汉陵院 担任皇门侍郎 品质从武 吏部即刻下发文书 太监连忙恭敬道 遵命 说完 赶忙去吏部传达刘嫣然的旨意了 庭院中的宫主殿下 嘴唇微翘起 连周明这样草包 都可以入汉陵院 这样一来 那些还在观望的人 应当就坐不住了吧 这会儿还在家中 汇报的周明还不知道 自己稀里糊涂的 就捡了个便宜 皇门郎 一般指的是皇门侍郎 又有大小皇门之分 在齐国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官衔 有些人宁愿不去做状元 也要想尽办法入汉陵院 做个皇门郎 因为这皇门郎 乃是天子晋士之臣 可传达皇帝诏令 并且可以自由出入皇宫内外 更能接触众多朝廷基要 是个很重要的职位 但这个官位重要是重要 但又很鸡肋 有的人可能入了汉陵院 一辈子 就都只是个从无品的小皇门 因为汉陵院的皇门郎很多 光是现在 就有34名皇门郎 在汉陵院待命 但是如果能够得到皇帝宠幸 做到从二品大皇门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那就是真正的天子晋士 是能够接触到朝廷 核心机密的大人物 这官位 要么一辈子寂寂无名 要么一步登天 从此平步青云 因此 皇门郎在齐国 是个令无数人挤破头 都想得到的官职 周明 刘燕燃自然是知道的 毕竟丞相的儿子嘛 正如他心中想的一样 以前周明给人的印象 就是个混吃等死游手好闲 时不时还欺男霸女的主 但现在 因为所谓的操劳国士有功 成了汉陵院的皇门郎 那就势必会引得帝都中 不少人的注意 刘燕燃便是要借周明 来告诉这些人 只要对齐国有功 就算是周明这种废物 都有一步登天的机会 但就以周明自身的本事来看 除非他周明丁一生 来了个系统 不然 刘燕燃是肯定要让他一辈子 就只能当个小皇门的 因此 公主殿下的这个官职 还真不是随便给的 给了周明一步登天的机会 但这机会渺茫的只有一丝丝 只是对于周明 或者说是宋青岩来说 这可真就是天上掉线饼了 尤其是当吏部的文书 和刘燕燃的遗旨 送到了周府的时候 周家一帮人 都还是猛逼的 这 这位大人 您是说 我家明儿可以入汉陵院 担任皇门侍郎 宋青岩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呆呆地看着吏部的官员 官员点了点头 丞相的老婆他 自然不敢清待 恭敬道 夫人说得没错 这是九公主殿下亲自任命的 明日周明便可以到汉陵院上任 官府文书都已经准备好了 汉陵院那边也已经通知好了 宋青岩立马看向周明惊喜万分 明儿还不快跪谢殿下提携大恩 周明还处于猛逼之中 连忙跪地 接过了上任文书 一旁的大少爷周贵也很是惊奇 不过自己弟弟能当官 他这个当兄长的还是挺高兴的 这会儿笑得合不拢嘴 一直等到官员走了 宋青岩这才迫不及待地 从周明手里抢过文书 看着上面的任命 他激动地说不出话来 好半天才到 真是吏部的任命文书 明儿 从今天起你就是汉陵院的黄门郎了 这真是走了大运了 周明皱着眉 这就当官了 那我还怎么和爸爸做生意 宋青岩一听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你个傻子 这会儿还想着什么生意 这可是能够一步登天的好路子 周贵这时候傻了一声道 三弟 我听父亲说过 汉陵院的黄门郎很多 其实也是个清闲的差事 要是没有什么赵剑 点完毛你想去干啥就干啥的 这样 那可真是个好差事 周明一听顿时兴奋了 宋青岩脸色一变 看了周贵也 之后又看着周明哼道 别想那么许多 你听娘的 老老实实在汉陵院学习 周明一阵头疼 这会儿倒也灵光了些许 行了我知道了 娘肯定会好好学的 但是没事 我还是要和爸爸一起做生意啊 毕竟这官相当于钱买来的 要是能给朝廷送更多的钱 以后也好晋升啊 倒也是这么个礼 这事多亏了爸公子 得好好谢谢爸爸 宋青岩这会儿满心欢喜 周贵胡一道 老弟 三娘 什么爸公子 就是和我一起 合伙的一个好兄弟 周明赶忙给自己大哥介绍着 随后又看向宋青岩 娘 要不请爸爸吃个饭 应当如此 定在晚上吧 去真卫楼 来明儿穿上这官服 让娘好好看看 周家欢天喜地之际 帮了周明一把的赵康 则带着南功龙 在圣经城内到处逛着 路过了兵部侍郎的府邸 他停住脚步道 这个也算上 南功龙赶忙记下 赵康巧声问道 多少个了 三十五人了 南功龙回道 说着老头不禁有些感慨 这赵康出来转一圈 就有三十五人上了死亡名单 他记下的这些人 都是等到战事极开的时候 他们要先行斩首的目标 这些人无疑不是齐国在朝的重要官员 要么负责调度兵马 要么负责军需运作 其中有半数都是武将 三十五人 先暂且记下这些吧 这一路上有没有察觉到什么高手 赵康笑问着 咬了一口刚在路边摊上买的烧饼 南功龙挑眉道 就咱们选定好的这些地方 还真没有 不过之前路过皇城的时候 倒是感受到了几股不凡的气息 应当是这齐国的大内高手 赵康嗡了一身胡伦吞枣一般 将烧饼吃完 到时候行动开始 你和陈江河务必要互助老曹 另外赵康顿了一下 南功龙好奇道 另外什么 还有几个人也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听赵康说着 南功龙点了点头 放心吧国师 这事儿交给我 行 那就回吧 又看了一眼那路过的兵部侍郎府邸 赵康不由地咧嘴一笑 届时滚滚诸公人头落 想必是件极有意思的事情 两人回到铺子之中 需要拍卖的香水香皂 还有酒都已经送到了拍卖行中 这会儿几间铺子里 卖的就是白糖和肥皂 因为香皂之前的名头 已经打响了缘故 因此 这肥皂也是异常的好卖 定价二两银子 都有源源不断的顾客 显然是这些人 都是将其当做了香皂的替代品 几天下来 五千块肥皂 已经卖了十分之一 挣了小一千两银子 这些钱 自然是用作曹白露等人的经费了 毕竟之后 这三百多号人 还要在齐国待上一段不短的时间 在房间中将草图画好 赵康递了过去 暂时的目标人选 我都标注出来了 后续再慢慢加上 曹白露看了一眼 嘴角不由地一抽 这地形草图画的 还真有些惨不忍睹 不过哪家在什么位置 哪条街都标记得清清楚楚 待上一段时间 倒也认得全了 行 到时候 我会让他们记下的 收好了赵康画的草图 曹白露刚要说什么 马掌柜在外边敲了敲门 当家的老板 周府派人送来请柬 赵康有些意外 送请柬 这么正式 他起身去开门 接过了请柬翻看后 不由地择一声 怎么了 曹白露问道 赵康笑呵呵道 事情成了 刘燕燃给了周明 一个黄门狼的官位 这小子 还真是走了狗屎运 马掌柜道 黄门狼 这要是运气好 周明说不得 还会一飞冲天呢 他和赵康两人解释了一下 齐国黄门狼的官位职务 曹白露惊叹 天子尽士 这块不得了 那不是跟前国三姑中的 少保少师差不多了 赵康和尚请柬道 别想了 刘燕燃给这黄门狼 那表明了 咱们周少爷 将来一飞冲天的话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了 这官位 就是用来哄小孩子开心的 这倒是 一点就通的曹白露笑道 所以咱们 帮了这么大的忙 周家打算请客 不错 收拾打扮一下 跟我去赴宴 老马账房 取一千两银票出来 就当作贺礼了 曹白露别嘴 送银子 真够俗气的 且 你懂什么 这世道只有钱 才是实在的 其他的都是虚的 片刻之后 曹白露跟着赵康 一同出了门 天色见黑 他那身粉白长裙 显眼非常 跟在赵康身边 两人还真有种 神仙眷侣的味道 真味楼 圣经城中 一间档次不低的酒楼 今夜被宋青岩 直接包了下来 用意给周明庆贺 老远 赵康就看到了 站在门口等候的周明 换上一副笑脸 他招了招手 周明立刻回应 三步并坐两步地跑了过来 爸爸 嫂子你们可来了 今晚可得好好喝两杯 赵康哈哈一笑 这以后 是不是得叫一声周大人了 嗨 你这话说的 咱们弟兄这么客套做什么 周明凑近小声道 而且这破瓜 我本来就不想当 没啥意思 曹白露哭笑不得 赵康也有些无语 你这家伙 诺拿着送你的贺礼 哎呀 这怎么好意思啊 看着那一千两银票 周明小心脏 扑通扑通跳了起来 连忙拉着赵康 走走走 我娘他们都在上面等着了呢 就等你来了 来到酒楼顶层 赵康就见宋青妍 周贵 还有几名穿金带银的女子 这么些天 赵康也知道了周家的底细 周明这一代 除了周贵和周明两兄弟意外 还有四个姐妹 只不过 自从宋青妍上位之后 这个女人就以各种手段 将周月那些妻妾亲出了周家 几个姐妹也直接嫁到了外地去 若非大少爷周贵是个男的 这会儿 怕是也跑不了 霸公子来了 见到赵康 宋青妍便从座位上起身 翘脸堆满笑容 一双狐媚眼 落在了曹白露身上 倒还真是个天仙样的可人 他一身贵气锦衣 头上还插着赵康送的 那只便宜货 妆容较之以往要浓艳了些许 真如一头沉浸了的狐狸 夫人 赵康笑着回应了一句 两人对视一眼 并没有什么尴尬 宋青妍挨压了一声 望着曹白露道 这就是霸公子的妻子吧 真是个标志的大美人啊 赵康笑道 这是那人白露 还不见过夫人 见过周夫人 夫人姿容 更是令人惊艳失分 曹白露得体地行了个万福里 来来快坐 就等你们两位了 八公子 你坐这 今天可得好好谢谢你 宋青妍安排着座位 等到赵康落座之后 便坐到了赵康身旁的位置 同桌的人都好奇地 看着他们后来的两人 尤其是那胖乎乎的周桂 眼神中有些许迷茫之色 赵康更是想到 之前这家伙教自己赵叔叔的时候 不由得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人都到齐了 可以上菜了 周明对着后者的酒楼小二说道 小二连忙应了一声 去通知后厨 宋青妍这会儿开始介绍 八公子 这位是李夫人 那位是张夫人 诺还有她的千金小姐婉容 这位八公子 就是明儿合伙对象 你们昨天那些香夫玉 还有那天香神水啊 可就是八公子带来的 听到这话 众女都是眼前一亮 赵康看了眼宋青妍也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自己给周明铺了条路 他也给自己开拓了吓人脉 张夫人笑道 八公子 咱们可都是周明的婶婶 那天香神水 你可不能卖贵了哦 赵康赶忙道 夫人这话言重了 别说卖了 都是自家人 送给诸位夫人 用也行啊 李夫人眼口一笑 这可不成 好歹也是周明第一次做生意 你就算答应了 咱们当长辈的 可也不能占你们小辈的便宜啊 说的是说的是 赵康善笑几声 气氛一时间活跃起来 这时候坐在对面的周贵看着他 有些迷茫的开口 八公子 咱们是不是在哪见过 赵康挑眉 大少爷怎么会有此疑问 贵儿你之前见过八公子 宋青妍皱眉道 周贵挠了挠头 三娘倒也没有 就是觉得八公子身形和那赵龙有些像 对了 那家伙也是井国人 赵康险些没绷住盲道 或许是长得有些相像吧 这还是我第一次来齐国 前段时间没去拜访贵少爷 还望莫怪 周贵傻乐一声 这人说话怪好听的 比起赵龙那王八蛋好多了 都是井国人 差距着他娘的大 他道 八公子客气了 以后我三弟还托公子照应了 好说好说 赵康回应一句 这会儿 韭菜开始一一端了上来 宋青妍提起酒杯起身 今天好日子 来一起喝一杯 所有人起身给周明道喜 虽然内心其实不想当官 但这种场合 周明自然也不会落了宋青年的面子 依次和所有人碰了一个 宋青年的几名闺中好友 更是挑剪着好话说 什么周明将来 怕是要平不清云了之类的 一番客套恭维下来 主角便从周明变成了赵康 几名官太太千金小姐都看着他 要他说说香水的事情 赵康只能随便解释了一下 并且将之后 要在皇家拍卖行拍卖香水的事情说出来 众人顿时有所了解 李夫人这会儿问道 八公子 按照你说的 这天香神水除了桂花味道 还有其他味道 给曹白露加了一筷子鱼肉 让女子吃得喜笑颜开 赵康这才道 夫人说的是 只不过这天香神水制作成本十分昂贵 所以其他花香的香水 我们还在研究 相信不久之后 新品的天香神水就能问世 到时候先送诸位夫人几瓶试试效果 这感情好啊 众人一听都来了兴趣 赵康这时候看向曹白露 他拿起酒杯道 诸位夫人 等到新品研究出来的时候 我会第一时间送来给诸位 我们夫妻来到这圣经做生意不容易 今后我妻子 还得多靠诸位夫人照应了 边上的周明疑惑道 爸爸 你这啥意思 赵康解释道 等到拍卖结束 我得回国继续收获走伤 圣经城这边的生意 由白露来打理 咱们好兄弟 倒是你可不能让别人欺负了你嫂子啊 周明一顿 立刻拍胸脯道 那肯定的啊 这事儿 你放心 不过爸爸到时候 你还回来的吧 这是当然的 不然 到时候 咱们生意岂不是泡汤了 赵康笑 见他已经和众人打得火热疏通着关系 曹白露也提起酒杯 白露先行谢过诸位夫人了 宋青言笑容莫名 这是当然的了 此间女子 以他们两人的容貌最为出彩 这会儿一左一右的 坐在赵康身边 不知道的 恐怕还以为他赵康才是主人家 见曹白露 和这些豪门阔态搭上关系 赵康也就放心下来 虽说这些女人没啥子权利 但他们身后的男人 可是个顶格的不简单 以曹白露的才智 想必能够很好地利用这些庇护伞 曹白露自然也明白 他非这些口舌的缘故 心里颇有种被人呵护的感觉 吃着碗中赵康先钱给他加的菜 这种异样的温和 更是又放大了不少 他便也学着给赵康加菜 看着曹白露脸上甜蜜的笑容 和期许的目光 赵康内心古怪 这工具人 不会入戏了吧 而一旁的宋青言 看着他俩这会儿 好似眉目传情的模样 不由得心头一动 舌尖掠过唇半 赵康呼得手一抖 连忙抓住了要落地的筷子 看了一眼宋青言 这娘们胆子是真大 怎么了 曹白露连忙关切地问道 赵康善笑一声 没事没事 手滑了而已 而一旁的宋青言 神态自若 依旧在和对面的李夫人聊着天 两人是眉开眼笑 宋青言忽而画风一转 看向曹白露 白露 有时间要到府上去做作呀 霸公子刚才也说了 他离开之后 要我们照应着你 曹白露微笑道 夫人说的是 之前我夫君去府上的时候 其实我就想去了 只不过他没让 这样啊 霸公子那可就是你的不是了 赵康哭笑不得 只能告罪一声 夫人说的是 然而宋青言显然没打算 就这样放过他 意味深长道 这才对嘛 毕竟你和周明兄弟相称 以后多来府上走动 更为亲和一些也好 周明也道 是啊爸爸 你以后和嫂子 就把周府当成第二个家 随时欢迎啊 真是好大啊 赵康强笑两声 我会的 会的 见他这有些反常的模样 曹白露真如贴心七世一般 关切道 你怎么了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赵康顿时尴尬不已 我这是不舒服吗 我特瞄的是太舒服了 这会儿的宋青言 左手撑着下河 一副慵懒姿态 而闲下来的右手 则伸到了桌下 温柔地抚摸着小赵康 因桌布的遮挡 众人又全然想不到 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因此哪有人会注意 这就让赵康那叫一个刺激 尤其此刻众人的注意力 都在他们这对假夫妻上 霸公子年轻有为 妻子生的这般美艳动人 那可真是有福了呀 是啊 想必以后霸公子 要是做出什么更好的香水 那肯定都是 先给白露小姐用上了 有这么一个懂女子的丈夫 白露小姐真是幸福 宋青言笑眯眯道 是啊 白露小姐生的这般先姿容貌 想必霸公子 怕是连那些的想法也无 更别说会去外边找其他女子了 曹白露不由地嘴角一抽 心想 真这样就好了 可姐妹就是个工具人啊 不过心里虽然这样想 但听着宋青言等人的话 曹白露还是十分欢喜的 这会儿也尽心发挥着工具人的作用 也有一些阴阳赵康的意思 他发挥演技 修难道 夫君对我确实很好 曾说过 除我之外 今生绝不再娶 更不会有其他女人 做对不起我的事情 赵康有些目瞪口呆地看着曹白露 你呀的 这故意点我呢 李夫人听得不由地感叹一声 霸公子可真是痴情人 哪像我家老爷 今儿还提起说要纳妾呢 是啊 如霸公子 这样的男子 可真是不多见了 白露小姐要好好 珍惜啊 张夫人也感慨道 跟随几位夫人而来的 如婉容之类的千金小姐 看着赵康 那更是一个美目荧光 很是羡慕起曹白露来 只有宋青妍 嘴角翘起笑容自意 这样啊 那白露小姐 可真是找了个好夫婿啊 霸公子今后 可要说到做到才是啊 这会儿 就算赵康脸皮在后 也只想要找个地方钻进去了 这辈子 赵康就没有吃过这么刺激的鞋 好在那狐狸精 终于愿意放过他了 在即将决堤的时候 收回了那只魔爪 看着那似笑非笑的狐媚脸 赵康恶狠狠地瞪了一眼 妈的 怎么有种被女人玩了的感觉 一场宴席 主客敬欢 散场之际 赵康和曹白露两人 和几名贵太太打着招呼 宋青妍掀起叫帘 意味深长地笑了一声 八公子 白露小姐 别忘了改天来府上完 说完 放下帘子 坐轿 返回丞相府 今天这倒也算是搭上线了吧 曹白露眼口一笑 看向赵康 这会儿火气下去了 赵康也没有在想什么有的没的 轻轻点头 之后多和他们走动走动 会是你的一张护身符 知道了 曹白露说着 一把挽住了赵康的手臂 赵康吓了一跳 你干嘛 做戏做全套 得有点夫妻的样子啊 别说话 走了 赵康皱眉 看了一眼笑容满面的曹白露 这娘们 最近 真是越来越反常了 回到铺子中 天色已经不早 两人各自回房休息 赵康是倒头就睡了 闺房中的女子 却显然睡不着 看着镜子中的俏丽容颜 曹白露鼓了鼓塞帮子 有些忧怨 这家伙平时挺机敏的 怎么这会儿 就跟一根木头一样 自己都那般民事了 还无动于衷 难不成这辈子 就只能当假夫妻了 这样想着 曹白露顿时感觉自己 真是太惨了 不行 好不容易才说动了 他让自己跟着出来 必须在这有限的时间 搞定这家伙 原本搁置的春药计划 又再度提上了日程 第二天 赵康来到了拍卖行 询问拍卖事宜的进展 李老孝呵呵道 爸公子 酒水样品 昨晚我 分别让圣经城几名 酒道高手品尝了 效果可真是不得了啊 那几个糟老头子 当即就揪着老夫衣领 问着酒哪来的 有他们帮忙做宣传 要不了几天的时间 整个圣经城好酒之人 都会知道 公子你的那两种神酒了 赵康文言客气地道谢了一声 这么大笔生意 拍卖行抽成都能够抽不少 自然很是上心 李老又笑道 至于那天香神水 想必爸公子有了周府支持 已经不愁宣传了吧 这话是在敲打自己了 赵康与其立马变得恭敬 李老先生说的是 此事已经运作得差不多了 要不我先送几瓶给您老 李老自然明白 赵康说的送给他 其实是送给宫里的人 都是千年老狐狸 不必玩聊斋了 李老摇摇头 不必 这点银子大人们还是出得起的 只不过得保证 他们能够买到货 毕竟女人买东西 爸公子是商人 想必心里也清楚吧 赵康想了想到 那就美人只先拍一瓶 李老觉得如何 正合我意 李老摸着胡子 看赵康是越来越觉得顺眼了 拍卖行已经在着手制作请柬了 此事交给我们全力运作 爸公子可以放心了 那就多谢了 得到肯定的答复 赵康也没有在逗留 转身离去 时间一会儿过 转眼间就到了拍卖的日子 有了刘燕燃的旨意 拍卖行这次是卯足了劲 邀请的无意不是达官贵人商骨巨富 用句庸俗的话来说 家里没个十万两银子 都别想进拍卖行的大门 起先这些人收到请柬 都很是惊奇 尤其是请柬上还标明了 这次拍卖的物品 全都是贵族特供 这可就很吸引人了 啥样的好玩意儿 才能说得上是贵族特供 当看到物品单上的香腹域 众人瞬间就明白了 这香腹域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 价格自然不贵 但是偏偏有钱都买不到 只有宫里才有的用 这对于之前用惯了香腹域的人来说 无疑是痛苦的 总感觉洗澡没有那些泡泡 都不得尽了 有钱都买不到的东西 那就是贵族特供 因此对于这次拍卖会 不少人都很是感兴趣 作为货主的赵康 自然也是有入场资格的 简单收拾打扮了一番 就带着曹白露前往拍卖行 今日的皇家拍卖行铺上了红毯 两边摆上了花篮 还真挺像那么回事的 赵康上交了请柬 立刻就有一名衣着整洁的人走来 八公子 我带您二位去厢房 赵康一听 不愧是皇家打理的 比起自己和宁王弄的那半调子的贵族堂 确实要专业不少 得好好学习一下 因为是货主 因此李老给赵康安排了一个极好的位置 在二楼包厢 靠在软榻上 就能够看到一楼拍卖大厅的全貌 这会儿拍卖还没开始 他们是第一批到的 所以人数并不多 为了避免麻烦 曹白露还戴上了面纱 并且找拍卖行的人要来了纸笔 时间一点点过去 天色完全黑了下来 拍卖行外一定又一定官叫来到 就见一个个达官显贵 带着妻女应邀而来 分别被人领着去到专属的位置 看着下方的座椅 赵康泽一声 扭头看向正在研磨的曹白露 这人数怕是得五百朝上 你待会记得完吗 小看人哪 要不打个赌 赵康愣了一下 什么赌 我要是一个不漏的记下来 你就给我垂腿捏脚 赵康顿时哭笑不得 抬起手给对方吃了个板栗 你怎么还记着这事 我要是记错了一个 就换我给你捏脚垂腿 赌不赌 曹白露揉着脑瓜子 有些不悦道 闲的你 嘿 那我不管 你不说话 那就是答应了 别反悔啊 呵呵一笑 女子目光看向了一楼宽敞的大厅 片刻之后 有人登上二楼 敲了敲厢房的门之后 这才推开 赵康两人回头一看 正是这些天都在汉林院当黄门狼的周少爷 爸爸呀 这些天可真是烦死我了 周明一进来就开始大道苦水 汉林院那些官老爷 真探娘的难伺候啊 你是不知道啊 我每天被人回来喝去 跟使唤孙子一样 真是气死我了 明儿 你又在胡说八道了 赵康身形一僵 一身印花红锦做成的外衣 让宋青岩看着十分艳丽 赵康善笑着打了声招呼 那天在真卫楼 被这狐狸精玩弄之后 他是真有些怕这娘们了 这娘们太会了 但不得不说 爽是真的爽啊 爸公子白鹿小姐 酒见了 宋青岩看了眼赵康之后 表情很是淡然 开始训斥周明 这才几天 你就扛不住了 能做到大黄门的 哪个不是在汉林院熬了十几年 甚至是几十年的 你可别浪费了爸公子 和我的一番苦心啊 赵康也道 是啊 周明 你要知道 官商勾结 才能赚大钱啊 你做了官 咱们的生意 将来才能大发特发啊 你不想多赚银子了 周明挠挠头 是这样吗 要不说小屁孩好骗呢 赵康肯定的点点头 当然了 总之你好好做官 生意有八八我呢 清闲下来 就来铺子转转 你官做得越大 咱们今后钱就挣得越多啊 为了那白花花的银子 周明你可得努力啊 周明点了点头 好像是有那么点道理 行我听爸爸你的 我下去和几个哥们打声招呼 你们聊 周明说着起身离开 宋清炎这时候笑了一声 还是爸公子 你有主意啊 周明现在连我的话 都懒得听 就听你的 哎 也就是你们之前已经兄弟相称了 要不然 我都想让周明拜你做衣服了 我这个当娘的事 交不了他了 爸公子 以后得多多指点一二 赵康咳嗽两声 夫人说的是说的是 宋清炎恩了一声 然后转身去了厢房 曹白露乐不可知 这女人还真挺有意思的 都想让你当周明的义父了 赵康哭笑不得 这床上说过的话 又拿出来再说一遍 自然是别有深意了 我出去看看 他道 曹白露恩了一声 这会儿距离人满 还差点时间 在二楼转了一圈 赵康找到了宋清炎的厢房 恰好对着他们那一间 那观看的地方 帘子是拉上的 从外面也就啥都看不到 看着赵康 宋清炎嘴唇翘起 玉手清白 来了呀 坐吧 赵康扣上房门也不客气 一屁股就坐到了 宋清炎躺靠着的软踏肩 嘖嘖嘖 坐着不太好吧 要是被人看见了 可怎么办 宋清炎诡异地笑着 赵康气得在那翘臀上一拍 你的胆子 还怕这个 那天怎么不见你怕 修长玉腿 身直搭在赵康身上 宋清炎乐不可知 这么说 霸公子是来玩那天未尽之事了 在这 那岂不是只有我痛快了 赵康花嘴道 宋清炎眼怜清和 那没办法 你不去府上伺候我 那就只能我来这伺候你了 都是嘴 为保哪一张都行 得 这娘们段位太高了 车技太强了 自己这破五零 还是别去 和八十六飙车了 见赵康无可奈何的模样 宋清炎娇笑着 指了指前方的帘子 你说我要是把这帘子拉起来 让你那小娇妻 看到咱们这样 她的表情会不会很精彩 别闹了 说正事 赵康俯额 宋清炎听闻 调转了一个方向 靠在赵康怀中 什么事 只要发烧 赵康轻声道 今天拍卖之后 恐怕会有不少人找上咱们 最有可能的是你和周明 你是说想要奋一杯羹的人 这只狐狸精也是极为聪慧的主 赵康恩道 聪明 到时候你只管让他们来找我 我来谋划 捞了一笔还不够 还想要捞第二笔啊 果然是吃不够的狗 宋清炎呵呵一笑 赵康没什么恼怒的 这本就是他的目的之一 这批货再怎么添价 也不可能卖到上千万 拍卖只不过是第一步 他要的是用 让一些人看到这些货物的价值 到了那时候就会有人送钱来 可以开始第二步了 赵康道 事后周明依旧战役成立 这边是他来找宋清炎的目的 如今来参加拍卖的 都是齐国的达官显贵 拍卖一结束 这些人稍加打听 就知道是什么人在卖这些货物 打听清楚了 别人只会去找周明和宋清炎 而不会是他赵康 尽管他赵康是货主 因为相较于他 别人自然更信任周家 如果宋清炎自己来谈 那么他将来的既得利益 就会少上许多 他看着宋清炎 等待着女子狮子大张口 却见宋清炎笑了一声 淡淡道 我说过了周家 不缺这点银子 我要的只是 明儿将来能够坐上周家那张位置 如今机会有了 成与不成 全看明儿造化了 不过嘛 这事儿终归是要收点好处的 你说是吧 宋清炎问道 赵康 所以你要几成 聪明的女子 有些难对付啊 宋清炎勾了勾手指 赵康下意识凑近 就被女子勾住 勃耿吻了上来 片刻之后 女子声音轻柔 你上次说的那什么口红 什么时候能够做好 赵康愣了一下 还需要点时间 那我就要这个好处吧 对了你送我的那瓶香水 之前分给他们用 快用完了 你离开圣经城之前 总得送一瓶过来丢吧 看着赵康诧异的神色 宋清炎笑着起身 整理了一下衣服 拍卖要开始了 还不去陪你夫人 赵康顿了顿 终是没说什么 起身开门离去 片刻之后 宋清炎起身去 将帘子拉了起来 恰好看到对面 相防的赵康和曹白露 他端庄姿态坐下 目光平视 对面两人 他只看一人 有道是 堕落地狱不自知 或许并非不知 而是自愿沉沦其中 不愿拖出 一楼侍女 开始端着瓜果茶点出现 大厅中的座次 也即将坐满 时辰俨然已经差不多了 有人一步步 走上了大厅中心的拍卖台 是拍卖行的拍卖师 随着大门关上 拍卖师一锤定音 感谢诸位大人 今日能够来到本行 参与这一次的拍卖 这一次 本行将为诸位大人 送上专属于贵族特供的珍品 其中可是有诸位夫人们 心心念念的香夫玉 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听到拍卖师的话 许多对香夫玉求而不得的 阔太太千金小姐 顿时心头一热 坐在二楼厢房的赵康目光转动 发现宋清炎之前 介绍的李夫人张夫人 他们都在二楼的各个包厢之中 他便明白过来 这二楼的包厢 就是给有权有势 还有钱的官家准备的了 尤其是有几个厢房帘子和窗户 都是和尚的 也不知道里面待的是什么人 不过最让赵康感兴趣的是 他看到老熟人了 对面第四个厢房 一女子身穿蛋黄长裙 戴着一张面纱 坐姿端庄气质典雅 如当年在周国第一次会面的时候 看到的那样 明珠公主 刘嫣然 听赵康低声说着 曹白露也有些惊诧 眼神隐晦地朝着刘嫣然的方向看了一眼 继而压抑道 他怎么会也来参与拍卖 暂时不知道 不过这娘们可聪明着 搞不好他的目的 和咱们大相径庭也说不定 曹白露浮现思索状 赵康要他记录 是为了卖货的第二步 刘嫣然自然不会是这样 那就只可能是来记录 今天有多少人在这拍卖行 花了多少银子了 搞不好花钱最多的那几家 将来要遭殃也说不定 毕竟 这家伙之前可是有过让大臣捐款充赢国库的先例 赵康不知道的是 这事儿 还是刘嫣然从他身上学来的 之前去全国求和 听到杨老太师和萧玄策他们说 赵康这个丧心病狂的家伙 为了打仗 逼迫官员捐款 他回国之后 立刻就效仿了 效果自然是出奇的好 当然 得罪的人也不少 除了少数的一些人之外 那些被逼捐款的大臣们 已经有不少打心底里 记恨上了这个明珠公主 尽管他们捐出去的款比起自家财产来说 也就是九牛一毛 对此 刘嫣然是心知肚明 但是这会儿的刘嫣然根本就不在乎 等到实际一道雨一丰满 这齐国龙椅 就该也换个女人 去做作了 到时候 谁敢说什么 谁又能说什么 目光看向了赵康的方向 作为拍卖行的幕后人 刘嫣然自然知道 那里坐着的 就是这次拍卖的货主 要是对方真的是替锦国皇室在办事 那么想必地位不低 不知道有没有能够利用的可能 缓和一下如今与锦国的关系 刘嫣然心中思索着 至于对方会不会是来自钱国 这事儿刘嫣然想都没想过 去了钱国一趟 他自认 已经将钱国朝堂摸得差不多了 连赵康这种大才都能够说费就费 并且朝中上下 从女帝到皇子 再到陈宫 就没有一个站在赵康这边 如此腐朽的朝堂与钱国 有何值得注意的 想必之前也不过是走了狗屎运 刚好有赵康在一力支撑着 这会儿没了赵康 恐怕钱国文武大臣都要乐开花 每个月数着自己送去的两百万 就能高兴地睡不着觉的那种 都有人白给钱 他们哪里还会想着 再去给钱国创造营收 难怪是小国 就在众人心思各异之际 一楼大厅的拍卖已经正式开始了 最先开始拍卖的 并非是赵康的货物 都是一些用来开场的瓷器字画 倒是也有人捧场出价 接连拍卖了三件之后 拍卖师锤子一敲 接下来要拍卖的是相夫玉 听到这话 在场中大部分女子的眼神都亮了起来 她们今天来可就是为了这玩意儿啊 拍卖师道 此次相夫玉一共三千块 十块一份 每份起拍价一百两银子 每次竞价不得低于二十两 每人限购一份 现在第一份相夫玉开始拍卖 在拍卖师说话之际 众人就明白过来 这次相夫玉一共只有三百份 也就是说在场众人只有三百人能够得到 当即一道声音在二楼厢房响起 两百两 拍卖师立刻道 二楼一号客人出价两百两 两百两第一次 下方的官员抬头一看 就知道这拉着帘子的厢房里面是谁了 赵康不知道拍卖行二楼的厢房 是只有二品大员及其家属才能够呆得的地方 除了这之外 那就只有皇室成员了 个别眼间的 甚至看到了二号房的刘嫣然 连明珠公主都只能呆在二号 那么一号不用想也知道了 要么是太子 要么就是太子妃了 因此 根本就没有人敢竞价 第一份相夫玉便以二百两的价格成交 随着拍卖师不断落锤 前十份相夫玉都是以二百两银子成交 且这些房间都是拉着帘子的 不让外人亏死 赵康也就明白了 这些家伙估计是从宫里头出来的 紧接着第十一份相夫玉开始拍卖 对面的李夫人立刻出价二百 等到他们这些位居二楼的官太太买完 已经没了二十份 但两百块香皂 却给赵康带来了四千两收入 赵康笑了 他知道这还只是刚开始 一楼大厅里那些眼巴巴望着的太太小姐 才是大头 果不其然 第二十一份相夫玉已经拍卖 瞬间价格比之前就高了三倍 恭喜 花月影小姐拍的相夫玉一份 拍卖师激动地叫着 曹白璐当下提笔在纸上写下了 花月影相夫玉六百两九个字 紧接着第二十二份 第二十三份 一份又一份的相夫玉出售交易 这站地极广的拍卖行大厅 光是一楼就聚集了四五百好人 而香皂只有三百份 这就注定有人拍不到 但在场的 除了周明这个穷逼之外 谁不是都里有钱的主 这就导致越靠后的香皂成交价格就越高 没去二楼 以免听宋青年唠叨的周明 坐在一楼大厅中 嘴巴都快咧到耳后跟了 钱啊 这些都是我的钱啊 他那个着急啊 恨不得站起来替那些太太小姐出嫁 心里就跟猫抓一样 不断催促着 再高点再高点 相夫玉直接卖疯了 赵康再一次见识到了 齐国的财大气粗 他很想问问这些家伙 你们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 尤其是最后一份相夫玉成交价 居然高达三千两 这玩意儿成本也就二三十文啊 算出来了吗 看着灯火通明的一楼大厅 赵康翘起二郎腿 神情血液 三千块香皂 拍了将近两个时辰 这速度已经不慢了 尤其是最后的那一百份 基本上是一开始拍卖 价格就被推了老高 瞬间出手 曹白露抬起头来 忧愿地看了一眼赵康 故意道 哪有你这样的 人寄了这么久 口干舌燥 也不说包个水果什么的 就想着让人出力了事吧 赵康顿了一下 哑然失笑 我都我的 拿起桌上拍卖行准备果子 在衣服上擦了擦 赵康递了过去 吃吧 曹白露气得只想拿手中的笔杆子 戳死这王八蛋 故意的呢 他没好气道 一共二十七万两千 赵康乐不可知 这才掏出小刀削皮 犹犹道 那也就是一份卖出了九百多两 比原先姑的可高了不少 曹白露文言放下了笔 这会儿才后知后觉 中满是惊叹 压低生意 我这下算是知道 为啥户部的人说 你是只会下金蛋的鸡了 三千块香皂 这就卖出了二十多万 再加上香水 还有两种酒 这要是一个月来上这么一次 钱国恐怕再也不会为了钱发愁 赵康笑了笑没有说话 仔细削着水果皮 将来等到灭了齐国和周国 像是香皂这些东西 就会变得很便宜了 将来马上就是一家人了 就不好下手了 所以 这会儿能坑一点是一点吧 将削好皮的水果 切成几半地了过去 曹白露见状 琴手凑了过来 双眸看着赵康 旋即张开弹口 咬住其中一半 赵康星扑通扑通地跳起来 看着小口吞咽着的女子 这娘们什么时候 也变得这么会了 挺甜的 曹白露笑眯着眼 然后伸手拿过一半 凑到赵康嘴边 你也吃 赵康顺势也吃了一块 就是没尝出啥滋味 外人看着 那真叫一对恩爱夫妻 胎卖行后堂 同样也有几个账房在快速计算着 香皂总共卖出了多少钱 最后将结果上报之后 李老心中一定 27万两千 拍卖行抽两成利 那已经五万多了两了 想到这 李老顿时兴奋了起来 让前面立即开始拍卖天香神水 明白 这会儿 中场休息的也差不多了 众人精神头都很足 拍卖师得到消息 拿起锤子重重敲了一下 将所有人的视线拉回台上 诸位贵客 接下来 咱们要拍卖的 将是第二号贵族专供的物品 天香神水 听到最后四个字场内 响起了不少声音 几乎都是女性的 前段时间就听说了这个天香神水 也不知道是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可不是 李夫人都快将这玩意儿夸上天了 我得好好看看值不值得入手 听着众人议论纷纷 周明恨不得跳起来告诉他们 那是好玩意儿 拍卖师微微一笑 想必诸位都已经听说了 关于天香神水的事情 但此物究竟是什么 请听在下详说 接着 拍卖师就将赵康编造出来的 湘妃传闻讲述出来 甚至于还对故事进行了二次加工 将湘妃和皇帝之间的爱情故事 以及生离死别 说的那叫一个见者伤心闻之落泪 女人妈总是比较感性的 赵康甚至都看到 下方有几个太太小姐 拿着手绢在擦拭泪花了 拍卖师叹息一声 似也被自己讲的故事给感动了 他道 用如今天下第一文人赵康的诗来说 生死气阔 与子承说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湘妃最终没能和这位痴情皇帝白头偕老 但已回归天庭仙界的湘妃 最终还是传授了皇帝天香神水的制作方法 想必也是希望能用天香神水慰藉帝王之心 所以啊 此神水已经不再是简单的 让人体魄生香之物 那更是天香神女与帝王的爱情象征 亦是爱的彰显 让我们住院全天下的有情人都能够终成眷属 不再有湘妃和帝王间的遗憾 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那些太太千金小姐的都快把手掌拍红了 他妈的 这是个人才 赵康惊诧地看着台上无限感慨的拍卖师 想不到这齐国居然还有这种大忽悠 居然想到把香水和爱情挂钩了 这古往今来 只要和爱情挂上钩的东西 那还能有便宜的 得记下来 将来灭了齐国得 好好提拔一下这小子 赵康暗暗想着 拍卖师已经拿起锤子声音高亢 看着大厅中一个个人 他的心已经变得和杀猪刀一样冰冷 诸位 天香神水一共五百份 接下来拍卖第一份天香神水 起拍价五百两 每次加价不得低于一百两 五百两 话音刚落 一名千金小姐立刻就举起了牌子报价 在爱情之光的加持之下 他们可顾不上二楼的那些大人物了 一轮激烈地角逐下来 最终第一瓶香水就卖出了两千五百两的高价 是由一名三品官员的夫人拍下得 那官员嘴角一抽 看着自己的老婆 平时有些惧内的她 忍不住道 你简直是疯了 对方一听顿时怒了 疯了 姓林的 你什么意思 你还是人嘛 香菲的故事那么感人 你居然眼泪都没有流一点 这会儿居然还说 我疯了 果然你们男人都是冷血无情的动物 就是就是 林大人的女儿也很是同意自己老娘说的话 只不过 等到拍卖行的人将第一瓶香水送到林夫人手中 林大人的态度就变了 看着那玻璃瓶子晶莹剔透 那中的桂花香水仿佛黄金液体一般 别的不说 光是这卖相就好了不少 这瓶子莫非是琉璃的 那倒也不便宜了 小插曲之后 第二份香水立即开始拍卖 整个一楼大厅的女性都彻底疯狂了 尤其是林夫人在拍卖行的人教导下 擦拭了一下香水之后 那芬芳的味道在周围荡开 让林夫人周边的女子都倍感其异 林夫人更是对着自己女儿道 小蝶 你赶快再拍一份 自己用 只说了一人一份 可没说一家只能拍一份啊 1500两一次 1600两一次 2000两一次 2300两一次 拍卖师的嘴一刻也不带停歇的 手里的锤子都快抡出火星子了 和香皂不同 连赵康也没想到 这香水的竞拍居然会如此的激烈 乃至于 就算是在二楼的李夫人张夫人 这些全是财力都在顶峰的阔太太 这会儿都没能捞到一瓶 那些从宫里出来的 身处几间香房的大人物 也都猛逼了 这些家伙 居然如此不给我们面子 赵康注意到一号香房的人 已经拉开了帘子 打开了棺栏的窗户 目光看过去 是一名风雨女子 带着一个三岁左右的小孩 女子衣着华丽 身上有着一股子贵气 她又出了下价格 但很快 价格又再度被人抬高 让女子有些头疼不已 原本她已经有了一瓶香水了 但是自从用上之后 就彻底喜欢上此物了 听说这玩意儿数量不多 只有几百瓶之后 还是离开了皇宫 准备购上一瓶两瓶的 结果没想到堂堂太子妃 居然抢不过其他人 与其比邻的刘嫣然 自然知道 旁边是自己的黄嫂 听其又出嫁了 刘嫣然看向身边的下人 你去和太子妃说一声 天香神谁我会给她准备好的 自家卖东西 哪还有自家出钱的礼 明白 一号厢房的太子妃 听着下人的传话 慧心一笑 点了点头 又拉上了帘子和窗户 看着台下激情的近拍 刘嫣然则一声 心中暗笑 倒是没有浪费了自己 给那香妃添加笔墨润色 她随即又不禁感叹 难怪都说 国百年加千年 台下这些家伙 之前被逼强行捐款 充赢国库 当时一个个不情不愿 这会儿几千两银子说拿 就拿眼睛都不眨一下 看来自己当时下刀子 还是搁得浅薄了一些 若是真能够铲除世家之祸 那就好了 只是这种事情 她刘嫣然也只敢想想 这会儿 其弟刘广文病重 将大权交给她 她之前也只是借着新官上 认三把火 才敢那样做 彻底铲除世家之祸 这种事情 就连现在的赵康 也只能步步为营暗中谋话 一点一点蚕食 就这还得等待一个时机 那就是让这北地彻底乱起来 毕竟纵观华夏五千年 士族门阀根枝祸身地固上千年 最后终结他们的 还是杀人八百万的猛人皇朝 她赵康 暂时还做不到如此地步 同样吃惊与当下激烈的 还有宋青岩 她虽然早早就预料到了 赵康的香水会卖出一个天价 但也没想到 居然如此稀进 光是先前的香噪 就已经比得上周家 所有生意两个多月的营收了 要知道 周家暗地里的生意 可是从茶叶瓷器 那可是遍及整个齐国十二周的 如果照此势头下去 那岂不是说 赵康这一批货物 将会卖出上百万 甚至数百万 她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 美目看向了对面的赵康 当初曾言 赵康给不了她宋青岩什么 对方只是说 以后的事情说不准 如今看来 自己莫非是小看了她 这一晚上 拍卖行所有的女子 创造了一个拍卖奇迹 五百瓶子香水 拍价最低的一瓶 居然就是第一瓶 林夫人买的两千五百两 最后一瓶 价格甚至被抬到了六千两 还是被那叫做花月影的女子拍到的 曹白露握笔的手 都有些发抖 靠着赵康声音压得很低 二百三十三万五千 你说他们时候 会不会派人抢了咱们 她曹白露之前在江湖上 混开设风云楼 买卖江湖消息 也是以成千上万的价格 说起来也算是个生意人 一年下来也能挣个十几二十万 她本以为自己也算是生财有道了 但这会儿和赵康比起来 她才知道 什么是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一晚上啊 这辈子 还是她娘的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 都不说别人了 曹白露心想 如果自己是和赵康合伙 这会儿 估计已经开始联系凶手 准备半路黑吃黑了 倒是见惯了大场面的赵康 表示淡定 这才哪到哪啊 前世 那些什么佳琪威亚的带货主播 一晚上卖出几个亿来 比起那些 这算什么 不管是哪个世界 都不缺冤大头的 说到底 还是被通讯手段给限制了啊 从香皂开始到 香水拍卖完 已经历经四个时辰 不知不觉 都已经到了凌晨了 但所有参与竞拍的人 却依旧神采异议 也好在明天休幕 官员们不用上朝 拍卖行的人 不断在大厅中 穿梭着收取银票 拍卖师已经累趴下了 换上了李老 老头子一身白衣 颇有些先锋倒鼓的势头 站在拍卖台上 先向众人拱了拱手问好 接着这才到 诸位大人夫人小姐 接下来拍卖的最后一件物品 也是本次拍卖会的压箱宝 台子酒和三两宴 这会儿轮到在场的男人们 提起了注意力 终于轮到咱们老爷们出手了 这次拍卖会的参与人群 本就是李老经过特意筛选 都是好酒有钱的主 李老笑呵呵地 从下人手中接过了两款酒 向众人展示了一番 什么叫三两夜 什么是台子酒 紧接着 一个个拍卖行的人 端着盘子走了出来 盘子上拖着两个颜色各异的小酒杯 穿梭在大厅之中 将酒先让众人尝一尝 两杯酒下肚 场中顿时爆出一阵阵惊诧之声 这酒好浓烈醇厚 这台子酒 怎么会这么香 和我以前喝过的酒 完全不一样 不愧是鸭香宝 此酒只因天上有 一名喜好美酒加酿的官员惊叹 早前就听说 拍卖行来了一批不得了的神酒 今夜可真是不虚此行啊 心里想着 他已经开始伸手入怀 将准备好的银票 一张张掏了出来 摆在桌上 等到众人品鉴完毕 看着老爷们 一双双炽热的眼神 李老一锤子落下 接下来开始拍卖神酒 三两眼 起拍价一千五百两 每次加价 不得低于两百两 在此之前 老夫要说几点 朱军 无论是台子酒 还是三两夜 如今两种酒存世 都只有一千斤 今夜拍卖过后 就再无这两种神酒了 此酒价值不可估量 就算不饮用来收藏和送礼 那也是极为珍贵的礼物啊 一听这话 本就打着买酒心思而来的人们 一个个都热血上涌了 爷们们的欲念 也开始疯狂了 每一种酒只有一千斤 这一瓶子一斤 那也就是 总共也就两千瓶 一斤酒 哪里够喝的 半个宴席都不够 而且卖完这次就没有了 这还是一锤子买卖 场中好久的老爷们 呼吸都变得凝重起来 尤其是李老最后一句话 更是提醒了他们 的确这么好的酒 用来收藏或者送礼 都是不错的 这年头 谁还没有个求人办事的时候 先前数银票的官员站了起来 李老 李老笑看向对方 这位大人请说 此人道 刚刚无论是香夫玉 还是天香神水 都说了 每人只能竞拍一份 但这酒您老可没说啊 李老笑咪咪道 不错 这两种神酒 不限拍卖数量 众人一听 这才暗暗点头 要是只能拍一斤 那也太少了点了 这其实是李老 一开始就考虑好了的 在场众人多数还是女子 男性比例占得少 两千斤 如果一人只能拍一斤 那完全就拍不完 毕竟又不是哪个女人 都是公孙云秀那种 喝不醉的酒懵子 这东西终究还是男人的心头好 如此一来 难免价格吵不上去 但是李老又故意说了 这两种酒卖完就没有了 这就瞬间 将酒的价值又推高了 花个大价钱 一口气买上十几瓶 将来谁要是想要 那可就得来找自己了 就算不做二道贩子 将来办事用来送礼也可以啊 于是 这次轮到老爷们们上场了 前十瓶三两夜的价格并不高 最高的 只卖出了一千八百两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 厂商的火药味就渐渐变得浓烈起来 第十一瓶三两夜开始拍卖 一人立刻举牌子 一千八百两 一千八百两第一次 李老鹤道 顿时有人开口 两千 先出嫁的人一看顿时气坏了 靠 老张你干嘛来掺和 老张顿时不客气 你都拍了十瓶了 怎么不把一千瓶全满了 也该让让人了 价高者得 你管我 老张一听冷笑出声 行啊 接下来你 不管出多少架 我都比你多两百两零一个铜板 看谁荷包厚实 这一刻 在场男人都在暗暗较劲 因为不限量 所有近拍的火热程度 甚至超过了之前的天香神水 俨然彻底疯狂了 夫人小姐们也没去理会 这会儿都在兴高采烈地 研究着手里的香水 导致整个拍卖大厅 香气扑鼻 从开始拍卖到现在 都快十个小时 天已经微微亮了 赵康饶有兴致地 看着下方快要打起来的样子 曹白露有些不雅观地打了个哈欠 累了 赵康问道 曹白露翻了个白眼 指了指面前厚厚一摞纸张 都是他这段时间记录下来的信息 你说呢 哎呀呀 怎么没把烟感带出来呢 抽上两口提提神多好 老曹 你这工作态度有些不认真啊 赵康笑迷迷地调侃着 曹白露顿时气地扑了过来 我特么要思念 正打闹着 厢房门被敲响 两人都是愣了一下 赵康起身去开门 发现是个身穿灰衣的普通男子 阁下是 我家主人请公子一会儿 还请公子莫要推辞 看着对方高傲姿态 赵康心里已经有数 压低了声音 使得比起平常要多了些厚重 老请带路 一张帘子被放了下来 曹白露不经意地看过去 也明白了是谁在邀请赵康 来到了二号厢房 得到允许 赵康走了进去 就见女子情首峨眉 自容美态十分不俗 正是明珠公主刘嫣然 看着赵康 刘嫣然暮色淡然 罢公子请坐 赵康连忙流露出惶恐之色 多谢小姐 在下站着回话便是 刘嫣然饶有幸之道 罢公子何以如此坠坠不安 莫非我是什么洪水猛受不成 赵康赶忙道 小姐严重了 在下一届童秀伤人 又是外来者 对于小姐这样的显贵 自然要尽知尊知 这倒是个心思玲珑的人 刘嫣然心里笑了一声 看来是周家夫人 提前和你说过了 这二楼相防的 都是些什么人 赵康继续放低姿态 是在下猜测的 妄自揣度 小姐莫怪 行了 我不是什么喜欢 被人捧着的种 坐下说话吧 那 多谢小姐了 不知道小姐要在下前来 是有何事 刘嫣然顿了顿 这才开口道 我问你 那香肤玉和天香神水 今后你每个月 能够上货多少 这 赵康显得有些为难 随后小心翼翼道 小姐 这笔生意 是在下和丞相府 已经说好合伙的 刘嫣然哑然失笑 看着赵康 这家伙是以为 自己要来奋一杯羹啊 他道 你想错了 我问这件事的目的 并非是要插手你们的合作 而是弄清楚了货物多少 接下来拍卖行才好运作 你懂 赵康豁然开朗 小姐 是拍卖行之人 刘嫣然点了点头 这天香神水的确不错 若是将来货物数量足够多 那么拍卖行的抽成 可以少上半成 赵康这时候开口道 哪个 小姐 接下来 我们不准备走拍卖的路子了 嗯 说说你的想法 刘嫣然挑眉 赵康连忙道 是这样的 拍卖固然价格高 但是长此以往 对于顾客来说 此物终究是昂贵了一些 所以 接下来在下和丞相府 不打算继续以拍卖的方式 来售卖香水 刘嫣然明白过来 自己还是想得天真了一些 一瓶香水起拍价五百 拍卖能够卖到几千 一个月来上这么一次 就算顾客再喜欢 也扛不住这种花销啊 店铺直销的话 虽然价格肯定是要放低的 但胜在细水长流 明白了赵康的想法 刘嫣然淡道 既然如此 那我就不多问了 事后的税 赵康连忙道 明白 小姐放心 说到底 在下终究是在齐国混饭吃的 肯定不会做傻事的 该上缴的 绝不会少一份 在这还有丞相府的人看着不是 你的答复我很满意 好了 可以退下了 从厢房离开 赵康便收敛了那谄媚的笑容 想着先前刘嫣然问询时候的模样 虽然说 对方一直竭力 装出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 但是 在问到天香神水每月 可以提供多少货品的时候 那双瞳之中的兴奋之色 根本就藏不住 显然 先前拍卖香水的场面 让这明珠公主 受到了不小的震撼 按理说 刘嫣然出身皇族 从小又是才治过人 应该不会这样难以控制自己的喜怒 如今这情况 只能说 现如今齐国给这位九公主的压力 实在是太大了 以至于看到香水 卖出上百万之后 她就坐不住了 想让拍卖行 今后全盘接手着生意 但因为这会儿 自己用的是井国人的身份 所以她刘嫣然 没有直截了当地开口 毕竟 现在两国的关系 用仇身四海来形容 都不为过 刘嫣然心里也担忧 要是让拍卖行 成为赵康的合作对象 一来无疑是惹了 丞相府周越这个忠心臣子 二来要是让赵康这个霸公子不爽 人今后不来 你齐国卖货了 那就得不偿失了 这会儿 起码还能分个几十万不是 想着赵康 也不禁觉得这刘嫣然有些可怜 这些年来 齐国先后两次败在她手中 一次赔款三千万 这次同样也是要赔上两千多万 再加上军队的损失 齐国的军政 在这些年 受到了难以想象的冲击 从原本的第二强国 已经开始摇摇欲坠 这种时候 皇帝刘广文道好 自己病了 把烂摊子扔给刘嫣然 就摆烂了 将拯救齐国这个重任 交到了一个女子身上 尽管这女子说得上是足智多谋 但是将齐国十二周的存亡 一肩挑之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这种关键时刻 他刘嫣然不能走错一步 因为一旦错了 就可能万劫不复 当一个人想着 千万不能犯错的时候 往往也是犯错的开始 譬如 他之前走了一趟 钱国求和 回到自己包厢 赵康看了一眼 对面的刘嫣然 对方一副低眉深思的模样 赵康不由得露出 一抹四朝四进的笑容 已经疲惫不堪的曹白露 比一扔 向后依靠看着赵康的笑容 问道 你又在想什么坏心思了 赵康笑了笑片头 看着曹白露 倒不是什么坏心思 就是看着一个 溺水垂死挣扎的人 拼尽全力求生 感觉有些可怜 曹白露狐疑 什么意思 赵康扬了扬下巴 看着刘嫣然的方向 曹白露顺势看过去 就听赵康淡然道 这个人再过不久 他就要求生无路求死无能了 那是挺可怜的 曹白露明白了赵康的话 他刘嫣然 此刻在为齐国求生 当齐国亡于赵康之后 当他发觉 被赵康耍得团团转的时候 他就只能求死了 好累啊 听着曹白露这句话 赵康这个黑心老板 也有些过意不去了 那就休息吧 你说的呀 曹白露一喜 紧接着整个人倒向赵康的怀中 也不去看他的反应 抱着他的臂弯 和上双目睡去 赵康哭笑不得 有些许无奈 继而偏移目光 不再看刘嫣然 继续去看那些大老爷们 进嫁去了 当年诸葛武侯 何等精彩绝艳 如此天下间 第一等的风流名士 依旧难以力挽狂澜 何况 你小小刘嫣然 透过拍卖行的窗户 已经能够看到外边的天色放明 李老最后落下一锤子 最后一瓶台子酒 三千五百两成交 曹杂的声音顿时响起 这一场创下 齐国拍卖行历史之最的拍卖 终于落下了帷幕 赵康带来的三千块 香噪五百瓶香水 两千瓶酒水 没有一件流派 全都卖光了 而且价格高的离谱 李老的内心更是震撼万千 他发现自己 还是小看了自己国家人民的实力 如果按照平均来说 在场五六百号人 每一个都至少花去了上万两银子 这就是千年世家的恐怖之处了 平常人一辈子也难以获得的财富 他们却能够轻轻松松地拿出来 而且丝毫没有伤筋动骨的迹象 那些动辄积累数百年的财富 一掏出来都能够吓死人 所以十年寒窗 怎抵我三年经商 这话还真有他一定的道理 拍卖落下帷幕 银子没有带购的人 已经开始派人回家去取银票了 乡房门被人剧烈地敲着 赵康微微皱眉 忙起身去开门 是一脸兴奋的周明 爸爸 亲爸爸呀 你知不知道 周明话还没说完 就被赵康捂住了嘴 嘘 你嫂子睡着了 有事咱们之后再说 周明身头看到了 躺在软榻上的曹白鹿 连连点头 这会儿 李老也快步走了上来 老头也是一脸喜色 爸公子 赵康忙道 李老 在下那人正在休息 咱们明天再过来算账如何 好好好 李老此刻 那叫一个兴奋连连点头 还开了个玩笑 爸公子就不怕账算不清啊 赵康笑道 我信得过贵行 况且 我这也有本账目的 李老压低声音笑着 行行行 明儿老夫就把银票准备好 麻烦李老了 打发走了两人 赵康转身 将曹白鹿之前记录好的东西 塞进怀里 然后轻轻拍了拍曹白鹿 好一会儿 对方才睡眼惺忽地看着赵康 张口呢喃着 困赵康哭笑不得 已经散场了 困曹白鹿只是撅着嘴看着他 仿佛撒娇一般 赵康无奈只能转过身 行行行 我背你走 这丫头是个普通人 一晚上没睡不说 还要费心神记录拍卖的人 从中筛选对象 的确不是什么轻松的活 便是赵康也有些不忍心在压榨了 刘嫣然 宋青岩等人早前便已经离开 通宵达旦对女人来说 可是致命伤 这会儿都回去补教了 街上商贩都已经支起了摊子 又开始卫生活忙碌 背着曹白鹿离开拍卖行 赵康一路赶回了铺子 和众人交代了一声 便上楼 准备先处理好曹白鹿 再去看昨晚那些重要讯息 结果就是被曹白鹿给黏上了 房间之内 赵康满脸无奈之色 嘴里不断叫着 喂喂喂 老曹 已经到地方了 赶紧撒手休息了 但曹白鹿就像是睡死了一样 根本没有一句回应 赵康试了一下 却被骑搂着脖子 根本放不下来 这娘们 搞什么费劫 背上的女子巧摸睁眼 随后又闭上 任凭赵康怎么叫唤 她就是不回应 像个死人一样 挂在赵康身上 心里更是想着 今天不把你弄上这张床 老娘死也不撒手 赵康又叫唤了几声 紧接着又试了几种办法 都无法挣脱 顿时有些无语 又不能把曹白鹿双手拧断 当下有些愁 四野察觉到赵康心里的郁闷 女子心里暗自偷笑 见赵康又走向床边 他手上力道松懈些许 赵康有感便要转身 结果却没想到 对方直接勾着他的脖子 往后一倒 他整个人 便扑在了曹白鹿身上 若有若无的厨子 芬芳钻进敌枪之中 撩布着原本平静的神经 赵康喉咙上下滚动 挺着头 看着身下装睡女子的娇俏容颜 那个老曹松少啊 他叫唤一句 曹白鹿却不理会 心情也有些紧张起来 既期待又惶恐赵康 接下来会怎么做 年幼便家破人亡 跟随明叔在江湖上 漂泊东朵西 藏 再到后来 一手创建风云楼 在江湖上有了不小的地位 曹白鹿可不是什么 懵懂的大家闺秀 除了没有实战过之外 该懂的东西 懂得都不少 这一男一女贴在一起 赵老爷又非童子鸡 罪恶的根源 已经开始散发强烈的战役 顶得曹白鹿 那叫一个思绪紊乱 身子更是有些 不舒服的怪异之感 他下意识地动了动躯体 这可救了赵康的老命了 这压得不是故意的吧 看着曹白鹿的睡颜 赵康是有苦说不出来 那骨子欲望越发地强烈 他又不是傻X 这些天来到齐国 这段时间的相处 曹白鹿种种反常 言语之间的无忌 要是没有察觉 那就属于是装傻了 但要是真吃了这丫头 赵康都怕回去之后 让人扒一层皮下来 这算什么 出差带秘书 然后钱归则 时间仿佛禁止了一般 赵康胡思乱想着 女子却更是有些生气 赵康此刻的不作为 他们的都快钻破裤裆了 你还傻愣愣地干嘛 难道真要老娘和吴欣怡一样 亲手扒了你的裤头 可我也没有三只手啊 这要是一松手 搞不好赵康就起身扭头走了 心里想着 曹白鹿心哼一声 继续装死 就这么搂着赵康 同时还有些哀怨 难道他就真的对自己 一点男女之情也无 深吸了一口气 望着这娇俏的容颜 只要低下头 就能尝尝那张猪唇的味道 赵康心里的贪欲 变得越发旺盛 脑海中的小恶魔 已经战胜了小天使 不断对他的精神洗礼 你赵康什么鬼德性 自己心里没点B数 装什么纯爱战士 装你马呢装 那叫嚣着一声 只爱一个人的 都只不过是没有机会 开后宫的穷哥们罢了 人要是有权有势 想想看 你压得穿越过来 做到如今前国国事的位置 甚至可以说是 没有一人之下 只有万人之上的地位 不就是多个女人吗 只要人家也喜欢你 这算得了什么 只要腰子好 这就不叫事 干嘛委屈自己呢 苦什么也不能苦二弟啊 没错 赵康眼神变得坚定 给自己的洗脑 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当即伸出了罪恶的双手 终于 老曹险些内流满面 老娘终究是成功了 他睁开眼睛 看着眼神错愕 还有些尴尬的赵康 一口亲吻上去 灵魂契合目标一致 那过程自然是水到渠成 刺拉一声 赵康直接将那长裙 给撕成了两半 双手施展龙爪弓 攀爬双峰 让曹白露美目睁得老大一时 登上顶峰 他放弃与赵康的唇舌纠 张口轻盈 赵 叫爸爸 赵康恶狠狠地说道 真气真是个好东西 起码脱衣服很快 爸爸爸爸 曹白露欢快地叫着 双手伸向罪恶根源 颇有种你脱了我的 那我也要脱了 你裤子的气势 仿佛是要让对方分清此刻的地位 两人动作毫不退让 你摸我一把 我也要摸你一手 赵康有种怪异的感觉 怎么不像是闺房之乐 反而是在和人鄙视什么一般 但不得不说 这种感觉很刺激 突然间 曹白露眉头乱颤 奋力拍打着赵康的后背 赵康得意一笑 小样哥们这二指禅 岂是你能够抗衡的 这才哪到哪就缴歇投降了 他抽出手来 刚要发表什么胜利宣言 随后看着手上的那鲜艳红色 整个人都愣了一下 我草 难不成太用力了 但是紧接着 他想到一个让人怒火生疼的事情 低头看向面红耳赤眼 有泪花的曹白露 赵老爷问话的声音 都有些颤抖 老曹 你不要和我说 你月时来了 这一刻 曹白露真哭了 好半天才抽掖着 满心懊悔 我忘了 我特么掐死你 赵康也哭了 曹白露已经无所谓了 大字一样躺在床上 面如死灰 掐吧 给我个痛快 你妈 浴血奋战这种禽兽行为 赵康终究是做不出来的 看着躺在一旁的曹白露 他肺都气炸了 却也无法 只能道 把衣服穿上吧 不穿 曹白露也气炸了 就这样搂着赵康 虽说没办成事 但就先前连月时部 都是赵康帮心如死灰的塌患的 这会儿 倒也算关系亲密了 心里想着 距离成功 就差临门一脚的曹白露 更加是气愤懊悔 锤打着赵康 还不是你这个混账 早点不成吗 非得等到今天 你特么的还真是 赵康惊诧 我不碰你 还成我的错了 我不管 那就是你的错 我 早点不就成了 就是你的错 赵康气笑了 翻身起床 曹白露愣了一下 开始慌起来 你要去了 房间里给我待好 片刻之后 赵康提着一桶水回来 看着忐忑不安的曹白露 冷笑一声 先洗洗脚 待会别叫来 闺房之中 柔声低语 女子情义无限 有些小心翼翼和期许 我现在是你的人了 已经提上裤子的赵康 斜眼一挑 怎么就是我的人了 咱们又没办事 曹白露一听 差点没提刀砍了赵康 赵康却哈哈一笑 一把抓过那双腿完年 面前女子拥有一双可谓完美无缺的双腿 尤其是那双狱卒 风雨得当长短有度纤细白嫩 阻止精英 仿佛能够能够滴出露水 脚背甚至能够看到些许细小的青筋 这可不是美颜磨皮的效果 而是实实在在的冷白皮 在赵康所见女子之中 是当之无愧的罪绝 望着还有些闷闷不乐的女子 赵康柔声安抚 这要都不是 难不成你心里还有其他人 听到这话 曹白露才露出满足的笑颜 那我就赖上你了 赵康无奈轻笑楼紧了怀中游雾 感慨一声 真不知道我何得何能 贴着赵康胸膛 曹白露笑了笑 初见你之时 只觉得你卑鄙无耻 形势荒诞无忌 与我心中那个力挽狂澜 平定叛乱 力斗天下文首的文武双拳齐男子 完全不服 有种幻想破灭的感觉 赵康笑了笑 就听曹白露诱道 但随后跟你到京城 除了风云楼的任务之外 我总是忍不住去探查你 早年前的所作所为 便在此过程中 不知不觉已深陷 眉眉深夜醒来 都会翻看对你的卷宗记录 只看你不在身边 不知我心意 赵康还真不知道 怀中这丫头 有这么多感慨 一时间有些不知道 该说什么才好 曹白露笑道 后来得知了吴星仪和你的事情 那我也就不管了 他能做的 我也能做 这辈子 我只想做你的女人 其余人 我也看不上眼 听着曹白露表明心计 赵康心念微动 没有多说什么 轻轻吻上对方 感受着赵康的蠢蠢欲动 曹白露贴心地道 刚刚没有尽兴吧 赵康捏了一下对方鼻子 谁让你叫着脚酸呢 翘脸飞红 曹白露凑近小声道 我看过一本书 上面说 女子其实有三张嘴 我翘 一句话让赵康亢奋了 矜持了一下 这不太好吧 我想尝尝 赵康瞬间口干舌燥 女子又再度羞涩询问 待会 还是叫你爸爸 我觉得这样 你好像很兴奋的样子 他妈的 这谁受得了啊 一阵云雨 从最开始的生熟到 慢慢熟练 抱着赵康 吃了不少美容养颜品的 曹白露心满意足 闭上眼睛 这会儿着实有些困了 一觉到一日天明 马掌柜招呼伙计端来早点 梳妆打扮好的曹白露愣一下 喝粥 怎么了当家的 马掌柜疑惑 赵康在一旁眼珠看天 嘴角微微上挑 不合你口味吗 曹白露瞪了他一眼 紧接着道 没事 挺不错的 拍卖行 赵康两人到来 李老一大早就等着了 周明也在 爸爸 嫂子来了呀 周明热情地打着招呼 赵康笑笑 拉着曹白露一同坐下 看向李老 李老 咱们可以算账了 李老哈哈一笑 好 这次拍卖 香富玉共计卖出27万两千 天香神水 卖出233万五千 三两叶和台子酒 一共卖出642万 总计9027千 周明也彻底疯狂了 差点一碰三尺高 我草 钱呢 钱在哪呢 快给我 赵康也疯狂地叫着 快 快分钱 哈哈 这次正大发了 李老看着他的神态暗暗点头 随后看着两人笑道 所有银票都准备好了 按照事先约定 本行抽两成 零头就算了 那就是180万 说完 李老打开了面前的木盒子 里面满满的都是银票 都是一万两一张的面值 其中还有几张一千两的 爸公子这里是722万零七千 本行给你全部还好了 你点点 赵康一把拿过木盒 哈哈大笑 多谢李老 多谢李老 他就像是一个财迷一样 真就一张一张数了起来 周明更是在旁边眼巴巴地看着 呼吸那叫一个沉重 一直到所有银票清点完毕 赵康刷刷数出45张一万的 和七张一千的 看向周明笑道 兄弟这是你的 爸爸我真是爱死你了 周明结果银票乐的找不到北 丝毫没有因为 赵康那还有一大把 产生什么极度的心思 这次卖货他基本上啥都没干 得了一个黄门郎官闲步说 这会儿还分到45万两 这会儿已经心满意足了 这会儿赵康还有600多万 他像是害怕什么一样 看着李老道 那李老既然仗轻了 那在下就告辞了 以后咱们要是有机会继续合作啊 李老笑咪咪咪道 当然当然 以后再有这样的好事 爸公子可别忘了本行啊 一定一定 周明走了 赵康叫了一声 周明立马屁颠屁颠地跟了上来 一直等到两人离开之后 一道人影从后方走了出来 李老 真不 李老摇摇头 暂时不要妄动 既然他能来咱们齐国 那么咱们也可以派人去景国走货 先探探他的底细 不然如果真是替景国皇室办事的 这会儿黑吃黑 就更加得罪景国了 人影反问 那要是不是呢 李老微笑 那就只能算他倒霉了 天下不太平 到处是山贼 死在哪谁知道呢 另外一边 周大少爷完全没有才不外露的觉悟 一路上都在数着手上的银票 看得赵康哭笑不得 回到铺子中 让曹白露先上楼 赵康又抽出二十张银票 周明一愣 爸爸 你这是做什么 我的不是已经分好了 你还多给了七千呢 赵康道 没什么 这次卖货成功 你娘帮了不少忙 这二十万你 带我转交给你娘 这样 嘿嘿 那我就替娘多谢爸爸你了 周明乐呵呵地接过 赵康警告道 你得交给你娘啊 这可不是给你的 嗨 瞧你说的 我这都有四十多万了 还会贪这点小钱 荷包厚了 周少爷的腰杆子也就硬了 走路都带风了 赵康哭笑不得 那就这样吧 有事咱们之后 再说 行 那爸爸 我就先回去 给我娘抱喜了 这会儿 满脑子都是去拿花钱的周少爷 一溜烟的小跑离开 赵康随手将装有银票的盒子 递给了马掌柜 让其收好 他也不担心 有人回来抢 陈江河跟南宫龙这两三瓶 还在铺子里当门神呢 老马 之后不管是谁来找我和老曹 你就一律说不在 别人细究你就说出门了 要四五天才回来 明白 马掌柜连忙点头 赵康上楼 看向百无聊赖的女子 微笑道 要不要跟我出去逛逛 曹白露一听来了兴趣 去哪 去哪都行 主要是让那些人几天 曹白露文言 便起身戴上一张面纱 跟着赵康下楼 一路离开内城 到了普通老百姓居住的内城 两人闲逛一下午 挑中了一间小院子 便掏了十两银子短租下来 过一段难得悠闲的时光 丞相府 赶回报喜的周明 将赵康分给的银票 递交到宋青年手中 满脸喜色地告诉他 这是自己好兄弟给的 宋青年听闻 也有些被震道 看着周明手里 赵康分的六十多万银票 当即道 女儿 那七千你就留着花吧 剩下的交给娘 周明一听 顿时不干了 凭什么呀娘 这是我正得 宋青年皱眉道 你爹在外奔波 周家的生意上 也需要这笔银子周转 将来等你爹回来了 知道你帮了这么大的忙 这是多大的好事 话虽如此 但周明还是有些舍不得 无奈宋青年只能哄着道 你想想 等你爹回来了 知道你出息了 能帮上家里忙 今后你想要去哪玩 他又岂会 在干涉阻拦你 周明点了点头 这倒也是 那我留一万七吧 娘啊 我现在入了汉林院 那上下可都是要打点的 而且人也知道了 拍卖行卖的货物 有我一份 我得请客啊 倒也是这个礼 听周明说着 宋青年也松了口 行吧 你留下两万吧 好嘞 痛快地将钱一交 带着两万两巨款 周大少爷 立刻去找以前的那些 狐朋狗友炫耀去了 看着手里沉甸甸的银票 宋青年独自在房间中坐了好一会儿 继而又自嘲地笑了笑 自己这些天是怎么了 怎么总会有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叫来了周府账房 将这一大堆银票入账 宋青年便不再多说什么 若是以往 他少说要高兴的两三天睡不着觉 但此刻却总觉得有些空落落的 两天光阴流逝 午后阳光正好 曹白露靠在躺椅上晒着太阳 院门被人推开 他起身就见赵康背着个大背筐进院 他连忙凑上前去帮忙 看清背筐里的东西 曹白露一愣 你弄这么多刺手做什么 赵康关上院子门 笑呵呵道 这可是好东西 背筐里 曹白露口中的刺手不是别物 正是仙人掌 只不过 这个世界的叫法不一样 曹白露好奇道 你又要做什么新奇的东西了 给你这张诱人小嘴 弄个好玩意儿 曹白露顿时脸一红 这两天住在这小院里 他天天晚上喝粥 时间不早了 我出去买点菜回来做饭 老曹 你把刺手上面 这些白色的 用勺子刮下来 装碗里我有用 赵康吩咐道 曹白露连忙点头 看着赵康 滴流着菜篮子出门 他不由得会心一笑 那叫一个得意和满足 谁能想到 堂堂前国国师 搅动四国风雨 布局天下的大人物 这些天就在这小院子中 跟他曹白露过起了 平淡的夫妻生活 一日三餐 都还是他做的呢 要是没记错 就算是他最爱的女帝陛下 都没有自己此刻的待遇 将近黄昏 赵康弄了四个小菜 煮了点米饭 两人就在院子中 摆桌吃起来 这两天都是如此 就像是一对平凡普通的夫妻 吃过了饭 赵康就在院子中 支起了一口炒锅 将曹白露先前刮下来的腌脂虫 放在锅里准备炒干 这个时代的腌脂 用的都是些花蕊晒干研磨 口红更是没有 都是用红纸纯染 没人发现 这仙人长上腌脂虫的妙用 放在前世 这玩意儿 那叫一个死柜 只有高级口红 才用得上的原材料 曹白露蹲在一旁 好奇地看着赵康帆炒那些腌脂虫 等到炒干之后 他就开始用石就开始研磨 就见那些腌脂虫 竟然被冲成了一堆细细的红色粉末 他惊奇了 这 这究竟什么 赵康笑道 这玩意儿叫做腌脂虫 听名字 你应该知道 它是做什么的了 用来做腌脂 赵康点了点头 曹白露追问道 用来卖 他摇摇头 笑道 送给你们几个 用就行了 这玩意儿弄出来 就是图方便而已 真卖的话 卖不了几个钱的 听到这话 曹白露心中满是欢喜 这是他专门做给自己女人的呀 其他人可没有 酱水烧热 随后倒入粉末搅拌 直到液体变红 赵康开始过滤提取色素泥 直到弄出了一海碗色素泥 天色也黑了下来 便将其放在外边风干 第二天 赵康又出门买了几块风辣和油 融化风辣后 便倒入风干好的色素泥 开始搅拌 这玩意儿 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东西 所以做起来很顺利 将搅拌好的油泥 倒入木制模具之后 尽等风干脱模 到了第三天 赵康的口红就做好了 望着那红彤彤的鲜艳口红 这些天对口红兴趣很高的曹白露芒问 成功了 赵康点了点头 取下第一根口红 看着面前佳人柔笑道 试试看 女子点头 她个头比赵康矮一些 扬起精致的面庞 赵康拿着做出的口红 精心地在那双唇瓣上温柔涂抹 粉嫩朱唇蒙上一层鲜红玉滴的艳丽 四目相对看着彼此 双双无言 心灵却在这一刻越靠越近 赵康低头一口咬住了那鲜红的上唇瓣 女子便也点起脚尖 唇齿相抵 纠缠不清 深夜不眠 就恰似合欢逃合 彼此缠绵不离 并不算舒适的木床 女子抬起头 在赵康胸膛上又印出一个唇印 她似乎喜欢上了这个游戏 有些乐此不疲 这算不算给你盖印章了 你这家伙 照你这样玩 这几只口红哪里够你用的 赵康哭笑不得 她这会儿脸上胸膛上全是口红印 不知道还以为她被几十个女的给轮番上阵了 女子青土丁香小舌 样貌可爱十分 抱着赵康道 都五天了 差不多也得回去了吧 免儿退了租就回铺子 赵康点头道 曹白露又道 那等到下一步计划完成 你是不是就得走了 对 到时候你也一起走 赵康道 曹白露摇摇头笑道 之前不是已经说好了 到时候 我要在齐国布置的 后续两个月 还要赚一笔呢 哪能走 这事儿没得商量 你在这儿我不放心 无论如何 我也不会让我的女人 置身险境 明日让马掌柜他们传话给上面 让方少或者其他锦衣卫副指挥使来便是 曹白露窃笑一声 更加搂紧了赵康 这便是自己看上的人啊 此声足够了 那我听你的 玄机 女子又凑近低声道 要不要给他也盖个章 赵康的笑容 简直是要多邪恶 有多邪恶 一拍美人翘臀色咪咪道 爸爸送你口红 所以你得 第二天赵康收拾好东西退了院子 两人又回到铺子中 见到两人马掌柜赶忙赢了上来 老板当家的 你们可回来了 这几天 咱们铺子的门槛 都快被人踏平了 有这么夸张吗 赵康笑道 一旁的陈江河 伸手指了指桌上一堆拜帖 夸张 老板你自己看 就这四五天的时间 送上拜帖的人多达三十几家 周明的娘也来了一趟 让咱们转告你 说是答应你的事情 已经全部办好了 翻看着那一堆拜帖 赵康嘖嘖有声 这么多赶着送钱上门的人 这齐国还真是人傻钱多呀 老马 老板您说 赵康随手将拜帖打乱 派出伙计 通知这些天 想要拜访咱们的人 今晚上我爸爸在真卫楼 请他们吃饭 明白 夜已至 没有带上曹白露 赵康独自来到真卫楼 所有的一切白天 都已经安排好了 就等着韭菜送上门了 只是赵康也没有想到 会这么多人来赴约 爸老板 久仰久仰 哎呀 今天可算是见到您了 爸公子 在下徐文 早就想见一见 爸公子您的风采了 今天可终于是等到了 一个又一个不认识的人 来到真卫楼 和赵康打着招呼 语气那叫一个恭维谦卑 不谦卑不行 他娘的 现在帝都传开了 这个外地佬 在咱们圣经城 直接一炮成名 一晚上拍卖了九百多万 纵观齐国商人历史 这是绝对的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别说比肩了 能到他一半的都没有 这家伙 简直是吞金兽 赵康脸都快笑肿了 没办法 实在是来的人太多了 他光是在这打招呼 就占了快一个小时了 最后一和解 特喵的 居然来了两百多号人 要知道 这些人可不是什么简单角色 那都是能跟丞相府搭上线的任务 此时门外小二吆喝了一声 周夫人道 赵康一愣 这家伙怎么来了 自己也没请他 宋青年 下轿走进酒楼 那些来赴赵康邀约的人 全都站了起来 男人一个个的小心思 蠢蠢欲动 这朵帝都燕花 可是无数人想要一清方泽的对象 可惜也就只能想象了 任丞相夫人 真撩拨了 有九条命都不够死的 看着赵康 宋青年眼神玩味 爸公子 我不请自来不介意吧 赵康尴尬了连忙道 夫人这是奶的话 我那群下人真是的 办事不利啊 莫非他们 没去邀约夫人 宋青年翻了个白眼 倒是没有 继续拆赵康的台 道 我白日不在府上 也是刚回来 听说了爸公子 你在真卫楼 就直接过来了 原来是这样 走走走 都上楼 今天诸位吃好喝好 赵康吆喝着 大厅中一群人开始上楼 赵康和宋青年 走在最后面 赵康低声 你怎么了 你以为我不来 你真就能和他们谈成 这次买卖了不成 丞相府没个能主事的人 出面替你站台 你个外地佬 在这圣经城有何幸运 宋青年美好气地说着 尴尬地摸了摸鼻尖 赵康心中一叹 对方说的他并不是不知道 但他还是选择 没有通知宋青年 来给他站台 否则将来可就惨了 只是没想到 这个女人却自己来了 他一时间不知道怎么说 看着和熟识人 谈笑风声的宋青年 只得跟了上去 众人一次落座 因为来的人太多 所以又增添了十几桌 赵康和宋青年相邻而坐 韭菜上其赵康 就告罪一声 诸位 前些天因为一些事 没在铺子里 听表心意 这开场 就让这些天 想要见赵康 而不得的商人们 心里舒坦了许多 纷纷叫着霸公子讲究 三杯酒下肚 众人就开始 来敬酒了 赵康也是来者不拒 这齐国酒水酿造 工艺落后 都是些酸涩裹酒 根本谈不上醉 场面气氛 一时间热络起来 就赵康那张嘴 真叫一个蛇灿莲花 哄得在座众人 那叫一个兴高采恋 酒之酣畅 有人终于是坐不住了 看向了一旁 只是简单吃菜的宋青年 周夫人 刘老板何事 宋青年微微一笑 刘老板忙道 周夫人之前和您说的事情 您怎么想 我这也想和周少爷 合伙做买卖 其余人也纷纷开口硬喝 主角一下子 从赵康变成了宋青年 但是明眼人都知道 虽然是在和宋青年打交道 但实际上话 都是说给赵康听的 宋青年喝下一杯酒 用手绢擦去了酒字 看向眼巴巴的众人笑了笑 诸位拜错佛了 我家明儿的生意 都是和霸公子合伙的 你们该找霸公子才是 我呢只是来看看霸公子 毕竟他和明儿兄弟相称 倒也算是我达了 是吧霸公子 赵康顿时无语了 这真是骚断腿啊 赵康现在只想说一句 他九八年的 我玩不过他 宋青年的话 落在刘老板这些 来赴约的人耳中 那就是诸位啊 周明和霸公子是好兄弟 两人合伙做生意 那我自己儿子的生意 我宋青年能不定紧吗 今天我来啊 就是给你们吃定心丸的 霸公子相当于我儿子一样 你们只管放心和他做生意 我丞相府给他站台 绝不会坑蒙你们的 但是只有赵康明白 这段位极高的娘们 就是故意的 话里有话 自从出道以来 从来都是占人便宜的赵老爷 这来趟齐国 不曾想遇上了这只狐狸精 被占了便宜 还偏偏无法反驳 当下有些小郁闷 那刘老板他们 哪里会理会他的心情 有了宋青年的保证 他就一切都好说了 当即 一群人就围上了赵康 来来霸公子再喝一个 再喝一个 是啊 来快给霸公子满上 那热乎镜 似乎是想要灌醉赵康一样 宋青年看着这一幕 倒也没有阻止 赵康被灌醉了 他捡回去更好 又喝了一通 赵康说尽了场面话之后 也就懒得再和他们虚与尾仪了 他笑道 诸位 刚刚听夫人说 在下也知道了诸位的心思 诸位是看上了我和周少爷的生意 他这么直爽 倒是其他人有些不好意思了 毕竟他们都是 犯了眼红病来的 最终还是挑头的刘老板开口道 霸公子 你快人快语 那我老刘也不扭捏了 霸公子 不知道你 可否从前国运香富裕来 咱们合伙售卖你六我四如何 赵康文言 只是笑了笑 并没有说话 倒了一杯酒品着 刘老板见状 想了想咬牙道 七三也行 其他人都净声看着他们两人 不少人心里都是在看 看刘老板给出什么价格 赵康才会满意 那么到时候 他们在和赵康谈生意的时候 心里也有谱了 沉默了两分钟 见赵康只是喝酒 刘老板深吸一口气 酒一 霸公子这香富裕 价格太贵了 要是往别州销售 其中各方面的运作 都要花银子 酒一这是我最后的报价了 赵康摇了摇头 刘老板叹了口气起身 罢了 既然做不成生意 近日来就全当交霸公子 你这个朋友了 他喝了一杯酒 准备转身离去 其余的人也不经无奈 更有些恼怒赵康的不知好歹 真就一点面子都不给啊 虽然说有丞相府坐靠山 但你吃相也太难看了点吧 不曾想就在刘老板转身的时候 赵康开了口 刘老板稍等 刘老板回头惊喜到 霸公子转变心意了 赵康道 刘老板先做 有个事 我呢先和诸位说说 众人不由地狐疑 就听赵康道 拍卖那天晚上 皇家拍卖行幕后的人召见了我 说是打算 今后我的货全都有拍卖行 来拍卖经营 这个我想 诸位应该知道代表着什么吧 原来是这样 所有人那都是一惊 除了知道内幕的宋青年 拍卖行由皇室掌管 人家这么说 那显然是现在皇家 要和赵康合作了 既然如此 赵康又怎么还 看得上他们 这些人呢 不少人露出苦涩的笑容 原来不是 霸公子吃相难看 而是后面站这个 能掀桌子的大人物 就在众人心想 这次是白来的时候 赵康话风一转笑眯眯道 诸位莫非以为爸爸我 真和拍卖行合作了 众人一猛 刘老板率先反应过来 惊讶万分 难道霸公子 你拒绝了 没错 赵康笑道 我和诸位一样 就是个老实本分的生意人 咱们商人最怕的 就是当官的了 尤其还是皇家 沾上一点都是麻烦啊 周围人善善而笑 哪敢搭枪 宋青年 梅雨威宁 赵康道 所以我拒绝了对方 他们倒也没有为难 所以啊 刘老板 你要和我合作 那是完全可以低 那爸公子 你刚才 刘老板是又惊又喜 赵康把玩着手中的酒杯 那是因为刘老板 你提供的合作方案 不合我的心意 所以我没有开口 我给你提供一个方案如何 爸公子请说 刘老板直接拖了一条板凳 来到赵康身边 其余的人也都凑了过来 赵康道 我呢 不合你什么六四七三的分了 刘老板 你要相付玉是吧 三两银子一块 我从钱国拿货 是二两五钱银子 一块相付玉 我挣你刘老板五钱银子 并且还帮你把货送来圣经城 你要多少相付玉 我就给你弄来多少相付玉 到时候 你要在七国卖多少 赚了多少都是你的 我就给你 负责送货就行了 刘老板直接猛逼了 惊喜来得太突然 让他都有点怀疑 这是不是真实的了 就相付玉 现在在七国的价格 就算不走拍卖一块 卖个四五两银子 那也是轻轻松松 供不应求 爸公子居然让自己 独享这块蛋糕 老天自己 不是在做梦吧 你你你 爸公子 你说的是真的 赵康眼神真诚 爸爸我从来不骗人 你真能从钱国弄来相付玉 要多少有多少 一人呼吸沉重 赵康笑道 诸位忘了 我是井国人啊 要不然你去外地打听打听 除了咱们井国人 现在谁还能从钱国拿货 有人下想到什么道 是啊 钱国井国交好 都快穿一条裤衩了 不过爸公子 你怎么会跑来 咱们齐国做生意 咱们可是 赵康翻了个白眼 老哥 你这话说的格局小了不是 咱们是什么 咱们是商人 无利不齐 早无奸不伤的商人 只要有钱赚 别说是你们齐国 周国 我也去 猪要是会做生意 我都敢 把猪肉卖给他 国家的事情 一个个平头老百姓 操心那么多 做什么 咱们 混得开不就行了吗 这话无疑是说到 在场众人心砍上了 纷纷说着 爸公子高见 赵康笑呵呵的 看着这些人 心里却不免有些可悲 也正是这样的人太多 这世道这国家 才会越来越差 商人重力 赵康也是其中一员 这会儿也正在忽悠人 因此 他也只是心里感慨一番 真没资格谴责什么 不过转念一想 哥们在这口水 费了不知道多少 都是为了钱国一统天下 这样一想 赵老爷顿时就觉得 自己的形象 又高大了起来 我赵康 可都是为了钱国呀 至于你说齐国 管我屁事 等齐国老百姓 也变成钱国人再说 刘老板等人 这会儿都沉思着 赵康的话并不难理解 众人这会儿也都明白 爸公子只想当个批发商 不想再去卖货了 大蛋糕你们吃吧 我就挣个辛苦钱 想到这刘老板望着赵康 试探着开口道 爸公子 你能不能给老刘我偷个底儿 一个月您 能给咱们弄来多少相富裕 赵康笑了笑道 还是那句话 要多少有多少 诸位不知道 我爸某人和钱国相富裕 做坊有合作 他们一个月能够产出 多少相富裕来 我是十分清楚的 你们就是 要上一二十万块 我也能给你们送来 赵康的话 着实震惊了在场众人 这一块卖到十两银子的相富裕 他居然能够弄来这么多 众人并不知道 就以原江县香造厂的产量来说 一天弄个一千两块香造出来 跟玩一样 因为这项工艺 原江县已经彻底掌握了 现在追求的 已经不是如何提高产量了 而是提高产品质量 只要有需求 赵康随时能在原江县 召集大批人手 大量制造香造 想着赵康又开口 不过啊 刘老板我提议啊 你们还是商量一下 合伙和我签约吧 要不然 将来你刘老板卖香富裕 他张老板赵老板 也都在卖香富裕 那不都成对手了 但要是你们联合起来 那可就不一样了 没了竞争对手 那剩下的 可就都是白花花的银子了 在场的基本上 都是千年老友 听赵康在这忽悠他们 搞商品垄断 一个个的 也都明白其中的利益 赵康不怀好意地笑着 联合起来搞垄断 就以他们商人的性子 将这块破香皂 卖出天价来赵康 也不会有什么稀奇的 最典型的例子 便是钻石了 另一人这时候询问 那么爸公子 那天香神水呢 赵康叹气一声道 老哥 这天香神水 可就和香富裕不一样了呀 此物当事 只有我会做 如果你们有兴趣 我可以保证 每个月至少给你们提供一千瓶 价格吗 就四百两银子算好了 都是好兄弟 这玩意儿成本太高 我也不赚你们钱 闻言 众人不由的心头一热 比起香富裕来说 这香水不光价格高 而且受太太小姐的 喜爱程度更省 拍卖的时候 那一瓶香水 可都是卖出了几千两 现在赵康只要四百两一瓶 要是垄断下来 推广到齐国十二州 那今后真的是躺着数钱了 那么酒呢 又有人问道 赵康无奈 看着对方 老哥这酒就算了 那可是神酒啊 虽然我如今也在分析 他的酿造方法 但是暂时还没有头绪 不过诸位放心 爸爸我可以保证 将来时能够复刻出 这两种神酒 拍卖行企拍一千五 我一千两 一瓶卖你们 不赚你们一分钱 虽然说的话 赵康自己都不信 但是他的神情动作 却十分地慷慨大意 现场气氛一时间有些寂静 最终刘老板深思熟虑之后 抬起头来 爸公子 您容我们商议一下 明天给你一个答复如何 没事没事不打紧 诸位老哥哥慢慢商量 来来来吃酒吃酒 赵康笑呵呵地说着 但是这会儿 众人哪有心情喝酒啊 敷衍地应付了一下他 就一个个地说是有事情 先溜了 赵康假意客套了一番之后 也就不再留他们 知道这群人是心中 想着商品垄断的事情了 说句良心话 赵康倒还真没有想要靠 这些人商品垄断 去影响齐国什么 他只是希望这些商人 联合起来 给他一个大单子 比如什么一个月 要十万块香皂 几万瓶香水之类的 然后双方直接签个两三年的合约 那他娘的多畅快 干完这一票 就直接可以退休了 原本热闹的二楼 一下子就只剩下了两人 打发走了小二 赵康这才看向 期间没怎么说话 仿佛局外人一般的宋青年 坐到对方身边 赵康笑道 倒是要感谢 你今天来撑场子了 宋青年神态欣然 一手撑得下河 嘴里嘖嘖有声 看来消失这些天 没少风流快活 这副无精打采的模样 赵康哭笑不得 今日说什么 也不能再被拿捏了 直接一手揽住女子纤细柳妖 那要不在这试试 看他还定不定用 宋青年哥哥笑着 没有丝毫慌张地看着赵康 行啊 不过我有个要求 赵康端起酒杯笑道 说说看 那待会儿 你就换我白鹿如何 让我试试 你是如何宠爱娇妻美眷的 差点没让一口酒呛死 赵康看着这邪门的女人 彻底无语了 宋青年狐媚笑着 要不我换个 不要那口红了 今后你两恩爱之际 心底换我名字就好 如何 我真是败给你了 赵康哭笑不得 将这只狐狸精搂进了怀中 这会儿 无人会来打扰 但两人并没有做什么出格之事 靠着赵康 宋青年闭上眼睛弥难道 你刚才说 不愿和皇家扯上联系的话 这会儿搞不好 已经传到那些人耳中了 赵康低头看着怀中的女子 目光凝视 并没有说什么 宋青年自顾自笑道 明珠公主殿下 何其聪明 如此大的一笔生意 皇家不插手 白白让这么大一笔钱流入他国 可能吗 赵康这会儿才道 无所谓的事情 我又不怕他们知道 有钱赚就好 宋青年睁开双眸笑道 如此有恃无恐 看来你 真是替紧过皇家办事的人咯 赵康笑道 不是 大概这是他对怀中女人 唯一说过的一句真话了 这样啊 宋青年再度合上眉目 男男道 何时离开 等明日和这些人敲定合作之后吧 立在前他们不会让我久等的 赵康道 宋青年 这样啊 时间真快 赵康低头看着和睦的女子 重重吻了上去 宋青年睁开双眸 眼角戴笑 随后起身 望着不解之色的赵康 只是道 喝了不少酒 早些回去休息吧 言罢 起身出了真味楼 秋风萧瑟 让人从心底发冷 紧了紧身上的仇子 宋青年走进轿子中去皇宫 片刻之后皇宫内 几人对坐 有监国的太子刘建元 明珠公主刘嫣然 拍卖行的李老 甚至于就连病重的皇帝刘广文也在 宋青年笑道 陛下 太子殿下 公主殿下 今晚大致情况便是如此 霸公子此人是实实在在的重力商人 只要能够赚钱 其余的一切都不在乎 与他合作 能为我七国 带来丰厚利益 面色苍白的刘广文咳嗽两声 如此 看来此人杀不得了 李老也皱眉道 咱们派去齐国的人 根本无法进入景国境内 不知道这家伙 究竟是替景国皇室办事 还是就一个奸商 那么大一笔银子 就这样 让他带走 着实让人睡不着觉啊 宋青年连忙道 陛下圣明 李大人 我倒是觉得 他应该的的确确就是替景国皇室办事之人 刘嫣然看着宋青年 说说你的看法 宋青年道 咱们且想 无论是天香神水 还是香夫玉 又或者那两种神酒 无论是任何一样 都能够创造巨大财富 若霸公子 真只是一个重力商人 以商人精明头脑 他会不知道 这么一笔巨大的财富变现之后 会引来多少眼红 而他却依旧大摇大摆 来了咱们圣经城 并且还借助 米儿与丞相府搭上了关系 宋青年笑道 这就说明 他有恃无恐 至少也是变现之后 能够安然无恙地离开 青年只是一副道女子 但是也听闻 四国之中 景国上午乘封江湖 高手如云 说着 宋青年犹豫了一下 太子刘建元笑道 夫人有何话 但说无妨 宋青年一闭眼 心底已经豁出去 我国之前险些导致景国负面 如今景国上下 是我七国如仇寇 如果再杀了爸爸此人 只有祸没有力 前车之箭 后车之事 李老面色一变呵斥 放肆 你个女子也敢非议陛下决策 宋青年只是低着头没有说话 他这番话无疑是大逆不道 质疑之前皇帝刘广文攻打景国的决策 叫真起来砍了他 也是活该的 果不其然 刘广文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却是刘燕然开口道 周夫人果然聪慧 那么照你看该如何 宋青年不假思索道 至少杀了他 对于齐国没有好处 行了 夫人早些回去休息吧 宋青年起身告退 出了皇宫 成教返回周府 等到宋青年离开之后 太子刘建元这才道 咱们这位丞相三夫人倒是了不得 李老点头道 不然当初周月贪恋美貌 将他强行买进府邸 又岂会短短几年 就让他将原来的妻妾斗倒 此女十分公于心计 善用得当 会是不错的人才 刘燕然看向自己的父皇和皇兄 道 父皇 皇兄 既然如此 我就下令 让手下人与这个爸爸合作了 刘广文咳嗽几声 按照你的想法来吧 朕有些累了 恭送父皇 送走了刘广文 太子看向明珠公主 皇妹 你心中究竟如何算计 与皇兄说一说 刘燕然倒也没有隐瞒 便道 让人与这位霸公子合作 然后派人去周国 这霸公子 如何在咱们七国挣钱 咱们就如何去周国挣钱 而且 卖的价格要更高 刘建元文言哈哈一笑 不愧是皇妹 那些眼高于鼎的周国人 想必会十分喜欢 这些贵族专供的物品 李老笑呵呵道 谁说不是呢 成相符 红装描摹 摘下金钗头饰 换上一只廉价便宜货 懒尽自顾 美不胜收 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女子莫名笑了一声 其实早该明白的 双方相识相欢 不过都是一场利益算计罢了 他摘下那只便宜货 看着窗外正正出神 两酒之后 依旧是舍不得将其扔了 将其收入庄台最底层 真为楼内 赵康一杯接一杯地喝着酒 却怎么也喝不醉 摊开左手 一张女人先前放的纸条 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名字 总计小一百号人 刚刚就在这酒楼中 和他喝酒谈着生意 纸条上最后写了明珠两个字 女子四在告诉他 你那些货兜兜转转 最后还是和齐国皇族 和那九公主做生意 将纸条震碎成粉末 赵康结了 仗起身返回铺子当中 提了铺子里 准备投放黑市的三瓶三两叶 一口气喝下 终究是醉倒睡下了 第二天 天还没亮 一群商人就来到了铺子 纷纷神情激动地吵着 要见霸公子 赵康迷迷糊糊地 被曹白露拉了起来 运工散去酒精之后 才恢复正常 来到楼下会客 刘老板一马当先 激动地拉着赵康的手 霸公子 我们商量好了 我们要相富裕 要十万块 赵康愣了一下 我草这么多 刘老板一愣 您昨天不是说 要多少有多少 赵康连忙道 是是是 那咱们签合约 签签签立马签 货款咱们都准备好了 赵康顿时来劲了 刘老板 那你们要签几年 刘老板笑道 先签一年吧 一年 一个月三十万 那也就是三百六了 不少了 赵康笑了一声 看来刘老板是几家联合了 刘老板笑道 那肯定啊 咱们三十多家人联合 才能掏出这么多钱来啊 八公子 你可不能坑咱们啊 不然咱们 可就只能找周夫人告状了 赵康笑呵呵道 这当然不能 老马 去准备合约 动作要快别耽误时间 好嘞老板 和赵康千箱赋予合约的 一共三十多人 看着合约上的名字 赵康便想到了 昨晚的那张名单 另外一份合约便是香水 这次直接是六十多人联名 让赵康以四百两一瓶的价格 每个月至少向他们提供 三千瓶香水 一个月就是一百二十万两 同样是签一年 算下来 那就一千多万了 当然 这么大的一笔钱 自然不可能一口气就给赵康 人还没蠢到这种地步 款子一月一清 除了第一个月之后 都是获到付款 约定好了交货时间 商业好了所有的细枝末节 赵康收了第一个月的货款 便送走了这小一百号人 看着两张合约上的 密密麻麻的名字 真巧 和宋青岩昨晚给的名单一样 一个不辣 这就表明 这些人幕后的人 都是那九公主刘嫣然了 赵康挺想知道的 这刘嫣然 要如何处理这么多物品 十万块相付于三千瓶香水 齐国虽然能吃得下 但终归挣的是自家人的钱 难不成要卖往周国 赵康一乐 要真是这样就好玩了 一早上又收了一百五十万两银票 赵康心里是美滋滋的 这一趟出来带回去八百多万 接下来就不用再为钱发愁了 等这些钱变成大炮和炮弹 所有事情就都结束了 老曹 收拾收拾 咱们得回家了 赵康吆喝一声 随后看向陈江河和南宫龙 老陈 南宫老爷子 我和你俩说点事 南宫龙疑惑 这事之前 你不是提过 赵康道 现在不一样了 老曹 我要带着回家 所以你们俩不用分心保护他 尽全力做好这件事就行了 陈江河点点头 此事不难 赵康认真道 我要的是没有一点意外发生 看着赵康的眼神 陈江河有些心计 连忙收敛了闲散 遵命 一切拜托了 赵康转身回了铺子 随后提着一个大礼盒离开 最后又回到铺子之中 没一会儿的功夫马车 悄然离开了圣经城 赵康驾车行至官道上 他伸手在并脚边上摸索着 随后揭开一张面皮 紧接着摸出银针刺学中式 将容貌恢复正常 一旁的曹白露微笑 还是这张脸看着顺眼些 那是 哥们这颜值 那可真是没谁了 赵康哈哈笑着 曹白露想起什么事的 问道 对了 那些剩下的口红呢 我刚刚找半天没找到 谁知道你放奶了 不是我说你们这些姑娘啊 就是喜欢丢三落四的 等回去 我再给你们弄吧 车轮卷起尘埃 阵阵渐行渐远 没有什么告别 丞相府内 打开礼盒 映入眼帘的是五瓶香水 还有一只只红色的膏状体 宋青岩淡道 这是霸公子送来的 首尉连忙点头道 是的夫人 行了下去吧 宋青岩合上了礼盒 首尉走着想起什么事的 又回过头来 对了夫人 霸公子还让小的和您传达一句话 嗯 什么话 宋青岩疑惑 首尉回忆着道 霸公子说 等这些天香神水和口红用完了 他会亲自给夫人您送来的 宋青岩扑刺一笑 喃喃自语 那这得用到什么时候去 看着赵康送来的礼盒 没有了先前的淡然之色 似乎这又是最好的告别了 返程的路 赵康走得并不快 要给七国供货的消息 早早就由马掌柜他们传信出去 那些家伙 都是八百里加急送情报的 搞不好这会儿 消息都到原江县了 因此 他这一路格外的轻松写意 说是旅游也不为过了 将近一个月的路程 两人终究是又回到了前国帝都 一路来到武府 扶着曹白路下车 两人对视一眼 女子小声道 你会不会被打死 问题不大 到时候你拉着点 就说是你死气白赖 把我霸王硬上弓了 他们下手 应该就会轻一点 已经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赵国师 已经无所掉位了 曹白路文言脸不由得一红 武府守卫早就注意到赵康了 这会儿才迎上来 老爷 赵康咳嗽一声 家里都谁在 守卫顿了顿才到 都在 我草 家庭聚会呢 怎么会都在 赵康吓了一跳 这样哥们逐个击破的方案 岂不是还没实施 就开始破产了 呃 因为夫人快要生了 守卫尴尬道 吴星怡怀孕的事情 到了这会儿 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 听到这 赵康也顾不得什么了 开门开门赶紧的 两名守卫连忙去开门 顺便去通报了 赵康想了想 直接拉起了曹白路的手 不顾女子面红耳赤的模样 星怡善解人意 就算看见了也没啥的 唯一头疼的 就是那二位大爷了 府内听闻赵康悄悄摸摸回来了 所有人都是惊喜万分 然后 就见赵康牵着一名 娇俏女子的手出现 这女子还很熟悉 没有人说话 气氛一时间沉默了 赵康咳嗽两声 这个是 妩媚 都是熟人了哈 哈哈 那就不多介绍了 老曹怎么回事 还不快见过几个姐姐 真是的 怎么一点礼数都没有 女帝陛下 深深吸了一口气 叶大美人点着头 厉害的厉害的 秦玉凤扶额 青鸾丫头 有些气鼓鼓的模样 萧玄策这会儿 真想跪下给赵康磕一个 这真是太神勇 太不怕死了 老赵 你简直是我的偶像 无备楷模 真贤命长啊 倒是吴欣怡笑着 想起走过来 赵康连忙凑上前 别动别动 都快生了 得静养啊 不碍事的夫君 大夫说 还有一个多月呢 吴欣怡柔声道 赵康 那也不能大意啊 得好好休息 一直等到赵康叫上 曹白露 扶着吴欣怡回房 在房间内躲了大半天 门外传来萧玄策的声音 老赵 我姐叫你呢 知道了马上来 赵康回应着 曹白露往赵康衣服里塞着书 一边塞一边担忧道 这能成吗 问题不大 陛下也舍不得 打我这张英俊相貌的 屁股这里再加一本 行了我去了 等我好消息 赵康欣然地去了 曹白露有些紧张 无心意安慰道 没事的 陛下他们开始 心里会有芥蒂之后就好了 而且 他们都对夫君感情深厚 又岂会下死手 话音刚落 秦玉凤来到房间门口 柔声笑道 五妹 陛下说 可以去给公子收尸了 赵康失算了 既然逐个击破的计划破产 他便打算 动之以情 小之以礼 为了表示诚意 他甚至 一道就封住了自身的经脉 任打任罚 到时候再卖卖惨 说几句好话 保证绝不再犯之类的 那想必也就昏过去了 只是没想到 这次居然是双打 而且要命的是 塞的书被打掉出来 瞬间让宵夜两女怒火 直上九中天 以至于吓得萧玄策 直接带着自己的爱妃跑路了 干嘛要走啊 多看会儿呗 青鸾丫头不解 萧玄策喝了一声 你呀 不了解老赵 没见那家伙 已经开始装死了 搞不好待会就要祸水东营 到时候 惨的可就是我了 无青鸾吐了吐舌头 原来是这样 没想到陛下以前 对你还是手下留情了 也不知道师父这次 还能不能下地儿 放心吧 别看老赵叫得 跟被人轮奸了一样 都是把戏而已 在等着大姐和叶姐心软呢 萧玄策不屑道 吴青鸾诧异 你怎么知道 哼 这些都是本皇子完剩下的 比装死老赵还差了点火候 说着 皇子殿下不由地感慨一声 佩服万千 老赵真是厉害 这都第五个了 搞得 我都想要纳妾了 瞧瞧人家一大家子的多热闹 就算是两口子打架 都不愁没有人拉架 真羡慕啊 说着说着 萧玄策就感觉到一阵杀气 回头一看 随后立马撒腿就跑 片刻之后 他也被人收尸了 无福 外界威风扒面的赵老爷 此刻低着头眼神四处乱飘 已经被骂得狗血淋头 叶洪雪冷笑着 你就老实告诉我 你究竟在外面还祸害了多少人 一口气全说出来 我今天一次性打构 省得以后 你修为太高 真刀剑难伤的时候 删你一巴掌 还疼了老娘的手 啊 这 赵康尴尬了 善笑着凑上钱 手打疼了呀 哎呀 我真是该死 来让我吹吹 吹吹就不疼了 我特么 女帝陛下赶忙拉住 叶洪雪 别了 再打真会打死的 叶洪雪齐了 好像刚下手最重 把她打成这样的的 是你吧 我做的可都是 她垫了书的地方 这会儿你来装好人了 女帝陛下 尴尬地笑了笑 赵康见状 终于是松了一口气 看吧 终究是自己的女人 还是会心疼的 萧玲珑目光转移 看着曹白露叹了口气 还说让你看着她 别让她沾花惹草 你给朕坚守自导是吧 曹白露善笑着 悄悄躲在了赵康身后 赵康挠了挠她的手心 曹白露赶忙道 那个陛下 陈有事禀报 说 萧玲珑美好气道 曹白露赶忙从怀里 掏出了那八百多万银票 这个是爸爸 哎不对 是赵康这次在起锅的收获 什么爸爸 叶洪雪和秦玉凤 都有些猛逼了 曹白露脸一红 这可是她私底下 对赵康的爱称 萧玲珑却是眼睛都直了 冲了过来兴奋万千 多少钱多少钱 赵康喝一声 也就八百多万吧 哎 毕竟没啥本事 和老曹出去这么长时间 才挣了这么点 陛下打我一顿也是应该的 再打一顿吧 老曹的臣也受着便是 这回轮到女帝陛下脸红了 怎么能这样说 那你把我打成这样 老话说得好 兜里有两腰杆子就硬 这次轮到赵康发飙了 瞧瞧我这脸 还有人样吗 萧玲珑只顾抬头 看天东张西望 就是不去看赵康那张猪头脸 你还给我东张西望 不好好教训你 就不知道谁是一家之主 说吧 赵康冲开体内封印 女帝陛下都没反应过来 就被赵康扛着走了 曹白露目瞪口呆 这攻守更易的 也太快了点吧 一直过了一刻钟 赵康这才出现 女帝陛下跟个小媳妇一样 在后边跟着 目光看向叶洪雪 然后被回瞪了一眼 赵康笑了笑 露出可怜兮兮的目光 叶洪雪也只得无奈地摇摇头 没办法 也只能接受了 重振雄风 赵康将所有银票交给萧玲珑 要尽快派人将这些银票 在齐国人经营的银号兑换现银 有了这些钱 足够铸造大炮了 萧玲珑点点头 这事我会第一时间安排人手去办的 另外 之前收到你的消息 方绍已经亲自前往了齐国 原江县也运作起来 全力制作香腹玉和香水 赵康笑道 那看来我能休息好一阵子 等到孩子出生了 提起这个 刚被打了十几下翘臀的女帝陛下 冷笑了几声 叶洪雪和秦玉凤也是如此 无她 只因为三女这会儿都还没有怀上 秦玉凤笑眯眯地看着曹白露 要是五妹先怀上 那公子 妾身可就真生气了 赵康顿时汗颜 曹白露更是觉得有些冤 因为这一路回来 她可还是清白身 叶洪雪冷不丁道 我问了新姨 现在想来 咱们三这会儿还没个动静 估摸着 是你这一家之主不计事 给的少了 所以 你必须如何对新姨的 就如何补偿我们 今晚你到我房里来 不会太难为你吧 赵康瞬间眼皮乱颤 女帝陛下道 那我就第二明天吧 辛苦当家的了 秦玉凤 好 我第三后天 公子 我先去给你熬鸡汤了 赵康连忙道 别别别 会死人的 三天二十七次 就他妈难忧 也没这么狂吧 当自己种马呢 叶洪雪起身咬牙切齿 就这点本事 你也敢找五个 怎么 想当皇帝三宫六院 那让他善未给你算了 我告诉你 今晚没有九次 你都别想下床 不是洪雪我的妻 你听我解释 那晚我是被剪尸的 是新姨完的我呀 那我就管不着了 叶洪雪喝道 秦玉凤道 就是 公子 我也可以玩你啊 玉凤 心肝 你怎么能说出 这么冰冷的话 萧玲珑阴阳怪气道 没办法 省得哪天吵起来 又说咱们三肚子 不成气啥的 多伤人的心 就在这时候 一个声音响起 那个 暂停一下 所有人看过去 就见曹白露举着手 小心翼翼道 这个 我能插个对吗 我还是个黄花闺女啊 三女顿时目瞪口呆 看着赵康 老曹感觉自己 才是最可怜的那一个 在赵老爷奋力的抗争之下 终究是避免了 三天二十七次的惨剧发生 吃过晚饭 萧玲珑就带着银票 急忙离开 秦玉凤去照顾行动不便的吴欣怡 曹白露则去北镇府私交代事情 因此 院中就只剩下赵康怀抱着家人 悠然自得 因为赵康怀中把玩着赵康的鬓角发丝 叶洪雪将其打了个结 随后道 除了曹白露 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们 赵康顿时心意跳心虚道 哪有 你就装吧 莫不是外边还有个六妹 叶洪雪笑容满面地问道 赵康没敢回应 就见女子叹了口气 真是管不了你了 难道真要学皇帝三宫六院啊 那也太多了吧 没 我哪有这个本事 赵康道 叶洪雪伸出手指 摸着他紧皱的眉头 柔声道 便是你自己也不知道 当你对我们瞒着什么事的时候 你这眉头皱得让人心疼 便是你最擅长坑人忽悠 但对于外人 却从不会如此 只有对我们才会这样 而今天你这眉头就没有平过 赵康文言 眼神趋于平静 叶洪雪却感觉到 他握着自己的手 很是用力 就听他沉默半赏才开口 本是因为利益的互相算计 但现在好像不这么单纯了 罢了 不说了 叶洪雪悠悠道 但不管如何 你都会处理好的对吗 赵康笑着 是的 文言叶洪雪便不再说什么 静静依偎着心上人 直到叶深 才起身离去 轻轻敲了敲房间门之后 赵康这才推门进入 随后关上门 看着屋里的娇羞的女子 赵康走近笑道 真不等到新婚夜啊 此刻的曹白露盛装打扮 姿容绝美 红唇诱人 听着赵康的话 翻了个白眼张口 差点让赵康晕倒 该碰得碰了 要不是没算好日子 那天就成了 就差临门一脚 等什么新婚之夜 哭笑不得的上前 看着粉面红韵的俏脸赵康 将其一把抱起 望着满眼期许的女子 除去鞋袜 将那双绝美玉卒 好好把玩一番 只让其面红耳赤 见其要给自己盖印章了 赵康温和笑道 不着急慢慢来 长发散开 却见赵康拿出两条头绳 曹白露不解之色浮现 我给你扎两条马尾便 赵康邪恶地笑着 虽然不懂 但是依旧印合着赵康的兴趣爱好 衣服一渐渐滑落 宛如波云渐月 赵康心潮澎湃 此刻青龙漫年某妇条 一刻钟的光阴 肆无忌惮地卸完着 这一副绝美 还未亮枪 对手便以贪软相悍淋漓 可任意失为 赵康低声说了几句 曹白露脸红着点点头 摆出一个羞涩姿势 随后他便明白了 赵康给他扎的这什么双马尾 是用来干什么的 此刻赵康神太桀骜 策马扬鞭肆意驰骋 长枪百合纵横冲杀不断 疑问天下英雄 真叫一个雄姿英发 但是敌方将领也不是一般人 虽然只是出零战阵 但战场情势 在这段时间 早已经在他心中 演练百次千次 便是初出茅庐 却透着老将风范 友善腿法 尤其是那凌空剪刀脚 甚是凌力 即便赵康是当时英雄 这段时间也数次领教这一绝技 却也不得不避其锋芒 以免被双腿加爆 但正所谓全怕少壮 赵康也没想到 他一个照面就重创的曹白鹿 此刻竟然强忍窗口甚险 全反客为主 接连三十八次佛门坐禅圣功 竟让他长枪阵战万分 险些力道疲软 不过老将毕竟是老将 纵然曹白鹿坐禅之功 实属霸道 但是别忘了 赵康学的可是枪谱地龙经 这枪法极为霸道 走的时候 以强迫强的路子 便是堪称枪大家的叶洪雪 曾经也此招面前败下阵来 当即赵康怒龙穿心 连刺三十二枪 枪枪霸道极端凶狠异常 曹白鹿到心大阵 他终究是吃了临阵经验不足的亏 哪里想到 赵康居然还藏着这种杀手锏 不由得痛苦的身影一番 有道是心慈手软 是兵家大计 对手一名女子 还是刚上战场 赵康一时间昏头 竟然起了慈悲之心 这下可就糟了 曹白鹿抓住赵康心软的空荡 恢复精力心神 压下伤痛之苦 一道磅礴犀利悍然爆发 直取赵康长枪 他竟然是要先夺赵康此枪 一旦长枪疲软 所谓老将英雄 不过就是笑话 赵康心神震荡 暗骂一声 好个歹毒女子 竟然利用我的仁慈发动突袭 此刻长枪被吸得难以掌控 这该如何是好 感受着敌方汹涌的攻势 和那即将胜利的畅快之声 赵康是悔恨万分 莫非一世英明 今日要一败涂地 就在此刻 他猛然想起了前世 当初有一拳王名叫泰森 泰森对手也是搞突袭 这拳王直接上嘴开咬 最终反败为胜 是啊 自己开可以动口啊 赵康心中大定 也不顾什么威名 张口便咬 这一击 让原本占据上风的曹白鹿 瞬间慌了神 他没想到 赵康居然还留了一手 不对是留了一嘴 想要推开赵康这无耻老贼 却根本使不出力来 只能双手 按住赵康的头 用胸口狠狠一撞 要不说最毒负人心呢 他竟然想要无死赵康 长枪受制 模仿拳王的嘴弓 也被曹白鹿狠心化解 赵康顿时陷入逼命险境 如此境地 赵康也是怒从心起 小女玩 竟然如此歹毒 那也怪不得老夫下狠手了 是的 赵康除了留着一嘴之外 还留有两手 这是他必胜杀招 从不轻易使用 这次也是曹白某某太紧 只能用出来了 若是一般人 恐怕以为赵康 会用龙爪手破敌 但是曹白鹿这会儿 想用胸口无死赵康 他根本无法使用龙爪手 但除了龙爪手之外 他还有绝技 这招名叫局长翻天 端的霸道 竟将曹白鹿拖举起来 身临半空 已经没有着力点 曹白鹿这次终于 见识了老将的经验 可他不愧是歹毒女子 败相显露却不认输 反而选择了同归于尽 剪刀腿 奋力一加 要在这一刻 和赵康见个高低 清晨 赵康穿好衣服下了床 看了一眼床上落败的人 女子满面羞红 浑身上下酥软无力 想要起身伺候却做不到 哈哈 今天你就好好休息吧 大盛一场 赵康心情那叫一个舒畅 昨晚可是痛快了 不枉费昨天挨得的那顿奏啊 双马尾 YYDS 呢喃一声 带到赵康关上房门离开后 回想昨夜的大战 女子这会儿 还有些心跳加速 想到自己真成了赵康的人 俏脸上露出了心满意足的笑容 深秋早过 已时入冬 草木都蒙上了一层白霜 天气渐寒了 赵康来到前院 叶洪雪等人起得都很早 仿佛忘却了昨天的郁闷 见他来了 几人都露出笑容 秦玉凤道 公子 早前太医来过 给心仪姐看了看 说是预计大概一个半月的时间 就要到孩子的产期了 赵康则一声 算算时间 好像的确也差不多了 叶洪雪笑眯眯道 有没有给咱们这赵家大公子 取好了名 赵康文言顿时翻了个白眼 怎么就赵大公子了 就不能是女儿 几女都有些诧异 吴兴仪呢难道 夫君喜欢女孩 在这个重男轻女的世代 可没几个像赵康这样的 吴兴仪和秦玉凤这段时间 更是天天烧香拜菩萨 希望能够给赵康生个 代把的出来 好传宗接代 赵康还道 男娃太皮了 要是以后随了我 天天坑蒙拐骗忽悠人 那不得头大 女孩就不一样了 就咱俩这颜值 那不得 生个天仙出来 肯定是女儿 这名字我 可得好好想想 她傻乐着 几女 都有些哭笑不得 不过转念一想 倒也是啊 要是真生个男孩出来 随了赵康的性子 那不得是个混世魔王 闲聊了一阵 赵康起身和众人说道 我去看看九方这段时间 工作效率怎么样 预奉你照顾一下老曹 从吴府离开赵康来到九方 李云这些酿酒工人 一眼就认出了他 连忙上前来打招呼 我走这几个月 咱们酒的产量如何了 李云立马道 老板 现在一次出酒 可以到四十斤了 赵康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说明 工人们酿酒的记忆 越发成熟了 再接再厉 争取早日突破百经大关 另外 咱们这酒方这会儿 已经有些小了 过几天我会盘下 旁边的几间屋子 扩大咱们的酒方 李云这几天 你多招几个工匠 好的老板 视察了一下酒浇的库存 确认酒的品质 没有下降之后 赵康便离开酒方 如今帝都外城 比起之前有了很大的改变 丙熙熙越开越大 甚至都有了十几家分店 已经能够供应 整个外城的需求 以至于甚至有外地商人 想要来寻求合作了 街上随处可以见到城管在巡逻 虽然是个临时工 但优厚的待遇 让不少帝都的无业游民 都想要加入其中 丙熙熙的总部 赵康听着刘老五刘老四等人汇报工作 虽然现在皇子殿下也不怎么来了 他赵老二更是常年不见人意 但柳四爷他们 这十三太保依旧忠心耿耿 将一切搭理得井井有条 都干得挺不错的 老五啊 城管选人一定要严格把关 要记着 你们始终是给老百姓服务的 而不是去欺压老百姓 那样的话 和之前当地痞流氓 又有什么两样 听着赵康的话 刘老五连忙点着头 产妹笑道 二爷您放心 我都盯得井井的 谁要是敢欺压老百姓 我第一个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这会儿日子好了 谁还想当地痞流氓 刘老四笑着道 是啊 日子好了 不过还不够 将来还会更好的 赵康笑道 柳四爷直开刘老五 等对方走后 才看向赵康 二爷 咋了 赵康道 柳全凑近来道 朝廷那是不是很缺钱啊 咱们丙熙熙这些年 攒下了不少银子 要是需要的话 赵康诧意打去道 你小子 还挺幽国幽民的呀 柳全尴尬一笑 这些银子 不都是二爷您跟殿下的 之前我早就想提了 不过皇子殿下 一直没来铺子里 所以就拖到现在了 这么长时间 柳全等人摸清了 自己和玄策的身份 赵康也没有什么惊讶的 点了点头道 不错 朝廷现在是挺缺钱的 不过铺子里的钱 暂时就先别动了 以后我还有用处 柳全文言恩了一声 稷儿笑道 那行 啥时候你要用钱了 我也好准备 算你有心了 好好干吧柳四爷 以后还有大把发财的机会 等着你呢 赵康笑道 柳全一乐 现在就很好了 从丙细细铺子离开 赵康没有急着返回吴府 而是随意在外城走着 街上行人穿的都很厚实 等到这个冬天过去 就到新年了 随便找了间茶水铺子 赵康要了一壶茶 算算时间 这一年过去的话 那就是 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 第十个年头了 自己也马上就 就要奔三 从当初原江县上 经近五年的时间 从一个破县令 如今姚身已变成了 前国国师 操控天下大势 想想还真有些不可思议 这经历 倒也说得上是个网文男主了吧 赵康心里问着 不由地笑了一声 要是当初 玲珑没有微服私访 阴差阳错地去到原江县 自己或许还待在县里 为非作歹 什么时候 自己开始变成如今模样的呢 是当初在关外 杀了李木青和刘汉龙 又或者是当初 在金陵关打仗 这些年的种种经历 不断在脑海中浮现 是那样的清晰 赵康低下头 看着茶水中自己的倒影 那张面孔说得尚是英俊 又是些许不符合年龄的沧桑 望着这张面孔 赵康不由地深思起来 若是这些年的一切都没有发生 自己现在又是何种模样 是继续在原江县当土皇帝 还是一不小心 被当权者给咔嚓了 若是众头来一变 自己又会如何选择 放下一粒银子 赵康起身 茫然地向前走去 不知不觉 他竟来到了皇宫前 远远看着那座皇宫大门 不知道过了多久 一直到日头偏西 一到人影出师令牌之后 走出皇宫大门 看着这道身影 赵康突然笑了 萧玲珑忽而心里一惊 只感觉远处 一股强大的武人的气势 将自己牢牢锁住 那骨子压迫感 远远不是他当下的境界 所能够抗衡的 是绝顶高手 他目光一宁看去 继而愣了一下 面沙下露出笑容 随后快步跑了过去 你怎么在这 没有顾及街上的行人 萧玲珑直接扑进了 赵康的怀中 尹德路上行人瞩目不已 街上男子一个个垂胸顿足 虽然没看清这女子的容颜 但是光这身段 怎么看也是个极品美人 居然就在大街上 对那臭小子头怀送抱了 哥们究竟比他差在哪里 摸着女帝陛下顺滑的长发 赵康笑了笑 抱紧了怀中女子柔声道 跟着心走来的 无论如何 当这个女子出现在自己眼前的时候 所有一切就都已经注定了 萧玲珑抬起头不解地眨了眨眼 赵康笑容温和轻声道 我已经找到真我了 见其还是有些不明白 赵康也没有去解释 自己当下的境界 这种小事 比起和自己女人温存来说 不怎么重要 两人一路回到吴府 下人早已经准备好了晚饭 曹白露也已经能够下地儿了 并没有什么羞涩的神情 一家子六口人 围坐一桌 有说有笑 吃过了晚饭 萧玲珑拿起自己刚才出宫的时候 滴溜着的盒子 玉凤 这里面是让太医新开的安胎药 待会让下人煎了 给欣怡服下 我亲自弄吧 那些下人弄着不太放心 秦玉凤道 萧玲珑 倒也是 吴欣怡满是歉意 不必如此的 女帝陛下这会儿 却显露出大幅风范 还阴阳怪气了一句 这是应该的 欣怡别忘了 你怀着的可是她的孩子 靠她这不中用的小垃圾 我们几个还不知道得到猴年马月去 所以啊 给赵家传宗接代这种大事 得靠你了 赵康顿时就不满地叫了起来 喂喂喂 什么叫不中用的小垃圾 老曹你说 昨晚是不是你先扛不住求饶的 曹白露翻了个白眼 没去搭话 叶红雪轻笑道 她可不想着什么传宗接代 今早上还说 让欣怡给她生个女儿呢 说是男娃不太好管 本来就是嘛 女孩多可爱 以后你们都给我生 都生女孩 这样以后 嫁女儿得收多少彩礼 听着赵康离谱发言 萧玲珑恨不得给她一脚 你要生女儿 就是以后为了多要彩礼是吧 开玩笑开玩笑 赵康咳嗽两声 闲聊片刻 吉女又在院子里摆起了龙门阵 古人的精神娱乐总是匮乏的 赵康则去了书房 写她心中的方案去了 天色彻底入夜之后 就被女帝陛下 从书房滴溜出来 扔到房间里浇工凉了 一连三天下来 等到萧玄策忙活完手头上的事情 来找她亲爱的老赵的时候 发现好兄弟脸上连点血色都没有了 卧槽 老赵 你这是被吸干了 赵康往曹白露的烟袋里塞着烟草 点燃之后吸了一口 吐出烟雾后 这才抬起头来 与众心肠道 玄策呀 哥哥过来人劝你一句 媳妇不要太多 皇子殿下有些不屑 促侠地笑了一声 我看是老赵你不行吧 咱以后那可是要三宫六院后宫加币三千人的 别拿我和你比 你也配 小孩子终究是小孩子 哥们一三品中层的高手都应付过来 就你 赵康摇着头吞云吐雾 老曹如今已经不抽这玩意儿了 所以就被他要了过来 尤其是这些天可是给了他不少心理慰藉 没办法 他赵老爷虽然可以说是当事名将 但这三天的对手各顶各的不简单 接连败了三场 他也就只能抽抽烟来安慰自己了 这大概是自从入帝都之后 过得最为悠闲的时光了 没有什么凡人的公务 不用去操心什么大事 每天就只用和几个女人 打打麻将聊聊天吹吹牛 日子就这么过去 快活得很 甚至于赵康 都有些舍不得这种神仙日子 想要就此退休了 鹅毛大雪速速落下 将整个帝都变成了一片银庄素果的 寒冷的天气 赵康却满头大汗 旁边秦玉凤萧玲龙 叶红雪曹白鹿四女同样神情紧张 萧玄策和吴青鸾 也是急得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六人都在一间屋子的屋檐下 听着房间里传来的痛苦叫声 赵康几次想要破门冲进去了 今天正是吴星宜临盆的日子 饶食赵康见惯了大场面 这会儿也是坐立难安 容不得她不怕呀 俗话说 女人生孩子跟在鬼门关上打转 没什么区别 尤其还是医疗卫生如此落后的时代 她就更无法安心下来了 这会儿跟个无头苍蝇一样 转了转去 星宜会没事的 为了拟她也会挺过去的 见她如此紧张 大冷天额头上全是汗水 叶红雪拉住她的手 轻声安慰了一句 生了没生了没 一年轻男子从外边闯进 是从外地赶回来的 吴星宜的弟弟 吴龙李 国 哎不对是姐夫 大姐生了没 吴龙李连忙改口 赵康沉闷地摇了摇头 心里不断祈求 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啊 突然间 产房的门被打开 稳婆激动地叫着 生了 生了 恭喜老爷贺喜老爷 喜得公子一鸣 母子平安 萧玲龙满心欢喜 秦玉凤喜极而泣 苍天保佑 叶红雪同样松了一口气 还有些激动 曹白露更是满脸艳险 赵康都没听稳婆说什么 冲进了房中 就见床上女子汗水打湿了头发 脸色苍白 却努力睁大了眼睛 旁边墙堡中一个孩子 正在哇哇大哭 心仪 赵康扑倒在床边 紧紧握着女子的手 夫君 切身切身 终于给您生了个孩子 吴心仪激动地落泪 赵康吻着女子的手背 这一刻也有些热泪盈眶 吴心仪在这产房里 待了足足两个小时的时间 她在外面心急如焚 好几次都怕像是狗血电视剧一样 什么大厨血难产 那特么的 连输血都输不了 好在老天爷没有这样折磨她 真是谢天谢地啊 萧玲珑等人也冲了进来 吴清鸾丫头更是叫着 侄儿在哪呢 我看看 吴心仪强撑着身子半坐起来 一旁的人连忙抱起了 还在哇哇大哭的孩子 夫君 给孩儿取个名吧 女子满怀期待地说道 赵康这才看向自己两世人的第一个孩子 她看向吴婆问道 男孩 吴婆笑容满面 是啊 男孩 赵康一听撇了撇嘴 那就随便吧 叫赵富贵算了 要不照大炮也行 床上虚弱的吴心仪 差点没跳起来掐死她 夫君怎么能这样 吴心仪都快哭了 叶洪雪也气了个半死 揪着赵康的耳朵 你就是这样给自己的孩子取名的 不好听吗 赵康皱眉 男孩妈讲究那么多干嘛 况且 赵富贵听起来就富贵逼人啊 你自己觉得好听吗 萧玲珑掐着她的腰脸也绿了 倒是一旁的萧玄策摸着下巴 我觉得挺好啊 赵大炮这名字多响亮 老赵要不这孩子叫富贵算了 大炮留给我用 以后我儿子就叫萧大炮 吴清卵的眼神不对劲 你要不要听听你说的什么屁话 老娘要是以后生的女孩咋办 萧玄策眼帘一条 那不更好 也叫萧大炮多罢歉 随后她就被吴清卵提出去暴打了一顿 看来他们都不懂咱们哥俩的什么呀 赵康感慨一句 名字的事情夫君再斟酌一下吧 吴清怡赶忙到 她是真怕以后自己儿子真叫赵大炮 让其余人先行离开 赵康看着床上的女子不由得有些心疼 坐在床边将女子揽入怀中 感受着赵康的怀抱 吴清怡内心无比满足 这一天自己期待了太久太久了 终于是等到了 喜当爹的赵老爷心里同样感慨万千 虽然早早就遇见了 但是真没想到 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 今后咱老赵也是当爹的人了 是不是待留胡子了 已显得成熟一些 两人都没有说话 感受着彼此心灵传来的温度 片刻之后 孩子被送回房间哺乳 赵康先来到大厅 所有人都在等着他 都坐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着他 尤其是女帝陛下等人 今天吴清怡产子 他们高兴之余 也都有些羡慕 希望将来自己也能给赵康生下子嗣 赵康落座顿了顿才到 等到心仪坐完月子 凌龙你便善位吧 听到这话 在场众人没有任何人有意义 女帝陛下心中更是雀跃万分 赵康视线 看向皇子殿下 玄策 老赵我明白 后面就交给我 萧玄策深吸了一口气 终于要到这一天了 自己大姐代替自己做了快十年的皇帝 如今该轮到自己去执掌大前 坐上那张椅子 去替前国百姓谋生计了 赵康说完又沉默了下来 目光一一扫过 女帝陛下 叶红雪 秦玉凤 曹白露四女 片刻之后才出声道 我也该给你们一个交代了 新年那一天成亲 你们觉得怎么样 也能有时间 让井国的关海陛下等人来喝杯喜酒 四女心中激动万千 尤其是秦玉凤 她跟着赵康的时间最长 从一开始便没有奢求过什么 直到后来渐渐明白 赵康绝不会亏待她之后 她就一直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 这会儿已经控制不住自己 激动地流下眼泪 就新年那一天 萧玲凤大声说着 那模样 恨不得今天就过年了 叶红雪也重重点头 萧玄策哈哈一笑 老赵放心 老子肯定让李部给你办得热热闹闹的 赵康笑了笑 那感情好 行吧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 大年三十 老子成亲 敲定了大婚的日子 赵康本以为自己有得忙活 结果却发现 不是这么回事 萧玄策回去给房灵一说 这事之后 整个礼部都运作起来 所有官员其他事情都顾不上了 全都在给赵康筹备婚礼 她除了写一份勤俭名单之后 其他的事情都不用操心 女帝陛下 更是直接放飞自我 将玉玺扔给自己弟弟之后 直接就不回宫了 就住进了吴府 这是直接开始适应退休之后的时光了 这会儿 一家子正围着那刚出生的赵富贵 最终吴馨仪 还是妥协了 只因为比起赵康后面取的那些名字 什么赵无敌 赵俊朗 赵有钱的 赵富贵虽然听着吐逼的一点 但还能听 总之 比那听着 就想笑的赵大炮好啊 来 富贵给爹笑一个 你们瞧瞧 这孩子鼻子眼睛多像我 抱着孩子 赵康笑得和菊花一样 萧玲珑凑了过来 眼巴巴地看着赵康 该我抱抱了 等会儿 来让我看看 我给富贵做的衣服 合不合身 叶洪雪拿着几件小衣服走了进来 将孩子递过去 看着几女逗弄孩子的神情 赵康翘起二郎腿 所谓神仙日子 不过如此了 只是很快 赵康就体验到了当爹的苦逼 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本来睡得好好的 突然间 这倒霉孩子 就哭了起来 并且一哭就是大半宿 吴星仪只能爬起来哺乳 好容易哄睡着了 没半小时 又开始哭了 一晚上得哭个七八次 让吴星仪根本无法好好休息 于是乎 这段时间 赵康就成了猫头鹰 晚上 是根本不敢睡 就守着这位爷 一哭就抱着离开房间去哄 生怕打扰到吴星仪恢复身体 这真是痛病快乐着 一个月过后 吴星仪坐完月子 朝堂之上 一个多月没见的女帝陛下 今日穿上了龙袍 早早便来到了大殿之上 等候着文武百官道场 看着前方空旷的大殿 萧玲珑神色有些恍然 今日就是自己最后一次 坐在这张椅子上了 将这副重担 交给弟弟萧玄策 从此跟着赵康做他的妻子 想着萧玲珑不禁笑了起来 这一天终于来了 终于 文武百官道场 连带着三位老太龙中的王爷也到了 看着今日上朝的女帝陛下 不少人都感觉到了 仿佛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随着一声上朝 文武百官见礼过后 萧玲珑起身笑道 朱卿 今日就不用你们 向朕起奏什么了 而是朕有件事要告诉诸位 所有人洗耳恭听 萧玲珑望向下方的萧玄策 轻声道 当初先帝病故之际 外敌来袭 玄策尚且年幼 因此特命朕继承大统执掌大前 如今我大前国太民安百姓安居乐业 国力日渐强盛 皇子萧玄策历经图治勤政好学 想必先帝见到此情此景 心中也可宽慰了 所以 萧玲珑大笑着朗声道 朕今日决定 善位于皇帝萧玄策 女帝陛下的话 让众位大臣顿时一愣 虽然早早就知道 这一天会到来 但君臣十年 突然间女帝陛下就要善位了 一时间还是让人有些不知道该说什么 一名大臣更是下意识道 陛下不可呀 萧玲珑顿时翻了个白眼 孙大人 为何不可 孙大人善笑了一声 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有些尴尬地吹捧道 我大前江山社稷 不能没有陛下呀 萧玲珑无语 孙大人 朕已经二十七 甚至快二十八了 朕是个女人啊 难道不要嫁人的吗 啊 这 孙大人被赌得说不出话来 另一名大臣下意识道 这 国师不还没回来 女帝陛下去是神采异议 国师早就回来了 只是一直没有通知你们 前段时间互不得那八百多万两银子 就是国师出去挣回来的 所以啊 诸位 女子笑容此刻显得有些俏皮 看着下方的文武百官 迫不及待地宣布 今后我可不陪你们玩 正不对 本宫要嫁人了 众人傻眼 就听萧玲珑道 玄策听命 在 萧玄策走了出来 女子高声道 尚未诏书已经你好 今日便会宣告天下 从今日起你 便是我大前新君 遵命 萧玄策挺直身子 就见自己大姐 已经摘掉了流面 走了下来 鼓励地眼神看向她 萧玄策深吸一口气 一步步走上龙街 最后坐上了那张 她曾经从来没想过 也不想坐上去的龙椅 萧玲珑率先行礼 参见吴皇 众大臣方才醒悟过来 看了看萧玲珑 又看向了龙椅上端坐的萧玄策 紧接着一个个跪地参拜 参见吴皇 平身 这一刻的萧玄策 脸上没有了以往的嬉笑之色 看着下方起身的文武百官 平静开口 从今日起 郑萧玄策便是大前之君 郑立志 今后将与朱青同心协力 获大前江山设计 造福黎明百姓 吴皇盛名 所有人一口同声 看着龙椅上那新年的草包皇子 这会儿 好像真的多了一股子帝王气势 礼部尚书房玲 房玲连忙走出 陈在 萧玄策 寒冬之后新年之际 由神皇改元康前 陈遵命 房玲下意识阴声过来 随后才一脸震惊地 抬起头看着龙椅上的萧玄策 养老太师李源也都不可思议 改元康前 哪个康 赵康的康 房玲连忙道 陛下 这会不会有些不妥 咋了 萧玄策发问 房玲赶忙道 将国师的名放在国号里面 不太好吧 有啥不好的 这事就这么决定了 皇子 不对 现在应该叫皇帝陛下了 萧玄策翻了个白眼 直接无视了房玲的劝戒 又道 萧玲珑沿用之前就好 今后为我大前神皇公主 谢陛下 萧玲珑撇嘴 这就开始直接称呼自己大名了 参见神皇公主 众人再度参拜 快十年没提起过了 都快忘记这称号了 萧玄策这时候 想到什么诡异地笑了一声 又道 寻找康敬见 众臣心里一惊 那家伙 居然真的又回来了 一旁的太监赶忙道 寻找康敬见 众人纷纷看向了大殿之外 片刻之后 一身偿服的赵康 打着哈欠 跨过了大殿的门槛 一如当年一般 李元阳老太师等人都是心头一热 这家伙回来了 那么是不是代表着 草民赵康 拜见吴皇 看了眼萧玄策 赵康攻身行礼 却听台上的萧玄策 呵呵一笑 大胆赵康 你一介草民 建了朕居然不贵 来人把他拖下去 给朕重打三十大板 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赵康抬起头 好小子 公报私仇是吧 老子给你下跪 你他娘的不怕折寿啊 李元等人都没眼看了 以前赵康最多骂骂文武大臣 对女帝陛下 哪敢喷脏话 这下好了 萧玄策当了皇帝 这就在大殿骂上了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萧玄策心里却飘飘然 咳嗽一声颇具威严道 此乃君臣之礼 我可是皇帝是君父 真说起来 那就是你的爹啊 怎么会折寿呢 赵康气笑了 这小子是迷失了呀 行你今天当皇帝 老子给你个面子 你看我后面收不收拾你 就在这时候 萧玄策咳嗽了一声 来到了赵康身边 看着萧玄策 神皇公主美目很势不善 陛下 您刚才说什么 本宫有些没太听清啊 要不您重复一遍 嗨嗨 这个 鉴于赵康你之前身为国师 为大前立下汉马功劳 不贵就不贵吧 郑恕你先前无罪 萧玄策下的汉毛 都竖起来了 本来只想逗逗赵康 却忘了这一茬 多谢陛下 赵康美好气道 众臣顿时乐乐 看着这三人 心里都有些怪异 咱们这新陛下 今后怕是日子不会好过呀 萧玄策开口 赵康听指 在 从今日起 命你为我大前国师 官赴原职 撤去郑国王封号 改封赵王 魏同皇族 建皇不败 后代子孙世袭罔替 其次 封赵康 为我大前天策上将 执掌三军 统设文武 受赵康之妻夜市 为一品告命夫人 赵康脸色这才好了些 多谢陛下 不少人心里暗自惊叹 官赴原职 重新回到国师的位置 并且从原先的郑国王爷 该封一字并肩的赵王 地位更加尊崇 今后更是执掌三军 统设文武 乖乖赵康这是被罢免一次之后 地位全是更加上升了呀 而且从萧玄策的布置 不难看出 今后文武大权 都得是赵康一人总揽了 这是真正的位籍人臣了 整个乾国除了皇帝之外 不会再有比他权势地位更高的人了 并且身为皇帝的萧玄策 跟他赵康 更是完完全全的一条心 恐怕要不了十年 赵康这个赵家 就将会成为整个大前最强大家族了 萧玲珑用眼睛 一直盯着自己弟弟 萧玄策这时候才想起来 立马道 赵康 臣在 萧玄策 镇域长公主萧玲珑 赐婚于你 你意下如何 赵康自然是一口答应下来 跟吃了蜂蜜一帮 嘴角都快得到耳后跟了 愿意 臣愿意 萧玲珑更是寒情默默地看着他 觉得龙椅上的萧玄策 也顺眼了一些 场面顿时热络起来 闻五百官连忙道喜 国师大人 终于能喝上你的喜酒了 啥时候大婚啊 就是啊 不过国师啊 这次咱们可都是一群穷逼了 可没啥理送的了 哈哈 好说好说 大婚日子就在年三十那天 到时候所有人都来 理不理得无所谓 萧玲珑有些不满 那怎么行 本宫澄清这种喜事 怎么能不送礼 必须送 少了不行 众人顿时哭笑不得 看着萧玲珑都有些感慨万千 这撂挑子之后 怎么就跟变了个人一样 以往哪里能够从其脸上 看见这种小女儿姿态 再看看赵康这种感慨 更是被无限放大了 想当初十年前 那时候的萧玲珑名满京城 神皇公主的名头 不知道有多少世家子弟惦记着 不过 自从其成了女帝之后 就没有人有这个心色 谁能想到 如今这朵花最后 是插在了赵康这坨牛粪上 这小子 是真的要让人羡慕死啊 下了潮 立部官员开始去张贴黄榜 告知天下赵康官赴原职 已经女帝上尉的消息 一时间引起帝都震动 原本一些人听说 女帝上尉让给了萧玲珑之后 都觉得大钱完蛋了 但是没想到 新皇帝一上尉 立即就启用了被废的赵康 这一下 又让萧玲珑的名声好了起来 前段时间 萧玲珑费 赵康不知道在民间积累了多少骂名 说他什么过河拆桥 兔死狗烹净攻藏 这会儿萧玲珑来上这么一手 就顿时让人觉得 新皇帝识人善用会是个明君 也说不定了 后宫之中 来到御花园 远远看到 正在和无亲鸾吹牛 换上了一身龙袍的萧玲珑 赵康随手掰断一根树枝 就走了过去 一见赵康 还有对方手里的枝条 萧玲珑顿时心里一惊 强壮镇定 老赵你要干嘛 不干什么 萧玲珑松了口气 看来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了 怎么说 自己也是皇帝 这点鼠老赵还是有的 不至于揍自己 结果就听赵康开口 青鸾 师父怎么了 妈的 坏菜了 萧玄策顿时一惊 还没得及出声阻拦 赵康嘴皮子上下一碰 那话巴哒巴哒的 就跟连猪泡一样 青鸾 我觉得你对咱们皇帝陛下 管得有点严格了 就前段时间再无辅 陛下还向我倒苦水呢 说什么 他将来是要当皇帝的 将来三宫六院后宫嫔妃 是少不了的 但偏偏你又不许 所以啊 咱们陛下活得可累了 你以后放宽松一些 陛下不就是 想要三宫六院吗 不就是想要娶上 十几二十个女人 男子汉大丈夫 这算得了什么 你师父不还给你 找了五个师娘 更别说 还是咱们皇帝陛下了 放你娘的屁 老子什么时候 说要三宫六院 找十几二十个女人了 你这是含血喷人啊 萧玄策悲愤地叫出声来 看着吴清鸾一下子阴沉下来的小脸 整个人都慌了 爱妃 您千万别被他骗了呀 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 最会坑人了 哎 清鸾你那是什么眼神 陛下不就是嫌弃 你腰不细 腿不长 长得还不好看 心里想着 将来把你这个皇后给换了 他是陛下 是我们的君父 那就是我们的爹了 他要做什么 我们都得支持 你要死还把我当师父 那就别对陛下发难 千万千万不要打他 老赵 赵哥 姐夫 我求你别说了 萧玄策差点就跪了下来 然而已经晚了 赵康只是随手 将那根枝条扔了 说也巧了 这一扔 就扔到了吴清鸾的手中 萧玄策 老娘今天和你没玩 这一声气是惊天的怒吼声 远处的宫女太监们 都听得清清楚楚 连忙身子一抖 纷纷躲出了御花园 萧玄策跑得那叫一个快 但皇帝陛下 终究是个凡夫俗子 没跑出院子 就被吴清鸾给追上了 差点龙袍都被抽烂了 赵康笑眯眯地走上前去 看着被抱揍了一顿萧玄策 他连忙叫了起来 哎呀呀 这不是君父吗 撒成这样了 让人行刺了 你马 你给我等着 赵康哼了一声 又还不服气 跟我斗 信不信今晚我就去你大姐那吹枕边风 明儿就让他入宫 再来揍你一顿 别 给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您放我一马吧 萧玄策慌忙叫了起来 虽然被吴清鸾一顿胖揍 但那终究是自己的女人 下手还是留情了 这要是换了大姐 那个恋爱脑 让赵康吹了枕边风 自己怕是 当了一天皇帝之后 就得驾崩啊 本以为当了皇帝 就能占老赵 这王八蛋便宜 现在看来 自己还是天真了 占避锋芒全且忍让 这就对了嘛 以后给哥哥老实点 不然有的是法子治你 当了皇帝又怎么了 你姐做皇帝 我还耸她两分 你 是我对手吗 赵康呵呵一笑 这才把萧玄策拉了起来 行了 说吧 我不在的这些天 咱们有多少大炮了 揉着手臂上的瘀青 萧玄策随口道 已经破120门了 等你送来的那800万 全部用出去之后 搞不好能有200门也说不定 才这么点 赵康皱了皱眉 萧玄策翻了个白眼 你这段可悠闲 也不去问问看 这钱啊 锻造大炮还是其次 大头衣室用来开采铁矿 那边咱们何景国 那可是几万人马在山里采矿 每个月的衣食住行 还有月薪 那都是个天文数字 最关键的 还是制作火药的药黄 这玩意儿 齐国根本就不卖给咱们 咱们只能派风云楼的碟子 悄悄摸摸从周国买 以前这玩意儿 几十文钱 就能买一斤了 现在倒好都特么涨到 一两银子一斤了 冥王那个王八蛋 死了也不让人安省 因为萧飞宇 将火药配方 泄露给齐州两国的缘故 导致于现在要皇城了紧俏货 无论是周国还是齐国 都是严加看管 禁止私下买卖的 这便是萧璇策会如此气愤的缘故 没有火药制成炮弹 大炮就算铸造的 再多那也是废品 因此这段时间以来 比较起来 大炮铸造和采矿买药黄比起来 反而是三项当中 花费最少的 赵康则则有声 那现在雷火部的炮弹库存有多少 萧璇策道 勉强不到十万发吧 要真打算了灭了齐国和周国 我感觉还是不太够用的 说到这是老赵 怎么了 萧璇策凑劲道 咱们之前做了个实验 计算出了一门大炮 在不间断的情况下 连续打上四百炮左右炮管子就废了 你看能不能想办法提升一下大炮的耐久度 赵康翻了个白眼 这事儿 你得去问那群铁匠 看看能不能在铸铁的过程中加料 增加炮管的强度 原来是这样 萧璇策点点头 行了 现在是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该布置的他都布置得差不多了 就等着军备完善 该要他操心的 那是其他的事情了 由李部统筹赵康 也不需要去为自己的婚礼忙或什么 将邀请名单交给李部 让对方去制作请柬送出去便是了 很快 女帝萧玲珑尉卫 以及他赵康重新被启用的消息 便传开了 引得他人惊诧万分 周国 刚刚得知这个消息的李慕易 悄然离开了皇宫 来到了书院 看着台上正在讲学的白衣女子 她随便找了个座位坐下 就像个虚心求学的学子一般聆听着 公孙云秀注意到了她的到来 却并没有表示什么 知道将今天的课业讲完 这才让书院学子散场 陛下来此有何贵干 公孙云秀淡然问道 李牧易笑了笑 倒也不是什么大事 公孙大家可知道 乾国女帝善位了 公孙云秀微微皱眉 女帝善位 李牧易点头 不错 如今乾国当皇帝的是萧玄策 据文说是女帝的弟弟 按照咱们的人传回来的消息 此人之前就是个不学无数的草包 真是想不到 短短几年间 乾锦州三国的皇帝都换了 对了公孙大家 你之前前往乾国 可曾和这位乾国新军有过接触 对其评价如何 公孙云秀平静道 不曾 之前说过了 先前入前我更多的是 游览乾国风土人情 并未与乾国皇族过多接触 李牧易文言有些无奈 这个女人便是这样 除非他自己感兴趣 否则就算是皇帝老子 也命令不了他 去做什么事情 不过李牧易倒也没有什么恼怒的 轻笑道 那就说一见公孙大家 可能会感兴趣的事情好了 国师赵康如今官复原职了 公孙云秀眉头微挑 脑海中出现一道身影 下意识到 是乾国新军启用的 李牧易微笑 不错 光是从这点来看 这位乾国新军 就不会是什么真正的草包 如今来看 这或许是之前女帝萧玲珑 故意为之 他去罢免赵康 等到新军即位再启用赵康 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 皇帝退下了这份香火情也就到头了 但女帝萧玲珑这一手 无疑是帮新军和赵康之间 又燃起了一炷香火 还能让新军博个十人善用的美名 这女帝当真是功于心计啊 可惜难能一见 据说她还是天下第一美人 不知道比起公孙大家来说 又如何 自是胜过数倍 想着脑海中此刻浮现出的 那张绝美滋容 公孙云秀 倒也没有什么自残行贿的大方承认 李牧义饶有兴致 公孙大家 你说 朕要是和钱国结个姻亲 对方是否会同意 公孙云秀 眼神怪异地看向她 你要迎娶女帝 李牧义纠正道 如今应当称对方神皇公主了 前景不是结盟吗 那咱们大洲 也可以和钱国和亲吗 陛下怎么想便怎么做 如此国事 不是在下一个教书将能够参与的 若是没有其他的事情 就容在下告退了 严霸公孙云秀便起身离去 对此李牧义没有什么恼怒的 有本事的人可以有放肆的资本 尤其还是自家人 在书院静静待了一刻中 李牧义便起身离去 已经走上正轨的景国 除了高渊 陈茂凯等将之外 如今的景国朝堂 基本上都是一些新面孔 并且 有着不少女性存在 这段时间 便是在这些人的帮助下 支撑起了朝廷运转 让景国得以休养生息 听着太监宣读完前国送来的文书 吴关海喜笑颜开 看着下方的陈宫 朱卿 咱们国师大人送请简来了 要咱们去喝喜酒呢 已经是景国四镇将军之一的高渊 哈哈一笑 陛下 那到时候 您可得带上陈啊 许久未见国师了 甚至有些想念 陛下陈也想去 陈茂凯也赶忙站出来凑热闹 陛下还有我 还有陈 看着下方的跟报名室的官员 吴关海哭笑不得 这要是都去了 咱们景国还要不要了 众人不由地尴尬一笑 如今朝堂上这些新面孔 有很多都是从各州提拔起来的能臣 除了高渊他们几个 曾经并肩作战的生死弟兄 他们当中都没谁见过赵康 早就对自家之景国赵王好奇得很了 希望能借此机会见上一面 毕竟这会儿所有人都知道 当今陛下虽然分封了六部尚书在内的一些实权官员 但是宰相之位 却是一直空闲着的 这个位置 他是给那姓赵的留着的 吴关海想了想便道 礼部 操办赫礼 五王吴天虎 镇北将军高渊 镇南将军陈茂凯 兵部尚书尚云关 户部尚书陈留 有你们五人前往前国替镇道贺赵王新婚大喜 臣等遵命 高渊等人互相看了一眼 都是心下凛然 如果只是高渊吴天虎他们前往 那还可以说是和赵康叙旧 但如果再加上兵部尚书和户部尚书 那可就不一样了 七国 有人的反应让人有些出人意料 太子刘建元看着殿外小心翼翼的宫女 皱眉道 九公主怎么了 回 回太子殿下 公主不知道怎么了 突然间大发雷霆 奴婢也不知道发生了何事 刘建元心里咯噔一声 这还真是有意思了 自己这个向来沉着冷静的皇妹居然回发怒 还挺新鲜 她走进宫殿中 就见里边碎了几个花瓶 还有一张被撕烂揉碎的画稿 明珠公主刘嫣然坐在一旁 翘脸上满是冷色 刘建元便走了过去 皇妹 你究竟是怎么了 下边人惹你不悦了 刘燕燃看向他 只是摇了摇头 随后还是叹气道 咱们派在前国的人传回消息 女帝萧玲珑尚未萧玄策 新皇帝启用了之前被废的赵康 这下 咱们最强大的敌人又回来了 刘建元 闻言轻笑了一声 我当是什么事 回来就回来吧 这会儿诸国停战 他回来又能如何 刘燕燃深深看了一眼面前 这位太子 这一刻他也恨起来自己为何是女儿身 齐国将来 交到这种废物手中 能落得什么好 见刘燕燃不再和自己说什么 刘建元也没有多停留 转身离去 捡起了地上的那些画稿碎片 刘燕燃紧紧攥着之上 这是他之前用心描绘出来 每一幅都是那人的模样 有第一次见面的和谐 有他在周国大败众多学子的意气风发等等 但此刻却被他亲手撕碎 无他 只因为随着萧玄策重新启用赵康 前国国师官赴原职的消息传回来 刘燕燃就知道 自己被骗了 被赵康和整个前国朝堂文武大臣连其手来 一起骗了 当初那萧玄策对赵康表现的是咬牙切齿 恨不得将其生吞活泼的模样 让他以为 赵康与这位皇子殿下 还有前国文武都不相合 于是他便出手 以极大的代价 让前国女帝罢免了赵康 将其贬为庶民 除去了这齐国最头疼的敌人 然而却没想到 这竟是一场骗局 从始至终 前国都只是为了让齐国付出更多利益开始的骗局 是赵康 错不了得 能提出这种办法的 肯定是赵康这个家伙 突如其来的心脚痛楚 让刘燕燃此刻感觉到 呼吸都是那样的困难 为什么 他喃喃问着 美目盯着手上的半张脸部画像 一层晶莹 让画像模糊了 无法再看清 又或者说 从始至终 自己就从没有看清过对方 紧紧攥着画像 刘燕燃闭上双眼 自从回国之后 便永远信心十足 执政之后 无论大小事情 皆要过手 短短时间 将齐国危机的财政 拉回正轨的刘燕燃 这一刻之感觉 真的好累啊 较之他人的思绪万千 这会儿 已经是完全闲下来的赵老爷小日子 那是风生水起 白天哄孩子 晚上哄老婆 时不时不自量力地挑战一下重敌 汲取战败经验 以待来日找回场子 这不 这会儿都还有闲心在院子里 和几女堆雪人打雪仗 从外边走回来 秦玉凤看到这一幕 别了别嘴 你们倒好 玩得痛快 什么事情都要我来操心了 他说的 你是大管家吗 萧玲珑回头笑了一下 随后就被赵康偷袭得逞 一灵里塞了一大坨雪球 气得追着赵康满院子跑 叶洪雪笑了笑 看向秦玉凤 王府那边如何了 都操办得差不多了 随时可以搬进去 咱们立刻搬 女子蹲在地上滚着雪球 赵康既然官复原职 那么原来那座王府 便可以住进去了 一直待在吴府 终究有些不太好 所以这些天 他都一直在操劳这些事情 说他是大管家 还真一点没错 看着赵康被萧玲珑追得上 跳下窜 曹白露接过话道 他说 等到成亲前一天 再搬也不迟 倒也快了 秦玉凤点了点头 这样也好 说吧 从旁边捡了块 拳头大小的石头子 塞进了滚好的雪球里边 朝着赵康扔了过去 一击击重 哎呦 卧槽 谁某某妈这么缺德 赵康愤怒地回过头来 就见三女不是 抬头看天 就是低头看脚 还没等他质问 萧玲珑便追了上来 将他按进了雪堆中 将他也堆成了个雪人 远处一身糊球的吴星仪 抱着孩子 看到这一幕 温馨笑着 那月27距离新年 还有三天的时间 整个帝都处处张灯结彩 热闹非凡 一行人进了帝都 便直奔内城 是高全和张龙 以及吊哥这些赵康的亲信 自家老爷马上就要大婚了 咱们作为最为忠诚的走狗 自然是要来的 听闻他们来了 赵康立马让人带进吴府 比较以往 张龙和吊哥都多了骨子杀气 这是军中历练出来的 高全则和以前一样 为人圆滑 处处透着奸诈气息 身边还跟着李巧这个小妾 杀佩林二牛还是老样子 布包里的瓶瓶罐罐 叮叮当当作响 不知道这段时间 又研究出了什么 反人类社会的玩意儿 李狗蛋嘿嘿一笑 老爷 咱们来吃席了 赵康一乐 妈的里金带够了没 不然 你小子喝刷锅水吧 咱们谁不是穷的叮当响 老爷你又不是不知道 高全嗨了一声 然后对着李巧责了一声 怎么回事 还不快给老爷行李 一点眼力剑都没有 李巧忙乖巧地给赵康行李 还有些激动 剑切拜见老爷 赶紧起来 可以啊 你高全 看着对方显摆 赵康打去一声 高全 那是 咱们当家的男人 那腰杆子得硬起 得把腹缸震起来 成天让娘们打得鼻青脸肿 那不像话 张龙呵呵一笑 这就往当初娶巧姑娘那天 被你家里那母老虎当狗一样打 连洞房都入不了了 他妈的张龙 你这别独自不会说话 就少说点 高全气的脸都红了 赵康哈哈大笑 拉开插架两人 得了 你什么调样 我还不知道 在老爷面前装逼 当自己三脚裤呢 五府内客房众多 完全住得下张龙一行人 他们前脚刚到 后脚张胜 就带着自己 几名弟子也到了 老先生年纪大了 腿脚不方便 因此 这一路走得有些慢 同行的还有李之舟 这位书画双绝的大儒 在赵康 还在齐国发财的时候 就带着全家老小 来到原江县落脚了 国师大人 先生来了呀 快坐喝杯茶水 这一路上 辛苦了先生了 张胜笑呵呵道 没有什么辛苦的 既然是国师大人 您的喜事 咱们怎么说 也得来喝杯喜酒才是 那时 到时候 咱们可得多喝几杯啊 赵康笑着 热心地 招呼着这群读书人 相较于张龙等人 他们无疑有些含蓄 不过这会儿 亲眼见到赵康 都有些激动 要不是场合不对 都想拉着赵康讨教学问了 李先生在原江县住的 可还习惯 听高全那小子说 你老人家不时 跑到水泥场去溜达 怀念打工时候的日子呢 看着李之洲 赵康调侃道 哪有 李之洲老脸一红 就是去看看而已 赵康哈哈一笑 随后又道 到时候婚宴 还麻烦 你帮我和几位夫人画张相 没有照相机这玩意儿 赵康颇有些遗憾 这种大喜事不记录下来 有些可惜了 所以只能请李之洲 这画祭通神的大儒 给自己画上一张了 没问题 国师大人放心 一群人正说着 吴府管事走进来恭敬道 老爷 礼部官员来说 请您去一趟 行 让他稍等片刻 赵康起身 叫来秦玉凤 替自己招呼张胜等人 自己离开吴府 路上询问那礼部官员 是有什么事情 礼部官员赶忙道 国师大人 是景国来给您贺喜的人到了 就在国宾馆内 因此 房大人让下官来请您 赵康眼帘一挑 国宾馆我自己去就行了 你快速礼部 让房大人通知陛下 也来一趟国宾馆 还有兵部上书里员大人一起 官员连忙点头答应 下官遵命 先一步来到国宾馆 赵康就见到吴天虎一行人 笑着打招呼 前辈 老高陈将军 好久不见了 国师 高渊兴奋地跑过来 给了赵康一个大力熊抱 好小子 修为增长得这么快 看到赵康吴天虎眼中金光一闪 语气有些惊叹 他之前手上被断了一臂 亏了气血 此生想要再有所寸境 有些难了 但境界还是实打实的三品中层 但是这会儿 面对同一层次的赵康 竟隐隐间感到了一股强烈的压迫感 赵康嘿嘿一笑 侥幸侥幸 咱这会儿说得上 是一个真正高手了吧 现在可还觉得 红血所托飞人 臭小子 听着赵康调侃 吴天虎心中一笑不由地感叹 这才几年光景 就从四品爬到了三品中层 虽说有叶洪雪和自己等人帮助的原因在其中 但也足够证明 这小子的在武学上的悟性 的确是高得吓人 这二位是 寒暄一阵之后 赵康这才看向另外两张生面孔 两人看模样 年龄都不大 三十出头左右 这会儿都赶忙行礼 下官兵部尚书尚云官 见过赵王 下官户部尚书陈刘 见过赵王 赵康明白过来 这两人应该就是吴关海后面提携起来的官员 尚云官两人都有些激动 今天可算是见到活人了 给两人回礼 赵康招呼着 走走走 进去说话 待会我国陛下马上就到 那个谁你去吴府 让人拿两瓶酒来 就说是我要的 只会一名国兵馆的人去跑腿 众人进到礼屋 落座后赵康这才到 陛下暂时还走不开 陈茂凯点头 如今国内刚刚安定下来 百废待兴 大大小小的事情都需要陛下决策 他每日基本上只睡两个时辰 来之前 还让下官和国师您说声抱歉 说是喝不到您的喜酒了 等陛下策立皇后的时候 再和您好好喝一杯 赵康叹了口气 陛下他压力太大了呀 景国险些灭国 如今虽然稳定下来了 但实力大损 这份担子可着实不清啊 无天虎无奈道 可不是 虽然表面上洒脱不说 但他内心是走不出去那一关的 所以才会每日通宵行政 赵康沉默下来 这件事 他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当初齐国和周国 在龙汉和霍恩的攻势下 帝都城破 两国大军冲进华金城之后 直奔皇宫而去 但却只在后宫 见到了无数嫔妃的尸体 那些人不是死在敌军手上的 而是死在吴关海剑下 与其受敌军侮辱而死 吴关海选择了亲手造杀 因为那些人是他父皇 吴如荣的妃子 他绝不会让其受人侮辱 气氛一时间有些凝重 这时候 国兵馆的人来报 国师 陛下和李大人到了 众人连忙起身 肖玄策和李源一同走近 赵康笑着一一介绍 肖玄策落座 看向吴天虎 温和儿笑 景帝没有来属实 有些遗憾了 吴天虎心底咯噔一声 女帝尚未面前之人 如今才是乾国皇帝 这会儿说这样的话 莫不是心里对景国有什么要求 如今的景国 可不是以前了 得要完完全全 活在乾国的庇护之下 说句不好听的 要是面前这新皇帝 突然间想要灭了景国 就景国如今的实力 怕是都不够前国打的 因此 吴天虎有些不安 试探道 陛下可是有什么话 需要告知我国陛下 陛下请说 在下一定传达 前辈客气了 您是国师半个武学师傅 那说起来 也就是真的长辈了 不必如此距离 肖玄策笑道 有些可惜道 朕本以为贵国陛下也回来 所以重新拟定好了一份盟书 毕竟之前前景结盟 很多东西 都只是口头上的约定 如今两国都已换了主人 所以朕想 不如干脆 趁着这个机会将以前的缺漏都补足 先前之盟 是贵国先帝与朕的姐姐签订的 由国师和叶洪雪促成 今后的事情朕管不着 但只要朕一天是前国皇帝 前景两国的关系 便永远不会变 真给老子争气啊 看着肖玄策侃侃而谈 赵康心里那叫一个欣慰 或许在自己和肖玲珑 这些亲人面前的时候 这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还会流露出以前的影子 但与外人在一起 这小子完全可以说的 上市能够独当一面了 当皇帝这些天 无论是出力政务还是决策 都让人挑不出一点毛病来 吴天虎和高渊等景国人 更是没想到 肖玄策居然会这样说 一个个都有些震惊 原本还想着 如今钱国换了新皇帝 恐怕会有其他的想法 没想到这新皇帝 居然完全在为景国考虑 这让他们心中无比感激 看着肖玄策递过来的蒙叔 吴天虎深吸一口气仔细看了看 心情无法稳定下来 这道蒙叔上很多事情都是他们景国占了便宜 似乎在有意帮助景国发展一般 他有些惊诧 忍不住道 陛下 前辈请说 您真要以这道蒙叔和我国定蒙 吴天虎眼神显得难以置信 肖玄策倾笑 前辈是想说 依照这道蒙叔 我钱国会吃些亏 景国反而占便宜 吴天虎点了点头 肖玄策淡然道 正先前说了 前景之蒙是国师这几年的心血 是他和叶洪雪在不断维护 这才有了咱们两国相亲的局面 所以 朕只要还是乾国皇帝 就永远不会让这份关系变了位 让国师和叶洪雪的心血复之东流 至于后世前景 或许会因为后世之君产生间隙摩擦 肖玄策笑着反问 那观朕屁事 不是吗 众人顿时都有些哭笑不得 吴天虎一鹤 好 陛下如此大气 那我景国也不扭念 这道蒙叔 等我回国转交给我国陛下 我们景国一定会让贵国满意的 这时候 国宾馆的人提着赵康要的酒回来了 摆上几个酒杯 赵康倒着酒 随后提起一杯笑道 景不付钱 钱必不付景 吴天虎等人哈哈一笑 众人碰杯一口饮尽 当时几人都是眼冒惊心 吴天虎咋舌不已 赵小子 这酒 好烈啊 是啊 我 我这会儿感觉胸腹火烧一般 浑身冒汗 好酒啊 国师再丢我来一杯 高渊也是个酒萌子 这会儿 眼睛死死盯着酒瓶子 满是贪婪 李渊笑道 这是国师酿造的台子酒和三两叶 酒性极其强烈 如今 在钱国还没有售卖 臭小子有这种好东西 不早拿出来 吴天虎抢过了酒瓶 看样子 似乎要独享了 赵康笑道 这也是刚弄出来不酒 别挤有的事 想喝多少有多少 就酒谈事 赵康也知道 吴关海派上云关和陈留这两人来是什么意思 当下道 诸位 等我大婚开春过后 我们钱国就要发兵讨债了 景国现在情况如何 文言陈留赶忙放下了酒杯 犹豫了一下才道 赵王爷 如今国内情况实在说不上乐观 之前一战 使得国内人口大减 如今东拼西凑 才弄出来三十万军 而且三分之二都是女兵 且没有上过战场 高渊叹气道 除了之前和咱们一起 打过仗的那七八万人之外 其余兵马可以说 没有什么战斗力 要是慢慢操练几年 或许还行 但这会儿时间紧迫 要是开春之后变战 拉他们上战场 跟让他们送死 没有什么区别 户部尚书 陈留轻声道 赢钱的话 这段时间 我们这些官员 都主动变卖了一些 家中资产聪明国库 偷偷去周国 做了几笔生意 国库中 银子还是有一些的 勒紧裤腰带 能够提供150万左右 用来买羊草是够得 高渊陈茂凯等人 都有些惭愧的低下头 这些话的意思便是 要锦国出兵上战场 一起讨伐 锦国这会儿是真做不到了 只能出点钱买买粮草 这都还要看周国 齐国卖不卖 就锦国现在的国情 连皇帝吴关海 一天都只吃一顿 三天才煎一次肉 其余人就更别说了 真是前几年有多爽 这会儿就有多惨 不曾想赵康 却笑了起来 无妨 咱们这一次讨伐 本就不用多少兵力 而是需要人 高渊等人一愣 国师这有区别 萧璇侧微笑道 当然有所区别 需要的是 能够管理执政的人 李渊也道 诸位 我方已经确定 好了战时路线 到时候 贵国要做的事情很简单 怎么说 上云关来了兴趣 李渊伸手指向 喝酒的赵康大笑 那就是咱们国师 到时候打下一城 咱们两国就派人 去接管一城 直到国师 将整个七国周国 打下来 锦国几人都猛逼了 前国人这么嚣张的吗 赵康放下酒杯 咳嗽一声 虽然说有些狂妄 但事实就是如此 到时候 跟在我屁股后面 接管城池便是 又两天过去 一座王府处处挂红 名个儿就是大年三十了 也就是自己大喜的日子 赵康看着王府下人 不断布置 心中颇为感慨 自己这事 马上就要成家立业了呀 前方出现张龙等人的身影 赵康招了招手 几人屁颠屁颠地跑了过来 都准备得差不多了吧 李狗蛋忙到 都差不多了 所有流程啥的 咱们都记好了 肯定不会出什么岔子的 那就好 赵康点头 调个黑黑一笑 老爷 我怎么瞧着你有些紧张啊 废话 结婚这种大事 谁不紧张 何况 还是他妈一口气 娶五个老婆 说着 赵康看了一眼林二牛 一把将其搂过向前走着 二牛啊 老爷交代的事情 你办得咋样了 有没有出效果呀 放心吧老爷 我二牛肯定会让你 重振男人雄风 林二牛表情严肃 赵康起 说的什么屁话 老爷我何时雄风不在了 也就是 明天对手有点多 得要好好准备一下 以免老马尸体 赶紧说 你弄出什么好玩意儿了 林二牛从包里拿出一个小瓶子 塞进赵康手里 一脸严肃道 老爷这玩意儿 可是很霸道的 怎么说 赵康心跳加速 攥紧了小瓶子 左右看了看 生怕别人发现一样 没办法 赵康也不想的 实在是明天那一战太过凶险 那群家伙一个比一个如狼似虎 不做两手准备 怕是应付不过来 虽然自己可以动用蒸汽机 但说到底 那也就是 让昆昆表面坚挺了 感觉上该软还是软的 到时候 爽的是那群娘们 不是自己 林二牛低声道 这可是我研究了十几种江湖采花大道 所用的魅药之后 才制作出来的半粒对死牛 一粒下去 床板也给你搞穿了 赵康吓了一跳 真的假的 有没有这么厉害 林二牛顿时骄傲道 那是当然的 自从接到老爷您的任务之后 我可是花了大心思的 不幸回原江县打听打听 这段时间 我林二牛一到宜红院 哪个姑娘敢出现在我面前 就算是条狗 只要她是母的 打我跟前过 也得捂着屁股走 死 赵康吸了口凉气 看着神色巨傲的林二牛 一股敬意从他心底冒出来 更是无限感动 没想到二牛你为了老爷我 居然以身试药 不愧是好兄弟 二牛感激涕零 只觉自己的这些天的付出没有白费 就算现在坤坤小半个月没硬起来了 也不是那么重要了 我林二牛才是老爷最忠心的走狗 什么张龙 吊哥高拳离狗蛋的 统统都得靠边站 握着小瓶子 赵康感觉就像是武侠小说里面的主人公 见到了天下第一的功法秘籍 连忙揣进了怀里 生怕别人发现 夜沉沉 赵康一个人坐在王府大厅中 激动得根本睡不着 和他同样的 自然是萧玲珑等人了 皇宫朱雀殿 萧玲珑看着旁边挂着的凤冠侠配嘀咕道 要不再试试吧 旁边的宫女偷笑一声 公主殿下 这一晚上都睡了八遍了 还是啊 有这么多吗 萧玲珑一愣 宫女笑声道 可不是 陛下得早些休息 明个儿可是要起早的呀 可我根本就睡不着啊 萧玲珑嘟囔一句 双瞳死死盯着婚服 在以往他从未想过自己将来还有穿上这套衣服的时候 如今明日就要成婚了 他睡不着也根本不敢睡 生怕一觉醒来都是梦 吴福 吴馨仪 叶洪雪 秦玉凤三女都在一起 即便是相处时间两久 三女此刻却都有了些许娇羞 吴她 只因为三人这会儿都像是心有灵犀一般 换上了礼布给他们准备的婚服 三人 你看我 我看你最后不约而同地看向门外 明天赵康就要来接他们了 北镇俯斯 同样是灯火通明 开玩笑 咱们锦衣卫二把手要嫁给国师大人 这种大事怎能骂活 看着镜中的自己 曹白露一颗星七上八下 一旁明书笑道 这大晚上还不睡 明天可没有精神澄清啊 这我怎么睡得着吗 明书这样好看吗 看着给自己扎了两马尾的曹白露 明书哭笑不得地应付着 好看好看 我总觉得还差点意思 多当一句 曹白露又重新开始鼓到头饰去了 一日 王府大门轰然大开 从里边走出了十几人 张龙吊歌一群人 各个披红挂彩 门口还端放着屋顶大花轿 他们都是赵康的教父 赵康出现在众人眼前 一身华贵洗袍 用金线绣着龙纹管饰 牵来一匹高头大马 深吸了一口气 赵康翻身上马首一招 走 跟老爷我接新娘子去 张龙等人乐开花 立马去抗花轿了 街道上家家户户都走了出来 基本上都是在朝官员的家属 一见赵康就高声吆喝着 公祝赵王新婚 祝王爷百年好合 闻言赵康伸手入怀 挥手便撒出一大把红包 今天他可是一点不抠门 红包装的都是一两银子 旁边王府的上摆好下人 手里还端着装红包的盘子 就这小一刻中的功夫 已经洒出去上百两了 一路上吹吹打打来到皇宫前 文白百官都带着笑脸 陈王等三位王爷 红光满面 陈王笑眯眯道 国师 给咱们的红包可不能少了 要不然 今天你可是进不了 这皇宫大门的呀 一旁萧玄策双手拢袖 没错 朕已经安插了三万进军 金盖儿见不到钱 你老赵斗 别想踏进去一步 就是 先拿钱砸开咱们这些赌门的再说 杨老太师大笑着 赵康 好小子 你们这些家伙就等着今天是吧 那可不平日里都是国师你坑人 今天该咱们坑你一次了 礼部尚书笑的脸和菊花一样 赵康顿时大手一挥 给本王上银子 王府下人 立刻端着红包冲了出了 萧玄策一马当先 抢啊 片刻之后 随着一阵吹打声 从皇宫内响彻 一道赵康这些年日夜期待的身影 终于现身 一身奋官侠配 风姿绰约 赵康翻身下马 激动地向前走着 所有人都给他让出了一条通道 人人脸上带着笑容 看着赵康 去将这名天下间身份最尊贵的女子 背上花轿 锣鼓声就没有一刻停止过 赵康的迎亲队伍来到吴府 吴天虎一身正装 笑眯眯地看着他道 老夫的红包准备好了没有 赵康大笑 早准备好了 叶洪雪是吴如荣的徒弟 吴天虎自然也算是他的长辈 这一刻 女子激动的手心都是汗水 红盖头让他看不清 前方发生什么 一直到赵康将他背起来 女子心中依旧有些恍然 紧紧搂着赵康 秦玉凤哭了 期待多年的场景终于成真 他再也吻不住心绪 紧接着是吴心仪 温婉女子恨不得将自己 容进赵康的身体一样 一路又来到北镇府司 明书牵着曹白露的手 看着赵康 国师 小姐就交给您了 放心 我不会让她受到任何伤害的 所有锦衣卫大声道 祝国师与曹大人百年好合 早生贵子 带着五顶花轿 赵康的迎亲队伍 走过那城酒门 接受所有人的嘱咐 一直到午后才回到王府 一座王府 宽敞的大院摆满了酒席 能站在那座朝堂上的皇子公卿 全树道场 还带着家眷 也就是赵康的王府足够大 不然还真不一定摆得下这么多桌 基本上帝都内外两城 有头有脸的人物都送来了礼金 祝贺他 这位前国国师大婚 穿梭在人群当中 不断有人敬酒 赵康也是来者不拒 很给面子 反正他那酒壶里也是水 他这新婚用的酒水 自然是酒方的高度酒 不少没喝过的人都大感惊奇 直呼好酒 这时候 就会有热心的纯路人 上前和他们介绍此酒来历 看着这一幕赵康感慨 也就是 今天是自己大喜日子了 要是别人的 这不搞场带货 那多可惜 这在场的一个个 除了张龙 他们这些穷逼 那可都是有钱的主 看着场中分身乏术的赵康 坐在主桌的萧玄策 眼睛滴溜溜地转了起来 随后看了眼房灵 凑近道 房大人 之前让你准备好的东西 怎么样了 带来了吗 房灵愣了一下 随后想起什么点头道 回禀陛下都弄好了 也带来了 陈让王府下人放去厅堂了 行吧 说着 萧玄策起身就要离开 一旁无情鸾好奇道 你干嘛去 我去给老赵准备惊喜 萧玄策呵呵一笑 便离开了前院 天色逐渐暗沉下来 但众人却是兴致不减 赵康也换了水 拿起酒和吴天虎他们喝了起来 但一直控制着度量 今晚如此美妙 他可不想错过了 一直到接近晚上十点左右 一些客人也都走得差不多了 就只剩下吴天虎高渊他们几个 和赵康拼酒 赵康叫来管事 叫几个人带武王和高将军 他们去客房休息 好的王爷 吴天虎几人摊杯 这会儿已经醉得没有意识了 喝了杯清水 眼看着王府的下人正在收拾 赵康顿时心头一热 当即就挥手叫道 都不用收拾了 今晚早点休息 明早再弄 多谢王爷 下人们高兴地叫起来 这时候 远处走来吴清鸾 师父 咋了 你还没回宫呢 赵康愣了一下 吴清鸾摇摇头 对了师父 你有没有看见玄策 没啊 刚我都在喝酒 赵康狐疑 吴清鸾嘟囔了一声 这家伙说是 去给你准备惊喜 人就不见了 赵康痴笑一声 这家伙 还惊喜呢 又想给我弄什么花活 就在这时候 一名皇宫侍卫跑进来忙到 皇后娘娘 陛下先回去了 让我来通知您 也赶紧回宫 靠 居然不等老娘 先走了 回去我非得好好收拾收拾这家伙 那师父 我先回去了 吴清鸾气愤地说了一声 赵康笑道 行 记得打个半死就行了 打了个酒隔 赵康运气真气 冲散身上的酒精 随后特意去偏房 花了五分钟的时间 从头到脚 洗了个澡 这才来到新房之前 压抑着激动的心情 赵康呼吸都有些急促 从怀中掏出了小瓶子 从里面倒出了一颗蓝色小药丸 也不知道林二牛这小子怎么做的 这要呈现这么不健康的颜色 赵康想着 就要把药丸分成两半 毕竟二牛说了这玩意儿 半粒对死牛 不过再仔细想想 屋里五个婆娘 那可都不是什么简单角色 吴信仪就不说了 这事得很赢 玲珑琴玉向来是最旺盛的 玉凤也不遑多让 对上叶红雪 向来也是输多胜手 唯一正常点的 就是老曹了 如此五大将 要是待会药效不行了 难道自己还要中途嗑药 那脸不就丢大发了 深思熟虑一番 赵康将手里的蓝色小药丸 塞进了嘴里 咽下 然后踹开了房门 只是这么短的时间 赵康就感觉到 一股熊熊火焰 正在飞速燃烧全身 简直是要爆啊 快步走进来到卧房 看着那张 能够躺下十人的大床上 翘生生坐着的 五位美娇娘 赵康顿时发出了 狼嚎一样的叫声 吼吼 娘子们 今晚你们可是要遭老罪了 国师大人直接扑了过去 没办法他要炸了 将最右边之人扑倒 吓了其余人一跳 赵康没有急着先盖头 反而看着剩下之人 笑容无比的应当 这么瘦 让相公猜猜看 是我的女帝陛下对不对 爷 玲珑你的胸 怎么小了这么多 别慌 来让夫君给你揉大哈哈 一把掀开身下人盖头 赵康大嘴就凑了上去 要将其亲个遍 下一刻四目相对 赵康大脑瞬间荡击 轻轻眨眼 身下之人嘖嘖有声 哈哈大笑 老赵新婚快乐 惊喜吗 我确实是你的陛下 不过不是女帝陛下 沃尔尼X 赵康惨叫起来 吓得连连后退 旁边四人这会掀了盖头 赫然是张龙 高全 李狗蛋 黄天行四人 李狗蛋乐呵道 老爷新婚快乐 您可不能怪咱们 都是陛下让咱们干的 是啊 老爷 可不关我们的事 张龙也道 老爷你脸色好难看啊 高全疑惑 萧玄策也注意到有些不对劲 面前的赵康满脸通红 眼神有些迷乱 甚至汗水都冒了出来 他赶忙上前 老赵你咋了 生气了 还要玩玩吗 我姐他们都在厢房呢 走走走 咱们闹洞房去 是啊 老爷爷走走走 钓哥也笑着来搀扶 就在这时候 赵康一声长笑 一把就将皇帝陛下给扑倒了 我操 老赵你要干嘛 行刺啊 赵康却只是不说话 双手奋力一扯 穿在萧玄策身上的新娘服 瞬间就被撕开 露出了皇子殿下娇嫩的龙体 卧日 护驾 老赵冷静 冷静啊 萧玄策惊恐地叫着 浑身颤抖 张龙四人吓了一大跳 钓哥连忙冲上来将赵康拉开 老爷你怎么了 没想到 赵康竟反手将他按得趴在了桌子上 刷一下 就撕开了他的裤子 老爷 不要 我错了 救命啊 钓哥吓得眼泪都出来了 快救人 看着赵康直接分开了钓哥的双腿 高拳吓得魂都飞了 张龙三步并坐两步 直接冲出了屋子 一边跑一边发抖 太可怕了 老爷竟然想要 想不到 他居然是这样的老爷 再不跑菊花不保啊 张龙别丢下我啊 钓哥绝望地叫着 他妈的张龙 你个没一起的家伙 居然自己跑 李狗蛋冲出屋子大叫着 高拳紧随其后 边跑边踢裤子 生怕赵康抓住他 扒了他的裤子 我草等等我 眼见三人跑路 萧玄策也反应过来 老赵这会儿兽性大发 已经昏速不及 再不跑自己 怕是要遭老罪了 当即也要跑路 就在这时候 钓哥大喝一声 一肘打翻赵康 提着裤子 冲向门口 两人就要冲出门口 但赵康速度何等之快 无意识之下 竟用上了身法 瞬间出现在了门口 双眼满是兴奋地看着两人 老赵冷静 你要冷静 我们都是男人 我们是不能干那事的 是啊老爷 我还没娶媳妇呢 钓哥眼泪汪汪地哀求着 但此刻的赵康 早已经没有了理智 直接扑了过来 钓哥见状一把抓起萧玄策 陛下对不住了 我草 黄天行 朕要杀了你 被钓哥扔了出去 萧玄策正好撞向了赵康 随后就被赵康抱着 扔到了床上 砰的一声 钓哥跑就跑了 还关上了大门 谁来救救我 看着一步步走来的赵康 皇帝陛下 已经快要吓尿了 好在千军一发之际 大门被人踹开 一手堵着赵康嘴 一手捂着自己屁股的萧玄策 身头一看 顿时喜极而起 大姐救命啊 老赵疯了 他要强奸我 你个孽障 让你别玩 非要玩 萧玲龙气得牙痒痒 叶红雪等人也无语了 自己昏床上 居然躺了两个男人 大姐我知道错了 快点 我要挡不住了 赵康 萧玲龙赶忙叫了一声 跑上去 推开了上头的赵康 萧玄策立马抓住机会 捂着屁股跑出了屋子 赵康猛地起身 一把抓过了 惊慌失措的萧玲龙 女子瞬间红了脸 感受着那发烫的金刚钻 正在找出路 连忙对着其余女子叫道 快把门关上 几女翘脸一红 连忙关上了大门 心里更是嘀咕一声 今儿赵康怎么了 这么即可 前院 四人心有余悸地凑在一起 这会儿还浑身发抖 正好看到捂着屁股 跑来的萧玄策 这皇帝陛下 连裤子都被撕烂了 也不知道经历了什么 高全小心翼翼道 陛下 您没有失身吧 是啊 您捂着屁股做什么 他妈的还说 吊哥都是你这个王八蛋 萧玄策一松手 四人一看 纷纷吸了一口凉气 就见那裤头破了大洞 吓人无比 今天事儿 谁也不许说出去 萧玄策气得大骂一声 要不是老子拼死反抗 就要让那禽兽得逞了 不行 我得找个地方躲几天 一边说着 萧玄策一边跑出了王府 不知道过了多久 赵康猛地醒了过来 痛苦地发出了一声怒吼 萧玄策 老子非杀了你不可 他妈的呀 赵康哭了 眼泪哗哗流 脑海中依稀记得 自己拔了吊哥等人的裤子 那岂不是说 自己昨晚上干了五个男人 这一刻赵康只想要用头撞墙 死了算球 就在这时候 旁边传来一声略显痛苦的身影 赵康顿时气得一巴掌甩了过去 你看娘的没死正好 老子掐死你 啪的一声脆响 赵康顺势看去一下 又愣住 紧接着狂喜 一把抱过清洁溜溜的女子 狠狠吻了上去 看来好像老子没有当嚼势棍 这一刻 赵康才知道自己 究竟有多爱这个女人 不对 是有多爱这五个女人 她看清楚了周遭环境 身边躺着自己的五个老婆 连被子都没有盖 也不知道 昨晚经历了什么 一个个睡着了 都眼角带着泪 或许是赵康的动作太大 惊动了怀中女子 萧玲珑疲倦地睁开眼 一看是赵康 便将其推倒 嘴里还嘟囔着 还要啊 不对啊 怎么软啪啪的 赵康一愣 玲珑 萧玲珑清醒过来 看着泪眼汪汪的赵康 你清醒了呀 我好累啊 说着便倒在了赵康的怀中 赵康连忙心疼地 将其抱在怀里呵护起来 好一会儿才敢开口询问 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萧玲珑说完之后 赵康这才真的放下心来 要是真当了嚼屎棍子 那真是死也换不回自己的清白了 你昨晚好吓人 萧玲珑嘟起嘴 一点不疼人 我的错我的错 赵康连忙安慰 心里暗骂 妈的二妞 这要他娘的霸道得有些过分了 不过 萧玲珑睁开眼睛 羞涩一笑 紧紧搂住赵康小声道 好过瘾 赵康一听 顿时感到了无比满足 随后又想哭了 因为他什么都记不得 这么一想 爽得还说这群娘们 老子一点参与感都没有 妈的不行 越想越亏 赵康连忙吻上女子 再来一次 他好像不行了 女子悄悄指了指 赵康一看顿时大惊 只见兄弟垂头丧气 赵康甚至都已经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了 兄弟 你没事吧 振作一点啊 半少没有反应 赵康心都颤抖了 灵 玲珑 咱们昨晚到底疯了多久 女子摇摇头 不记得了 天亮的时候 咱们都还醒着的 反正他是晕过去的 我也就刚睡一小话 看着萧玲珑指着的无心仪 赵康慌了神 这位狠瘾 直接是被干晕的 那自己怕是要废了 想着他赶忙起身穿衣走出房间 看着天际的夕阳 他拉住一个吓人 这会儿什么时辰了 吓人愣了一下 这才到 回王爷快有时了 有时是下午五点到七点 那他娘的 岂不是快一天了 这他妈的不得废了 想着赵康赶忙去找灵二牛 气候 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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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 震 震